这是一个全球冰冻的时代 末日降临全球只幸存5%的人类 我觉醒亦能囤积物资化地为王 太痛了 刻骨铭心的痛苦弥漫张义的全身上下 这不是一种感觉 而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他身上的现实 此时正在被自己曾经信任 帮助过的朋友和邻居们贪婪的分割 在这物资匮乏的落实 他们甚至不顾及当初张义对他们的帮助 对他挥起了荼刀 泥流之际 他依稀看到自己心目中的女神方语 情站在人群后面 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用力喊道 是我让他开的门 你们得给我留一块排骨熬汤喝 就是这个女人 骗张义打开了房门 然后害死了他 张义望着他 眼睛里充满了憎恨女傲伍 要怪只能怪自己太傻 太善良了 才会在这末世沦为他人的口谅 他多么希望一切可以重新来过 到时候 他不会再对任何人心慈手软 只会为自己而活着 张义很快眼前一黑 失去了意识 然而就在下一刻 他猛地睁开了眼睛 然后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刚刚所经历的地狱场景 那可怕的痛觉厉厉在目 张义大口地喘着粗气 浑身上下很快就被汗水浸湿了 怎么回事 我不是被那些禽兽邻居们给杀死了吗 回过神之后 张义开始打量周围的一切 这个地方他并不陌生 是他自己的房子 空气中那舒适的温度 却让他感觉异常的差异 因为在西历2050年12月 蓝星受到50万光年外 一颗超新星爆炸的影响 迎来了全球性的寒武风暴 全球气温暴降 张义生活的天海时日常气温 都在零下六七时 暴雪持续下了一个月 淹没了整座城市 据说在华国的北方 甚至达到了恐怖的零下一百多年 大地全都被冰雪埋荡 各种生物大面积的灭绝 就连人类也在这场灾难当中 死掉了九成五以上 张义站起身来 从冰箱取出一瓶水 咕嘟咕嘟 喝下去大半瓶 虽然冷藏的水温很低 可是对现在的他而言 这种水简直是穷将欲业 七十度的极度低温 挖雪来融化成水 这样的作业 很容易就会让人冻死 张义喝完水之后 打开自己的手机看了一眼 上面显示着时间 十一月十二日 距离末日来临 还有整整一个月 看样子 我是重生了 张义深吸了一股气 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 那一个月的经历 不可能是做梦 尤其是那种被人分解的痛苦 太过真实 张义抬起头 劫后余生之后 心中是万分的庆幸 与此同时 他的毛嘴也闪过一亩 无比伶俐地光芒 当初害死他的那些人 他可是记得清清楚楚 这一世 他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而且不会再对那些畜生发善心 不过下一刻 张义就开始思索 如何为墨氏做好准备 他的父母早年去世了 自己继承了天海市一套房子 足有一百二十平 手里面的存款也有二百多万 若是在往常看来比较宽裕 可是墨氏来临 全世界的物资都会迎来大等圈 就靠他手中的这点钱 根本维持不了多久 毕竟要一个人活下去 需要的是海量的物资 张义不单单是想要活着 还必须得有一定的生活质量 饮食 娱乐都得坚固 否则的话 时间长了精神一定会被崩溃 就在这个时候 张义的眼前忽然出现了一缕白光 他觉得是自己的眼睛花了 伸手去揉了揉 就在这个时候 大脑当中突然涌现出一个古怪的想法 似乎这缕白光本身就是他的一部分 而他的脑海中也出现了白光的信息 张义心念一动 意识瞬间就进入了那道白光当中 结果进去一看 发现这里竟然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白茫茫的空间 里面的面积不知道有多大 只有大片的空白 这是一空间 看来我重生之后 拥有了一些特殊的能力 张义的心中顿时一息 看样子伽马射线的经过 让他拥有了特殊的能力 有了这个巨大的空间 他为末日存放物资就方便太多了 不过 张义想知道这个空间到底可以存放多少东西 以及可以收取的物体有没有限制 他的意识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间 然后开始尝试着把家里面的东西往空间当中放 一开始是从茶杯和脸盆放起 都很轻易的放了进去 张义开始尝试把大的家电都往里面塞 彩电 冰箱 洗衣机 电脑 空调 吸尘器 白色空间来者不拒 把这些东西全都收了进去 而且 只要张义一个念头 就可以把东西从空间当中取出来 张义高兴坏了 有了这个巨大的空间 我就可以存放海量的资源 他舔了舔嘴唇 脑海当中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张义的工作 是沃尔玛超市华南区仓库的一名主管 沃尔玛作为世界最大的超级市场 所拥有的货物应有尽有 其在华国有华中 华南和华北三座巨型仓库 这三个仓库 常备的物资都可以供应好几座城市上千万人一周的消耗 也就是说 只要张义把一座仓库的物资全部掏空 搬运到自己的空间里 那么他别说一辈子了 就算是十辈子都用不完那么多物资 最关键的是 沃尔玛的仓库里面没有低档物 无论是食物 百货用品还是奢侈品都是大牌 质量非常的有保障 张义要是能把沃尔玛的一座仓库掏空 以后甭管是末日还是什么 都可以过得比神仙还要快 张义作为仓库的主管 对于仓库的每一个货架和监控设备 人员排班都无比的熟悉 想要搬空仓库 对他来说绝对不是一件难事 心中打定了主意之后 张义的内心轻松了不少 咕咕 就在这时 张义的肚子发出了抗议的叫声 张义摸了摸肚子 又看了一眼桌子上买来的外卖 他毫不犹豫 直接拎起外卖就给扔进了垃圾桶 再过一个月就是末日了 许多好吃的东西得赶紧吃 不然以后可就没机会了 闲着玩意留着他干嘛 等到世界末日之后 钱都变成了废纸 倒不如现在全都花掉 才不会浪费 张义潇洒的转身 准备去找一家米其林三星的餐厅 好好地饱餐一顿 这是一个全球冰封的时代 末日降临全球只幸存5%的人类 我觉醒亦能囤积物资化地为王 张义走出了家门 外面一片祥和的景象 充满了人间的欢欣与惬意 再过一个月 这一切都会化为泡影 距离小区不远 就有一家米其林三星的西餐厅 吃上一顿饭起码得花上五六千 过去张义一直舍不得进去吃饭 不过现在他可是毫不在乎了 走进餐厅之后 然后把上面最贵的菜全都点一遍 又要了一瓶拉菲庄园的红酒 这一套下来 五万块钱就花了下去 就连餐厅里面的服务员 看着张义都眼神爱慕 觉得他肯定是一个有钱的富二代 否则的话 普通人怎么会一顿饭吃那么贵的东西 张义可不管别人怎么想 等到一桌子美味大餐端上来之后 就开始大口地往肚子里面晒 或许是因为经历了六个月的寒冰末世 此时的他吃到这种美味的东西 感动得都快要流出了眼泪 所以他的吃相也变得有些凶猛 引得周围的时刻议论纷纷 张义才不管他们 要知道 在末日来临之后 人们甚至可以为了一包泡面跪下来磕头 等到那个时候 所有的文明与道德都会化作泡 就在张义在餐厅里面吃着东西的时候 窗外路过的一个女子却停下了脚 那是一个长发飘飘 妆容精致 穿着骨持高跟鞋的女子 正是前世害死了张义的方雨琴 而他旁边 还跟着他的好闺蜜李彩妮 两个人路过米其林三星餐厅的时候 都会忍不住多看两眼 对于这种高奢侈的场所 二人的心中一直都非常渴望 无奈手中的资金不允许他们到这种地方挥霍 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们用寻视的目光看向里面 或许就能够发现那个优质的富二代 可以让他们掉铠子 结果 方雨琴却惊讶地发现张义在里面 念前摆了一大桌子顶级的食物 那不是张义吗 他怎么会有钱在这里吃饭 方雨琴惊讶地说道 林采宁也是诧异地捂着嘴 张义 他原来这么有钱的吗 说话的时候 他眼神有些暧昧地看了方雨琴一眼 雨琴 你可真是好福气啊 追你的那个田口 原来是个隐形的富二代 你看他那一桌子东西 起码得五六万 普通人谁弄一顿饭吃这么贵的东西啊 林采宁的语气之中有些羡慕 因为他知道 张义追求方雨琴已经有半年了 不过方雨琴一直都在吊着张义 并没有拒绝 但是也没有答应 方雨琴是个十足的败金女 她一直觉得自己可以嫁给一个优质的富二代 做少奶奶 但是对于张义这个在天海市有车有房的幸福 她又舍不得放弃 所以一直以来 方雨琴都是把张义当做备胎 不过今天见到张义竟然能一人独享数万元的豪华大餐 不禁让方雨琴开始产生了怀疑 难道说张义其实是个雨琴富二代 方雨琴拖着下巴开始思考 她越想越觉得有这种可能性 对了 电视剧中不是经常有这种人吗 明明自己很有钱 但是为了寻找真爱 所以假装自己只是个补丛人 方雨琴说的自己都信了 她的眼睛亮了起来 万一那是真的 自己可就省去了很大的功能 毕竟张义一直在追求她 她觉得自己只要点点脑 张义立刻就会向她作为 林采宁也在一边劝 雨琴 我们进去找张义吧 其实她是盯上了那一桌子好吃的 这可是米其林三星的餐厅啊 里面的大餐普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找到 方雨琴犹豫了一下 却摇了摇头说道 这样不好吧 容易让她觉得我是个拜金的女人 这样吧 我们在外面等着 假装跟她是偶然遇到的 方雨琴可不是傻子 她不会为了一顿饭而放低自己的姿态 就算张义真的很有钱 她也要摆出女神的风范来 只有那样 将来两个人在一起了 她才可以好好地控制住张义 让她继续做她的舔狗 于是两个人就在餐厅不远处躲了起来 等待着张义出来 张义吃了一个多小时 幸福满满地摸了摸自己圆滚滚的肚子 接下来 她打算去附近的超市买点物资回去 虽然她有极大的把握 从沃尔玛仓库搬运物资回来 但是小心使得万年船 还是提前被一些物资为好 这是一个全球冰封的时代 末日降临全球只幸存5%的人类 我觉醒亦能囤积物资化地为王 张义出了餐厅就直接来到超市 他直接来到食品区 看着货架上面琳琅满目的商品 就如同进入了宝库一般 在前世 他体验过一包泡面吃两天的感觉 所以对于食物 他的心中有无限的渴望 张义直接走到货架旁 把上面的食物一股脑地往手推车里面放 火腿肠 泡面 自热火锅和调料 他都大量地采购 这个举动 把方雨晴和林采宁看得目瞪口袋 张义 你 你买那么多吃的干嘛 你是要去露营吗 嗯 张义淡淡地回答了一句 林采宁却产生了怀疑 偷偷在方雨晴耳边说道 富二代露营会吃这些吗 方雨晴也有些疑惑 可是想到那顿米其林三星的大餐 心中又不愿意放弃张义是富二代的想法 他跑到张义跟前 殷勤地说道 有需要我帮忙的吗 有免费的劳动力上门 张义没有道理不使用 而且看着方雨晴和故作天真的笑脸 张义的心中也产生了一个报复的念头 他就是要让方雨晴知道自己囤了很多物资 然后漠视来临 他过来祈求自己的时候 再狠狠地拒绝他 张义嘴角勾起了一幕 那你们帮我推车子吧 方雨晴连忙点头答应 张义又让林凯明也去推一个车回来 虽然二人的心里面充满了狐疑 但还是照吩咐去做了 张义买了不少能存放的食品 包括泡面 火腿肠以及一些腊肉和罐头 他还用了一辆车 专门放鲜肉和水果 蔬菜 以及一些活的鱼 他想要试验一下 自己的一空间对于存储生鲜 有没有什么特殊效果 三辆手推车装的满满的 张义把装满了牛羊肉和罐头的车子 专门交给那两个女人去推 起码得有四五百斤 把他们累得满头大汗 方雨晴有些抱怨 绝着嘴说道 张义 这么多东西得多少人吃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活动 没有告诉我啊 张义冷笑了一声 说道 马上就是世界末日了 我多囤点东西过日子 方雨晴只当张义是在开玩笑 哎呀 不想说就算了吗 开这种玩笑干嘛 只是人家今天帮了你这么大的忙 回头你可得请我吃饭哦 方雨晴的眼神里面充满了暗示 他在期待张义能带他去米其林三星餐厅吃饭 张义嘴角微微勾气 好啊 不过最近我比较忙 没什么空 下个月吧 方雨晴高兴的说道 那好啊 咱们一言为定 林采宁赶紧凑过来 好呀好呀 咱们一起 只是帮忙推个车子就能吃大饭 他当然是高兴得很 看到林采宁这么没有眼力见 方雨晴又瞪了他一眼 但是林采宁只装作是没有看到 张义去把东西结了账 这一下采购就买了一万多的物资 他眼睛也没有眨一下就付了账 要知道 在牧师 这些物资的价值起码得翻上几万倍 由于张义买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超市也是很痛快的把手推车借给他来 张义毫不客气的使唤着两个女人 让他们帮自己把东西推回家 其实他自己有车子 完全可以去开车把东西带回去 不过有免费劳动力在 不用白不用 两个女人虽然最里面一直喊的嘞 但是张义承诺之后请他们吃大餐 他们马上就来了干净 于是一行三人就推着三大车的物资 在路人诧异的目光之中推回了小区 在冰宗末日之前我重生了 醒来马上就去贷款订了五百桌酒席 就在刚刚 张义三个人推着三大车物资回到了小区 一路上 许多邻居都看到了这一幕 都不禁议论了起来 张义也不怕被人看到 毕竟他在超市购物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些邻居看到 而且方雨晴和林采宁之后 也肯定会把这件事情团出去 朵朵藏藏是没有丝毫意的 他甚至已经预料到了末日的时候 会有不少人试图冲进他家里抢东西 这一切 他都是切实经历过的 不过他还并不害怕 因为这一事 他会提前做好准备 就是要让那些人看得见 却吃不着 最后只能气个半死 看到张义他们三个人买了那么多东西回来 一个带着孙子出来玩的大妈祖过来 他看着推车里面那些吃的 还有新鲜的牛羊肉 顿时有些心动 是不是仓库里面处理的 这么多你们也用不完 要不然给邻居们分点 而在前世 他也靠着虎脚蛮缠 从张义这里讨要过一些吃的 可当所有邻居冲到张义家抢劫的时候 他非但没有阻止 反而表现得比年轻人还有劲 方雨晴和林采宁也不想招惹这个女人 连忙说道 这些东西都是张义买的 我们只是帮他送回来而已 林大妈的眼睛立刻望向张义 小张啊 看样子是你们仓库的东西了 分给林大妈一点怎么样 他说话的时候 他内的孙子小虎已经爬上一辆手推车 伸手就掏出一盒巧克力 别看他人小 但是眼睛歹毒的很 那一盒进口巧克力超市领外二百多 张义二话不说 拼手就把东西抢了回来 不好意思 这些东西我自己留着吃呢 反正马上就是末日了 他现在连客套一下都懒不做了 林大妈脸色骤然一变 张义这么不给他这位小区领导面子 让他非常生气 尤其是他孙子小虎 被张义八拉开之后 更是哭闹着要吃巧克力 小孩子不懂事 要不然你就给他一盒巧克力吧 算是我买的 回头我就把钱给你 林大妈沉声说道 张义却是嘴角一撇 现在都是一栋支付了 付钱无比的方便 他说什么回头给钱 显然就是想要赖账 我说了 这是我自己吃的 想吃自己来我这里买 张义冷笑了一声 然后招呼方雨晴和林采宁就走 他们前脚刚走 后面就传来林大妈的大骂声 张义冲耳不闻 林大妈的儿子和儿媳妇在外面工作 就他一个人在家带孙子 平日李老太婆买菜都是只买一天的 所以末日来临之后 他们家的物资是最先耗完的 当初张义心软帮助了他们 可这一世没有了张义的帮助 这不道德的老太婆 跟他那个调皮的孙子小伙们 活十天都算是奇迹 张义才不想跟尸体闹便宜 也不是他心狠 而是那一天来临之后 人人光是顾好自己就很接纳了 其他人的死活 自然是得在他后面 等到把三车的物资都推回家中 张义就让他们离开了 别忘了要起客 方雨晴冲张义俏皮的眨了下眼睛 可是张义看到之后 只感觉内心一阵反胃 他敷衍了一下 两个女人本来还打算留下来 寻找张义是隐形作二代的蛛丝马迹 但是看到张义一副 没心思招待他们的样子 两人只好先行离开 他们走之后 张义打开了自己的一空间 然后把东西都收了进去 准备观察一下 这些物资放在空间之中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做完这些 天色已经很晚了 张义没有急着休息 而是拿出纸笔来 详细策划了一下 接下来一个月的准备工作 虽然他平日里很难反 但是为了活着 人总是能够爆发出足够的钱的 想要在末日过得舒服 首先要搞定食物问题 这个好解决 除了我日常采买的东西 其他的都可以从仓部当中去 不过这个不能着急 要先做好调查 而且要在末日之前几天再收取 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 要是被抓起来 在班房里肯定熬不过几天 张义在本子上写下了 食物 二字 在后面打了一个勾 然后是取暖 到了末日之后 能源供应极为短缺 空调很快就没办法用了 那么就得使用最简单的方法 壁炉是首选 壁炉和火炕的原理差不多 都是采用原始的方法来取暖 欧洲的冬天温度特别低 都是采用这种方式度过慢慢寒冬 这样的话就得把屋子重新装修一遍 最好加上绝缘阁热层 提起装修 张义想到了前世自己家被人破门而入 不经心中意紧 需要把我家打造成一个 无法攻破的钢铁堡垒 首先是全面假装后钢板 起码得能抵挡得住一般的报复 末日来临之后 人们为了生存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必须要做好完全的准备 不能够拿生命安全开玩笑 张义已经品尝过一次死亡的滋味了 绝不愿意再体验第二次 安全屋的问题也好解决 天海市有专门为权贵做安保工作的安保公司 其中就有打造安全房的服务 张义记得前世 曾经有顶级大富豪打造了一座超级堡垒 甚至可以抵挡小型磁器的攻击 再然后 是药品 我必须防止自己生病无法医治 沃尔玛的仓库当中有许多常用的药物 可以治疗感冒 发烧之类的小病 但是这些远远不够 韩武风暴起码持续几十年 我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还好张义在天海市的人脉比较不错 毕竟是做仓储管理的 他也认识一些医院仓储的工作人员 只要能够给得出足够多的钱 无论什么药都能搞得到 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之后 张义用手中的圆珠笔在本子上敲了敲 接下来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了 他的目光变得锐利了起来 那就是武器 末日来临 人性丧失 为了抢夺物资而发生的战斗随处可见 人命如草剑 想要活着 就必须拥有足够的武力 张义并不是什么格斗高手 但是武功再高也怕菜刀 只需要准备的武器足够强 就不用担心这种问题 开山刀 撬棍和开山斧很好搞到 弓弩 弃枪和复合弓也有渠道 但是最厉害的 当然还是美式居可 这个玩意 只有通过黑市才有办法获得 张义摸了摸下巴 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有办法搞定 但是他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只要肯花钱 应该会有门路搞定 他花了三个小时 制定了完美的方案 然后才痛快地洗了个热水子 然后躺在自己舒服的床上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 张义从床上爬了起来 一晚上他睡得并不算好 期间因为做噩梦惊醒了几次 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还躺在家里温暖舒适的大床上 这才常常松了一口气 默认那段时间对他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张义更加坚定了决心 一定要做好完全的准备 然后打开一空间 查看扔进里面的物资的变化 让他欣喜了时 放了一个晚上的肉类和水补 蔬菜竟然丝毫没有变化 肉类短时间看不出来什么 可是水果跟蔬菜过夜之后就容易不新香了 然而放入一空间之后 那些水果与蔬菜就跟昨天刚买的时候一样 我的一空间是独立于这个世界之外的 或许时间变化的规则也有不足 有可能是时间流速更慢 甚至是禁止的 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这样一来 我可以毫无顾忌的往里面放各种各样的东西 不过 当张义查看放进去的鼎妖鱼时 却发现他们多死了 死了之后栩栩如生 也并没有出现变质 张义摸着下巴 又懂了一些一空间的使用规则 活物放进去不能长时间生存 看样子我自己住进去的想法不太实际 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一空间里面白茫茫一片 哪比得上张义自己家舒服 只要能够往里面放东西就好 这么一想 张义的脑海中许许多多的东西 既然可以保存鲜肉和蔬菜 水果 那么做好的饭菜又怎么样 张义虽然自己会做饭 但是终究比起专业的大厨差距还是不小的 以后只能靠自己做饭 对他来说早晚都会腻的 于是张义立刻打电话 给天海市最大的五星级酒店 您好 这里是洪福天下大酒店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帮您的吗 我家里面要邀请客人 大摆三天三夜的流水席 所以需要预定五百桌饭菜 电话那头也是吃了一斤 五百桌饭菜 就是他们做也得做上好酒 而且他们是五星级酒店 一桌酒席最便宜的也得三四千 五百桌下去 那可就是一百多万 服务员不敢自作主张 连忙说 请您稍等 我去请示一下我们经理 过了一会儿 另一个人接过了电话 我是洪福大酒店的经理陈定方 不知道您如何称呼 我叫张义 我要定五百桌酒席的事情 你们这边有问题吗 经理心头一惊 这种事情 他们酒店开业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 不过这么大一笔订单 要是来了他们肯定得接 张先生 五百桌酒席可得上百万 如果您需要的话 需要您提前打二十万并经过来 张义毫不犹豫地赚了二十万过去 经理这边 立刻开始吩咐个部门 要在一天之内 把客人要的五百桌酒席给做出来 另一边 张义挂上电话之后 钱虽然一个月后就没用了 但现在要买东西还是需要用到钱的 在冰封末日 全球只剩下百分之五的人类 而我便卖房产囤下五百桌酒席 张义手里面 有父母留下来的遗产 以及自己的积蓄 总共就二百万左右 定酒席 一半就这么没有了 说实话还是有些心疼的 但是转念一想 这也是好事 许多人手里赚着大把的钱 后来都变成了废纸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把钱给花出去 不过 接下来还有许多需要用钱的地方 我得想办法搞钱才行 张义的眼睛一下子就放到了自己家的房子上 这套房子位于天海市中环 一百二十平的面积 小区是十年前盖好的 按照现在的行情 这套房子现在起码值五百多万 我去抵押贷款 这不就有钱了吗 张义黑黑一笑 这笔钱借了之后还不用 说不出有多舒服 他当即离开家门 开车去银行做贷款 路上的时候 他收到了方雨晴发过来的信息 张义 周末好无聊啊 真想有个人能陪我出去转转 张义看了一眼 就把手机扔到了一旁 他来到银行办起了贷款业务 由于张义贷款金额很大 而且证件齐全 房屋也是全款拿下的 所以贷款很快就下来了 不过银行这边 只给到他四百万的贷款 张义也没有讨价还价 反正都是白来的钱 他也没有工夫和银行这边掰扯 痛快的签字之后 银行这边也把钱打到了他的账户上 这下子 去掉买酒席花掉了一百多万 我手里还有五百万左右 重新装修房子应该是够了 不过 我还需要大量的购买药品 武器 这些钱未必够 张义摸了摸下巴 开始思索如何搞到更多的钱 就在这个时候 路边一个黄毛看到了正陷入思索的张义 他眼睛一亮 立刻走了过来 哥们是不是需要用钱了 张义抬头看了一眼的黄毛 你是谁 黄毛脸上的笑容更深了 我就问你现在是不是需要用钱 而银行那边不肯借给你 张义一听这话 就明白过来眼前这人是干嘛的了 肯定是放高利贷的 张义心头一动 记上心来 他叹了一口气 我家里的生意急需资金周转 可是银行那边 张义说到这里 故意露出为难的表情 黄毛也是一副秒懂的样子 但凡是可以通过正常渠道 从银行借钱的人 谁又会跑去借高利贷 他微微一笑 是啊 现在这银行借钱可是严正 各种条条框框 款子下来的速度隐慢 不过兄弟 如果你急需用钱的话 我倒是可以帮你这个忙 张义谨慎的望着黄毛 你真的行吗 我可是需要好几百万啊 黄毛听到是大声音 眼神明显变得更加激动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名片递给张义 只要你需要用钱 明片上面写着多多带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而黄毛的名头则是业务经理胡明华 张义假装激动 你们真的能借钱给我 我需要五百万 只要你们能够帮我度过这个难关 我保证最多三个月就可以把钱还回来 胡明华笑了笑 这个事情好商量 我们公司可是非常有实力的 走吧这件事情咱们到公司里面去慢慢谈 张义一脸期待的神色 就跟着胡明华一起去了他们的公司 所谓的公司 在一个偏僻的写字楼里 进了门之后 胡明华就把张义带到了他们老板办公室 这家借贷公司的老板看着五大三粗 却穿着一身大牌的班尼路西装 显然是在努力营造出一整正规公司的形象 不过他的眉宇之间 却是带着几分力气 如果不是在社会上打拼多年 不会有这种感觉 胡明华把张义的基本情况介绍给面前的老板 这是想要跟我们借钱的客户 老板名叫陈雄 见到张义之后 陆叔笑脸请张义坐下 张先生 请问你想借多少钱 不愧是搞高利贷的公司 谈话的内容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这样的公司本身就不正规 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条条狂狂 而且他们有的是办法让你换钱 根本不担心你赖账 张义说皱了下眉 我想借五百万 陈雄眉头一皱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不过张先生 我事先说好 我们的利息可是很高的 你要有心理准备 胡明华在旁边打着圆场 张先生的生意急需资金周转 等到生意周转过来了 这钱还不是很快就能挣斗 两个人一唱一鹤 是啊我很快就能还 利息高点就高点打 只要你能把钱借给我 为了能在冰封末世生存下来 我便卖家产借上高利贷 只为打造安全屋 此时陈雄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那就好 我们的利息是四分 你借五百万 还的时候就得还七百万 所以你要先给我打一张 七百万的签条 另外你必须要有足够价值的东西 作为抵押 房子 工厂 汽车都可以 张义假装犹豫了一会儿 从身上把房产证给拿了出来 这是他拿去银行做贷款弄的 刚好在身上 我这套房子价值五百多万 抵押给你们总行了吧 我还有一辆三十万的奔驰 到时候要是还不上你们也可以拿 张先生 您这套房子最多值个四五百万 可是想从我这里拿走五百万 我有些亏啊 张义一脸骇然的表情 你可一定得帮帮我 我现在特别着急用钱 只要你今天可以把钱给我打过来 我只要四百五十万就行 陈雄和胡明华对视了一眼 二人的眼睛里带着戏血 他们做的就是趁火打劫的声音 不行不行 这生意实在是划不来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双方以四百万达成了协议 不过张义要求 这笔钱必须在今天打到他的账上去 借贷公司虽然黑心 但是办事效率是真的高 大概这也是他们唯一比银行优势的地方 签完了合同之后 很快张义的账户上就收到了现金 他的心中暗笑不语 这笔钱对陈雄来说 就等于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了 怎么感觉有点骂自己的意思 张义笑嘻嘻地带着钱走 他离开之后 兵华畅快的大笑声 哈哈这生意做的可真够简单的 那个傻小子 真的拿了四百万就走了 陈雄得意地说道 这一笔咱们最起码也能挣个两三百万 这个月的业绩都不用愁了 到时候他们自然有办法把那套房子搞过来 不止如此 他们还有更多的办法 彻底把张义给榨干 陈雄眯着眼睛 实在不行 可以联系境外的几个机构 看看他身上有什么值钱的零件给卖掉 咱们可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 张义乐呵呵地离开了借贷公司 他回头看了一眼写字楼 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嘲讽 他们都是好人吗 白白送钱给我花 从今以后 张义和陈雄 吴明华不会有任何交集 倒不如说 他们很大概率都会死在一个月后的默认汉潮之中 张义的手中 现在已经有了九百万左右的资金 实施自己的计划完全是够用了 张义开着汽车 来到了天海市大名鼎鼎的战龙安保公司 战龙是华国最大的安保公司之一 是专门为大富豪和明星提供安保业务 张义之所以找到他们 是因为前世 他曾听说过战龙公司 为江南省首富打造过一个顶级的安全 据说那位房地产起家的大老板 在末日当中仍然能够生活得很潇洒 战龙公司为他们打造的安全务功不可 张义来到战龙公司 向前台说明了来意 立刻就有业务部的人 把张义起到了一个休息室 以前台为张义端上来献磨的咖啡 不久之后 一个榜大腰圆 留着板寸头的壮汉就走进了 他的身上穿着一套黑色的西装 看起来颇有一些西装暴徒的味道 让人随时担心 那一身衣服会被撑暴 不过不得不说 客人看到这样的人 内心会充满安全感 先生您好 我叫吴怀仁 是业务部的经理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吗 张义和他握了握手 我需要你们为我打造一个安全 就是那种可以抵挡世界末日的最高级别安全务 吴怀仁文言 眼神顿时变得认真起来 这番话如果别人听到 会觉得非常可笑 可是对战龙公司而言 这可不是一个笑话 张先生 我们战龙是世界一流的安保公司 您的要求我们肯定能够满足 吴怀仁掏出图纸递给了张义 我们公司的服务都是私人定制 您可以在里面挑选自己需要的业务 并且上面有相应的标价 张义接过来图纸 然后开始认真筛选上面的服务 不得不说 专业公司就是专业公司 只要你钱到位 战龙安保公司几乎可以满足你一切的要求 不过对张义来说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在一个月的时间 把自己的房子打造成一个无法入侵的铁乌龟 吴怀仁虽然不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 但是世界上不缺担心自己身家性命的有钱人 我们就是做他们的胜利 张先生你放心 经过我们的改造再加上武器 你的屋子就是做堡垒 吴怀仁侃而谈 我当初在国外做过雇佣兵 对于武器方面了如指掌 此话一出 张义心头一惊 正可稳定 那你有没有能搞到武器的渠道 这个男人为了在冰封末日生存下来 此刻吴怀仁对张义要弄武器的事情 表情也变得严肃了起来 在华国武器是不允许私人持有的 张先生你应该明白 从原则上来讲 那种东西是不允许私人持有的 吴怀仁压低了声音 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仇家 所以让你这么害怕 张义借颇下鱼 没错我得罪了一些道上的人 他们出手非常狠啊 而且手里面有武器 吴怀仁呵呵一笑 张先生这种事情恐怕我帮不当 我们是正规的公司 可是从吴怀仁的眼神当中 张义看得出来 他不是搞不来武器 而是不愿意汤浑水 张义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对吴怀仁说道 我搞的这个安全屋项目得花上八百多万 要是后面我还是出了问题 对于你们公司的影响也不太好 他盯着吴怀仁 一字一句的说道 我只是想有个防身的家伙 如果你可以帮我这个忙 我亏待不了你 吴怀仁没有说话 他皱着眉头在权衡这件事情 门路他自然是有的 不过他不清楚张义的来历 当然不敢轻易给张义介绍 您先回去吧 张义跟吴怀仁谈完之后 当场就签订了合同 同样他支付了一百万元的订金 至于剩下的尾款 这辈子是没有机会再支付 离开了战龙安保公司 住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接下来张义回到车上 打电话给自己的一个熟人刘洋 刘洋在天海市经营着一家猎场 他的手里面 有许多合法途径获得的公募 复合工以及弃武器 张义之前去玩过几次 所以有刘洋的联系方式 刘洋是生意人 所以很轻松的就答应了这件事情 张哥 你买那么多器械是干嘛呀 这些东西只能用来打电 要么就是自己玩 可不能拿去伤人啊 刘洋笑着问道 言语中却有几分谨慎 张义哈哈一笑 随口找了理由 你想多了 我约了几个朋友 过一阵子到非洲野生动物园去打电 所以多搞点设备 刘洋嘖嘖两声 悠喝 还是张都会玩啊 不过非洲可有不少狮子 猎狗注意安全 张义也不拖他 当即就开车去了西山猎场 把东西给买了回来 对他来说 现在的时间非常宝贵 一刻也不能够耽误 随即他就把一车装备拉回了家 由于都是正规渠道购买的 他自己当初为了玩也考过打猎证数 等他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黄昏时分了 洪福天下大酒店的餐车 就来到了岳路小区的门口 浩浩荡荡二三十辆车子 把路都给围堵的水泄不通 这可让小区的邻居们都看得傻了眼 保安由大叔连忙上前阻来 询问他们是过来做什么的 酒店经理说明了情况 不过游大叔还是坚持要让业主过来 才能给开门 张义正好赶到走到保安游大叔跟起 游大叔 这些是给我送餐的 让他们进来吧 游大叔满脸惊讶 送餐的 你吃的什么东西 要十几辆车来送 周围的邻居们听说是餐车 也是一片哗然 好家伙 这最起码得有几百桌吧 他打算往哪方 难不成张义家里面有什么事 要摆酒席 他会不会是要结婚了 但是几百桌也太吓人了 路边的方雨晴看到这一幕 更是抿了名嘴唇 坚定了自己拿下张义的决心 他主动朝着张义走了过去 张义 家里面最近在忙什么呀 买了那么多东西 张义没有理他 就让他误会自己是个富二代好了 等他意识到灾难来临的时候 再亲手把他送下地狱 游大叔见到业主来了 也就打开了栅栏门 让洪福天下酒店的车队进入小区 而另一边 洪福天下的员工开始打一桌桌大餐 往张义指定的地理搬运 张义平时人员不错 所以跟物业借用了一下 小区地下的一个仓库 就让他们把东西先放进仓库了 五百桌的食物虽然量很大 但是用餐盒打包好之后 占地面积反而不会显得太过夸张 就连酒店经理看着也是有些择舍 他干了那么多年经历 头一回遇到这么大的外卖单子 他自己则是偷偷地趁搬运的人离开以后 把所有吃的都装进了自己的一空间之中 很快五百桌的大餐 就被张义全部收入一空间 奢侈大餐还能随时地涨火锅 张义心想这后半辈子真是有口福了 次日张义接到了湛龙公司经理吴怀仁的电话 吴怀仁告诉张义 他们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就上门为张义进行安全屋的打发 张义直接告诉工人 你们安心装修 而他则是打算先搬去酒店居住 吴怀仁发来消息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搞众生平等器 如果您真的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 我倒是可以帮您推荐一条门路 但是价格这方面会有点小贵 这个张义当然是了解的 这个不是问题 只要东西质量好 吴怀仁那好 既然这样我会帮您引荐一番 三天后我会通知您交易的地点 武器的路子算是搞定了 张义的心里面轻松了不少 周围不少邻居看到这一物 眼睛里也满是好奇 这张义最近是不是吃错什么药了 怎么老是整那么多药饿子 就是啊 前几天我在超市 还看到他买了三手推车的吃的 哈哈哈哈 不知道的还以为世界末日要来了 囤那么多吃的 过期了不全都浪费了吗 说不定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呢 张义也懒得理会他们 一个月之后他们自然明白 谁才是那个笑话 张义离开家门 然后开上车前往沃尔玛仓库 张义过来之后 找到了他们管理药品仓库的一名经理周海润 大家平日里都是知根知底的 张义找到周海润之后 跟他聊了一番 然后旁敲侧击地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希望可以搞到几项治疗疾病的特效药物 周海润一开始还有所防备 不过后来 张义说出只要能够把药物搞回来 他可以给到市面上双倍的价格 听到张义愿意出这么高的价格 周海润立刻就憋不住了 最终两个人以三百万五大香药的价格成交 如果以一个正常人来衡量的话 一辈子的生病次数加起来 都用不到一半 搞定了药物之后 张义来到自己管理的百货仓库 这里的食物百货工具以及生活物资 供养上千人都不在话下 而自己身为百货去的主管 这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为了以防万一 末日来临前的一周 我会把这里全部搬入我的一空间 不能有任何闪失 距离冰封末世还剩十天 此时的张义把末世基本需要的物资 已经准备齐全 他当然是没有什么心情继续工作 于是他来到仓库经理的办公室 请了十天的假 从经理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方雨晴正在喝咖啡 旁边还有一个田狗约他去听演唱会 这个人叫周鹏 也住在一个小区 在方雨晴面前卖力的献殷勤 很明显方雨晴对这个男人不感兴趣 失落之余 看到了旁边一脸笑容的张义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一个大男人 竟然让女人帮你搬东西 你好意思吗 雨晴今天来上班 一直喊着腰酸 下次再有这种事情 希望你别麻烦人家 方雨晴还假惺惺笑不笑 没事没事 其实人家的身体也没出什么问题 张义冷笑了一声 心中负费 原来是这个女人把事情宣扬了出去 方雨晴细经负体 就是人家做不来力气活 好像腰有点扭吗 周鹏为了在方雨晴面前 表现自己的大男子气概 顿时豪气甘云地指着张义 你赶紧给雨晴拿五百块钱看病 谁料张义谋光一冷 帮我搬东西是他自己主动的 我可没有求他帮忙 再说了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在这里跟我指手画脚的 真当自己是个人吗 张义的一番痛骂 酣畅淋漓 把周鹏和方雨晴都给吓猛了 周鹏在仓库只是一个普通文员 无权无视 见到张义真的发怒 周鹏顿时就有些怂了 你 你吼那么大声干嘛 我只是在和你商量一下 张义冷笑了一声 扭头就走 等到张义离开之后 雨晴 我就说了这个张义不是什么好东西 以后你可要离他远一点 方雨晴皱着眉头 心中也是觉得纳闷 因为最近几天 张义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 张义下了办 开着车子就来到了天海市的一家五星机酒店 正好是他之前订餐的洪福天下 在房子装修好之前 他就在这里住下 刚洗完房 就收到了方雨晴的信息 张义 我今天路过你家 看到有人在装修爱 感觉你最近好奇怪啊 又是开始囤东西 又是装修房子 是不是最近会发生什么事啊 张义也是不由的眉头挑了挑 看来这个白莲花虽然坏 但脑子一点都不蠢 开始怀疑我了 虽然张义不是富二代 但也算是一个优质的中产小开 将来他要是找不到富二代结婚 还是能够给张义接盘的机会呢 方雨晴拿起手机 又发过去一条消息 感觉最近 我们的联系是不是少了一些 稍微让我觉得有些寂寞了 可是等待了半天 都没有收到回复的消息 方雨晴咬了咬嘴唇 心里面不禁开始有些烦躁 这个该死的张义 最近是不是撞血了 本姑娘主动找她 她竟然赶不回我的消息 地旁她的室友林采明 听到方雨晴的吐槽 笑嘻嘻地走了过来 最近那个张义的确有些怪 鬼知道他买那么多吃的喝的干嘛 而且还从酒店订了那么多的酒席 搞得真的像是马上要物资紧缺了事 方雨晴听到这句话 眉头微微一皱 您面 你说会不会过一阵子 真的会发生些什么 张义是得到了消息 才开始囤货的 林采明听到这话愣了一下 然后捂着肚子大笑了起来 雨晴你是不是傻的呀 真要是会发生什么事的话 官方一定会有消息通知下来 咱们安安心心的就好 真要是囤了物资 别人会笑话咱们是傻子的 方雨晴听到 也自嘲嘻地笑了笑 一周之后 张义在吴怀仁的牵线之下 收到了自己想要的武器 虽然贵但是生在靠物 有了这个东西在末世就可以安心多了 叮咚 闻铃响起 原来是张义订购的应急药品 这样就等安全屋的竣工了 就在此时他收到了吴怀仁的消息 安全屋已经打造完毕 请过来验收 张义微微一笑 我现在就回去 然后开着车子回到了岳路小区 吴怀仁亲自带着张义验收房子 张义也是忍不住眼前一亮 战龙公司不愧是国内一流的安保公司 他们打造安全屋的速度和质量都没得挑剔 全屋已经按照张义的要求 加装了200毫米厚的合金板 而且从外面看上去 和之前没有任何的差别 吴怀仁耐心的给张义一进行讲解 通风系统采用的是军工级别 可以过滤任何有害气体 防止有人从外界进行毒气攻击 另外全屋的保暖系统也全部重做 采用的是北极科学研究所的专业级材料 除了按照您的要求打造了壁炉之外 还可以隔绝99.5%的温度流汁 说到这里 吴怀仁还冲张义神秘的一项 另外为了保障您的安全 我们在整栋楼都做了监控器 一共300个摄像头 可以让您监控整栋楼每个楼层 这个男人为了在冰封末世囤积物资 竟然对自己的同事下料 张义对于这座末世安全屋非常的满意 恐怕除非是携带重武器的军队 否则没有人可以强行闯入他的家中 就算是整栋楼都倒塌了 恐怕他的房间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我对你们打造的安全屋很满意 张义笑着对吴怀仁说道 吴怀仁也满脸笑了 他拿出文件请张义签了字 然后说道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请您在三个月之内付清我们的尾款 张义笑眯眯的点了点头 一定一定 等吴怀仁走后 张义心想不过这个尾款 他是不可能付出去的 想到自己只花了一百万的定金 就白嫖了一座价值净千万的安全 实在是太爽了 突然电话响起 原来自己通过外卖平台订购的一百桶饮用水的楼下 全球冰封最稀缺的就是饮用水 这是生存的必须比 虽然在冰封时期可以通过凿冰取水 但是那时候外面的温度一般都在零下六七十度 而且只要出门就有可能存在生命的危险 快递小哥在匆忙的搬运 这些水族有五百立方 再加上回头从超市仓库中的矿泉水 足够我几年的消耗了 此刻路过的邻居 又在议论纷纷 张义这孩子是不是多少有点毛病 前几天家里搞十几厘米的厚的钢板装修 学什么人家电影里的安全舞 现在又买这些水 他不会认为天海市以后会成沙漠吧 天海市可是靠近海边呀 怎么会缺水 看门的游大叔看到张义走了过来 小张买那么多水干嘛 需要我帮忙吗 张义看了看游大叔 回忆起前世冰封到来的时候 游大叔把自己仅存的食物 给了一对就要饿死的模拟 自己却丢了性命 也是这个小区为数不多的热心人 于是张义凑到游大叔耳边 今年气温有可能反常 这个冬天不好过 以防万一你多准备一些吃喝的东西 以免物价飞涨 游大叔摸了摸下巴 真的假的不会是谣言的小张 张义拍了拍胸 你看看我准备了那么多东西 你可以囤点泡面和矿泉水之类的 那些东西一时半会儿也放不坏 游大叔点了点后 请我自己一个人住 囤点倒是也不碍事 在一旁的一个大爷看不下去了 老游别信他的 他神神叨叨的一天 说不定是想拉人下水 现在是到太平祥和 怎么会少物资呢 小心被人举报你造谣 到时候请进去喝茶 张义翻了下白眼心想 我已经尽力提醒了 信不信就是你们自己的事了 在剩下的九天时间 张义就把手头的钱全部花了换物资 再就是锻炼身体 就在冰封末日来临倒数第三天 张义提前回来上班 这样可以避免仓库的物资突然消失 也不会立刻怀疑到自己的后上 然后就在大家饮用的茶水中下入了料 对于这些人都是张义的老熟人 所以对他端过来的水也没有什么好味 这些人都喝下了张义放过料的茶水 张义看着他们都一个一个的喝了下去 大概等了半个小时料想发作了 张义再次确认了这些人都深深的睡过去之后 心中的石头落了下来 这样自己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搜刮 整个超市仓库的物资了 这个男人凭借一己之力 两小时搬空了超市上万吨货 就在刚刚被下料的同事都沉沉睡去 张义则是来到监控室 关闭了整个仓库的摄像头 做完这一切之后 他就迅速地来到了仓库 望着眼前这座巨大的仓库 张义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开始收取那些物资 只要他右眼扫过的货架 只需要新面移动 整个货架都会出现在他的一空间之中 张义率先来到了饮料区域 这里存放着数十万吨的矿泉水 饮料和酒水 张义也不区分 一股脑子全都装进了自己的仓库之中 很快 面前数千立方的酒水饮料就消失一空 下一个 则是生活物资的燃料区域 这里有许多的无烟煤和桶装的汽油 酒精 都是家用型的 用来家庭储备或者旅游野餐时 光是无烟煤就有几万箱 更别提那些固态酒精和桶装汽油 这里的量 张义一个人用一百年都用不完 张义毫不犹豫的将它们全部收了起来 然后利用自己多年做仓库的专业知识 在一空间中给它们分配好的区域 这样才会方便自己使用 第三步 他来到了食品区域 这里的量更大 足有数万吨 张义一点都不挑食 有什么拿什么 收取的过程当中 张义又找到了一些特别好用的东西 比如说滑雪与登山设备 其中就有国家运动员级别的专业防寒服务 这些东西可以抵御零下一百度的饥寒温度 张义的眼睛都亮了 这些在寒冰末日来临之后 可是最顶级的防寒设备 足足两个小时之后 张义一个人将占地数百万坪的沃尔玛仓库全都半空了 做完这些之后 看着巨大而空旷的仓库 张义的心中说不出的满足 这下子 即便是面对在寒冷的冰河时代 他也有信心能够一直舒舒服服的活下去 张义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自己也喝了一口放了料的茶水 然后躺在沙发上沉沉睡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以后 他被人急粗的晃醒了 主管 主管 出大事了 快醒醒 张义缓缓睁开眼睛 一脸迷茫地望着眼前的几个同事 怎么了 一名仓库员工哆哆嗦嗦地指着仓库 说道 见鬼了 我们的仓库竟然被人给搬空了 什么 张义一脸惊讶地拍着桌子站了起来 他装模作样地来到仓库 理所当然地看到了空空如也的场面 张义心里面自然比谁都清楚发生了什么 不过他还是两腿一人 用颤抖的声音地吼着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仓库里那么多物资全都不见 周围的员工也是脸色紧张 就在此时 张义收到了仓库经理的电话 汇报了具体情况 心里听到事情的由来 整个人都吓傻了 甚至还以为张义是在同他开玩笑 整个人歇斯底里的狂喊 这不可能 你张义是不是当了内人 趁着手背空虚 然后你坚守自盗吧 冰雪末世如期而至 张义成功囤积百亿物资 对于经理的猜测 张义表现得异常冷静 撇了撇嘴 不要拿我开玩笑的经理 我都干了这么多年了 你又不是不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哪来的本领 把几万吨的货物 两个小时给便没有了 仓库其他人员也一脸懵圈 整个仓库里的物资 加起来也要上百亿 就算这些人不眠不休 用卡车拉上一个月 也未必能拉完 现在却凭空消失了 但是他们对于值班期间 偷懒睡觉的事情 却闭口不谈 上班期间偶尔摸鱼 也是人之常情 张义成这脸 经理按照目前的状况 你和我都无法解决 还是赶紧通知上级部门 配合调查为好 这样互相猜测解决不了问题 只会耽误调查时间 经理听完张义说的话 感觉很有道理 于是他马上汇报给总经理 让他们来解决这事 然后张义假装着急上火的样子 对大家说道 这件事情太奇怪了 完全超出了咱们的能力范围 已经通知上面的人了 大家不用紧张害怕 积极配合调查就可以 因为整个事件影响比较大 他们反而第一时间吸脱了嫌疑 整个仓库的物资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翼而飞 这显然不是几个员工能搞定的 平时拿着几千元的工资 关键时刻也没必要为了公司去拼命 各自盘算着自己心中的猜疑 报警之后 张义并不担心警察会查到自己头上 几百亿的货物凭空消失 愿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都无法做到 这种事情比写小说还要神奇 警方这边检查下来也是一头雾水 整个仓库的录像全部调查了一遍 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嫌疑人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就连仓库外围的监控也没发现可离车辆进行 上百亿的物资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警方思来想去 这可能是沃尔玛自己内部玩的偷梁换住的马戏 除非发生超自然现象 不然根本解释不通 上百亿的物资短短两小时消失不见 像张义这些普通员工根本没有办法做的 他们虽然不是主要作案嫌疑人 但也有可能是帮凶 警方勒令张义在案件没有查清楚之前 不能离开天海市 并随时接受警方的传唤 张义乖乖配合警方的调查 随后被放了回去 张义走在回去的路上 看到街头屏幕上轮播的仓库失窃案件 因为此次失窃太过离奇一点重重 各大新闻媒体都在争相报道 张义低头看了看手机 距离冰雪末世的到来就剩下不到两天的时间 就在此时 一片晶莹剔透的雪花落在了张义手机屏幕上 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 有些人还难闷 一个南方城市 怎么会突然下起雪 这个天气也太离谱了吧 之前的冬天从来没有这么冷过 就是就是赶快回家闹过一下 张义望着天空飘落的雪花 站在原地一栋不动 暗自感慨只有他清楚 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张义顶着寒风向家的方向走去 再过两天时间 之前温暖和平的世界将一去不复返 但是该来的还终归来了 12月12日冰雪末世如期而至 半夜凌晨两点 伽马射线经过蓝星 轰的一声 天空的镜头忽然泛起了一米白光 大地却仿佛白昼一般亮了几天 超新星的爆炸余波席卷全球 气温骤降 张义坐在落地窗前 看着外边的世界变得猙獰起来 北风呼啸 大雪摇曳着要把整个世界的温室 张义喝了一杯热水 心里些许还有一丝的慌张 这一天还是到来了 他看着这间完美的安全屋 依然有一丝担忧 毕竟他曾经体验过寒冰末日的苦 有些灾难来临前都是温水煮青蛙 当冰封末世真正到来时 大家才能意识到恐惧 张义待在造价八百万的安全屋里 看着外边的世界 室内温度温暖无比 外面大雪飘飘 北风四面 与屋里的气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此时张义才放下心来 他并没有着急睡去 接下来的变化 以后有的是时间去睡觉 外面的阳台已经厚厚积了一层雪花 他不紧不慢地坐下来 打开手机 所有的新闻群信息 都是关于这场暴雪的讨论 大家既兴奋又激动 有人埋怨今年寒冬来得太早 还没来得及准备过冬的衣物 有人担心明天大雪风路怎样去上班 而一些没有见过雪的南方朋友 更是兴奋地疯狂拍照发圈 张义默然地看着这群人的狂欢 这只是刚刚开始 接下来的几个月 温度会持续降低 到时候 这些人是否还有现在的好心情呢 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冰河世纪已经拉开了帷幕 南方的天海是百年不遇地下起了暴雪 有人欣喜若狂 有人满腹牢骚 但是他们并不知晓 这场大雪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也不会想到这场大雪后续引发的生存危机 此时张义坐在家中 享受着恒温20度的环境 一边惬意地品尝着冰镇啤酒 一边翻看着聊天群里的各种信息 他的信息群像炸了锅一样 不断提示有新的消息 南方怎么会下这么大的雪 空调也不给力 半夜都冻醒了 早上出门 大门都被雪给堵上 今年过冬的衣服还没有买呢 大家七嘴八舌地在群里议论着这场大雪 就目前的情况看 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场雪的严重性 以为过两天就会恢复如初 张义心里清楚 这只是刚刚开始 外面下着鹅毛大雪 寒风呼啸 屋子里面壁炉熊熊燃烧着大火 温度宜人 他回到自己的暖暖的大床上 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早 张义就被嗡嗡的电话铃声吵起 睡眼迷蒙的张义看到电话是白莲花方雨晴打 好梦被打断 心里火气更是飙升 拿起电话没好气地说道 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做什么 方雨晴听到电话那头的语气冷冰冰的 明显不友善 随即冷了一下 方雨晴心里虽然不爽 但还是嗲嗲地问道 张义你是不是提前得到消息要降温 所以囤积了那么多物资呀 你还真是聪明吧 方雨晴在家中已经动得瑟瑟发动 但还是在极力调整自己的语表 保持自己白莲花的形象 张义听后 嘴角上扬 这个白莲花 到这种时候还在我面前装清纯 张义随即伸了身懒腰说道 我也是听朋友随口提到的 没想到降温这么严重 张义站在窗前 一边打着电话 一边看着外边的冰雪世界 额毛大雪不停地飘落 没有一点要停的迹象 整个城市在大雪的飘零中 淹没得七七八八 电话另一头的方雨晴继续嗲嗲地说道 怪不得你储备了那么多物资 以后遇到这种事情提前跟我说一声 害得我都被冻到了 张义厌烦地看着手机的另一顿 冷冷地笑了笑 白莲花就是白莲花 这种时候还有脸过来埋怨自己 没什么事情我就挂了 说完还没等方雨晴回复 直接就挂断了手机 另一头的方雨晴 气得大声咆哮 这个家伙居然敢抱电话 冰宗末日的危机正在一步步靠近 这个男人这一世囤积百亿物资 是要独闯末世 还是要拯救苍生 张义无语地俯着额头 这个白莲花居然还好意思埋怨自己 挂断电话后 张义从空间中取出了一块顶级牛排 边吃早餐边看早间新闻 新闻报道都是关于全球范围大降温 并且告诫大家 物资哄强 听着新闻主播的话 张义不屑一步 这种程度的降温跟前世一模一样 根本不会像新闻中所说的很快过去 此时 张义的电话信息再次响起 是白莲花方雨晴的信息 他想找张义借一些食物 等雪栽过去再还给他 张义轻蔑地笑了笑 白莲花是有脑子的 知道这种天气 食物才是最宝贵的资源 可张义知道 这场大雪不会轻易结束 前世被他迷惑 骗走了所有食物 最后白莲花却要挖掉自己的肋骨熬汤喝 这一事 他要看着这个女人如何凄惨地死去 想到这里 他随手拍了一张吃剩下的牛排 发给了白莲花 我家的库存也吃得差不多了 这是今天早上刚煎好的牛排 方雨晴接收到照片 立即瞪大眼睛 不可置信地看着那块牛排 旁边配了一瓶法国红酒 作为一名资深白莲花 他当然极度地要死 明明住在同一栋楼里 自己在挨栋受恶 被胎男却在家里享受着顶级和牛的美味 白莲花就是白莲花 即使想要 也不能直接说出来 他忍住心中的狂躁 哑哑地发了条信息 哎呀 人家也想吃牛排 喝红酒呢 张义看到这句话 讨讽地笑了笑 还当作我是过去的甜狗吗 他慢悠悠地回了一条信息 想吃就自己去买呗 发完将手机扔到了一边 不再理会方雨晴 方雨晴收到信息 脸色一僵 张义你真不是个男人 给你这么好的机会都不知道表现一下 心里虽然咒骂了张义几百遍 但他还是努力维持着女神的形象 他认为雪灾维持不了几天就会过去 此时张义拿起身边的监控停满电脑 正好看到居委会的林大妈 在阻止大家外出采购 让大家老老实实待在家中 不要添乱 他呼吁大家要相信官方 不要去轰抢物资 让大家服从命令 一起度过这场雪灾 张义看到这个林大妈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前世就因为好多邻居 听信了林大妈的话 结果到最后活活饿死在家中 就在林大妈激情高昂的发表演讲时 有的业主提出了异议 这么大的雪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 家里不囤点物资怎么行 过几天菜价又要往上短 说着大家已经按捺不住去买食物 林大妈也立刻板出官威 你们这么做就是囤积物资封抬物价 到时候暴雪结束 我就向上面举报有人脚乱灵性 张义这事看热闹不显示的 林大妈 这场雪灾持续多久都不知道 到时大家都没有吃的 谁来负责 这部漫画写的太现实 冰封墓室面前人人平等 答案并不是 有些人就是欺软怕硬 有张义带头 其他邻居也马上复合 现在不让我们储备物资 到时候缺一少量谁负责 林大妈 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林大妈听到大家的质问 立马有些心虚 同时心里对张义的厌恶又增加了几分 林大妈赶紧解释道 大家放心 居委会绝对不会做事不管的 雪灾马上就会过去 居委会会尽快把物资发到大家手上 说着点名张义 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捕破人心 再有下次直接抓进局子 张义轻蔑地摆了白手 哎呦喂 这顶帽子太大 我就不陪你们玩了 这么冷的天 我是不会随便出去的 你们慢慢讨论 说着朝电梯走去 林大妈看着张义消失的背影 恨得咬牙切齿 好你个张义 公然敢跟我作对 看我怎么收拾你 雪就这样一直持续下了几天 张义坐在沙发上 百无聊赖地打着游戏 伸手从一空间取出几包薯片 一边打游戏一边享受着自己的休闲时间 这种不用打卡上班 不用考虑人情世故的日子 简直是爽到起飞 就在这时身边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居然是林大妈在业主群爱特塔 这个林大妈一副领导的口气 命令她下楼去扫雪 张义冷冷地看着手机想到 林大妈的报复来得还真是快啊 她看了一眼无外 这场大雪一层楼全淹没了 现在扫雪简直是天方夜谈 但是她也不是赤素的 直接群里开队 林大妈这种天气出去就冻成冰棍 要扫雪也得等雪停了再说 其他邻居也随身附和 就是 这种天气出去就会冻伤 林大妈此时和小孙子在屋里冻得瑟瑟发动 看到群里消息气得咬牙切齿 你们这是什么态度 一点奉献精神都没有 我让大家扫雪也不是为了自己 你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 怎么一点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都没有 遇到事情就逃避可不行了 张义 我以居委会的名义命令 现在立刻马上去扫雪 如果不服从命令 等雪灾结束 组织上会进行清算 张义看着群里的消息嗤之以鼻 张义直接戳穿了林大妈气软怕硬的本质 让他面子上有点棒不住 张义一边吃着薯片 一边犹如看小丑表演一样看着群消息 冰宗默示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有些人却把自私毫不掩饰地展现出来 张义吃着薯片等着看好戏 他记得前世陈正豪拿斧头砸开了他家的大门 许浩是第一个拿刀砍他的 这两个人都不是好东西 既然要看戏 那就要做全套 张义想到这里心情愉悦地给自己倒了一杯82年的课 林大妈被张义怼的脸上挂不住 有点欺虎难下 只能硬着头皮在群里爱特陈正豪和许浩 陈正豪看到群里有人爱特他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随即在群里开骂 脑子是不是有病 扫雪 扫你家大爷 邵特苗在这里烦老子 再打搅我 老子弄死你 林大妈看到陈正豪的回复 顿时冷汗直流 这边许浩正老的女朋友 在床上讲着不让播的段子 看到群里的信息顿时笑出了声 不紧不慢地回了一条 扫雪关我什么事 我又不用上班 拿着业主的钱作威作福 你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 简直就是一个跳梁小丑 我能有今天靠的是自己和父母 说得好像我许浩友 今天是你们这帮穷鬼的功劳 要扫雪赶紧去 莫防挨老子 说着故意搂着女朋友拍的一张照片 发到了大群里 林大妈看到两人的回复顿时气账 对于两个人的辱骂 她敢怒不敢言 但是她心里更气的是张艺 她觉得是张艺这个脚屎捆坏了她的好事 此时的张艺正在厨房里忙碌着 一锅薯条刚刚炸好 林大妈就来了消息 张艺 你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 现在大家都不出去扫雪了 你要为这个事情负责任 张艺看到林大妈的消息 冷冷一笑拿起手机 扫在我面前胡夹胡威 被别人骂了你都不敢坑一声 好我这里刷存在感 再让我听到你吓得了 小心我弄死你 张艺说出这番狠话 林大妈顿时吓得不轻 坐在墙角不敢说话了 在心里默默地问候了张艺祖宗十八代 此时的张艺正在悠闲地吃着零食 哄哄地敲门声把他吓了一跳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前世第一个砸开他家门的陈正好 他一边砸门一边大骂 你特么是不是想找死 敢拿老子在群里说是 看老子怎么弄死你 张艺不慌不忙地从一空间 拿出一把弩 打开门上的射击口 悄悄地对准正在踹门的陈正好 谁收拾谁还不一定呢 不经他人苦 默劝他人善 张艺看着冰封前世破他们 让自己惨死家中的黑老大 心中发誓此生定要你血债血偿 张艺嘴角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容 举起弓弩对准了陈正好的脑袋 但在此时张艺改变了主意 不能让他死得太容易 于是张艺将弓弩对准了陈正好的小腿 只偷搜的一手 一条细腱破空而出 直接贯穿了陈正好的小腿 陈正好应声倒地 发出了杀猪一般的叫声 疼得满地打滚 张艺看着外边的情形 在这种零下几十度的气温下 腿部受到贯穿伤 而且缺一少药 感染是必然的事情 陈正好这条腿算是废了 陈正好此时拖着受伤的小腿 一蹶一拐地退回到了电梯 吓得冷汗直流 在这种低温环境下 伤口迅速结冰 此时的他 心里的寒冷比空气温度更低 那小子来真的 他刚才差点杀了我 陈正好明白在这种温度下 得赶紧处理伤口才行 不然这条腿就完蛋了 他赶紧拨打了120 电话却一直显示盲线 此时的陈正好心凉了 看来这场报学史医院 他从抽屉里找到刀子和酒精灯 以及纱布等物品 极寒气温下 伤口已经结冰 小腿完全没有了知觉 虽然没有麻药 这种低温之下痛觉麻痹的不少 只听咔嚓一声 剑被拔了出来 陈正好疼地躺在沙发上 大口地喘着粗情 心中对张义的仇恨达到了极限 张义 老子一定要杀了你 随后他拿起手机 在业主群里发去了一条信息 张义你给老子等着 不弄死你老子是不为人 张义也随机回复道 在旺旺乱废 剩下的那条腿也给你废了 业主群看到两人的对话 顿时一片哗然 他们没有想到 张义跟陈正好互殴 张义还上了陈正好一条腿 而另一边的陈正好 看到张义的回复 废都要气炸了 他立刻打电话给自己的小弟 让他们抄上家伙过来 势必要将张义干掉 这个男人只因在小区聊天群里多了一句嘴 就遭来黑老大小弟的围殴 就在刚刚 陈正好的小弟们接到电话 马不停蹄地带着钢管砍刀赶过来 他们看到自己大哥腿上的伤 纷纷叫嚣着要把张义弄死 这个张义赶在太岁头上动 我们现在就去剁了他 如今雪在封城 他们可以光明正大的上门打人 说着一帮人气势汹汹地带着砍刀 来到了24楼张义家 一群人想要破门而入 带头小弟哐哐哐地用大砍刀砸着门 力道大的阵的手腕发疼 却不见大门有一丝破绽 只听到当狼一声 砍刀应声分成两段 这群小虾米立马傻了眼 他大爷的 这门竟然是纯金属的 看着断裂的大砍刀 再看看张义家的门 最近砸了半天 金属门上就出现了几个小小的白点 掉了点气而已 而屋内的张义正在打着游戏 听着外边咚咚咚的砸门声 语气不慌不忙 这么多人都没吃饭吗 就不能用点力气 那些小虾米听到张义如此嚣张 顿时更加来气 下手也是更重了起来 张义走到厨房 用一根水管子接在水龙头上 一边接一边调侃道 火气这么大 让我来给你们降降温 说着将水管子对准大门的射击孔 开足玛丽刺了过去 汹涌的水流如同暴雨一般 瞬间淋在他们身上 是内外一百度左右的温差 水流出去落在这些人身上 迅速结了冰 顿时让他们坠入冰窖一般 甚至有些人因为温度过低当场休克 张义此时坐在沙发上哼着小曲 悠闲地玩着游戏 听着外边杀猪一般的叫声 心情愉悦到了极点 陈正豪的这些小弟 连滚带爬地撤回到六楼 坐在陈正豪的房间抱成一团 上气不接下气地打着冷战 陈正豪看到这群狼狈的小弟 一脸猛逼地问道 这特么谁来解释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而这些小弟则是一个个 慌忙的长辈子和床单取暖 他们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 一个个都被冻得嘴唇发紧 哆哆嗦嗦地说道 张一这个狗东西太卑励了 大门不知道有多厚 砍刀都砸断了 只是掉了一点膝 他居然还拿水管子刺我们 要不是我们跑得快 兄弟们都挂了 陈正豪听着气愤地摩拳擦掌 但也无可奈何 我就不相信他一直待在家里不出来 派两个人守在张一家门口 等他出来就弄死他 小弟们纷纷硬核 此时的张一正站在阳台上 看着这场暴雪的进展 外边游大叔带着几个人 正在兢兢业业地铲雪 看着漫天雪花 刘大叔也意识到 这样铲雪根本无济于事 而张一回到客厅 看到新闻报道 依然是官方宣传的运筹为物 让大家不要紧张慌乱 相信官方的力量 张一打了个哈气 摇了摇头 这场雪灾的庞大与可怕程度 是人类所无法想象的 有卧龙的地方 必定有凤厨的存在 一个白莲花 一个绿茶一唱一喝 妄想骗取张一的物资 就在此刻 张一悠闲地在沙发上摆弄着手机 业主群里林大妈 依然喋喋不休的 宣扬着新闻报道 告诉大家要相信政府的力量 雪灾很快就会过去 此时消停了许久的 白莲花方宇晴发来的信息 他关切地询问 张一与陈正豪的斗殴中 有没有受伤 张一此时才不会相信 白莲花会如此好心 果然下一秒 白莲花就露出了狐狸尾巴 他询问张一还有没有食物 能不能借给他一点 等雪灾过去请张一吃饭 张一看着方宇晴发来的信息 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他记得上次去超市 方宇晴和林采宁也买了一些东西 这才两天时间就撑不下去了 随手咔嚓一声用手机拍的一张 刚刚吃剩下的龙虾照片 发给了方宇晴 你瞧我也没有多少食物了 方宇晴和林采宁看到照片后 气得眉毛倒数 随即骂道 该死的张一 自己吃毒食 有好吃的也不说给我们送点过来 这种男人活该单身 另一边的林采宁 马上给张一发了一条信息 现在宇晴不高兴了 你赶紧想办法哄哄宇晴吧 张一看着两人的信息 不懈的笑了笑 两人戏还真多 林采宁随后又摆出一副说教的嘴眼 张一你真是糊涂 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这个时候好好表现一下 没准宇晴就答应做你女朋友 张一冷冷的笑着 白莲配绿茶 还真是绝配啊 张一随后故作茫然的回复了一个字 两人看到回复后 肺都气炸了 七嘴八舌的骂道 这个张一太不上当了 说了这么多 脑袋还不开窍 方雨晴轻刀的说道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再提张一这个人了 林采宁提议道 除了张一不是还有其他的舔狗吗 方雨晴像找到新大陆一般想到了周鹏 马上给周鹏打了一通电话 不到五分钟 周鹏就抱着一些零食送了过来 方雨晴故作矜持的对周鹏抛了个媚眼 假惺惺的说着感谢的话 周鹏走后方雨晴立马变脸 就周鹏这样的绅士连备胎都没资格 还好意思对我有想法 下辈子都没醒 而另一边的张一 一边砍着鸡腿 一边等着小区的群里炸锅 冰雪末是到来的第三天 真正的噩梦拉开虚目 张一非常清楚今夜会发生什么 突然之间 整个小区停电了 紧接着自来水公司也无法提供正常工具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冰雪末是突然的停水停电 整个世界被黑暗吞噬 有些人已经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饭盘 邻居们陷入一片恐慌 没有食物 没有水 没有电 空调彻底大工 零下几十度 这样下去会死人的 有孩子的家庭更是陷入了绝望 连冲奶粉都成了问题 大家还在期盼官方有个说法 张一默然地想着这种时候只能自救 官方都自身难保 他不慌不忙地打开提前准备好的宫殿设备 家里顿时温暖如春 整个小区唯有张一家的窗口 闪烁着亮光 犹如黑暗中被点燃的灯塔 而缩在被子中冻得瑟瑟发抖的林大妈 已经通过居委会提前得到消息 这场暴雪会带来一场生物大灭绝 要想活下去 只能多囤物资 林大妈死死盯着居委会群组里的消息 浑身都在剧烈地颤抖 身旁的小孙子还在吵着要妈妈 不过林大妈很快调整状态 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她要想办法活下去 其他业主还不清楚这次血灾的严重性 趁着现在还有些影响力 赶紧多搞些物资 林大妈果断地拿起手机在群里发了一条通知 大家放心 设备已经在抢修中 接官方通知 各小区将由居委会统一管理 如不配合 血灾过后组织会一一清算 这番话引起了其他业主的质疑 张义不屑一顾地看了眼群消息 而在另一边 之前被张义打断了一条腿的陈正豪 此时拖着一条缎筒 在家里几乎要被冻死了 而那些小虾米就更惨了 我这被子发着烧 却以少药的情况下只能硬撑着 陈正豪看到群消息 气不打一出来 这个老东西 整天拿着鸡毛当令剑 此时的张义根本不关心外边的情况 在家里悠闲地打着游戏 林大妈这时又在群里发布了第二条命 让大家将物资统一交到她手上 她来进行调配 张义拿着手机 挑了条梅 发出一声嗤笑 她当然知道林大妈在说谎 上一世 她就是用这种卑鄙的方式 从别人手里骗走了不少物资 这时群里压雀无声 大家都在沉默 紧接着林大妈将矛头对准了张义 小张 你在超市仓库工作 家里肯定储备了不少事的 现在是你贡献一份力量的时候 雪灾过后大家会感谢你的 张义冷笑了一声 上一世 她把自己囤积的物资拿出来 分享给大家 可是结果呢 等来的却是邻居们将她活活分尸 她嘴角上扬 懒洋洋地发了条语音过去 我们家东西也吃完吗 林大妈 你到时候收集到了物资 麻烦也封我一点 冰封末日物资短缺 这个女人却利用植物质变中饱私囊 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扭曲 林大妈听张义说物资都吃完了 当即气得破口大妈 这小子骗鬼了 雪灾前买了那么多食物 现在却一点都不舍得拿出来 林大妈铁青着脸 她认准了张义是条大鱼 只要能搞到张义的物资 她和孙子起码能撑上一轴 林大妈不死心的给张义拨通了电话 语气温和的说道 小张啊 都知道你是仓库主管 你家里能缺吃少喝吗 这是组织的命令 你一定要配合呀 张义拿起一根牙签剔着牙 漫不经心的说道 真没骗你 这年头地主家也没雨凉了 林大妈你起个带头作用 送我几包泡面板 发挥一下组织的精神 听着张义游言不尽的态度 林大妈顿时怒了 张义 别给脸不要脸 我现在可是代表的组织 你拒不交出物资 就是跟组织对抗 等雪灾过去组织一定会出力 张义冷笑一声 不过就是一个居委会打砸的 别说公务员了 连编制都没有 在我这装什么大尾巴了 平时哄哄自己就行了 还真把自己当科聪了 谁拿你沾大将啊 张义无情地揭穿了林大妈的真面目 果断地挂断了电话 林大妈的肺都要气炸 咬牙切齿地想把张义大卸八块 她想在群里 号召大家集体谴责张义 又怕大家效仿张义聚焦物资 林大妈越想越起 现在对她来说 当务之急就是去骗别人 把物资搞到手 窗前大雪越下越急 张义一边吃着东西 一边通过监控观察着邻居的动向 还真有一些傻子 陆续地把物资交到了林大妈手上 张义吃着面条 冷眼旁观着一切 有人想做冤大头 他也拦不住 在这种极端天气下 手握物资才是王道 否则只能等死 林大妈骗到一些物资后 就好像消失了一般 群里安静了好几天 终于有些人忍不住 在群里开始质问林大妈 物资该怎么分配 家里已经没有余粮了 此时的林大妈 裹着被子 正在和小孙子一起 享用骗来的事物 边吃边嘲笑这帮蠢物 老娘辛辛苦苦骗来的 怎么可能给你们 做梦去吧 正在得意时 六楼的社会人陈正豪打来了电话 当他拿起手机 看到来店人的名字时 脸上却露出了一抹害怕的神色 陈正豪可是远近闻名的社会人 手下小弟多 背景很强大 陈正豪上来就管林大妈要食物 林大妈脸色难看 没想到这个流氓盯上了他的物资 他咬了咬牙说道 收上来的物资要进行统一处理 现在还有一些邻居没有上脚 所以还不能进行分配 陈正豪懒得跟他废话 凶相毕露 老东西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不把东西交出来 我就带着弟兄们过去去 冰封末世第一场黑吃黑出现 只能说社会我好个人狠话不多 拳打社区老太婆 脚踢三岁小屁孩 陈正豪挂断电话 带着自己的小弟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冲到了林大妈家里 林大妈拼命地想要堵住大门 生死力竭地喊着 你们这是私闯民宅 陈正豪不等他把话说完 一个大逼都就呼了过去 此时的张义正坐在电脑前 悠闲地吃着零食 看着刚刚发生的音 没想到好戏这么快就开始了 张义脑袋灵光一声 如果我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发到群里 不知道会怎么样 张义嘴角露出坏笑 紧接着他按下了录制键 视频中林大妈被打倒在地 陈正豪命令自己的小弟 将屋里的食物全部带走 林大妈见状哭着爬过来 抱着陈正豪的大腿哀求道 你们不能把东西都拿走 都拿走了我和我孙子还怎么活 陈正豪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说道 怎么活 关老子屁事 说着一脚将林大妈踢开 林大妈发出杀猪一般的叫声向后倒去 旁边的小孙子目睹了这一切 拿起手中的小刀 好其中的一人刺了过去 正在搬运食物的黄毛小弟 一声尖叫划破长空 扭头看到扎自己的竟然是个小孩子 更是气得眼睛冒火 你大爷的 黄毛愤怒的 对着小虎的肚子就踹了过去 小虎被踹得直接凌空飞起 狠狠地撞在了墙上 像一团垃圾似的滑落在地 没有了声音 林大妈看到自己的孙子 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绝望地朝小虎爬了过去 声泪俱吓地喊着他的孙子 而陈正豪则一正言辞地说道 这就是你哄骗邻居们的代价 一老一小都不是东西 临走朝林大妈催了一口弹 一群人哈哈大笑着 拿着自己的战利品 离开了林大妈的家 张义将这段视频 发到了业主群里 顿时业主们炸开了火 看到林大妈被暴打 他们的第一反应居然是高兴 彩虹替一波接一波的吹起 都在赞美陈正豪是英雄 替业主出了一口恶气 张义看着业主们的反 失笑地摇了摇头 这些业主丝毫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 陈正豪今天可以闯进 林大妈的家里抢劫 那么有一天 同样可以闯进他们的家 随即张义一脸无所谓的摇头 这跟我有个毛线的关系 而此时的林大妈在业主群里 发了一条求助信息 他急需抗生素和止血药 希望有人可以救救他的孙子 这个时候群里的周医生站了出来 一个留着长马褂 身材高挑傲人的郁姐 他是天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 人称周可 一包两千元的泡面 心原遭到众人疯抢 就在刚刚 林大妈在群里发起求助消息 张义看着群里的消息 想着周可儿算是为数不多的好人 林大妈还在群里哭哭唧唧地啃求大家 业主群里邻居看热闹一般调侃着 大家不嫌吃大的说着林大妈这个骗子 张义此时摇了摇头 不置可否地想着 周可儿平时那么高冷 如今亲自出手帮林小虎处理了伤口 即使熊孩子能救回来 在这种天寒地冻的气温性 组织每天只能提供一个小时的宫殿时间 他也坚持不了多久 大雪依旧没有停歇的意思 纷纷洋洋的大雪已经把一层楼彻底淹没 这场雪灾最后会导致多少人死 谁都不知道 此时北方的室外气温已经达到了零下一百度左右 有些未能及时撤离的居民 永远的被掩埃在雪 此时林大妈在业主群道德绑架邻居 要求大家伸出援手 救救他的孙子 他们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业主群此时热闹起来 有人在业主群里开始拿钱交换物资 甚至哄抬物价 将价格提高至一百倍进行交换 张义一边砍着鸡腿 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群信息沸腾 富二代雪昊将一包泡面的价格提到了两千一包 群里顿时炸开了锅 有人幸灾乐祸 认为雪昊是个大冤种 有人觉得小题大做 认为雪灾很快就会过去 此时大家还没有意识到 雪灾的严重性 张义不知可否地看着群信息 谈兵末日的可怕这才刚刚开始 此时大家的调侃对张义来说太过天真 富二代雪昊还在群里回复着大家的调侃 而此时十楼的宝妈直接将信息发给了雪昊 你怎么能跟我抢食物 我买食物是等着救命的 求大家救救我女儿吧 她才九个月 没有食物我们会饿死的 张义看到群里的求救信息 她记得前世这个谢力梅带着女的坚持了很久 她绝对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十天后 张义在客厅锻炼的时候接到了白莲花的电话 此时白莲花和绿茶表已经动得瑟瑟发动 饿得前胸贴后背 张义接受了白莲花的视频邀请 她故意将手机对准了满桌子的食物 白莲花看到桌上的食物 顿时羡慕极度到发狂 又看着张义在温暖如春的屋子里锻炼 嗲嗲地问道 张义哥哥你们家感觉很恼慌啊 张义挑了条眉 说道因为我家有壁炉啊 白莲花和绿茶表凑到手机前 看着张义家壁炉里的熊熊大 顿时激动的眼泪横流 这两个女人真是人前好姐妹人后白莲花 为了一个男人竟然扭打起来 白莲花方雨晴和林采 你看到张义家的现状 心里虽然痛恨张义 但还是装作一副笑脸的亮 嗲嗲地说着想念张义的暧昧言辞 想马上见到张义 张义听到这些话 张义看着他们狼狈的样子 调侃到最近看你们都瘦了 恭喜你们减肥成功 方雨晴顿时装不下去了 大声呵斥张义 张义你别太过分 在那幸灾乐祸也就算了 还在这里说风凉话 张义冷冷地笑着 这么快就装不下去了 别再把我当傻子了 我可从来没打算跟你谈恋爱 最多就是玩玩而已 咱们非亲非故的 我为什么要帮你们 方雨晴被当众打脸 气得将手机扔在一边 发誓这辈子都不再理睬张义 而此时的闺蜜林采宁凑过来 指责方雨晴没有分清主次 现在张义家里就是天堂 他可比之前的富二代强多了 你还在这故作清高 搞得谁稀罕你似的 方雨晴暴跳如雷 跟林采宁扭打在一起 而此时的张义 一边享受着美食 一边听着电视中 官方的报道 终于官方也瞒不下去了 此次雪灾时间持续过长 影响范围较广 各大发电站陆续停止作业 电力相对匮乏 为满足民众的日常需要 每天下午会集中宫殿一小时 此时的业主群里又开始沸腾了起来 宫殿都如此紧张 食物就更不用说了 泡面由前天的2000一包炒到 现在的5000一包 张义看着群消息 无奈得叹了一口气 明知道世界处于末日 金钱这种东西 几乎不可能有任何作用 可有人依旧愿意拿吃的去换起 大雪依然在继续下 张义就像是一个旁观者 超人物外地观察着一切 林大妈的孙子 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 周可儿为了换取食物 方陈正豪处理了腿上 富二代雪浩囤积了高价泡面 而此时的白莲花在认清形势后 两个人越想越不甘心 现在的日子过得如同地狱 不光要忍受饥饿 还要忍受极度的低温 张义的家 是他们心中最后的希望 方雨晴咬紧牙关 眼睛里出现了狠辣的神色 他随即拿起手机 将电话打给了周彭 一个大胆而疯狂的计划开始了 白莲花本想用美元计 说服张义拿到物资 结果吃了闭门羹 于是叫来自己的田狗上门 直接开抢 田狗接到白莲花的电话 马不停蹄地赶到方雨晴家里 方雨晴一脸委屈地对周彭哭死 说自己想找张义借点吃的 张义居然提出赔税的要求 周彭一听张义敢跟他抢女神 自己的白月光被欺负的梨花带雨 顿时暴跳如雷 摩拳擦掌想把张义抱打一顿 白莲花看火后差不多时 亲切地挽着周彭的手臂 又魅惑地眼神望着他 并嗲嗲地说道 咱们把张义的房子夺过来 一块住在那里 以后再也不分开 周彭顿时受宠若惊 小心脏扑扑的 为了自己的女神 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 说着直奔24楼张义的住宠 那感觉就跟马上要胜利凯旋一样 他们来到张义家门口 方雨晴和林采宁手里拿着武器躲在旁边 周彭拿着菜刀比划着 前去敲门想把张义骗出来 咚咚咚的敲门声响起 并躲在周彭两侧的女人 他们手中拿着菜刀和钢管 一脸杀气地等着张义去开门 这两个女人的狠毒 让张义倒吸了一口冷气 后背冒出一股寒气 顿时怒从兴起 想杀我 你们也配 张义起身走到厨房 用水管子接上水龙筒 周彭还在门外惺惺作态 想拿退烧药与张义换取食物 张义听到退烧药假装惺惺喜 随即又看到了一旁 没有倒掉的刷布干水 顿时激上心来 而周彭以为张义为了退烧药 会同意交换食物 暗自得意地等着张义过来开门 此时的张义走到门前 将水管子对准射击孔 周彭听到张义屋里的动静 赶紧示意放雨晴和林采宁做好准备 想到马上就可以住到张义家里 还有吃不完的食物 他们既兴奋又紧张 磨刀霍霍准备大干一场 就在这时 只听见哗啦一声 张义将中午剩下的干水浇了下去 周彭几个人被突如其来的液体浇到头上 顿时吓了一跳 他们闻到那股特殊的刺鼻味道 两个女人发出了杀猪一般的尖叫 立刻蹲在地上狂吐不止 此时周彭封了一样怒砸张义家的门 恶狠狠地骂道 你给老子出来 老子让你见识一下马王爷有几只眼 张义慢悠悠地说 不是说快饿死了吗 赏你们一点残羹了饭 周彭气得发疯一样拿着菜刀朝大门砍去 大门蚊丝未动 巨大的反正力直接把菜刀震飞了出去 周彭的虎口也被震得鲜血之溜 疼得满地打滚 两个女人健壮 慌忙地跑掉了 张义看着监控嘴角上扬 不知死活的东西 就这点能耐还想骗我出门 我就在这里熬死你们 看你们能在这末世之中活上几天 比大雪封城末日到来更可怕了 就是末日之下人性的贪婪与自私 张义在睡梦中突然被惊醒 他醒来的第一反应是有枪声 他表情有些名重 迅速打开电脑监控系统查看 看到三楼的陈正豪还没有死 他不禁有些惊讶 陈正豪带着手下的小弟 洗劫了三楼住户的物资 通常这个时间 每层楼的住户都会出去挖雪回来 化水引用 陈正豪正是瞅准了这个时机 开始动手杀人并且抢夺物资 很显然三楼的住户已经死了 就算不死 中了一枪 韩冰默示没有物资也撑不了几天 张义正在思索着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叮咚一声 陈正豪在业主群里发了一条信息 以后25栋楼的楼长就是我 这里的一切我说了算 你们乖乖听话 我可以让你们好好活着 说完在群里丢了两张图片 一张是他手里握着枪 另一张是三楼的住户 倒在血泊里的画面 业主群里一片寂静 没有人敢开口反驳陈正豪 此时的张义一边刷牙一边忍不住说道 陈正豪杀鸡给猴看 让整栋楼的人投鼠忌气 不敢轻举妄动 不愧是在社会上混的人 就在这时 手机叮咚一声 他发现自己被拉到了一个新的业主群 一个没有陈正豪那帮人的业主群 大家刚一进群就惊慌失措地聊了起来 七嘴八舌地骂着陈正豪 号召各位业主团结起来对抗陈正豪 恨不得现在就冲到陈正豪家里 把他给处决了 聊得激情亢奋时 有人问了一句 什么时候动手 群里立刻又变得鸦雀无声 张义好笑地看着这帮人 话说得再漂亮 谁都不希望自己是那个冲在最前面挨枪子的 此时业主群里的保安 游大叔突然发了一段话 我可以带个头 大家跟我一起过去 教训这群狗杂种 群里呼声一片 全是祝福游大叔马到成功的 却没有一个人表态 同游大叔一起去对付陈正豪 游大叔坐在沙发上思考了良久 还是在群里发了消息 凭我一己之力恐怕不行 陈正豪那里有枪 还有五六个小弟 要是再来十几个小伙子和我一起上 这样应该没有问题把他们拿下 群里一些邻居发出了质疑 那可不行 居委会的老太婆刚骗走了我们的物资 刘大叔你会不会想把我家的男人也骗走 是啊是啊 居委会那个丧尽天良的老女人 把我们家里保命的物资都给骗走了 如若你把我们家里这些年轻力壮的人 骗去给陈正豪当了马仔 剩下的这帮老弱病残要怎么活下去 末日之下人人自危 关键时刻有人奋不顾身 有人却逐渐灭绝人性 群里信息还在争吵个没完 大家也只是喊喊口号 张一一边做饭 一边看着热闹的寻信息 说白了谁都不想当出头鸟 事到如今还在互相推诿 绝大多数人都是死有余辜 张一悠闲地吃着饭 这些人死不死跟他又有什么关系 而此时的陈正豪正在指挥着两个小弟 将前两天因为受伤冻死的兄弟 抬出门外 陈正豪骂骂咧咧地嫌弃两人做事太磨叽 两个小弟面露难色地抬着两具尸体走出门 豪哥咱们现在还有吃的 不至于对自家兄弟这样吧 陈正豪立刻拿枪指着他 恶狠狠地说道 少废话 我说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难道要把死人放屋里不成 两个小弟看着架势 立马附和道 豪哥说得对 人死了就该物尽其用 他们能帮咱们多活一阵子 也算是功德无量了 紧接着他们将尸体抬到门外扔了出去 做完这一切 陈正豪心里明白 要不是手里有把枪 这群人也未必听自己的 只有一起吃了肉 大家才算上了同一条船 张义一边吃着饭 一边通过监控 看着陈正豪这帮人的操作 猛然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 陈正豪留下他们的尸体 是准备拿来当作口粮 天寒地冻 天地就是一座巨大的冰箱 不需要担心食物的腐败 能在食物没有耗尽之前 就把自己兄弟的尸体 当作储备粮的人 不说灭绝人性也差不多了 随即张义伸了伸胳膊 只要不惹到自己 他懒得理会这些人渣 次日一大早 群里就沸腾起来 三楼的刘甜甜在群里呼救 陈正豪一伙人杀到了他家门口 刘甜甜绝望至终 哭求着大家救救他 没一会的功夫 刘甜甜的房门就被砸开了 他被几个小虾米扯住 双腿拖了出去 群里的邻居 对于刘甜甜遭遇 没有丝毫同情 反而是有些幸灾乐祸 因为刘甜甜家里被抢了 那么最起码 他们短时间内就是安全的 而此时的白莲花方 与秦和闺蜜林采 看到群里发生的一切顿时慌了 他们必须想办法住进张一家里 不然也会落得和刘甜甜一样的下场 而此时张一的手机叮咚一声响了一下 他又被莫名其妙地拉进了一个新群 部驻群联盟小组 张一冷冷地看着群信息 十楼的王敏提议跟张一组成团队 要求以张一家为根据地 一起对抗陈正豪 末日之下一定要防火防盗防邻居 一言不合这些邻居 就要强攻张一的家 白莲花方与秦和林采宁 一起住到了周鹏的表姐王敏家 他们将张一家的情况全盘拖出 王敏打算道德绑架 大摇大摆地住进张一家 谁知被张一一口围绝了 此时 一群人坐在客厅里面 身上裹着厚厚的被子 冻得瑟瑟发动 王敏更是气不打力出来 没想到张一这个人 一点情面都不讲 简直是丧尽天良 说着矛头又指向了方与秦 当初答应你们住进来 是看在我表弟周鹏的面子 你们承诺会说服张一 让我们住进他的家里 现在张一不同意 你们说这件事怎么办吧 这个时候 一旁的孙志超抬了抬眼镜 声音低沉地说道 张一这种人也太自私了 完全不顾别人的死 既然软得不行 那咱们就来硬的 直接闯进他家里去 逼他把房子让出来 这事旁边的陆涛也附和道 没错 这种人不配住这么好的房子 我以前在开锁公司待过 市面上的各种锁都能打开 只要打开房道门 咱们一拥而入看他还能怎么样 一群人打定主意就这么干 他们浩浩荡荡地来到了 24楼张一家门口 方雨晴有了上次被泼水的经验 这次直接拿了两把伞 比方张一故技重施 路涛咔嚓咔嚓地开着锁 想到马上就能拥有 温暖的壁炉和食物 心里顿时一阵欢呼雀悦 张一通过监控设备 看到这帮人居然敢溜门撬锁 不禁冷笑 他家的房道门 要是那么容易撬开的话 占龙安保公司的专业人员 就可以去吃屎了 这是按门堪底 银行金库的房道门 另外又加装了五层防御 张一看着监控 轻轻点下一个按钮 瞬间 巨大的电流就从房道门流过 此时在专心开锁的路涛 发出一声惨叫 强大的电流贯穿全身 就像是一把钳子 死死咬住了他 根本正脱不开 路涛面目争鸣地向同伴求救 旁边的方雨晴等人看得傻了眼 很快 路涛的身上就冒起了青烟 传来一阵焦糊的味道 路涛显然是活不成了 旁边的方雨晴和林凯宁等人 吓得发出了一声尖叫 孙志超王明等人 既惊惧又害怕地骂道 张一 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马上给老子滚出来 王明也在一边附和 我们诚心诚意上门来 和你商谈合住一事 你却动手杀人 你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 张一一边填装的弓箭 然后冷冷一笑 你们演戏还上瘾了是吗 你们把门撬开 接下来就要杀死我 或者把我驱赶出去自生自孽 张一抬起弓箭 对准射击孔 猎杀时刻 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里是我的家 你们却摆出大气凛然 一副屋主人的姿态 来分配我的屋子 真是厚颜无耻之人 今天就让你们结伴去喝孟婆汤 这几个邻居本想撬门 抢夺张一的物资 没成想偷击不成十把门 张一手持弓箭 不知死活的东西 现在也该给你们点教训吧 周鹏等人还在用力的撞击门板 只听这事嗖嗖两声 紧接着就是一声淒厉的惨叫声传来 这些人反应过来 惊叫着四处逃窜 张一不急不缓的瞄准这些人 就射了过去 而且他有意避开要害 专门对着胳膊大腿射 白莲花这群人这次偷击不成十八米 不得不狼狈的跑了回去 回到房子里 一群人浑身都是冷汗 大口的喘着粗气 看到伤口的时候 全都变了脸色 这件事上面都是铁锈 在这种寒冰漠视的环境下 没有抗生素类的药物 一旦感染必死无疑 孙志超瞳孔缩紧 害怕的浑身颤抖 死亡的恐惧瞬间将他笼罩 此时王敏愤恨的给了方雨晴一巴掌 贱祸都是你害的 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张一有武器 所以才跑得那么远 方雨晴捂着脸 委屈巴巴的看着王敏 我也不知道啊 他上次也没有用弩箭攻击我们 周鹏这个舔狗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打了 急忙走过来 挡在方雨晴的身前劝说 王敏看到自己的表弟这么蠢 心里面也是恨铁不成钢 孙志超却伸手拦住了王敏 我们现在都受伤了 总得有人来照顾 王敏恶狠狠的看了一眼来莲花 还不快过去帮忙 转身王敏拿起电话给周医生打去了电话 不一会周可儿背着医药箱来到了王敏家 看了一眼几个人的伤势 顿时皱起了眉头 又是见伤 王敏疑惑的问 谁还被见射伤过 周可儿打哈哈的说道 之前医院的病院 周可儿处理完伤口说道 他们的伤势太深了 我没有把握做手术 最多把箭矢给拔出来 但是没有抗生素治疗也会感染 必须要有抗生素 否则一切都白费 王敏瘫软的跪在地上 没想到那个张义如此待遇 他一定是故意这么做的 我们只是想霸占他的房子 也没说要他命啊 周可儿一边处理着伤口 听到张义这个名字 回忆起好像在小区碰过几次面 没想到一个文质彬彬的少年 竟然也能做出这种事 周可儿顿了顿 要贸然拔出身上的箭矢 没有药物及时的治疗 他们的生命有很大的威胁 希望你们能理解 就在此刻 白莲花突然想起来 自己亲眼看到在一个月之前 有人送药到张义家里 他家里一定也囤积着药物 眼 接着眼 这个白莲花上演了一场苦肉戏 奥斯卡都欠他一个小金人 这一切只为骗取张义的物资 方雨晴想着 在一个月前 张义开始往家里疯狂的囤东西 其中就有抗生素和消炎药这些药品 孙志超他们听到张义有药 顿时激动了起来 你们去求求张义 一定要救救我们啊 我的伤就是他导致的 他必须得救我 王敏咬了牙 一脸的纠结 可是刚刚我们一群人还在攻击他 他怎么会拿药给我们 白莲花方雨晴不要脸的说道 我们又没有伤害他 还打算破门之后 留一些物资给他 反而是他不识好人心 对我们下死手 周可儿听到这几人的言论 眼睛里顿时闪过一抹 王敏忽然伸手指向方雨晴 这件事情就交定你去办了 张义之前追求过你 你去办最合适 其他人也随声附和道 这一切都是方雨晴引起的 他去找张义拿药最合适 方雨晴一脸纠结 虽然他内心十分不情愿 但是他不敢轻易拒绝 在漠视之中脱离群体 他知道意味着什么 此时的周可儿紧张忙碌着 先将孙志超等人的箭头取出来 方雨晴战战兢兢的拨通了张义的电话 哭哭唧唧的对张义说道 陆涛死了 周鹏他们被你射中了 也快死了 他们现在伤得很重 家里没有药 张义不等他把话说完 戏虐的说着 死了就死了呗 早死晚死都得死吗 你不会以为你们能在这场末世中能活下来吧 即使现在能狗活着 一旦食物耗尽 就算不被冻死 也会饿死 白莲花听到这些哭得更凶了 张义 以前是我不好 孤术了你的真心 你原谅我吧 求你借我们一点药吧 他们感染真的会死的 此时的王敏一把抢过手机 张义 现在大家都招不保息 做人留一线 说不定以后有用的到我们的时候 不要把事情做绝了 张义不置可否的笑了笑 你当我是傻叉吗 你们几个都被我射伤了 还有个家伙死在了我门口 帮你们 做梦去吧 你猜我为什么要用生锈的建设他们 我就是要他们在感染中绝望而死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 现在还跑过来找我哪样 张义择了择舌 你们连自己同伴的尸体都扔在了我的门口 我帮你们 等你们好了之后来报复我 呵呵 开什么玩笑 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 王敏双眉紧促 我们不是那样的人 张义微微一笑 再这样说下去没任何意思 这样吧 姑且看在我之前对方语情还有一丝的心 我可以考虑考虑就让他一个人进来 白莲花迫不及待的拿过电话 张义哥哥 然后又装出嗲嗲的声音 你就让琴儿进去你家吧 从此之后我就是你的女人 什么我都听你的好不好 别人都是末日求生 而张义过的是末日度假 居心叵测的人 把张义奢靡的末日生活照片公布于众 这下社会好安耐不住 白莲花方语情听到张义说喜欢他 顿时心花怒放 迫不及待的想要住到张义的房子里去 一旁的绿茶林采名 急不可耐 带上我 带上我呀 方语情冷冷的瞥她一眼 心中冷笑不已 张义清冷的声音又从手机里传来 语情 我爱的人只是你一个 所以我只能接受你一个人过来 此话一出 现场的众人齐齐变了脸色 此时的方语情兴奋极了 压根步步的边上这些人 她的脑子里什么都不想 当即就朝着门外跑 王明等人怒气直已经达到了极限 看到方语情真要抛下他们 林采名一把伸手拽住了她 方语情咆哮道 给我滚开 不要拦着我去张义家 我受够了这样的日子了 王明上去狠狠的一巴掌抽在了她的脸上 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 害得我们那么惨 现在想一走了之 门都没有 此时的周鹏站在门口委屈地看着自己心中的女神 语情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方语情咆哮道 我追求自己的幸福有错吗 这样等下去 到时候不是冻死就是饿死 随即握着周鹏的手一脸痛苦地说着 爱一个人就应该让她幸福 不是吗 周鹏脸色惨白的瘫坐在地上 不知道如何反驳 王明赶紧过去安抚周鹏 表弟 不要为这个贱女人生那么大的气 他死死盯着方语情 你把大家害得这么惨 想走做梦去吧 林采名一个转身扑了上去 两个女人顿时撕打在了一起 此时的周可儿简单地帮忙处理完伤口 告诉王明没有药物的话 之后很有可能会感染 孙志超低声说道 还有一个办法对付张艺 他推了推眼镜 既然我们拿不到张艺的物资和药物 那我们就把消息放出去 让整个单元楼的人都知道 到时候一起拆了张艺的家 我们可以从中奋一杯羹 白莲花此时不淡定了 你们拆了张艺家 我还怎么跟他在一起 王明一个大逼都扇了过去 贱人 这种时候还只想着自己 周鹏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打 又挡在了前面 了解 不许你这么说起来 王明恨体不成刚的骂道 没用的舔狗 这个贱人都不管你的死活 你还这么护着他 随后王明就从白莲花那里 得到的照片 发到了小区区民 还添油加醋的嘲讽了一下 这是张艺的奢迷生活 我们都末日求生了 张艺他却跟度假一样 逍遥快活 邻居们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与此同时 社会豪和他的小卡拉米们 看到了群消息 哈喇子都流了出来 看到张艺过得如此逍遥快活 社会豪顿时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薪酬就恨老子就和你一起算 自从张艺拥有丰富物资的消息 在群里公布之后 邻居们为了物资都疯狂艾特张艺 有道德绑架的 有要把十几亿的资产拱手相送的 甚至还有想要为张艺生猴子的 邻居们看到了群里面的视频 顿时眼红起来 张艺竟然过得那么舒服 许多人开始艾特张艺 要求他给大家一个解释 当然最后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 要张艺把家里面的物资都拿出来 分给大家 张艺看着群信息觉得很好笑 我跟你们很熟吗 凭什么要我分给你食物 曾经上一世的自己 出于好心 打开了自己的家门 结果被当作案板上的肉 一块块分割 所以这一世 他要尽情的戏耍这些可怜而又可恨的畜生 群里的邻居听到他如此不尽人情 立刻急眼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道德绑架张艺 大家那么多年老邻居 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 要不是你瞒着消息 自己偷偷囤物资 我们怎么会落到今天 你一个人活下去有什么意义 年轻人不要躺平 要懂得奉献 张艺喝着红酒 一边看邻居们精彩的表演 他朝窗外望着这场美丽的雪 勇敢的自语道 天天在家里待着也挺无聊的 要不然找个时间出去一趟吹吹风 他的一空间里还存放着几辆雪地摩托车 看着那群疯狂的邻居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等过几天再说吧 就在这时张艺的电话响起 是医生周可儿 周可儿向他发来了求助信息 他的食物已经消耗殆尽 作为交换条件 他可以在张艺受伤的时候提供免费医疗 张艺看着周可儿的求助信息 心中有几分钦佩 不愧是做医生的人 大家都在卖惨求助 而他提出来的确是等价交换 他记得上一世这个周可儿与命 是因为他把最后的食物给了谢力眉母女 周可儿表面看起来高冷美艳 实际是个面冷心善的人 张艺随即想到 要不然把他留下来照顾我 随后又想到 越是聪明的女人越是容易背叛 此刻张艺又发了消息 我可以给你提供食物和药物 但前提你需要帮我一个忙 周可儿一时疑惑不及 什么忙 其实很简单 这些邻居马上就会按耐不住对我下手 我需要你当作我的眼线 随时汇报他们的一举一动 张艺阴冷一笑 周医生 给你两个选择 一是随波逐流 二是出卖他们投靠我 此话一出 周可儿陷入了两难的抉择 三天饿酒顿的邻居们 属实是乌龟退房憋不住了 一起行动起来去张艺加林员购 周可儿犹豫了一回 最终还是答应跟张艺合作 周可儿心里明白 他要想在这末世活下去 就必须拿有用的情报去换取食物 张艺看了一眼大群 已经有人开始不耐反了 对他进行道德绑架与恐吓 叫嚣着让他把食物交出来 张艺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我就算把食物全烧了 也不会分你们一杯羹 邻居们看出张艺不可能交出家中的物资 全都恨得咬牙切齿 孙志超建了一个新的业主群 然后把除了张艺之外的业主都拉了进去 陈正豪在群里主动发言 我们暂且先放下个人恩怨 现在首要目的是对付张艺 孙志超也在群里添油加醋道 攻入张艺家 拿回属于集体的物资 就在这个时候 周可儿和游大叔赶紧给张艺发去了信息 提醒他邻居们打算强攻了 让他赶紧逃命 张艺看到之后 回了一个 我知道了 他没有解释的太多 他只对周可儿说道 记住这次你千万不要过来 我只提醒你一次 说着张艺举起武器 等着看好戏吧 紧接着张艺就听到 上百人沿着楼梯涌上来的声音 他们看到了张艺家的生活状态之后 一个个极度的眼睛通红 恨不得立刻干掉张艺 刀在手跟我走 抢张艺物资 打死那个臭不要脸的自私鬼 人群陆续地涌来 把张艺家门口的走廊堵了个水泄不通 没过多久 就有人忍不住冲上来砸门 张艺 你给我滚出来 不想死的话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张艺通过监控 没有看到孙志超等人的身影 更没有看到陈正好的 明摆着是让这些人充当炮灰 张艺也不跟他们客气 高压电按钮直接接通 还在愤怒砸门的邻居 直接被电流寄住 脸立刻扭曲了起来 由于一百多号人都挤在整个楼道 连带着后面一大群人都通上电了 几个人因为距离太近导致连电 七八个人瞬间就被电的冒起了黑烟 一起黄泉路上结半醒了 其他的邻居看到此刻的情景大惊失色 本成想人多是众可以轻松拿下张艺家 结果在门口就吃了憋 吓得众人纷纷向后退去 就在此刻 社会豪和他的小卡拉米们 堵住了这些邻居的退路 邻居们纷纷哀求 豪哥 张艺的大门上有高压电 我们好几个人都被电打过去 社会豪用武器指着想要退缩的邻居 有高压电又能如何 你们想跑 呵呵 给我上 冰雪末世到来的第三十天 恶极眼的邻居为了实现零元购 真是对张艺的房子手段用尽 孙志超看到众人有所畏惧 便大喊道 可恶的张艺 竟然杀害自己的邻居 兄弟姐妹们 咱们必须赶了张艺 大家用木头去撞门 别碰门就可以了 只要攻破这扇门 就有吃不完的食物等着咱们了 孙志超的这一番打气 让不少人红了眼睛 他们在这末世之中 为了一口吃的 竟愿意付出一切 马上就有人找了个木头 兄弟们撞开门 弄死张艺 大家呼声一浪高贵一浪 一群人抱着木头 对准张艺的大门 疯狂的撞击 砰砰砰 剧烈的撞击声 吵得张艺连连摇头 你们用力撞 我打开音响给你们住住心 门外的人拼命的撞门 门内却响起了经典的嗨歌 这让他们更加的愤促 张艺你不要太嚣张 今天你必须要为我个尝你 他们抱起木桩 撞了几十下之后 却悲哀的发现那扇门纹丝未动 十几个成年大汉瘫倒在地上 那扇黑色的大铁门上 只留下了几个白点 邻居们的心都凉了 这是什么门 怎么那么结实啊 每个人都气喘吁吁 照现在的进度 怕是把大家都要累死 这个时候 一个人走了过来 盯着门看了一会才惊叫道 这是银行金库的防盗门啊 周围的人一听 心里面更绝望了 那这个东西撞不破吗 这个人说自己在银行工作 他无奈的摇了摇头 别说用木头撞了 这种最顶级的防盗门 门外叽叽喳喳喳 商量对策的众人 他都懒得瞄准了 对着门外就是一通乱射 羞羞羞 一道破空之声掠过 顿时传来了一声惨叫 一个男人捂住自己的脖子 眼神惊恐的缓缓倒在地上 周围的人吓得大叫 赶忙想散开 过道上白口子人挤在一起 人挨着人根本跑不动 反而是摔倒一大片 张一闷头就干两件事 装填射击 锐利的破空之声 让每一个邻居都肝胆欲裂 惨叫声此起彼伏 被吓破胆的邻居 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乱窜 互相推散 怕完走一步 下一个重剑的就是自己 然而被张一用箭矢射杀的邻居 横七竖八地躺在门口 也没人敢去上前搭脚 剩下存活的邻居 慌不择路躲得老远 口中也不断地问候着 张一和他的家人 此刻张一对于邻居的谩骂 无动于衷 继续装填着手中的箭矢 门外的孙志超定了定时 大家不要慌 我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 来攻破张一的房子 他砸墙 你钻地 他们相信大力能够出奇迹 吃了三天土的邻居 为了一土泡面 使出洪荒之力 想要攻破张一的钢铁之屋 孙志超伸手指着张一家的墙壁 笑着说道 他们家的门是和金打造的 咱们撞不开 不过这墙是砖土水 我就不幸砸不烂 顿时一群人像是发现了新大路 很快他们就排队 来到张一家的外墙跟前 抡起手中的铁锤就开始猛砸 一个大汉用尽了吃奶的力气 用锤子狠狠地砸在墙上 顿时 墙面裂开了 众人健壮 眼睛里满是兴奋 抡起锤子 砸第二下的时候 却突然传来了一声金属撞击的声音 乒乓 同时发出一声惨叫 大汉手中的锤子被震飞了 带来手臂震的声口 有人走过去 伸手扫开外面的灰 他们彻底惊呆了 这墙里面也是钢铁铸成的 众人彻底傻眼 有人已经无法忍受这种绝望了 又拿起锤子去敲击其他地方 希望能够找到墙面上的破绽 无论他们从哪个角度 最后发现的都是坚固的钢铁墙壁 客厅里 张义不懈地撇了铁嘴 你们都能想到的问题 我当初还能想不到吗 炮弹都轰不破 我会怕你们这些破铁锤和烂斧头吗 随后张义开启了房间的降噪功能 整栋楼的业主眼神空洞地望着面前的金属墙壁 内心比外面的冰雪还要冰冷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有人打造一套这样的房子 有人捂着脸 崩溃地喊道 如果全楼的人都攻不破张义家 他们就只能等死了 孙志超咬紧了嘴唇指着张义的房子 愤怒地大吼道 张义 他早就知道会有血灾啊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防我们 邻居们痛苦地骂着张义 卑鄙小人张义 只顾自己活着 不考虑我们大家 如果我们都死了 他一个人活着有什么意义 他晚上睡得着觉吗 总有一天 他会为今天没有帮助我们而后悔的 陈正豪一直在后面拿着武器监督 此时看到全金属打造的墙壁 他也感觉到问题的棘手 你们着急什么 就算他们家的墙都是铁柱成的 不是还有天花板和地板吗 陈正豪冷冷地对所有人说道 张义通过监控听到陈正豪的话 赞许地点了点头 这个货色的脑子挺好用的 不过可惜 我又不傻 邻居们听了陈正豪的话 纷纷跑到张义家的楼上和楼下 用锤子砸 用斧头砍 用凿子砸 一切能使用的手段 他们都给用上 但是很快 他们就陷入了更深层次的绝望之中 他们围着张义家 足足忙活了一上午 但是挖开墙皮和地板 砸破天花板之后 却发现被一层厚厚的钢板锁组了 张义家还真的就是一个铁箱子 敲了半天地板的邻居 已经饿得肚子咕噜咕噜叫个不停 几个人都瘫软地坐在地上 心中嘀咕好几天没有吃到食物了 又敲了半天地板 真的快要有种饿死的感觉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饿得快要发疯的邻居 看到旁边坐着休息的人露出来的脖子 心中一个邪恶的想法油然而生 当灾难毁灭掉人类的文明和理智 人和动物的区别将越发地接近 砸了半天墙的邻居 看到房子的上下还是钢板 都累得瘫倒在地上 他们抚摸着自己干瘪的肚子 被饥饿彻底征服 孙志超满脸痛 再这样下去 死亡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该死的张义 你为什么要这么狠 就自己一个人活着太自私了 孙志超仰天怒吼 绝望让他的心灵彻底扭曲 就在这时 张义的邻居忽然说道 也许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走阳台 他家装修的时候 把阳台改成了落地窗 我们或许有机会能闯进去 听到张义邻居这样说 一群人顿时又看到了希望 像打了鸡血一样猛地抬起头 对 没错 只要有窗户 就可以冲进去 一群人不由分说 从张义隔壁家闯了进去 一群人嗷嗷叫着 如同疯子一般跳上了张义家的阳台 而此时的张义不急不缓地躺了下来 顺手给自己倒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 看着不大的阳台 很快就被十几个人挤满了 他们脸色苍白 像极了活尸 如果真的有丧尸的话 大概也就是这样了 冒着暴风雪 这群疯子努力地砸玻璃 张义觉得差不多到时候了 他从躺椅上面坐了起来 走到厨房拿起了一个自制的燃烧瓶 下一刻 张义拿出打火机 引燃了瓶子上的火星 随即从头顶上方的一个口子扔了出去 张义的房子前后都有射击孔 而且不止一个 瓶子在空中掠过一道黄色的弧线 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之中落到地上 啪的一声翠响 熊熊的火焰燃烧起来 这是张义自制的燃烧瓶 瓶子里的汽油泵溅的到处都是 十几个人挤在一块 身体一下子被火焰点燃 张义看到他们变成了一团团燃烧的火球 有人妄图爬到隔壁去 但是匆忙之下手脚不稳 直接从二十四楼坠落 张义戏谑的点燃第二个燃烧瓶 摔死总比烧死强吧 隔壁的阳台上 其他人看到这幅惨象 吓得面无人色 被大火点燃的邻居 用力拍打着窗户 撕心裂肺的祈求着 救救我 救救我 张义冷冷一笑 救你们 我才不要 接着又点燃了手中的燃烧瓶 被火点燃的邻居一边喊着救命 一边想要原路返回 那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退路 就在这个时候 孙志超用力挥舞着手中的武器 阻止已经被火点燃的邻居退回安全的点 咬牙切齿的嘶吼着 不要过来 你们已经没救了 千万不要连累我们 快跳下去 眼前被大火覆盖的邻居退无可退 伴随着一阵哀嚎声从楼上跳了下去 而张义的阳台上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也是此起彼伏 此时面对已经被熊熊烈火包围的邻居 旁观的人不仅不去伸手相救 末日之下喂了一碗面条 恶极眼的邻居们上演了两极反转 在社会豪的威胁下 第二拨人又爬到张义家的阳台 翻过阳台 一脚下去就踩碎了那些被烧焦之后的肢体 张义以为他们又要过来砸锅里 忽然扑通一声 这拨人跪在了玻璃前 张义我们快要饿死了 求求你救救我们吧 以后你想让我们干什么 我们都听你的 窗外哀求的哭声连绵不绝 无比的凄惨 张义叹了一口气 走到窗前说道 大家不要这个样子 看着我心里面难受啊 一难受 我就想吃东西 说着 举起了手中热气腾腾的面条 张义大口的吃着面条 邻居们看得直吞口水 一窗之隔 他们看得见 吃不着 每个人都像狗一样 把整张脸贴在玻璃上 似乎这样就能吃到面一样 张义看着时候差不多了 放下手中的面条 别怪我没给你们机会 现在谁能把社会豪的脑袋拿过来 这样的面条我管他一星期 玻璃窗前的邻居听到这番话 脸上露出了犹豫的表情 此时的社会豪在对面的阳台上 看着这里的变化 他没有听到张义说了什么 而是思索接下来如何行动 正在思索时 社会豪猛地回头 举起手中的枪 发现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带着古怪 社会豪怒吼道 你们想干什么 都给我滚开 而此时张义把通缉社会豪的信息 发到了大局里 谁能干掉社会豪 他就奖励这个人一周的事物 社会豪看得毛骨悚然 赶紧带着手下几个人离开 次日一大早 社会豪带着两个小弟去挖雪烧水 社会豪一边拿着武器 一边嘴里督促着两个自己的小卡拉米 动作快点挖完雪赶紧就往回走 社会豪心里很清楚 自己能够在趁邻居挖雪的时候伏击他们 那么很有可能这些邻居 就会在这个时候对自己动手 就在这个时候 躲在暗处的两个邻居看准了时机 手拿菜刀冲了出去 社会豪的一个小卡拉米 突然听到后面有急促的脚步声 猛的一回头 差点惊掉下巴 连忙呼喊豪哥小心 原来两个已经恶红眼的邻居 已经举起菜刀和斧子 从社会豪的身后砍过来 这个医生虽然人美心善 但也受不了社会豪卑劣行为 砰的一声 楼道里响起了一阵枪声 两个男人手里拿着菜刀倒在地上 鲜血横流 此时社会豪手里拿着枪 一副心有余悸的模样 两具尸体被社会豪的卡拉米拖回家中 社会豪怒不可遏说道 想让我死 没那么容易 记得给我多碎点 放松下来之后 一个小弟顿时大喊道 豪哥你后背中刀了 社会豪的羽绒服上 被菜刀劈出一条30厘米长的口子 鲜血在黑色的羽绒服上已经凝固 他脑门上顿时渗出汗出来 连忙拿起手机 打电话给周可儿 周医生 我受了点伤 你快过来帮我包扎一下 很快 周可儿背着医药箱就来到了社会豪家 看着这个杀人如麻的恶鬼 周可儿虽然不情愿给他疗伤 但是为了活命 面对恶人的枪口 他没得选 我可不会免费帮你 周可儿冷冷地说道 社会豪黑黑一笑 待会儿的肉分你一块 他脸色一变 常年在医院里工作 他当然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强忍着呕吐的冲动 周可儿冷冷地说道 不用了 与其吃这些东西 我宁可去死 社会豪看着垂涎欲滴的美色 忍不住伸手摸了过去 那我可舍不得 现在这个世界 身边有一个医生太重要了 周可儿一脸比一地拍掉他伸过来的手 丁其要相打算离开 却被两个小卡拉米挡住了门 周可儿心头一惊 你们想干嘛 社会豪说道 没什么 我的伤没好之前 你不能走 周可儿知道自己被软禁了 随即社会豪召开了临时会议 商讨怎么抢到张一的房子 张一家跟个堡垒似的 供不进去 他们打算搬到张一家隔壁去住 轮班监督 只要等到张一出门 就直接把他给干掉 周可儿听着他们的谈话 随后起身去了卫生间 给张一发去了消息 告诉了他这件事情 紧接着社会豪等人 带着周可儿就来到了24楼 住在张一隔壁的小夫妻 知道社会豪来了 看着这帮凶神乐煞的人说道 豪哥 这房子以后就是您的了 我们马上就走 说着他就要带着自己老婆离开 没等他们走出两步 社会豪的一个小弟冷笑着 举起了手中的钢管 砰得两声闷响 这对小夫妻被社会豪的小卡拉米 从背后一人来了一棍子 一头栽倒在血泊之中 此时的周可儿被吓傻了 用力地捂住自己的嘴巴 社会豪冷冷一笑 末日之下你们还挺天真 倒嘴的食物怎么能让你们跑 转眼社会豪又看向周可儿 天寒地冻的 总要被点口粮不是吗 免得饿肚子可不好呀 周可儿强忍着内心不断翻涌的武器 末日之下还要做舔狗 那真是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此时孙志超在王敏家 奄奄一息地躺着 上次强攻张一家失败 他们获取抗生素的愿望也落空了 仅仅过了两天 后遗症就显现出来了 受伤的三个人感觉伤口气昂无比 孙志超忍不住把纱布扯开 他就看到伤口已经开始化弄 一股让人想要呕吐的心臭味扑面起来 像极了腐烂发臭的动物尸体 孙志超吓得大哭了起来 一剃眼泪齐下 不要这样 我还不想死啊 周鹏和葛家梁看到这一幕 更是吓得瑟瑟发动 他们掀开自己伤口处的纱布 祈祷着自己不要感染 很可惜 理想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没有抗生素伤口恶化是必然的事情 三个人发疯了一样 不知该如何是好 而社会豪这边 蹲守了几天也没见到张一的影子 他开始招募年轻力壮的年轻人 这些人有些是自愿过来 有些人是被社会豪用武器压着过来的 张一知道 陈正豪是害怕了 想拉拢一批人过来 这样才能避免自己被人杀死 此时张一接到周可儿打来的电话 陈正豪他们已经疯了 现在所有食物都吃完了 他们已经开始对邻居下嘴了 我两天没吃一点东西 感觉自己快饿死了 张一你还能救我吗 张一听到这句话 感受到了这个高冷女医生的卑微 他思考了许久 最终做出了决定 周可儿 这个女人他留着还有用 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 他对周可儿说道 你帮我办一件事 事情之后 我可以让你活下去 就在这时 外面忽然响起一阵剧烈的敲门声 他很快听到一阵叫骂声 是周鹏 张一给我滚出来 整天只知道躲在房子里 你就是个缩头乌龟 没用的废物 张一站在门口 语气不急不徐 周鹏 身体被感染的滋味是不是很难受 你的伤口很深 上面又沾染了铁锈 细菌会在上面疯狂的滋生 最后这些细菌会遍布你的全身 周鹏被张一的话彻底激梦 歇斯底里狂喊起来 张一 你给我闭嘴 老子要和你红归于尽 张一英智一笑 你反正时日不多了 被感染晚期无药可就真是生不如死 倒不如趁现在 把平日里想办的事给办了 周鹏听完 感觉忽然顿悟了 没错 有些是错过了 这辈子就没有机会了 末日之下 每天只有一个小时的宫殿时间 邻居们在此时都抓紧时间 给手机充电或取暖 而田狗充了二十多年的电 到了女神面前却开不了机 周鹏听到张一的话后 陷入了更深的绝望 他亮腔着沿着楼梯往回走 我都要死了 还有什么好怕的 他回到关押方雨晴的房间 方雨晴看见周鹏 吓得尖叫了一声 周鹏 你干嘛 周鹏走到方雨晴跟前 满眼期待的说着 雨晴 你愿意嫁给我吗 方雨晴皱着眉头 眼睛深处满是嫌弃 他下意识的捏住了自己的鼻子 不 我不愿意 说着一把推开了周鹏 周鹏的心碎了 他为方雨晴付出了这么多 甚至连自己的命都要没了 可是方雨晴却嫌弃他 周鹏崩溃的怒吼着 我不相信你不爱我 你一定是骗我的 方雨晴看到发狂的周鹏 一巴掌扇了过去 你太臭了 离我远点 周鹏愤怒的一把掐住了方雨晴的脖子 既然你不愿意嫁给我 那咱们就一起下地狱吧 而另一边的周可儿 在经过一夜的深思之后 答应帮张义办一件事情 这是张义对他的考验 陈正豪这事坐在客厅里面 一个小弟去厨房做饭 周可儿忽然站起身来说道 我去帮他 陈正豪的嘲讽地笑着 我就知道你忍不住了 周可儿浑身一僵 血液都快要凝固了 我不想死 我只想好好活着 周可儿深吸了一口气 默默地转过身去厨房帮忙 那个小弟一脸的麻木 只是指了指旁边的斧头 让他劈柴生活 小弟转身离开厨房 周可儿确认安全之后 伸手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瓶子 慌慌张张地拟开瓶带 朝汤水里面倒进去一堆白色的猛料 他用力吞了口唾沫 拿起汤勺把猛料在锅里面搅匀 中午吃饭的时候 周可儿把一大锅肉汤端上桌 大家立刻急不可耐地过来捞肉吃 周可儿为了骗取他们的信任 也盛了一碗汤 默默地回到屋里 陈正豪得意洋洋地吃着肉汤 没想到周医生也加入了咱们的团队 此时的周可儿计算着时间 作为医生他非常清楚 这个料量会让他们昏睡到何种程度 时间一点点流逝 他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 等待料效发作 没过多久 社会豪的小弟光头强 眼皮已经睁不开了 豪哥今天怎么这么困 社会豪也犯起了迷糊 当然吃饱了就犯困 就睡 两个人的话都没说完就打起了呼噜 周可儿看了他那些 憨生瓷器笔伏的社会豪和他的小卡拉米 心里盘算着 看来他们睡得足够沉了 周可儿做完这一切 给张义发去了信息 社会豪他们吃了我下了料的食物 都昏睡过去吧 下一步该如何行动 张义回复了一句 把社会豪和他的那些小卡拉米都拖到阳台 这几个男人做梦吃冰棍 结果下一秒自己就变成了冰棍 周可儿按照张义的要求 把社会豪等人一个个拖到了阳台上 张义解开落地窗的安全锁 来到阳台上面 他穿着防寒服看着对面的周可 周可儿在窗户边上抱着肩膀洞的色色发动 你真要干掉他们吗 张义冷冷一笑 举起了手中的武器对准社会豪 也隐隐地对准了周可儿 他顺手把绳索扔到周可儿脚下 不是我 而是你 用这些绳子 把他们的手都反绑起来 另外我记得陈正豪身上有一把枪 也把他交给我 周可儿一脸无语的表情 你不过来帮忙一下吗 你也太小心谨慎了 张义淡淡地说道 小心使得万年船 我不会让自己冒一点点风险 周可儿只好按照张义的吩咐去做 他拿起绳索 将那些人的双手从背后牢牢地绑住 当他从陈正豪的口袋里 掏出那把手枪的时候 张义的枪口也对准了他的脑袋 把枪的弹夹拆下来 扔到我这里 周可儿望着张义 慌张地问道 我怎么相信你 万一我做完这些之后 你翻脸不认人吗 张义挑了挑眉 你现在除了相信我 没有别的选择 周可儿思索片刻 把手枪的弹夹拆了下来 然后扔到张义的脚下 张义扫了一眼 确认是陈正豪的那把枪屋 他回到房间 从洗手间取出一根水管 然后对着阳台 另一边的十几个人滋了过去 水花从水管当中喷涌出 隔着三四米的距离 落到了陈正豪等人的身上 由于冰水的冲刷 让这群人慢慢醒过来 冰水渗透他们全身 浑身上下瞬间结冰 源源不断的冷水冲刷他们全身 让这群人如坠冰枯 一群人发出惨烈惊恐的叫声 社会豪看到隔壁阳台的张义 发出一声怒吼 大骂张义卑鄙不耻 竟然给他们下泥药 此时张义表情阴冷 你们闹得也差不多 该去投胎了 在室外零下六十多度的低温环境下 社会豪很快就被冻成了冰棍 就在这个时候 周可儿接到张义打过来的电话 你完成了这次考验 现在可以过来我这里了 当周可儿在电话中听到 通过考验 扑通双腿一软跪了下来 内心悬着的石头也终于落了下来 连忙就答应 因为这是在末世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 这个男人竟然用两块钱的面包 就获取了美女的方心 愿意和他一起搭伙过日子 周可儿拿上自己的医药箱 来到张义家门口 天堂地狱只是隔着一扇门 张义打开了厚重的安全门 右手举起武器对准门口 周可儿抬起冰冷的手 用力推了过去 房门露出一丝缝隙 立刻有一股暖流涌现 将它包裹了起来 他加大了手中的力气 把门给推开一步迈了进去 这一刻 他感觉如同进入了天堂一般 之前覆盖全身的冰冷 此时正在慢慢消失 周可儿迅速脱下自己身上的外套 这种温暖的感觉实在是太久了 此时的张义从背后抚摸着周可儿 提醒他 周医生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战友 你必须向我证明你对我是无害的 我才可以接纳你 周可儿听到这句话 脸上出现了一片红韵 要想获得某些东西 就必须要付出与之对等的代价 这一点周可儿很明白 他鼓起勇气把自己的保暖内衣脱了下来 羞涩地将身体完全展现在张义的面前 张义此时拿过一条毛巾 对周可儿说道 我建议你先去洗个澡吧 周可儿逃野式地跑进了洗手间 张义从一空间找到一些女人穿的衣服 给他丢到了浴室外面 这里有换洗的衣服 我按照你的尺寸挑选了意见 你试试合不合身 随后浴室传来哗啦啦的水声 张义来到他的医药箱前 仔细检查了一遍 他把两根未拆封的针管收进了一空间 不久之后 周可儿穿着一身睡衣秀答答地走了出来 坐吧 张义指了指旁边的沙发 周可儿听话地坐在沙发上 双手并拢放在膝盖上 像是一个乖宝宝 湿漉漉的头发披散在身后 有一种惊心动魄的门离 张义若有若无地撩搏着周可儿的头发 不缓不慢地说道 我让你住进来是因为你对我而言有些价值 所以你必须要服从我所有的命 否则的话 我会将你赶出去 周可儿听着张义冷漠的话语 心里面不禁吐槽道 真冷血 张义又伸手指向一个房间 你住此我 屋内都有监控 不能随意走动 如果有意义你可以选择离开 他顺从地点了点头 好 我会听你的 他望着周可儿 语气变得稍微温和了一些 咱们现在是同一条船上的战眼 需要无条件信任对方 周可儿顿时感觉脸上一阵发达 在这个陌生男人面前 真是毫无隐私可言 但目前也没有其他选择 只能勉强答应 张义微微一笑 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在末日之下选择依附于我是明智的 张义还在打理着周可儿的秀法 现在不妨给你说一个我的秘密 周可儿目光微转 你的秘密愿意告诉我 在缺一段凉的末日 张义好心给了这个女人两元的面包吃 他竟然说自己现在无力偿还 等日后自己再还面包 周可儿惊讶地睁大眼睛 张义居然要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他 张义说道 告诉你这个秘密 是为了保证你对我的忠诚 他耸了耸肩 我也不会担心你会泄密 之前想杀我的人都被我干掉了 你也都看到了 周可儿乖乖地点了点头 张义不紧不慢地说道 造成这次血灾的原因 你在网上也看到了 由于超新星的爆炸 导致的伽马射线爆发 这种射线对人会造成一并影响 会导致部分人体变异 所以我拥有了一种超能力 就是获得一个独立的一空间 他没有理会周可儿惊讶的眼神 继续说道 我之所以活得这么潇洒 是因为我的空间里面 存储了大量的物资 张义当场从一空间当中 取出一块面包 扔给了周可儿 周可儿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所以只有我活着 你才可以跟着我享用到那些物资 如果我死了 你还是会饿死 张义看着周可儿死死地 盯着眼前的面包说道 吃吧 那就是给你的 周可儿再也忍不住 一口就咬了下去 周可儿狼土虎咽地吃着面包 张义则是在一边 说着住在这里的规矩 以后这个房子的卫生 全部由周可儿负责 换句话说 周可儿以后就是张义的女 要靠劳动来换取 舒适的生活环境和食物 除此之外 还要向张义提供额外的服务 周可儿何气聪明 他自然明白 要想取得张义的心愿 仅仅是打扫卫生远远不够 四日一大早 张义通过监控 看到周可儿还在睡觉 他从一空间取出一些食物 敲了敲门 出来吃早餐了 周可儿捡起地上的睡衣 带着一丝疲惫 回答着马上过来 周可儿走过去 拿起一个汉堡大口吃了起来 张义似笑非笑看着他 这是养了一只宠物吧 连吃饭都如此可爱 看到张义在看他 周可儿才害羞地捂着嘴 一脸都不好意思 吃饱喝足后 张义从一空间取出一套防寒服 让周可儿穿上 接下来好戏正式开始了 这个男人 把女人噶男人腰子的视频 发到群里 却引起众男邻居们的拍手叫好 张义递给周可儿一根棒球棍 周可儿瞪大了双眼好奇地问道 我们要做什么 张义神情冷漠地指着 隔壁阳台上那一波冰块 去把那坨冰块给砸了 周可儿身体一颤 那些人的身体已经和冰块融为一体 如果砸碎冰块的话 他们的尸体会四分五裂 他们肯定已经死了 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张义默然道 当然是以警效应 这栋楼的人都想弄死我 抢夺我的食物 我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狠角色 说着对周可儿做出了请的手势 周可儿翻了个白眼 简直是哭笑不得 让我一个人去砸兵 你未免太谨慎了 周可儿翻过栅栏来到了隔壁阳台 张义则是拿出自己的手机 开始录像 他举起手中的棒球棍 果断地用力砸了下去 咔嚓一声 兵疙瘩音声碎裂 伴随而来的 则是里面的尸体断裂开来 张义拿着手机 全程把录像拍摄了下来 随后把视频发到了社区大群里 邻居们看到视频 立刻疯狂起来 大笑着陈正豪终于死了 这个魔鬼早就应该去见阎王 为社会铲除败类 终于可以出门了 邻居们对陈正豪恨之入 看到他被干掉 简直大快人心 此时张义对着群里又发布了一条消息 陈正豪已经死了 是我张义干的 以后这栋楼的人都得听我了 群里又开始沸腾起来 彩虹屁一顿吹起 开始求张义能不能施舍一点食物给大家 而这时白莲花方雨晴打来了电话 可怜兮兮的问道 张义哥哥 现在陈正豪已经死了 那晴儿是不是就可以去你家了 张义冷冷一笑 你还没死呢 白莲花狂喜 他此时还带有一丝的期望 张义哥哥 认为我不在了 才让别的女人趁虚而入的是不是 白莲花一边哭 一边嗲嗲说 张义哥哥 人家还活着呢 那个周可儿是哪路过 我才是你心中的女神 快让我进你的屋嘴 把她赶出去 身后林采宁和王炳实在听不下去 今天凄惨的地步都是这个白莲花害的 如今自己想单飞 想得美 张义听到电话的那头 三个女人已经为了进张义屋子 已经开始互相大吵起来 一个比一个说得很 恨不得让对方早点打了 自己可以独享张义 坐在张义身边的周可儿 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危机 把头依偎在张义的肩膀上 语气颤颤巍巍 我我不是 他们那样的人 放心我会是主人最中心的仆人 张义转头 看了一脸娇羞的周可儿 然后冷冷一笑 那个白莲花要是知道我现在有周可儿 她会不会直接疯掉 白莲花当初对张义爱搭不认 如今张义让她高攀不起 白莲花方雨晴知道张义跟周可儿在一起 风伟一样想过去找张义 王敏跟林采宁拦住她的去 三人扭打在一起 方雨晴绝望地拿起手机 看到张义搂着周可儿的照片 绝望地嘶吼着 张义哥哥 你不能这样对我 琴儿爱你 琴儿最爱你了 方雨晴几乎要疯掉了 从喉咙里面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叫声 我不信 我不信 她一定是骗你的 她不是真的喜欢你 张义冷漠地看着这一切 嘴角微微一笑 她明白自己是方雨晴在末世之中最后的希望 亲自湮灭一个人的所有希望 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 随后说道 咱们以后就不要联系了 我怕可儿会不高兴 方雨晴眼泪横流地哭喊 张义你明明之前最爱我的 为什么现在变心了 都怪周可儿那个坏女 是她抢走了我的张义哥哥 王敏跟林采宁在一旁看好戏事的 看着这一幕 说完张义就直接拉黑了方雨晴 张义放下手机 看到一旁的周可儿好奇地看着她 二人的眼睛对视在一起 张义用力握住了她的手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残忍 周可儿盯着她说道 你这么做肯定有自己的理由 张义的眼神变得深邃起来 你明白就好 此时周可儿做了满满一桌的菜 忽然张义的手机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之前疯狂做妖的林大妈 林大妈又在群里开始叫嚣 雪崽马上就会过去 我上面有人 大家把食物全部都交给她 进行暗序分配 看到这里 小编突然想起最近后台粉丝私信 问我女朋友从哪找的 就是左下角这个 上线让你体验跟不同美女约会的感觉 无论是清纯寻媚 萧修罗莉还是高冷玉洁 你喜欢的类型全都有 超过百款你有任何 抓紧点击左下角试试吧 但是群里面根本没有人搭理她 张义一破道 我记得陈正豪最先抢的就是她呀 她怎么现在还活着 坐在她对面的周可儿 露出一抹难过的表情 当初我去给林小虎看病的时候 可怜他们 给了他们一点吃的 张义文言看了他一眼 周可儿急忙解释道 那个时候血灾刚刚开始 我还以为很快就过去了 张义不以为然的一笑 你给的物资应该早就吃完了吧 他是靠什么撑到现在的 林小虎因为没有药物 差不多十天前就死了 所以林大妈有可能把他的宝贝孙子 含在了嘴里 周可儿听到这再也吃不下饭去了 正在两人说话的空荡 忽然外面传来一阵呼喊 两个人扭头望向了窗外 此时一个男人站在阳台上 高举着手臂在迎风呼喊 仿佛一个跳水运动员班俯冲而下 周可儿看到此等情景圣母心开始泛滥 这场血灾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张义抬眸看了看窗外 谁知道呢 大自然的力量是我们人类无法抗衡的 现在我们能够活下去就好了 就在此时电话突然响起 张义一看是由大叔就接通了电话 由大叔憨憨一笑 张义你推进过的还好吗 我有 一件事想请你帮下忙 末日之下请不要轻易地相信任何人 有些人表面看似单纯 但背地里宛如舍线 张义刚当料理完白莲花的事情 马上就接到了由大叔打来的电话 张义心里很清楚 像由大叔这样的老好人 通常是自己有解决不了的男士 才寻求别人帮助 由大叔在电话那头 支支吾吾地想找张义借药品 张义顿了顿 毕竟是小区的保安 以后可以做个帮手 由大叔有些难为情地说 谢丽梅的女儿发烧了 需要退烧药 张义听完由大叔的话 犹如吃了大瓜 没成想这个心机宝妈 竟然找由大叔当了接盘侠 这个谢丽梅看上去楚楚可怜 但是背地里并不单纯 对于这种事张义也懒得倡讶 张义微微一笑 故意卖关子说道 要我这里倒是有 但是也不多 等一会你过来去吧 此话一出 由大叔激动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只是一顿感谢 只要以后有用到我的时候 我院校全马之劳 没过多一回 就传来了门口由大叔的叫门声 张义习惯地看了一下监控 很快双眉紧促 因为门口不只是由大叔 还有那个谢丽梅 张义来到门前 并没有开门 只是明知顾问了一下 是由大叔吗 是的是的由大叔连忙回答 就在此时身后的谢丽梅 带了些哭腔连忙回复 张义 我家孩子一直发高烧 你快开门看看帮到我们吧 张义也没有开门 只是把准备好的药 从射击孔扔了出去 赶紧给孩子吃了吧 由大叔赶紧把地上的药捡起来 眼神中充满了感动 张义大恩不言谢 由大叔本想带着谢丽梅离开 此刻谢丽梅的眼神中 划过一丝一样 张义 我求求你 可不可以让我家宝宝 在你家先住一段时间 宝宝现在生病了 等好了我们再接走 旁边的由大叔愣住了 来的时候 谢丽梅可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屋里的张义听后 嘴角微微上扬 心中富匪真是得寸进士 把孩子送进来 恐怕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随即回复 是谢大姐吧 非常时期 我不能随便让人进来 再说我也没有照顾孩子的经验 由大叔听完张义的话 小生对谢丽梅说道 张义对咱们已经够意思了 谢丽梅一边抹眼泪 一边哭唧唧 你一个男的知道什么 孩子这么小是非常脆弱的 意思就在疯狂暗示张义 把孩子交给他也是无奈之举 求你了张义看在 生病的小宝宝的份上 也看在游大叔的面子 就让我家宝宝在你家住段时间吧 话说成这样 不是铁石心肠人就松口了 由此可见 这个谢丽梅是有多心机 张义靠在门前 谢大姐要是没有血在 我肯定答应你此事 但是现在是末世 你也清楚外面有很多人想进我家 抢我东西要我命 我真的很害怕 不敢让陌生人进来啊 末日之下 良知会被求生的本能慢慢吞噬 任何行为并没有真正的对与错 张义听着门外谢丽梅的哭诉 她居然还在指责张义 能让周可儿进去她的家里 而他们母女却不行 张义顿时觉得很可笑 对谢丽梅说道 周可儿是我女朋友 当然可以住进我家里 有什么问题吗 此时一旁的周可儿 听到张义这样说 脸色微红 嘴角微微勾起 顿时害羞地低下了头 跟谢丽梅一起的游大叔 表情有些严肃地说道 张义都帮了我好几回了 不要给人家添麻烦 张义对我们够意思了 别太过分 一边道歉让张义别跟她计较 一边赶忙拉着谢丽梅离开了张义的家 张义回到沙发前转身躺下 对周可儿说道 这个女人有些麻烦啊 周可儿不以为然地说道 这种人不是多的是吗 张义叹了口气 她可不希望游大叔身边有个如此有心机的女人 日后会坏了她的计划 回到家中的游大叔 一脸不高兴地质问谢丽梅 你怎么能让人家帮你带孩子呢 非常时期张义能给我们药品 就已经人之意尽了 你咋还能得寸进食呢 谢丽梅抱着孩子坐在床上 一脸柔弱 我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她要是出了什么事 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游大叔顿时语气缓和下来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做人要懂得知恩图报 游大叔感慨道 要不是张义 我也不会提前囤积这么多物资 更不会活到现在 这份大恩大德 日后一定要找机会报答 此时谢丽梅悠悠地说道 其实你不用对张义那么好 我感觉她现在还防着你呢 游大叔愣了一下 激动地说道 你这是什么话 谢丽梅一脸无辜 她要是真的信任你 就应该把门打开 让我们进去做一做才对 说不定这些小恩小惠 就是为了日后收买你 希望将来有一天你给她当大伤 况且她打了那么多邻居 如此心狠手辣的人 她怎么会对你心慈手软呢 没等谢丽梅继续说下去 一声爆喝在她耳边响起 够了 游大叔目光冰冷 以后这种话不要再说了 我分得亲好坏 要是对自己的恩人都怀疑 我还算个人吗 游大叔愤怒地看着她 把谢丽梅吓了一跳 她怀里的宝宝也大哭了起来 谢丽梅搂着宝宝 目光中充满了畏惧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也是为了你好 大家多点小心总是没错的呀 谢丽梅知道游大叔怒了 乖乖闭了嘴 随即游大叔转身离开 今晚我就在客厅睡了 你们娘俩在屋里睡吧 谢丽梅吓了一声 我马上给你搬一床被子过去 施压一声 谢大叔重重地把门关上了 而谢丽梅心中还是不死心 我不可能放弃的 一定要再找机会进张义的房子 谢丽梅又低头看了看 已经熟睡的宝宝 为了咱们娘俩能在末世生存下去 无论使用什么手段 我都在所不惜 她来了 她来了 看一群隔壁邻居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又来轰炸张义的大门了 白色的月光洒在银色的大地上 厚厚的鸡血已经淹没到了寺楼 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正在入睡 大楼的门口被鸡血挡住 忽然入口的血层有几块掉落在地上 破开的洞口出现了一把铁锹 紧接着十几个人手吃铁锹和斧头 从里面钻了出来 领头的压低声音说道 走 上去 一群人乌央乌央地往楼上爬 来到十楼的时候 他们刚好遇到夜晚偷偷下去取血的住 一个大汉二话不说 直接一铁锹敲在他的脑袋上 咚的一声 鲜血喷了一墙 那个人直接倒下去 看着倒在地上的人 带头大哥没有理会 吩咐走的时候再把他带回去储备起来 一群人继续往上爬 他们的目标是24楼张义家 因为他们收到这个楼发布的消息 知道张义家有丰富的物资 所以目标明确 一群人急匆匆地赶到了张义家门口 他们聚到一起 都没有过去砸门 带头的人指着张义家的门说道 把门弄开 跟班小弟放下背包 从里面取出了雷管 还有几个用黄色胶带包裹着的长方体 倒过了一阵子之后 所有人躲到了楼道里面 只听见轰的一声 今天阵地的巨响传遍了整栋单元楼 所有人在睡梦中被惊醒 张义也不例外 因为爆破就在张义门前 轰鸣深圳的张义耳膜声疼 轰鸣声不断 张义迅速起床 打开电脑 查看外面的监控 他目光冰冷 十几个人鬼鬼祟祟的聚在一起 手里拿着铁锹钢筋和斧头 这些人显然是有备而来 看来自己家中物资充沛的事情 早就传到外景 既然想弄死我 那我也不会跟你们客气 张义举着武器大踏步的往门口走去 房门之外 一群人看着毫发无损的金属门目瞪口袋 旁边的人生气的质问 搞得这个破完一连的门都炸不开 老驴是工程队里面的爆破好手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一时间手足无措 此时的张义心中怒火中烧 张义双眸紧促 从射击孔看了看炸他门的人 真是着急投胎 心念一动 从一空间取出一瓶特制溶解在二氧化流中的白铃 燃烧后可以到达一千度的高温 俗称地狱之火 随即张义把燃烧瓶和白铃从射击孔扔了出去 碰得一声 燃烧瓶落地就瞬间燃烧起来 众人一看纷纷躲避 但是有几个靠门口太近的没来得及闪躲 瞬间千度高温的熊熊烈火 就把那几个人点燃了 哀嚎声瓷起彼伏 真是嘎咚脆鸡肉味 这几个男人本想炸开张义的房子 结果张义让他们在门口表演了一出冬天里的一把火 此时张义感觉还是无法消除心中的怒火 拿着武器对外面一顿乱爆 随着砰砰砰的几声 很快又有好几个人倒地不起 而剩下的几个人仓皇而逃 张义也没有出门去追他们 毕竟末日之下不能有一丝闪失 然后看了看自己手中的武器 这个东西真的不耐用 有机会必须搞点更好的武器 能在末世生存下来的人都不简单 一定要未雨绸缪才行 张义一边盘繁着就走到了周可儿的房间 此时只看见周可儿被吓得蜷缩在角落 张义顿了顿 没事了可儿 周可儿听到张义的声音 总算安心下来 周可儿抬起头望着张义 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可不是害怕 我只是以为地震了 躲在角落里比较安全 张义笑了笑 真要是地震 躲在哪都能给你压扁 周可儿询问道 刚刚是怎么回事 张义若有所思地说着 是隔壁26号楼那些工人干的 这些工人比陈正豪更加危险 他们体力比普通人强太多了 战斗力也更彪悍 以后会遇到越来越多的狠角色 幸好会爆破的那个人被我干掉了 省了不少麻烦 周可儿担心地问道 那接下来要怎么做 张义不置可否地回答道 当然要报仇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还是得先找一些人来当炮灰才好 随后张义拿起了手机 看着已经炸锅的群消息 显然刚刚那一声爆炸 这栋楼的邻居已经不淡定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刚刚的爆炸声 张义看时机成熟 对群里的邻居说道 刚刚26号楼的工人闯入我们单元楼 想要赶人抢夺物资 被我及时发现 把他们赶走了 邻居们听得心惊肉跳 此时一通彩红屁又事事响起 张义你真是厉害 有你在 我们的安全就有保障 你就是我们的英雄 现在张义战斗力最强 而且手里还有武器 让他保护大家 去对付隔壁楼的工人是最好的选择 张义觉得这一幕挺滑稽的 之前 他们天天在群里道德绑架自己 说自己自私自利 现在又反过来称呼他为英雄 张义嘴角一撇 我对付他们也耗费了许多武器 现在资保都满了 大家自求多福吧 这是邮大叔打来的电话 关切地询问张义需不需要帮助 张义通过邮大叔知道 带头的叫黄天放 他们的团体自称天河包 邮大叔问张义有什么打算 张义笑了笑 让他去攻打这个所谓的天河帮 那是不可能的 安全起见他只会待在房间 摸清这帮人的底细 接下来再慢慢计划 张义当起了万年老六 逼迫邻居接干起义 张义跟邮大叔打电话 告诉邮大叔想对付天河帮的人 就必须把楼里面的邻居 都给调动起来 联合一致对外 邮大叔明白张义的意思 想在群里把消息放出去 被张义阻止了 上赶着的买卖做不成 等时机成熟了再放出消息 反正天河帮还会再找他报仇 我们又不着急 家里面物资足够 就等着呗 到时候楼里的邻居自然会求他帮忙 张义挂断电话 又深情款款的对周可儿说道 可儿 我现在不方便出面 需要你帮我暗中收集信息 弄清楚这个小区 到底还有多少人对他有威胁 周可儿信心满满的说道 放心好了 这些小事交给他去做 保证完成任务 两天后 周可儿整理了从邮大叔那边得到的信息 以及通过自己人脉打听到的消息 他认真地做了具体的分析 除了被张义教训的天河帮 还有21楼一群年轻人组建的团伙 自称恐龙抗狼帮 听周可儿打听的消息 这个团伙大部分都是一些街溜子 领头的一个叫王强 另一个叫肖路 张义听到他们的名字倒不陌生 他们俩个就是这个小区有名的街溜子 和社会好相比就是一个小楼 目前只有这个两个势力还有一定威胁 对张义而言剩下的单元 就剩下13.15926的住 有不少住户都无法承受冰雪末日的恐慌 选择投胎转世了 张义若有所思的说道 干得不错 继续收集情报 务必把危险降到最低 得到张义的夸赞 周可儿有些受宠落惊 此时天河帮的人正在大开杀戒 为死去的兄弟复仇 他们虽然恨透了张义 却对张义无可奈何 只能把目标转向张义这栋楼的邻居 张义 我改不了你 难不成我还改不了你的邻居吗 看到邻居们的惨死 张义狂轰烂炸 私信和语音电话也是络绎不绝 张义打开群聊 看了一眼邻居们的反应 张义 你惹的祸你要去解决呀 天河帮那群人是你引来的 人是你嘎的祸也是你闯的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你一人做事一人当 总不能让我们来帮你承受这种代价吧 张义看到这些人发来的消息 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 随手发了几条信息在群里 你们自己没有本事抵抗他们 你们的生死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当初进攻我家的时候 你们谁家没有份 说完不再理会这些人 业主群里面 那些业主被张义骂得不知所措 张义不可能帮他们 大家都以为陈正好死了 就可以相安无事 谁知道半路又杀出来一个天河帮 这场血灾一时半会也不会结束 大家都在岌岌可危的边缘挣扎 此时张义拿起电话打给了游大叔 告诉他时机成熟了 接下来就看游大叔的 张义只是掠施手段 就让人心涣散的邻居团结起来 游大叔得到张义的指令 开始在群里发言 大家不要慌张 咱们团结一致 跟他们拼了 游大叔的出现 让许多人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群里顿时又沸腾起来 太好了 游大叔在 大家的安全就有保障了 游大叔不紧不慢地说道 靠我一个人不行了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 现在饿得一点力气也没有 游大叔继续说道 现在咱们这栋楼里 最有实力的应该就是张义了 他家有武器 目前让他带领大家是最好的选择 我跟张义还能说上几句话 我去找他谈谈 群里的对话张义看得一清二楚 此时游大叔给张义发来私信 问他接下来该怎么办 张义看火候差不多了 告诉游大叔 让他在家一把火 恩威病是让这群人以后 老老实实都听他的 随后张义在群里说道 我是看在游大叔的面子上 才过来跟你们聊聊的 不然我才懒得管你们 大家一看有戏 连忙服软道 张义 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以后我们大家都听你的 张义冷笑着 我让你们拿上武器 跟天河帮的拼命 你们敢吗 顿时群里又是鸦雀无声 张义好笑道 何着是想让我一个人去拼命 你们缩起来当乌龟啊 一旁的周可儿漫不经心的吃着东西 听着他们的对话 张义继续说道 那你们的死活 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你们就等着黄天 放上门砍脖子吧 说完就要挂断电话 此时游大叔见时机成熟 赶紧说道 大家还在犹豫什么 反正都是一死 拼一把还有机会 难道真要等着人家找上门吗 群里的气氛被调动起来 张义与游大叔二人一唱一和 就这样获得了整栋楼的控制权 他淡淡的说道 那好 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得听我的行事 想勾起来摘果子 门也没有 被我发现别怪我直接出手感的那个人 很显然 有些人没有开口 是打算归起来做鸵鸟 让张义带人去拼命 此时群里发言的那些邻居开始躁动起来 开始一个一个按特那些没有发言的邻居 张义看着热闹的群星系 他挥舞完大棒之后 准备给他们一根胡萝卜 大家放心 既然你们以我马首是瞻 我肯定不会让大家饿着 接下来我会出去帮你们寻找物资 张义若有所思的想 地空间里还存放着几辆雪地摩托 在这种大雪封城的末世 有这种交通工具 简直是无往不利 群里看到张义要外出帮大家找食物 有几个邻居提出了疑问 这么大的雪 你真的要为大家出门找物资 张义摸了摸下巴 为了大家环境再恶劣 我也要试试 张义把要出门寻找物资的消息 在群里刚发出 邻居们心里顿时无味杂陈 有的心情澎湃的 有的忏悔自责的 感觉张义真是全村的希望 此刻邻居们在群里爱特张义 都是对张义感恩怠惰 愿为张义马首是瞻赴汤刀 张义骑上他心爱的小摩托 本想去超市林园购 半路进了警察局 竟然还有意外收获 邻居们对张义那是感恩怠惰 言语中把他称赞得如同神明一般 周可尔都笑着对张义说道 现在邻居都把你当神明一般 你就是他们的希望啊 张义淡淡一笑 一群炮灰而已 还真把他们当幸福不成 张义转身向卧室走去 周可尔好奇的问道 你真的要出去吗 张义一边穿着防寒服 一边说道 放心家里的口粮养你足够 我只是在家里待得太久 正好接这个机会出去透透气 周可尔知道张义并没有完全信任他 所以主动要求与张义一同出门 张义掐了掐他的小脸蛋 眯着眼睛笑道 我们现在都这种关系吗 你觉得我还会怀疑你吗 周可尔顿时不好意思的脸红成一片 心里一阵感动 不过这种感动并没有持续多久 说着张义朝大门走去 他把家里面剩下的食物和煤炭 都收进了一空间 周可尔睁大眼睛看着他这波骚操作 他一脸大无语 张义来到四楼 由于前日跟天河帮的打斗 地上血迹斑斑 他打开早已被人打烂的窗户 小心翼翼的爬了出去 双脚落在地面上 冰雪直接就没到了膝盖 在这种雪地上行走也比较困难 他抬起头环顾四周 弱大的小区一片死寂 空气中除了风声再无其他 他随手从一空间取出一辆雪地摩托 随着一阵轰鸣声 朝着小区外面开过去 此时一双眼睛正在透过窗户看着他 他根本不担心 张义骑在雪地摩托车上 在雪地上迅速的驰骋 风从耳边呼呼吹过 那种感觉别提多手了 他忍不住嚎了几嗓 骑着车直奔天海市公安局而去 现在首要任务先去寻找武器 他把摩托车停在了公安局四层的窗户前 敲碎玻璃翻身进去这栋大墓 里面漆黑一片 他拿出一个矿工灯打亮着屋里的一切 房间的角落里 七八名警员蜷缩在一起 显然是抵挡不住寒冷的亲戚冻死 此时张义内心感慨万千 看身上单薄的衣服 暴雪灾难到来的时候 这几位恐怕正在职业办 连一件防寒的衣物都没有 于是张义找来一块白布给遇难的英雄带上 虽然他们不幸在这场灾难面前牺牲 但是他们曾经是城市的守护者 值得我们尊重 就在此时一串金属声 吸引了张义的目光 张义不禁感慨 能让这些英雄誓死守卫者的东西 想必一定和武器库有关系 拉开白布 一串钥匙出现在张义面前 张义这个老六拿拘一时爽 一直拿拘一时爽 张义从冻死的警员身上拿到仓库的钥匙 打开仓库 张义算是开了眼界 里面各式各样的枪械 甚至他还找到了一把大局 看着这些武器他高兴坏了 重生之后不光打开了一空间 枪法也更加的果断 上次对付黄天放这些人 几乎弹无虚发 简直就是个设计天才 随后张义想都没想一股脑的 将武器全部收进了一空间 做完这些 张义开始思考怎样帮那些炮灰寻找食物 大雪封城这几日 市区的超市肯定已经抢够一空了 他从警局出来之后 直奔一家郊区的大型超市 他找到了一家还没有被彻底掩埋的超市 打破上面的玻璃窗钻了进去 看着平时琳琅满目的奢侈品 现在都成了毫无价值的垃圾 来到负一层的食品仓处 看到超市冰封后的样子真是一言难尽 这些变质的东西白给他都不会要 但是对于那些恶酒的邻居而言 这些都是世间美味 张义随意捡了一些烂菜叶子和僵尸肉 很快他就装满了两大袋子 带上搜刮好的物资离开超市 骑着雪地摩托车开始往回赶 回到小区 雪地摩托的轰鸣声 引发各个楼的窗户上人头攒动 都盯着他在看 这些人看到张义带着食物回来眼睛直放光 天河帮的老大黄天放眯着眼睛 死死盯着那辆雪地摩托车 这是旁边的小弟告诉他 这玩意在他们老家叫点爬里 在雪地里能畅通无阻 他没想到在这末世 还有能在雪地里跑的摩托 要是抢过来 以后出门找吃的简直轻而易举 不光黄天放有这样想法 每一个盯着张义的人 此刻都有这样的想法 他拎着两大袋食物回到小区 张义抬头望去楼上那些注视着他的邻居 内心感慨 雪地摩托是当下唯一出行的希望 此次暴露肯定已经有很多人惦记上了 还好这次弄到了武器不及 此刻游大叔已经在窗前等候张义 看到张义不禁感慨 真是英雄出少年 竟然一个人可以搞到这么多物资 张义翻过四楼的窗户 把两大包物资扔在地上 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这些 末日火拼 张义仅仅用了一些过期食物 就让邻居给他当了炮灰 由大叔喊邻居们过来拿食物 没一会那些邻居便蜂拥而至 大家都死死地盯着张义旁边的行李袋 周可尔把行李袋打开 一股脑地将食物全部倒了出来 邻居们看到食物激动的眼睛直冒绿光 这时由大叔高呼张义万岁 其他邻居健壮也连忙扯着嗓子大喊 张义万岁 张义就是他们的大英雄 食物此时的诱惑就像兴奋剂 此时你让这些人做什么 他们都会乖乖听话 张义看着所有人说道 这些都是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找回来的 自然是要分给大家 但是我张义绝对不养先人 就在这时天和帮的人从四楼的窗户闯进来 张义拿着武器 对大家说道 这些食物都是给你们的 别让他们抢走 谁要是打了他们 双倍奖励大家 原本还在畏惧的邻居 顿时眼冒红光 像打了鸡血一样拼命往前冲 天和帮的人看到这架势有些腿软 一眨眼众人陷入混战 十几号人挤在一起刀光剑影 大家都杀红了眼 很快就有人受伤鲜血飞剑 张义看着外边混乱的场面 不禁感叹 这帮人为了食物什么后果都不会顾及了 此时由大叔手里挥舞着一根铁棍 一边怒吼着一边砸下去 天和帮的人看着兄弟一个个倒下 立刻怂了 纷纷往后退 战斗结束地上留下了几具尸体 其他人仓皇逃走 众人欢呼着赢了 这些天的压抑 终于在这一刻得到释放 周可儿看着地上受伤的人 作为一个专业的主刀医生 他知道这两人可能还有救 但是转念一想 张义是绝对不会为了他们耗费大量物资的 随后张义召集大家在大厅里领取食物 张义看着眼前的邻居们 满意地拍了拍手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这些人就没那么可怕 他朝两个最卖力的年轻人招了招手 两个年轻人一脸喜色 步步地擦拭脸上的血迹就来到张义跟前 张义抓起一把食物 塞到了两人的手里 对两人说道 刚才做得很好 保持好状态以后跟我吃香的喝辣的 此话一出 两个邻居感动的鼻涕泡都出来了 连忙感谢张义大哥的栽培 有些邻居握紧拳头 真是饿得脑子都不好用了 刚才火拼要是在蒙点这些食物就是自己的了 张义看着这些像打了鸡血的邻居 心中暗笑 不错这样正是我想要的效果 张义挥了挥手 有序排队领取食物 人人都有份 养过狗的宝子都知道 让他吃太饱会懒惰 只有处于饥饿状态才能听话 人也是如此 收拾完天和帮的人 张义开始给大家分配食物 刚刚在打斗中谁在卖力 谁冲在最前面 分到的食物就最多 大部分人得到的只是一块面包 邻居们看到手里不多的食物 心里面虽然有些失望 但是也不敢说什么 伸着手走了出来 问张义要食物 张义冷眼看了许浩一眼 在地上随便扒拉了一块糖果 用脚踢给了富二代许浩 许浩错愕地看着手里的食物 有点生气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凭什么老子只有一粒糖果 张义白了一眼许浩 一旁的邻居看到忍不住 发出来一阵讥笑声 刚刚别人都在动手的时候 你从头到尾都在后边晃一 给你一颗糖果 就算是对你添大的恩赐了 你还好意思舔着脸说啥 许浩此时压抑着心中的怒火 继续辩解 那能怪我吗 打斗的时候 大家围得水泄不通 我又挤不进去 张义蔑视地说道 你挤得进去挤不进去 关我屁事 我要的是结果 此时许浩彻底被激怒 愤怒地指责张义 这特妙不公平 明白着就是张义故意找查 张义不客气地说道 你还好意思跟我谈公平 你算了什么东西 也可以跟我谈公平 说着张义看了一眼旁边的李承冰和江蕾 两人刚刚得到多倍奖励 刚才的打斗也是最卖力的 此时两人已经变成了张义的忠实走狗 张义一个眼神 两人立马心领神会 拽起许浩 不由分说就是一顿胖揍 许浩被打得满地打滚奄奄一息 两人才就此停手 张义指着许浩 对众人说道 这就是反驳我的下场 如果谁不服气 想要公平 那就留下食物 自动离开 我张义绝不阻拦 众人见状都默不作声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张义拍了拍手 这样就算是达成共识了 地上的许浩绝望地大骂张义 张义上前一脚狠狠地踩在了他的手上 许浩手中糖果滚了出来 许浩痛苦地发出惨叫声 张义一把抓起许浩的头发 拿起糖果 对他说道 下次学乖一点 我张义不养废物 很快物资分配完毕 张义让周可儿把剩下的食物收进行李袋中 突然就在这个时候 在人群中有一个人焦急喊着 张义哥哥 人家还没有呢 原来是白莲花方雨晴和他的闺蜜林彩 他俩像狗一样爬到张义面前 渴求张义的施舍 张义府下身 满眼的戏血 我可没忘记你们了 二人脸色先是一喜 但是下面张义的话却让他两面如死灰 你们两个本来就没有 面对周可儿主动求贴贴 张义坦然拒绝 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白莲花方雨晴和林彩 听到张义说没有两人的物资 顿时目瞪口呆 他俩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问道 凭什么别人都有 而我们没有 方雨晴更是委屈巴巴地流着眼泪 他觉得这一定是张义哥哥给他开的一个玩笑 他不相信这是真的 他一把扑上去拽着张义的胳膊 大喊着张义哥哥 你不是喜欢晴儿吗 你说过要让晴儿住到你的家里去 张义轻蔑地笑了笑甩开他的手 大家都是出来玩的 彼此心知肚明就好何必当真呢 他故意搂了搂怀里的周可儿 两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个棚头垢面 一个衣着光鲜 是个男人都不会选方雨晴 白莲花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 大声哭喊着他不相信这是真的 他质问张义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张义戏谑的一笑 我就是在耍你呢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蠢样子有多好笑 还真把自己当仙女了 以为人人都是舔狗吗 张义看了一眼地上奄奄一息的富二代许浩 问了问在圈里方雨晴的外号是什么 许浩不假思索地说道 万能公交车 这是所有的邻居发出一阵哄哮声 他们带着鄙夷的眼神看着方雨晴 没想到身边还有这样人才 方雨晴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羞辱 大叫一声 风味一样地跑了出去 张义拿出小袋饼干 丢给许浩 这是奖励他刚刚懂事的表现 许浩感恩戴德的接过食物 心里满是感激 处理完方雨晴和林采宁的事情 接下来他考虑的是怎么做好方雨 他把楼里的邻居进行了分组 除了他周可尔由大叔和谢丽梅之外 所有人都要参与战斗 规据照样是打一个人得双倍奖励 剩下分组的事情 张义放心地交给了由大叔去安排 他和周可尔回到24楼 开始认真清点武器库里的装备 外边依旧大雪纷飞 再这样下去 即使大雪停下来 积雪也要半个月才能消入 况且马上就要进入冬境 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他深知在这寒冰漠时 最可怕的反而不是环境 张义起身 从一空间取出自己的所有武器 他需要检查好每件武器 以防万一 张义拿起调试好的大局 不管什么时候 人类往往比灾难更可怕 张义来到阳台 举起大局 这个东西可是暗杀神器 有合适机会 一定要展现下威力 就在此时 张义通过八倍镜 正好看见在车库方向 有两个人影 张义嘿嘿一笑 来得正好 开启猎杀时刻 天河帮这群人不讲武德 白天火拼惨败 晚上就搞起了偷袭 张义拿着大局 劝他们耗子为之 当张义通过八倍镜 看到车库那边 有人影在移动 果然还是有人盯上了 他的雪地摩托 白天他假装 把雪地摩托放进车库 晚上就有人想打他的主意 可惜注定是一场古老 此时张义的手机响起 是由大叔打来的 他告诉张义 所有人员已经安排妥帮 张义很是满意 顺便调侃游大叔 可以跟谢丽梅 生的自己的孩子 游大叔傻笑着 他并没有明白 张义的真正意思 张义并不喜欢 谢丽梅这个女人 但是又不希望 和游大叔关系闹僵 他只是试探性地 敲打一下游大叔 不要到头来 为他人做嫁衣 毕竟现在的孩子 不是由大叔亲生的 张义悠闲地吃着鸡腿 他听出电话 另一头游大叔的尴尬 赶忙解释道 他是非常尊敬 游大叔和谢大姐的 真心希望他们能够幸福 挂断电话后 张义搂着一旁的周可 掩饰着稍而不宜的画面 而此时的一楼大厅 黄天放的侄子黄伟 趁着夜色带人 偷偷溜进了张义的单元楼 结果刚到楼梯口 就被当夜值班的人发现了 紧接着一块砖头 黄伟等人一看 这帮憨批居然还敢反抗 抄起手里的棍棒 就往楼上跑去 很快整栋楼的邻居都被叫醒 由于张义的奖励政策 打一个人得双倍奖励 邻居们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争抢人头 顿时黄伟带来的人 就被放倒了三个 战斗仅仅维持了几分钟 黄伟等人见形势不对 大吼一声 快撤 几个值班的邻居 看着天河帮狼 被逃跑的背影 现在怎么办要追上去吗 随即有人附和 算了吧 外面是什么情况我们不清楚 万一他们有什么埋伏呢 与此同时 张义也被天河帮的偷袭声吵醒 他来到阳台打了一个哈欠 这群疯狗 打扰了老子的好事 于是张义抬起手比划了一下 目测与天河帮所在的楼间 距在五十米左右 这个距离用我的大局 看看能不能把他们消灭 张义化身神枪手 一枪一个小卡拉 友情提示观看此机 请不要携带脑子 也可以爱特你身边的 大冤种朋友一起观看 张义从一空间中拿出大局 站在阳台 透过八倍镜瞄准下边的人 他按耐不住心中的激怒 只听见 传动的人影音声倒下 张义没想到 自己的第一次狙击竟然这么重 他开始怀疑自己 难道是传说中的神枪手 紧接着他再次端起 大局瞄准的下一个人影 又是一身闷醒 人影又随即音声倒下 张义这一次终于明白 他能够从二十四楼的高度射中敌人 这特别不是巧合 而是天赋 寒冰漠视觉醒的不仅仅是一空间 还有他的设计潜能 紧接着张义毫不客气的连发几枪 枪声瓷器笔伏的声音 在小区里 瞬间几个人影横七竖八的倒下 鲜血染红了大片的雪地 看上去格外的刺眼 趁着这种感觉还未消失 张义又端起大局 正中一个人的眉心 紧接着咔咔咔的声音 空弹壳音声落地 张义看着自己的战况 心情无比愉悦 有一空间的强大 再有神枪手的加持 以后随便找个地方勾起来 都能轻易地干掉入侵者 而此时 单元楼的邻居都被这几阵枪声惊醒 他们透过窗户看着黄伟这些人 随着枪声音声倒下 眼里露出金句的神色 顿时目瞪口呆 原来张义的枪法这么准 自己能活到现在 那是张义不跟他们计较 以后还是乖乖听张义的话为好 第二天一早 周可儿起了个大早 张义告诉他昨晚发生的事情 周可儿漂亮的眼睛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一脸崇拜地看着张义 他打定主意 以后死心塌地地跟着张义混 跟在这样一个男人的身边 他的安全也就有了更多的保障 而此时另一栋楼的天河报 看到雪地里躺着的尸体 他们的兄弟被张义感大摆 而张义却毫发未死 顿时气得咬牙切齿 黄天放的表情非常的凝重 他手下的其他人也是一脸未知 接下来要不要跟张义对着干 他们开始犹豫起来 张义再次骑上心爱的小摩托踏雪不醒 此次不但得到丰富的物资 竟然还有意外收获 黄天放清楚 以现在的实力根本不是张义的对手 他吩咐小弟 等晚上来临 借机把黄伟几人的尸体偷回来 几个小虾米听后 脸色变了又变 他们当然知道偷尸体回来要干什么 他们跟张义的打斗中没有站到半点天 还死伤大半 现在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而此时的张义整装带背又要出门 值班的邻居看到张义 都毕恭毕敬的跟他打招呼 毕竟大家现在活命还要仰仗他 他来到楼下装模作样的去车库后 取出雪地摩托 各栋楼的窗户上人影传动 默默的注视着张义的远去 他们眼神复杂 各怀鬼胎 此时21号楼的抗狼帮帮主王乔 他手里拿着一把大杆脑 愤愤的皱着眉头 他已经派人找了好几天张义的雪地摩托 愣是一点踪迹都没发现 看着张义潇洒的离去 他急眼红又没有任何办法 只有找到雪地摩托 才能解决物资问题 扩大自己的帮派 可是目前最让他上头的 居然是想办法搞到几包华子过轨 他已经半个多月没有闻到华子味 张义出来之后 思索着下一步该去哪里找物资 他突然想到自己之前工作的地方 城南仓库去 虽然那里的物品在末世来临前就搬骨 但是应该还有其他公司的物资 他马不停蹄地赶过去 大雪已经淹没了四层楼的高度 张义想都没想从一空间拿出一根撬棍 撬开雪地上方的玻璃窗顺着绳索爬了下去 跟他预想的差不多 仓库里除了食物就剩下带步走的重型卡车和挖掘机 他眼睛一眨 瞬间将这些收入一空间 张义想着在末世肯定有用到的时候 此时张义灵光一现 应该去加油站看看 自己的雪地摩托作为交通工具 手里的燃料一定要准备出力 他来到加油站 大雪已经淹没了加油的设法 只剩下一个加油的牌子 张义无奈地叹了口气 然后摸摸头 想了想 这些加油站可是没有建造高层的 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岂不是找不到加油的地方 张义展现二十多年的挖掘机技术 咔咔一顿挖 就搞到了整个小区几年的宫殿的容量 张义看着加油站上方厚厚的积雪 无奈地皱起眉头 靠人力挖掘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突然想到在华南仓库 刚刚收进一空间的挖掘机 刚好可以派上用场 目前积雪虽厚 但是还未形成冰层 挖掘机搞定这些积雪应该没有问题 说干就干 就将把接近二十吨的挖掘机从一空间取出 直接砸到雪地里 顿时地表的雪就陷进去一个坑 挖掘机的操作方式比较简单 对他来说简直轻而易举 毕竟自己是某乡毕业的 他找到油箱 从一空间中取出一桶柴油倒了进去 钻进控制式启动挖掘机 轰隆隆的声音在寂静的末世弦的格外吐露 他操作挖掘机把雪往两边甩去 忙活了两个小时 终于挖到了坚硬的建筑物 看到加油站的窗户和铁门 张义用撬棍打开铁门 为了以防万一 他在进去之前先释放了衣服上的静电 一切准备就绪 他顺着储油室的底下通道走去 眼前的景象让他倒吸一口气 四个巨大的储油罐 二百个立方的油量赫然出现在眼前 场景甚是壮观 以后开车都不需要为加油的问题发愁了 想想都过瘾 他把上面的输油管倒扭开 用塑料布和保鲜膜将输油管口包裹起来 避免泄漏 最后他才将这些能源收入一空间 此时他突然灵光一闪 意识到如果可以用挖掘机挖雪 只要找到对应的资源地 那全世界地下资源将会成为他的一座宝库 真是越想越开心 外边大雪依旧没有挺的意思 做完这一切 睡觉之前张义把自己搞到油的信息发到群里 顿时群里的邻居沸腾起来 这是不是以后就可以用上电了 张义微微一笑你们想多了 紧接着张义又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琪琪快到了 兄弟们想谈恋爱又不认识妹子怎么办 在默默上线就有人主动聊天 都是女追男 妹子的消息多得回不完 找对象太简单了 几个单身的男邻居不仅敢看 看看人家油大叔一包泡面就取上了媳妇 都暗自发誓要跟张义好好干 搞到泡面取上媳妇 张义这时才感觉时间已经不早了 夜晚行车赶路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今晚就只能在这里安营扎寨了 明天一早再出发 就去游大叔说的防卫营那里去看一看 与此同时 谢丽梅的孩子都发烧快两天了 她把周可儿叫了过来 看看有没有办法救救孩子 要是这样状况下去恐怕 谢丽梅眼中充满了祈祷与无奈 周可儿看了看几乎要空荡荡的医药包 叹了口气 张义此次出行虽然给我留了点食物 但是应急的药品 她是一点也没有留下来 此刻游大叔把上次张义送的药拿了过来 周医生 这里还剩了一点 要不先给娃娃用上 缓解一下 咱们的日子就会越来越好了 这个老女人自从把自己的宝贝孙子含在口中后 变态成了她的常态 常态成了她的变态 不但噶了谢丽梅 甚至还要噶了周可儿 原因竟然是 谢丽梅和游大叔送周可儿出门 谢丽梅一再说着感谢的话 在这种时候周可儿还能亲自送药上门 真是他们的大恩人 就在这时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尖叫着冲了出来 手持尖刀朝谢丽梅的孩子看去 我的孙子死了 你们的孩子也不能活着 谢丽梅出于本能 用身体挡住了扑过来的尖刀 此时大家才看清楚原来是消失很久的林大妈 谢丽梅被尖刀刺中 顿时血流不止倒在地上 孩子从她手中滑落 周可儿眼急手快地接过孩子 幸好没有伤到孩子 林大妈举着刀跟疯狗一样怒骂着 慢慢地靠近周可儿 你凭什么就谢丽梅的孩子 不救我的孙子 我的孙子都是被你们害死的 你们都该死 说着就像疯狗一样挥刀砍去 林可儿见状 把腿就往楼上跑去 林大妈不依不饶 举起尖刀 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追了过去 周可儿抱着孩子体力不支 一个不小心被林大妈抓住了一只脚 他举起手中的尖刀狠狠地说着 你没救活我的孙子 我要让你们给我孙子偿命 千钧一发时刻 只听见阿的一声 林大妈应声向后倒去 此时的尤大叔挡在了周可儿的前面 手里拿着林大妈的那把尖刀 尤大叔惊悚地看着刚才的一幕 还好周可儿和孩子没有事情 要是被这个疯婆子伤到 不知道该怎么跟张义交代 只是可怜了谢丽美 为了救孩子把命都搭进去了 此时林大妈倒在地上像疯狗一样 见谁骂谁 他愤怒地看着尤大叔 如果当初尤大叔去赶了陈正好 他的孙子林小虎就不会死 所以尤大叔也该死 他们都欠林小虎一条命 尤大叔慢慢地从楼上走下来 大声呵斥林大妈 是张义赶了陈正好 要是没他出手 整个楼的人还在遭殃 况且张义当时给你们孙子送过药 只是你不接受而已 林大妈震惊地看着周可儿 这不可能 当初就是张义不肯寄药给他 所以他的孙子才会活活感染而死 周可儿看着精神错乱的林大妈 一本正经地说着 张义当时亲自去送药 去的时候刚好看到你在煮东西吃 林大妈瞪大了眼睛 顿时受不了刺激倒在地上 你胡说八道 此时听到周可儿说的这番话 脑子里更加凌乱 此时两个邻居走了过来 他们平时没少受这个林大妈的歧压 站在一边冷眼旁观 真是丧尽天良对自己亲孙子下嘴 旁边的邻居附和 就是就是你对得起林小虎的父母吗 你这个林大妈坏事做尽 眼看就要隔屁 不如成全我们兄弟俩 我们勉为其难帮你一把如何 一个邻居点燃了手中的打火机 咱哥俩好多天都没吃到烤肉了 你看看他飙肥体壮 嘿嘿 不如 与此同时 张义睡眼朦胧地走出帐篷 打了一个哈气 深深懒腰 出发 今天的目的地是防卫影 看看有什么惊喜在等着我 张义外出搜刮了一堆物资 也没给邻居带口吃的 张义早起来根据有大叔的指示 拍着雪地摩托来到了军营 张义心念一动从一空间放出挖掘机 已经有了上次加油站的挖掘经验 这次动工自然是轻车熟入 张义挖了一回 就看到军营宿舍 想必这里离武器库不远了 于是就走了下去 张义打开手电筒走进去 里面空空如也 连个阿飘都没有看到 张义还在奇怪人都去了哪里 大雪封城来得如此突然 难道他们提前得到消息撤离了 他越想越觉得可怕 如果他们提前得到消息 转移了军队和物资 雪灾过后 这些人肯定会卷土重来 依靠军队和物资重新出来 恢复冰雪末世后的秩序 到时候势力冲突肯定避免不了 现在趁着寒冰末世 我还是早做准备为好 张义没看到武器库 于是回到挖掘机继续挖掘 轰隆隆的挖掘声音 在寂静的军营显得格外刺耳 就在此时一面厚重的墙壁 被张义挖出一个窟窿 没错这里就是军营的武器库 里面稀稀拉拉地摆放着几箱弹药武器 当然都是一些轻型装备 重型坎坷这些肯定已经提前转移了 不过就是剩下的这些武器 都能使张义看得心花怒放眼冒金光 看着一箱箱各种型号的子弹 还有军用狙击枪和手榴弹 张义心里想着 以后老子再也不用省着用子弹 他把这些装备统统收进一空间 整装带被骑上雪地摩托准备往家赶去 邻居们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的 等着张义带食物回来 看到张义两手空空的出现 顿时炸了锅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指责张义 张义你出去两天时间 就一点食物都没有找到吗 还是说自己找到了食物 偷偷藏起来了 外边那么多地方 你就不能多找找再回来 这要是一晚上不吃东西得多难受啊 张义音质一笑 说完了吗 是不是变你们脸了 还记得当初是谁救了你们的命吗 邻居们看到张义脸色不太好看 个个都表情凝重 张义转身就要离开 这才几天你们这群家伙就给我脸色看了 要是这样的话 那就一拍两散 从今往后你们自己解决吃饭的问题 此时小跟端卵强喊住了张义 张哥 大家伙没有别的意思 知道你的辛苦 外面环境恶劣不好寻找食物 下次你可以带上我一起去 真是人心不足舌吞向 刚吃了0.5顿饱饭的邻居 就想把张义给打了熬汤喝 张义告诉邻居今天没有找到食物 转身就要回去 邻居们各怀鬼胎 大家都觉得自己累死累活的替张义卖米 现在这家伙居然说没有找到食物 此时在人群中的鸾墙突然站了出来 手里藏了一把泥手 假惺惺的说道 张义你一个人出去找食物太吃力了 不然多带几个人去吧 你的那辆雪地摩托车坐三个人肯定没问题 大家一起找可以提高效率 此时大家一同用期望的眼神望向张义 如果能够出去寻找物资 他们当然心动 只要能出去 外面的东西还不是随便他们拿 其他人随机附和道 张义你要是需要帮忙的话 大家肯定付汤刀 张义微微眯起了眼睛 他只是掏出了手枪 砰的一声潮乱强射了过去 所有人吓得连连倒吐 张义一边开枪一边说道 你们也惦记上我的雪地摩托车了 看来是给你们的甜头太多了 忘了自己是谁 不杀几个人 你们是不会明白自己什么位置 其他邻居纷纷解释道 张义你别乱来 大家只是跟你商量没别的意思 他眼神冰冷 你们也被跟我商量 又连续开了好几枪 顿时四个人被他直接给干掉 剩下的几个人像狗一样的四处逃窜 此时现场只剩下了 游大叔和周可尔 一旁的周可尔赶紧询问 张义有没有受伤 张义伸了身懒腰 这些个小虾米还不足以让我受伤 说着往24楼走去 他边走边思考着 这些炮灰是时候找个时间清理一下 回到家的张义 慵懒地躺在沙发上询问周可尔 他不在的这段时间 有没有发生其他事情 周可尔思索了片刻 咱们楼的林大妈为了林小虎已经发疯 杀死了楼里的一个孩子的母亲 后来林大妈被几个男邻居给烧了 周可尔接着说道 还有一件事 就是九号楼管事的名叫陈凌玉 他有一些事情麻烦我给你搭线联系一下 说是有重要的事情协商 张义顿了顿 陈凌玉 他找我有什么好谈的 末日之下何为王法 有食物有武器就是王法 周可尔告诉张义九号楼的楼长陈凌玉 想跟他谈合作 张义不屑一顾的想着 现在他什么都不缺 这帮人拿什么跟他谈合作 简直是天方夜谈 周可尔附和道 那就直接回绝他算了 张义思考了一下 反正现在着急的不是我们 先调一下他们的胃口再说 根据周可尔掌握的信息 这个陈凌玉背景可不简单 他之前在天海市开了一家化妆品公司 做微商起家 年近40保养的十分得体 性格强势手腕过硬 当然最主要的是营销洗脑能力强大 在寒冰默示能坐到九号楼的楼长 而且伤亡不大 能力自然是不必多说 张义躺在沙发上 听着周可尔打探来的消息 若有所思的想着 这个女人能管理一栋楼 可见有两把刷子 周可尔试探的询问张义 既然这个女人这么厉害 那要不要跟他谈谈 就在此时张义的手机适时的响起 原来是九号楼的陈凌玉 和另一栋楼的李健 发起了好有深情 还没等张义开口 陈凌玉开门见山的 对张义说出了来意 他本意是想跟张义语音通话 这样更能发挥他的洗脑优势 但是被张义果断拒绝了 对于做微伤的女人 嘴巴就像是机关枪一样 给她的机会 就能滔滔不绝地聊上三天三夜 张义没那么多闲工夫搭理他 无奈陈凌玉只能打字 跟张义交涉合作一响 他一边打字一边提醒自己 张义凭借一己之力 嘎掉了整栋楼一半的邻居 不能大意 简单地介绍之后 他直接说明来意 你有雪地摩托 可以外出寻找物资 所以我们希望能同你合作 张义扫了一眼 轻蔑的一笑 合作讲究对等的条件交换 那你们可以提供给我什么 陈凌玉接着往下说道 我们可以提供人力 你应该知道 你现在是重视之地 你给我们提供食物 至少我们能保持中立 张义顿了顿 你想怎样 听你的语气是在命令我 要是我不答应的话 你们就要过来打了我 陈凌玉语气淡淡 目前这种情况通力合作 才是聪明人的选择 张义你是个聪明人 我相信你不会和我们为敌的 然后张义轻蔑地回复一句 你真是要饭都要的理直气壮啊 容我想想再点你答复吧 张义起身看着外面暴雪 如果我和整个小区的人为敌 虽然我现在拥有的物资 足够和他们玩消耗 如若整个小区团结在一起的 对付我的话 要是几千号人一起上 恐怕他们就要开始拆楼了 整个小区要和我张义作对 那么宁可我负天下人 也不会让天下人负我 张义站在窗前 看着外面依旧下个不停的大雪 他现在面临着两个选择 就是站或者河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对他能造成威胁的概率微乎其微 如果他不同意陈领域的要求 一直待在安全屋部出去 他们一点办法没有 但是转念一下 如果几千号人联合起来进攻他 那还是有点麻烦 此时张义的手机又适时的响起 原来是18号楼的楼长李健发来了信息 内容无外乎也是寻求可做 唯一不同的是 李健的语气要舒服多了 18楼在李健的管理下 实现了利益最大化 张义饶有兴趣的看着李健的信息 根据周可儿的情报 这个李健有两把刷子 在末日期间 他采用物资统一分配的方式 让绝大多数的人活到现在 目前也仅仅是做到了自保 但是仅凭自保 就想在末世中活下去 也是天方夜谭 随即张义告诉李健 他的提议可以考虑等他答复 张义看着剩下的楼长 想谈话的目的估计也大同小异 他懒得再搭理其他人 抱着周可儿 思考着接下来选择开战还是求和 张义抱着周可儿调侃着 全部嘎了这些人太浪费弹药 况且跟这些人也无冤无仇 更何况嘎到最后 自己也成了变态屠夫 得不偿失 周可儿战战兢兢地听着张义的碎碎面 心里一摆头小马跑过 还好当初自己英明 选择了跟随张义 此时张义画风一转 询问周可儿有没有两拳其美的办法 既可以不开战又可以摆脱他们 周可儿顿时有点受宠若惊 他紧张地说道 那就换一个小区生活算了 张义一顿 他耗尽心力打造的安全屋 就让他这么放弃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随后他让周可儿把一件防弹衣拆了 做了一件防弹裤 他要准备的万无一失的准备 此时张义往业主群里扔了一颗重挡消息 他告诉邻居们 有人要来抢脱食物 不把食物交出去 就要进攻我们的单元楼 邻居一听顿时炸了锅 所有人誓死要保卫粮食 绝不会把到手的粮食再交出去 张义幸灾乐祸地看着群消息 有事先让炮灰顶一顶 自己好有时间做打算 此时张义的手机叮咚一声 张义惊讶地看着 这特么又被拉进了一个新群 原来是整个小区的楼掌群 一共几十号人 张义心想着 看来这帮人已经商量好给他摊牌了 这些楼掌想弹劾我张义 那我就给你们来的情贼先情王 一锅端了你们这些楼掌 张义看着自己被拉进来的新群 看样子这些人要跟他摊牌了 大家你一嘴我一言地开始挑衅张义 大家都在忍饥挨饿 张义却过着比神仙还舒服的日子 想想就心里气不过 他们推出李健作为主谈判跟张义谈条件 李健也没有多余的废话 直接说了要张义共享资源 把雪地摩托车交出来供大家轮流使用 如果不答应他们的条件 整个29栋楼就会联合起来攻击他 张义看着他们提出的无理条件 顿时响义拨断了这些杂碎 转念一想他不能意气用事 张义绝不会让自己处于危险的环境中 张义想了想 敢跟老子踢条件 老子就先把你们这些带头的先杆 第二天一早 张义准备好所有火力 他打算借着和谈的秘密 将这些单元楼的老大骗出来 然后全部秃秃了他们 准备好一切他转身走出了安全屋 接下来就等着鱼上钩了 张义吩咐由大叔给大家分发食物 邻居们一天没有吃东西 此时看到张义送来的食物 顿时激动地冲了上去 像饿狗抢食一样大口地吃起来 他们实在太饿了 一边吃一边询问张义 是不是和谈之后 大家就不用打打杀杀了 张义看着这些炮灰满怀希望地说道 只要这次谈判成功 大家就可以回归到正常生活 不会再有流血争斗的时间 炮灰们激动地热泪盈眶 终于可以从这场末世中解剖出来 好像明天的光明就在眼前一样 大家士气高昂地 跟着张义打算站完最后一半岗 张义嘲讽地看着他们 只要这些炮灰都死干净了 一波又一波的人从雪地里冒出 本来说好的只是楼掌过来跟张义谈判 现在看完事情又有了新的变化 张义看着对面几栋楼来了这么多人 跟老子玩心眼是吧 于是在楼掌群里发话 让你们楼的人都给我滚原点 否则今天的谈判取消 此刻张义又打电话给由大叔 对面几栋楼来的人有点多 我手下的两个人恐怕镇不住他们 你过来帮下忙 然后张义慢慢地撤回炮灰邻居后面 张义举出巴雷特调整好设计角度 并且通知由大叔 放心后方有火力支援 放下一切顾虑不服就敢 各栋楼的楼掌带着邻居各自为战 而张义躲在自己炮灰邻居后面当起了老六 由大叔和张义的两个小弟 看着几栋楼的乌鸦鸦的人群 谈判是这个样子的吗 这分明是把我们约出来干掉的架势 冰雪末日张义为了保住自己的雪地摩托 竟然要把整个小区屠路带紧 整个25号楼被一群人黑鸦鸦地包围在一起 李承斌和由大叔几个人看到这么多人为上人 不经后背发凉 这要是真的打起来他们必死无疑 李承斌担心地看着由大叔 这么多人 这哪是谈判啊 分明就是来打我们的 由大叔强装镇定地说道 慌什么 他们的目标是张义 不是我们 就我们这几个人 还不够他们赛压缝的 紧接着人群中走出来了五个人 天河邦的皇天放抗郎邦的王强 还有李建陈灵玉和五号楼的张义年 几个人背后是上千人的大军 想着即将面对的是张义 顿时让他们有一种豪情万丈的感觉 对于今天的谈判 他们胜券在握 王强黑黑笑道 瞧见他们那些人了没有 光是看到咱们的人数都快要吓尿了 皇天放老脸上也绽放出得意的笑容 张义估计吓得已经去换裤子了 上千人对三十人 怎么打都是输 李建推了推眼镜 眼神中增多了几分自信 陈灵玉一脸高傲地说道 大家别愣着 我们进去和张义好好谈谈 把昨天敲定的事情通知他 让他接受就完了 皇天放扯着嗓子喊道 张义人呢 我们过来找他谈判了 游大叔看着眼前的场面 我们老大在上面等各位 只能你们五个人上去 其他人不行 安全起见所有人必须得搜身 听到游大叔的话 陈灵玉树起眉吗 我没听错吧 上去还要搜身 张义他几个意思 王强则一脸猙獰的哈哈大笑 张义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嚣张 游大叔也不多说废话 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打给了张义 张义听着游大叔的汇报 心里不屑一步 不打压一下 他们嚣张的气焰 看样子是不行了 得让这些家伙们知道 不是人多就一定好办事 他让游大叔带着自己人 往后退了失禁 王强等人还在纳闷 以为张义是不是害怕了 正当大家好奇时 张义对准黑压压的人群 吹了一声口哨 王强等人抬头去看事 张义取出一颗手雷 迅速拉开手环 猛地朝着远处的人堆里扔了过去 砰的一声 手雷精准地落在了人群中 人们还在纳闷 这是什么的时候 突然有个炮灰邻居反应过来 是手雷 但是为迟已晚 飞机轰的一声巨响 手雷在人群中爆炸了 手雷的威力 把雪地炸出来十几米的大坑 坑内都是炮灰邻居的残肢断 侥幸活下来的邻居 各个惊叹是手雷 张义竟然有手雷 就在这个时候 由大叔举起电话 里面传来张义的声音 别以为你们人多就了不起 张义摆出一副你来打我的德行 这几个楼掌虽然气得牙根痒痒 但又无可奈何 张义扔完手雷 顿时所有人吓得呆若目击 谁都想不通 张义哪里来的手雷 除了手雷 他还有什么重心武器 王强阴沉着脸 对着电话另一头的张义说道 张义我们是来谈判的 你这样做简直太过分了 张义嘲讽道 你们家谈判 带着上千号人过来 这就是你们的诚意吗 张义看了一眼手表 距离谈判剩下不到五分钟了 五分钟之后 如果还没有见到你们 咱们就不谈了 直接开打 所有人一听 顿时着急起来 真要打起来 他们捞不到半点听 连滚带爬的向十三楼跑去 张义站在十三楼 看着楼底下鸟兽状跑开的人群 毕竟手雷也就二十箱 还是得省着点用 他悠闲的等着王强和黄天放等人过来 过了几分钟后 几个人气喘吁吁的跑上来 张义看着眼前的几个人有些失望 他本来是想将所有楼长齐决 然后一网打尽 谁知只是来五个代表 那就只能实行第二套方案了 所有人落座后 李建仙抛出了之前商量好的方案 让张义给他们所有楼栋的人提供物资 他们提供劳动力 这样大家通力合作皆大欢喜 不然所有楼栋联合起来 进攻张义这栋单元楼 张义听到这里 懒得同他们废话 直接掏出手枪 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 五个人脸色大变 下意识的想逃走 王强哆哆嗦嗦的说道 张义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就算杀了我们也没用 整个小区的人不会放过你的 张义却淡淡你笑 你们紧张什么 我只是觉得这手枪碍事 拿出了亮亮 大家别紧张 我们坐下继续谈 张义笑咪咪的说道 首先你们提的要求我不可能同意 让我负责整个小区的物资 不管谁来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他挑了挑眉继续说道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食物 但是呢每栋楼只有十人份 这些食物分给你们 剩下的我不管你们自行决定 然后张义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这样每天要提供三百来人的物资 已经是我的最大能力了 话音刚落 陈凌玉一脸气愤 不行 你打开要饭的呢 就给我们十几个人的物资 根本不够 我们还有六七十个幸存者 让我们怎么分 张义竟然让这些炮灰邻居 在零下六七十度重力 自给自足 开什么国际玩笑 陈凌玉第一个提出了意见 他觉得一栋楼 世人份的物资太少 张义冷冷地看了一眼 随即说道 那就是说没得谈了 众人一听有些慌张的指责陈凌玉 那是他自己的想法代表不了大家 黄天放第一个站出来表态 他当然一板不愿意 他的人手被张义宰了一大半 现在嫡系人手也就七八个人 十人份的食物对他来说足够了 另一旁的张玉年一脸猛了 他觉得提供的食物少了点 但是也不是不能接受 关键是怎么回去跟楼里的邻居交代 张义幸灾乐祸地看着他们内部意见不统一 咔咔两声拉动了手里的武器 你们要是觉得不合适 咱们就直接干 李健赶紧缓和气氛地说道 你让我们考虑一下 先说说你后面的条件吧 张义把手枪抵在桌子上 轻轻地敲打着桌面 淡淡地说道 既然我们要可持续发展 光靠我一个人出去寻找物资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我们必须自给自足 开始劳作 说着他就从身后取出了一包玉米种子 丢到了几个人的面前 五个人看着眼前的玉米种子 顿时有些找不到呗 黄天放指责道 你没病吧 这么冷的天别说中粮食了 这种时候只能靠自己 他指了指外边 大雪下边刨开就是土地 只有自给自足才能更好的活下去 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每天组织人进行劳作 让我看到劳作的成果 我才会答应给你们提供物资 而且物资的质量也会得到保证 甚至将来还会提供滑子毛子和衣物乃至医疗用品 王强和黄天放一听到滑子两眼冒光 两人不可知心地询问张义能搞滑子吗 黄天放颤抖的嘴唇说道 老子都快半个月没抽滑子了 人都要疯掉了 张义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滑子 一人丢给他们一根 两人把滑子放到嘴里 深深吸了一口 白色的烟雾从鼻腔喷涌而出 二人的脸上都露出了飘飘欲鲜的表情 只要有滑子抽 啥条件都不是问题 一旁的李健看到这种状况 刚要出来制止 话还没说完 黄天放和王强满口答应了张义的条件 王强一边吞云吐 一边提出了条件 起码一天两包滑子 黄天放也随声附和 俺也一样 但是张义也勉强答应了他们一天只能一包 紧接着这两人屁颠屁颠的说道 一天一包也可以 让我们做什么都行 张义微微一笑 你们没有意义的话 那今天的谈判就这样了 在座的各位感觉如何 话音刚落 剩下的炮灰邻居内心真是万马奔腾 挨个问候了张义家的亲戚 张义仅仅通过这次谈判 就解决了末日之下各个楼对他的威胁 张义让他们种地的想法表达完之后 王强被张义给的滑子抽蒙得了 开始提张义喊话 都在这里愣着干嘛 咱们要的东西张义大哥不是都给了 就按照张义大哥说的执行 李健服了一下眼镜 这未免也太那个了吧 王强和黄天放听完 随即回复别娘们唧唧的 今天就这样吧 张义大哥给足了咱们面子 咱们不能不识抬举 此话一出 李健顿时无语 一包华子就把你两个猪头熏得找不到对了 在这里就开始起了内讧 王强和黄天放看其他人没有离开的意思 就接着替张义打抱不平 人家张义也有他的难处 不要欺人太甚 大家互相理解 只要我们五个人下了决定 其他人不敢不听 此刻站在窗前的张义有些不耐的 为我说你们会不会 话还没说完 因为张义看到楼下一大批邻居正吵着自己单元走了过来 于是张义举起手中的武器 大声呵斥 你们是不是在给我演戏 不会都提前安排好了 趁着谈判的时候搞偷袭吧 王强双手一摊 张义大哥您在说笑了 我们几个管事的都在这里 让他们来偷袭 那不是用我们身家性命开玩笑 张义呵呵一笑 说的没错 要是这样的话 你们回去之后 要好好地查下你们内部 什么 此刻李剑才反应过来 你是说楼下我们的人开始进攻了 张义双眸紧促 都给我老实点 不想打的就不要乱动 突然由大叔带着炮灰邻居冲了进来 几个楼掌一看大惊失色 转眼他们几个人就被张义的手下按在了眼上 这几个楼掌纷纷喊冤 张义大哥这一定是误会 别开枪 别开枪 都是自己人 与此同时张义才不管那些楼掌的碎碎面 直接掏出大居对准楼下冲上来的邻居 上堂瞄准一气呵成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说时时内事快 八倍镜已经瞄准了冲在最前面的几个人 只听见 避击狗 一箭双雕 两个人阴声倒地 其他人见状下的连爬带滚 还一边喊着快跑 张义又在甩居了 此时的张义手感刚刚上来 紧接着 避击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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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甩居 但无虚发 楼下的抛灰倒了一片 惨叫声瓷气比伏 屋里的几个楼掌下的尿不湿都湿透了 张义收回大居 怎么样 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意义 还用在考虑考虑吗 我同意 我同意 各个楼掌都纷纷举手没有意义 李健也无可奈何地举起手 俺也同意 张义微微一笑 这样不就和谐了吗 你们要通过劳作来换取物资 我会通知你们什么时候来领取 然后走到李健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可以回去了你们 一定要好好劳动哦 我会在楼上盯着你们的 别被我发现你们偷懒 否则后果很严重 张义略失手段 就让那些楼掌对他的威胁 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内部矛盾 五名楼掌从电梯出来之后 邻居们担忧地看着后边 生怕张义出什么差错 张义告诉邻居们 他已经顺服了五个楼掌 顿时李成斌两个人马屁拍起 刚才张义在楼上一顿射击 楼下的邻居看得清清楚楚 张义的每一次动作 都能刷新他们的底线 张义告诉他们 以后要为其他楼栋 每天提供三百份的食物 来换取和平 一群邻居听得目瞪口呆 这些食物对他们来说 可不是的小数目 所有人都不理解张义 为什么要答应这么苛刻的条件 张义不急不缓地解释道 不答应他们的要求 就要和整个小区上千号人打 他是无所谓 但是你们能顶得住吗 张义反问道 一群邻居面面相去 都没有脸再说话了 张义假装好心地说道 你们不用太担心 我会尽量去寻找食物的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让大家饿死 邻居们泪眼汪汪感动无比 大家一边痛哭流涕一边说道 张义真是太张义了 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这才是我们值得尊敬的好领袖 以后张义说啥就是啥 他的恩情我们这辈子也还不完 送走了邻居们 游大叔一脸不解地看着张义 他觉得今天的张义很奇怪 一点不像他之前的做事风格 张义看着一脸干大的游大叔 他当然知道游大叔在想什么 他低声向游大叔说道 现在这样做只是缓兵之计 他本意是想将其他十栋楼的楼掌 全部聚起 然后再一网打尽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 这次和谭只来了五个楼掌 游大叔听到这里 眼睛一亮 原来是这样 张义点了点头 你听懂吗 游大叔摇了摇头 虽然听不懂 但是感觉很有道理的样 张义心里面却直翻白眼 简单来说 就是先给他们食物 然后让他们分配布局 自己起内吼 这样以后他动手的时候 会省去不少事情 张义望着窗外被他击毙的炮灰邻居 并不是单单这些 我之所以谈判能赢 因为我有充足的物资做基础 光是和我比消耗 就能让他们坐以待毙 我除了物资丰富 还有足够的火力支持 根本不怕他们的任何威胁 反而倒是他们 已经是饥寒交迫 走投无路 他们怎么和我斗 张义看了一眼游大叔 和我斗 即便他们是世界拳击冠军 饿他三十天 在擂台上也会输给我 游大叔顿了顿 二三十天早就打了 张义挑了挑眉 是的 然后张义音质一笑 他们一群打了的人 拿什么来赢我 末日之下 小区再次恢复一片和平景象 但是暗地里有些人 还是打起了小算盘 张义对游大叔说着他的计谋 其实整个小区的楼长 也就李健和陈灵玉 能看出他的用意 但是那又怎么样了 他们当中的乌合之众 远远多于聪明人 他俩即使在聪明 也不能说服所有人 所以张义目前要做的 就是静观其变 游大叔挠了挠头 似乎觉得张义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他不明白这么冷的天 张义为什么要让他们种玉米 张义笑着告诉游大叔 让他们种玉米 只是单纯的激化他们的矛盾 同时消耗他们的体力吧 毕竟他们现在能付出的 也就只有不值钱的体力 临走的时候 张义嘱咐游大叔 今天对他说的这些事情 一定要保密 事实上 张义还有更多的事情 没有告诉游大叔 因为张义已经知道 25号楼有人私下里 勾结其他楼的人 他一定要把这个内鬼揪出来 张义回到住处 看到周可儿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坐着瑜伽 周可儿抬起头来看向张义 擦拭了一下被汗水打湿的额头 满脸欢喜 张义你回来了 此时的张义见到周可儿 最近几天的压力一股脑地抛到了身后 这几天因为谈判的事情 他精神高度集中完全放松不下来 他抱起周可儿一边走 一边告诉他接下来的计划 他让周可儿这几天都要乖乖的 过几天麻烦就会彻底消失 周可儿脸颊羞红 那我帮你消除压力吧 次日一大早 生活像是又回到了七点 各个楼洞派的一些人 到中央的广场上进行扫选 大家手里面拿着工具 脸上的笑容有些尴尬 这还是末世以来 大家第一次团结起来 不是为了抢物资 而是为了共同老族 大家彼此寒暄着 大家都认为现在辛苦点 以后就不用整天打打杀杀了 大家还能吃得饱穿的呢 真是越想越美 往后的日子也算有叛逅 殊不知这一切才只是刚刚开始 张义全副武装地走出来 隔壁单元楼的黄天放朝着张义挥手打紧招 张义 你一个人行不行啊 要是东西太多 一个人搞不定 我陪你去吧 张义哈哈大笑道 瞧你说的 你难道忘了我有雪地摩托 再多的东西也能拉回来 张义紧接着又说道 大家可不要懈怠哦 等搜索物资回来 还要检查你们的工作进度 听完张义的话 众邻居们使出了洪荒之力 只有努力干火 才能换来食物 与此同时王强看着张义 骑着雪地摩托出门的背部 地脸一挥那小子 到底把雪地摩托藏到哪里 整个小区我都找遍了都没发现 黄天放摸了摸下马 原来那个叫雪地摩托呀 我以为叫爬梨呢 上午炮灰邻居还在暴雪中 给张义开荒重点 下午张义就给他们 吃了带号紫药的食物 以恨西北 炮灰邻居在临走前 还感谢张义的大恩大德 张义离开小区后 首先去了一家寿衣店 他破窗进入药店后 就开始对着药柜进行翻找 他要送这些邻居们一份大米 一种无色无味 致死能力却非常强的药品 那就是浩子药 寿衣店的浩子药可是畅销品 张义看着满满一箱的浩子药 嘴角露出了一抹满意的笑容 这些邻居打得如一蒜盘啪啪响 张义也不是吃素的 不过下药的事情还不能不予着急 张义带上这些药品量长而去 接下来他要好好计划一番 找个合适的机会把这些人全部送走 那他就高准无忧了 天色傍晚的时候 张义开着雪地摩托车回到了小区 这些邻居在缺一小时的情况下劳作 肯定耗费了不少体力 如果他们发现在辛苦劳作了一天后 却发现承诺的食物没有到手 那该是怎样一种疯狂 张义一边想一边 扛着三大包食物走进了单元楼 邻居们看到张义带着这么多食物回来 顿时惊讶无比 要知道前几天张义还在诉苦 找不到更多食物 这些邻居心里充满了疑惑 他们怀疑是张义故意不让他们吃饱 所以每次出去才会带一点点食物回来 张义拿出手机 一边通知那些楼长派人过来领取食物 一边漫不经心的解释 我这次特地跑到远一点的地方找食物 越远的地方就越危险 以前我不想去那里 现在情况特殊不得不去找找看 有邻居附和道 张义太辛苦了 每天出去找食物 风险很大 如果车子抛锚了 那可就更糟糕了 此时各个楼洞派出一名代表来领取食物 张义看着这些人 来的人里面 没有一个是个洞楼的楼主 只是他们派来的手下 张义心中发出一声冷笑 这些楼长也不是傻子 害怕自己被张义一锅端了 张义给所有人分发完食物 他笑着对所有人说道 从今以后大家就不用老是那么紧张了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 所有邻居在拿到食物后都喜笑颜开的敌去 张义看着远去邻居的背影 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黄泉路上结伴了行吧 然后回到家中 周可儿已经把饭菜做好 还叮嘱张义辛苦了一天 洗个热水澡就来吃饭吧 张义在浴室用热水冲刷着今天的疲惫 这样的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 只要把那些碍眼的家伙缠组 我就在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重新开始 末日之下王法的缺世道德的沦丧 表面上团结一心的邻居 也开始走入张义精心设计的陷阱 王强的小弟拿着食物回到了丹元楼 王强二话不说 打开包装袋在里面翻来覆去的找 终于找了那包华子 张义果然没有失约说好的每天一包华子 这下老子可以好好享受一把 王强还没来得及高兴两秒 身后的小弟眼貌金光的也发现了他手里的滑子 大家直勾勾的看 强哥 给我一根滑子吧 我快不行了 求你了哥 我感觉我身上有蚂蚁在爬 我感觉我浑身都在痛 快不能呼吸了 求求你了哥 就再给我一根滑子 就给一根就行 我再也不碰了 王强瞅着手里的滑子虽然很不舍 但是众目睽睽之下他也不好吞 只能肉疼的拿出滑子 假装大度的发给大家 必和滑子一下子少去一半 王强看到心里直滴血 嘴上也不好说什么 没一会功夫 屋里所有人就开始飘飘欲鲜 终于半个月的饥渴暂时得到了缓解 王强拿起食物分发给大家 看到大家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王强才敢放心吃自己的那份 看样子张义没有在这批食物里下毒 王强狠狠地吸了一口滑子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下去也不错 有人给提供滑子还有吃的 还有一群炮灰替自己干苦力 想想接下来的日子都要美上天 而楼里的其他邻居还在傻傻地等着分食物 大家都满心欢喜地觉得以后好好劳动就会得到食物 次日一大早 张义起床洗漱的空隙就听到了外边的吵闹声 大家等了一夜 别说食物了连个鸡毛都没等到 所有的邻居都不干了 彤彤跑去找哥哥的楼掌质问 张义冷冷地笑了笑 看来结果比喻气想得来得早多了 坐在一旁的周可儿一脸懵圈地问张义 外边发生什么事情了 一大早就这么吵 张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张义吃完早饭收拾妥当准备出门 看到干活的邻居 明显大家一脸怨言 昨天干了一天的活没有分到吃的不说 今天还要饿肚子继续干 哥谁心里都不好受吧 临走前张义嘱咐游大叔 一定要注意安全 其他楼洞食物不够分 马上就要暴乱 千万别惹不上身 说完张义骑着雪地摩托出发去找食物 晚上张义继续带着几包食物回来 继续分发给各个楼洞 大家都对他感恩戴德地表示感谢 张义表面笑盈盈 嘘寒问哪 看我找的食物合不合大家胃口 但是心里想的确实 一群憨憨 这是断头犯丰盛给他 与此同时 各楼之间邻居因为物资分配的原因 矛盾愈演愈烈 纷争不断 为了一口食物你争我抢 大打出声 不惜伤害他人的性命 也要获取食物 张义没有浪费任何弹药 就铲除了365.5个炮灰邻居 各个楼洞的人群开始疯狂 因为没有拿到食物大打出声 张义笑着擦拭内喉 他知道内喉很开始 各个单元楼内 陆续传来喊杀的声音 声嘶力竭的吼叫 在楼道里面回响 张义静静地听着音乐板 今天晚上感觉 对他来说就愿有意 次日一大早 张义走出单元楼 眼前的一幕惨不忍睹 雪地上到处布满了鲜火 庭院的中央横七竖八地倒着几十具尸体 有些人死前缩成了一团 像是逼着从高楼上跳下来 没有被摔死 却冻死在了寒冷的冰雪之中 张义抬起头扫射着周围的单元楼 许多窗户上都看到凝固发黑的血迹 看来昨天晚上经历了一场残酷的战斗 25号楼的居民跟在张义后边大气都不敢出 他们此事无比的庆幸自己是跟着张义 否则现在躺在雪地里的就是躺 由大叔问张义 今天还用劳动吗 他淡淡地说道 如果你们以后想要有饭吃 就得干活 除非你们想跟他们一样 他指了指地上的尸体 众人心中一惊 不就是干活吗 能活着就行 最起码不用为了食物去拼命 一个个拿着工具卖力地去扫雪 由大叔看着眼前的惨像 除了自己单元楼的邻居之外 其他单元楼的人都没有出来 他寻思着要不要通知其他楼洞的人出来扫雪 张义淡淡地说道 他们现在没有时间扫雪 昨天晚上只是一个开始 除非他们能把食物分配的问题解决了 否则战斗是不会停息的 由大叔听了张义的话 瞬间觉得后背发凉 他小心地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办 张义骑上雪地摩托说道 让他们先慢慢杀吧 随后张义在小区群里发了一条信息 如果劳动还没有看到成果 那他就不能保证食物和滑紫的供应 于是第二天 张义出门的时候 又见到了大家集体出来劳动的热闹场面 只不过和前几天相闻 人数起码减少了三分之一 由大叔微微皱着眉头 他早不懂这些人没有分到食物 为什么不一起反抗争取活下去的机会呢 张义冷冷地笑了笑 怎么没有分到食物 他指着被抬走的尸体 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张义与众心肠地拍了拍油大叔的肩膀 鸟位失望 只因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选择不命 就在此时 张凌玉突然出现在张义的身后 张义稍等一下 我想和你重新谈谈合作可以吗 张义回头看了他一眼 就凭你 还能和我谈什么合作 真诚有可能击败末日之下的谎言 而真诚也可能是最大的谎言 你品 你细品 陈凌玉经过一夜的厮杀 跑过来找张义想寻求张义的保护 他信誓旦旦地说着 小区这样下去早晚会崩溃的 食物得不到有效分配 将来会有更多的流血时间 张义云淡风轻地看着他 如今的这个局面就是他一手吐成的 这就是他最想看到的结果 陈凌玉继续说道 我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小区 你来当国王 我来辅佐你 你觉得怎么样 张义假装很感兴趣地看着陈凌玉 陈凌玉气凉地说道 再这么下去 说不定哪一天我们也会死 张义一把抓住陈凌玉的肩膀 是你会死 不是我 无愧是做微伤的 你用这套话术骗了多少人 想让我保护你就直说 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好像我占了你多大便宜啊 我张义没有你们一样活得好好的 以后莫来烦老子 老子对你的合作不敢吗 他不想继续和这个搞传销的女人呆成 说着一把推开了陈凌玉 陈凌玉看着张义离去的背影 绝望地恳求张义在考虑起 而此时另一边的李健 正在井然有序地分工协作 他带领自己单元楼的邻居 一起出来谈许 张义看到这一幕心中大为触动 李健看到张义也颇为惊讶 张义好奇地问李健是怎么做到的 李健被问得有点懵 张义继续说道 其他单元楼因为食物分配问题 已经厮杀得很惨烈了 但是你的单元楼里却没有发生这种事 你是用什么方法隐瞒了消息吗 李健骄傲地说道 我从一开始就没有隐瞒消息 而是把谈判结果告诉了大家 无论食物多少依旧宫廷分配 张义看好戏的笑容 简直是愚蠢至极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全员一起陪葬 张义懒得再理会他转身就走 李健慌了 喊住张义 能不能帮一帮他们 张义冷漠地说道 以你的能力 完全可以拉拢一批人 最有希望在这幕手活下去 可是你又当又立 什么都想要 典型的圣物 你们是死活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说着张义转头就走 李健绝望地处在原地 此时黄天放和王强正好路过 虚情假意地寒暄 张哥 今天怎么还没出门寻找食物 张义随意地附和了一句 一会就去 多给你们兄弟二人 搜集一些华子和毛子 王强竖起大母哥 不愧是我张哥 够张义之前多有得罪 以后有用到兄弟的时候 尽管孙子 一旁的黄天放也添了起来 对对对是是是 张哥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此时李健叹了口气 心中感到惋惜 真是沃龙凤楚 张义都把你们卖了 还在替他数钱 张义勾肩搭背 哄着两个憨批 嘴上说着称兄道弟 可是背地里犹如死神 一般要收割他俩的人 张义终究还是对这些炮灰邻居下了手 铲除一切对自己的威胁 一不做二不休 给他们的食物里下了能量 张义照就每天给各个楼栋 提供食人份食物 与此同时 其他楼长听说张义可以搞得华子 顿时有些激动 他们找张义质问他 凭什么黄天放和王强有华子 我们却没有 张义咱们都是邻居 你可不能厚此薄笔啊 张义心中冷笑 一帮嘎嘎竟然得寸进尺 得给我提要求 想要华子没问题 从明天开始给各位楼长一人一包华子 楼长的要求得到满足都陆续散去 此时张义身旁的李成斌看不下去 他恨恨地说道 这些人真是不知好歹 给他们饭吃已经是天大的恩仇 现在反过来还提要求 张义转身笑了笑 正在发愁没机会下手 现在送上门的机会怎么能错误 他们说的对 我不能厚此薄笔啊 李成斌两人愣愣地站在原地 他们搞不懂一项冷漠的张义怎么突然变了 同时心里又极度的不平衡 自己累死累活地勉强混口饭吃 那群人凭什么可以信华子 张义回到家中 思考着这几天内耗伤亡差不多嘎了几百人了 连续几天给他们提供食物 今天居然还敢提要求 看来是时候动手了 那就明天做个了断 已决后患 第二天张义起了个大早 跑去蛋糕店拿到了很多丰盛的食物 张义一边拿一边想着 送这帮炮灰上路当然要吃丰盛一点 食物跟滑子都要最好的 保证让你们舒舒服服地上路 说着张义戴上防毒面具 朝食物上一补脑袋就撒上了老鼠药 吃完这些不死也得惨 张义做完这些总感觉心里不踏实 整个过程出奇地顺利 事出反常必有妖 现在内鬼还没抓到 他不能让自己有一丝的失误 随后张义掐断滑子 想那么多做什么 武器和安全屋是他最有力的保障 即使中间出现纰漏 他们也奈合不了我 说干就干 不管这个内鬼搞出什么花样 对张义来说都毫无意义 张义刚到小区 由大叔和两个小弟就迎了过来 张义吩咐他们在这里静观其变 然后自己打电话通知 其他楼的过来拿下含有猛料的食物 没过一会儿 其他楼的炮灰邻居就排队走了过来 张义表面上笑盈盈 嘴上喊着人人有份快过来拿 心里却想着 赶紧都把这些带猛料的食物吃了 眼一闭腿一灯 我的计划就成功 就为了两根滑子 相处融洽的邻居大打出手 甚至有人屠杀了整个小区的住 张义从超市带着下了料的食物回来 各楼的代表排队把属于自己的东西拿走 分发到21栋楼时 张义一边喊到一边弯腰捡起一袋食物 正当他专心分配食物时 耳边突然响起一声大喝动手 张义惊惧地向后看去 下意识地就要闪避 就在这时 身旁的游大叔猛地挡在张义前面 只听见砰砰砰三声 游大叔音声倒地 张义一把抱住倒下的游大叔 心中的怒火上升到极限 此时张义顾不得悲伤 他抬起头 目光所及 一群面目猙獰的人朝他冲了过来 在这些人群中 他看到黄天放掏出了砍刀 还有两侧的李承冰和江磊也已被王强收买 他们目光冰凉 朝张义挥舞着武器 这些人串通一气想要干掉他 此时张义的目光逐渐变得可怕起来 一把黑色的冲锋步枪突兀地出现在张义手里 还在朝着张义冲松的众人 脸上的表情从争鸣转化为错误 他们没有看明白这把枪是从哪来的 张义心中此时压抑了滔天的怒 见到人就直接扫射 杀红眼的张义一顿吐吐吐 在他眼里这些人都是死人 眼前的人一排排的倒下 所有人吓得掉头往回跑 还没跑出去多远 就被打成了筛子 正如张义之前所说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阴谋诡计都毫无意义 一旦夹子弹很快就打完了 张义来不及换蛋 直接就把冲冲枪扔到地上 然后双手从腰间拔出了两把锦用水枪 看着没有跑远黄天放王强和陈凌玉 此时他们一脸惊恐 张义抬起双手就是两枪 黄天放和王强就一命呜呼了 已经吓得不知所措的陈凌玉已经瘫坐在地上 张义我和他们不是同 不关我的事啊 求求你不要杀我 此时的陈凌玉已经吓得跪在地上 眼泪一把鼻涕一把 张义冷冰冰地看着他 没有半点联系 一声枪想带走了他的生命 呵呵 真是对不起 老子不是圣母 也不可能放火归山 此时雪地上已经失衡便宜 张义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突然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张义猛然回头 是尤大叔发出的声音 于是张义连忙低下身 查看尤大叔的身体情况 此时的尤大叔虽然身中竖枪 但是还有微弱的呼吸 星机宝妈终于住进了 张义八百万打造的安全屋 不但随意吃喝 甚至还有更过分的要求 张义上前查看尤大叔的情况 急忙从一空间取出一针腎上腺素 朝着尤大叔的心口扎了下去 两个幸存下来的邻居 胆战心惊地站在那里 被张义吼过来帮忙 他们小心翼翼地 抬着尤大叔爬上二十五楼 生怕有个闪失激怒张义 连带自己给尤大叔去陪葬 此时尤大叔的拼头 抱着孩子哭唧唧地跑过来 看到尤大叔奄奄一息的样子 他马上意识到 完蛋了 好不容易找得长期饭票 眼看就要歇菜 赶紧趁现在好好表现一把 趁着尤大叔还没有挂掉 抱住张义这个大怼 拼头抱着孩子一秒入戏 尤大哥你要是走了 让我们孤儿寡母的怎么回啊 不如让我一起陪你走算 你逞能帮人挡子弹 你抛下我们娘俩真是狠心啊 张义在一旁听得头大 这个心惊女可真会演戏 看着是在伤心难过 实则是在指责张义 张义心里不耐烦地想着 我擦 要不是看在尤大叔还活着 老子早就嘎了你这个心惊女 此时心惊宝妈看着张义问道 张义我老公不会有事吧 张义假装安慰地说的 放心吧 周可儿是大医院的主治医生 刘大叔的伤 他一定会尽全力救治的 心惊女没有听到想要的答案 他想要张义表个态 刘大叔要是不在了 张义就应该负责 他们母女俩的吃喝拉撒 可张义不是傻子 他一早就看穿了 心惊宝妈的动机 此时心惊女一把 将怀里的孩子递给了张义 我老公要是死了 我也不活了 请你帮我照看好孩子 张义猛了地站在原地 心中一万匹小马跑 刘大叔还没死呢 就这么着急开始安排后事了 你也太操之过急了 心惊女顿时哭唧唧地说道 我肯定希望我老公好好的 我这不是害怕万一吗 张义没有再理会 他转身上楼查看刘大叔的情况 心惊女看着张义的背影想着 既然那个憨憨帮你挡了枪 我们娘俩的后半辈子就给你负责 此时众人将由大叔 放在了张义的家门口 他们的任务完成了 张义让所有人先回去休息 心惊女一看想赶她走 门都没有 一把握住游大叔的手 哭唧唧地说游大叔此时最需要她 说什么都不肯离去 心惊女知道这是她唯一能进入安全屋的机会 张义为了游大叔的生命着想 无奈地把自己的打开 也就是在那一瞬间 心惊女感到幸福无比 因为自打末世以来 她连做梦都想在张义家里住下 张义和周可儿连忙将由大叔抬进屋里准备手术 此时的心惊女 却毫不关心由大叔的身体安慰 闭脸享受的样子 温暖舒适的房间新鲜的食物 以后我都可以慢慢享受 心惊女心里简直乐开了花 自顾自地就去厨房喝了张义82年的渴 张义和周可儿对这波操作 也是大无语 真不拿自己当外人 自己喝满足的心惊女 转身就问张义 你们家有孩子吃的奶粉吗 此话一出 张义顿时火爆三丈 真是一个甜不知识的心惊宝妈 这个心惊女竟然用濒临死亡的老公当筹码 想尽一切手段 要留在这个八百万的安全屋 张义愤怒地看着心惊女 此时的心惊女走进张义的安全屋 哪里还顾得上游大叔的死活 他顶着一张大脸管张义要奶粉 反正他下辈子赖上张义了 张义脸色很臭 但此时也不好发作 他冷漠地看着心惊女 快点过来帮忙 再比比刀刀老子直接把你赶出去 张义在另一个房间一顿操作 将设备机房临时改装成了手术室 他从一空间刷地变出了一张手术床 心惊女看到这一切 惊得目瞪口呆 张义你刚刚是怎么做到的 你在变戏法吗 张义懒得搭理他 自顾自地将游大叔抬到了手术床上 他对周可尔说道 要尽全力救治游大叔 需要什么设备和药品尽管提 周可尔减去游大叔的上衣 开始检查他的身体 他皱着眉头看着伤情 情况比他想的还要严重 以他们现在的医疗条件 游大叔恐怕没救了 说到这里 心惊女又开始了他的表演 老公啊 你要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啊 说着好好大哭起来 张义此时的心理已经很乱了 被心惊女这样一哭 更是烦上加烦 转头对心惊女吼道 你特么跟老子闭嘴 游大叔还没死呢 你就在这哭丧 影响了手术 老子送你去给游大叔陪葬 心惊女听到这里赶紧擦干眼泪 对张义说道 我也不会治病救人 我还是去客厅待着吧 他才懒得在这里守着一个快死的人 外边客厅有食物还有热水 光是想到这些心理就美美的 他好不容易才进到安全屋 一定不能亏待了自己 说着抱着孩子就要往外走去 此时张义拦住了他的去路 心惊女就是心惊女 这种情况下连演戏都懒得演了 张义冷冷地看着他 这台手术关系到你老公的性命 你必须留在这里 哪怕你什么都不会 留在这里就是对游大叔最好的鼓励 心惊女此时有一万个不愿意 刚要反驳张义 张义却掏出了武器 他吓得把剩下要说的话生生咽了回去 接下来的事情 张义还要去收拾那帮剩下的臭鱼烂侠 侥幸逃生的邻居看到张义带着武器出来 吓得解释道 这次的暗杀跟他们没有关系 他们一点都不知情 张义也不多废话 有些人被信弃 害得由大叔受伤 我知道你们是最忠诚的 但是背叛我的那些人必须要付出代价 今天晚上我要对他们发起总工 听完张义的话 顿时炮灰邻居傻了眼 今晚就要对其他楼的火口发起反攻 两个女炮灰邻居互相对视了墙 就凭我们剩下的这些老弱俘虏 还要反攻 其他炮灰也随机复合 是啊是啊 就凭我们怎么可能 难不成你张义还有什么底牌 此时张义指了指不远处的燃料桶和冷冰器 其他事情你们不用担心 我来对付楼里的人 你们负责在楼下警戒 只要楼上有人跳窗逃跑 你们就用这些给我补刀 害我兄弟者 不能留下火口 给经常搭人的臭宝提个问题 如何最短时间图完一栋楼 这个男人给出了一个标准答案 张义带人连夜包围了21号 楼里人战战兢兢的看着外边的情况 这下彻底玩犊子 他们开始后悔不该招惹张义这个大魔王 胆小的邻居缩在楼道里祈祷上帝不要被发现 炕狼帮几个小弟此时心里也在干颤 但还是打起精神鼓舞大家 大家不用怕 都给老子抄起家伙 这是咱们的地盘 张义赶进来 就让他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此时的张义指挥大家把守各个出口 严防有人跳窗逃跑 他要一个不留一网打尽 做完这些张义一个人走进了21号 其他人也猜不透张义到底想做什么 凭他一人之力干掉一栋楼的人 还是有点难以置信 不过炮灰们也不想管这么多 只要不是让自己去送死 张义的死活跟他们也无关系 张义来到一楼大厅 瞬间从一空间取出之前准备好的木材燃料 为了能加速燃烧这些木材 张义从一空间取出几桶汽油倒了上去 而21楼里的邻居还处在一脸懵的状态 他们还在等着张义冲进楼层将他一枪干掉 张义将整个一楼用汽油作为引线 一切准备就绪后 张义打着了火机 看了看整栋大楼 这么冷的天 我张义给你送点温暖 到了樱桃地府记得谢谢我 说完将火机扔了出去 顿时身后轰的一声 火光四射 整个大楼犹如火龙一般开始蔓延起来 张义淡定地走出一层大厅 对着手下的卡拉米说道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凡是有人跳窗逃跑的一个不留 而此时张义身后的大楼开始冒起滚滚浓烟 楼里的抗廊帮还在等着张义发起进攻 谁知等来的却是无比刺鼻的黑色浓烟 张义这个小人 手里有枪还这么怂 快点把窗打开 把浓烟散出去 抗廊帮在楼里乱作一团 此时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逃出大楼 再晚一点可能不是被烧死 而是被浓烟熏死 而张义手持步枪站在大楼外 他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可以 剩下的交给时间 此时的大楼被熊熊大火吞噬 根本没有逃命的可能 楼里传来毛骨悚然的惨叫声和不断的咳嗽声 很快便有人受不了 来了一个自由落体 巴唧一声 一命呜呼 在楼下等着捕刀的邻居看到此情刺激 不禁感叹 张义真是个狠人 这个方法真是一个活口都不留 没过一会哀嚎声瓷起鼻子 21栋的炮灰邻居受不了炽热的火焰 还有浓烟带来的窒息感 开始大批大批的往楼下跳 楼层较低的邻居跳下来并未摔死 一脸哀求的向他人求救 可是刚出狼窝 又入虎口 被张义安排好捕刀的邻居 此时已经举起手中的武器 一脸英智 我来送你一程吧 扑刺一下 手起刀落 就给这个从火灾幸存下来的遇难者捕了一刀 站在他身后的两个男邻居顿时都看望了 刚才还在张义面前娇滴滴的女邻居 这动起手来比我们男的都很 你跑 我追 你插翅南飞 一场狩猎正在张义面前上演着 连手无腹肌之力的女邻居都变得嗜血 男邻居看着眼前娇滴滴的女邻居 顿时有些惊讶 你真行啊 李云平时杀之机都害怕的发动 现在嘎个人眼睛都不带眨一下 李云被说的有些不好意思 大家都这么慢 我也不能拖大家后腿 此时冬的一声又有人从楼上掉了下来 李云就像见到宝贝一样兴奋 这个人归我了 谁都别跟我抢 说起上前手起刀落 地上的白雪被染成了红色 张义看着眼前的大火 火光冲天让他想起小时候王府的场景 这样的大火要是能多来几次就好了 其他楼洞的邻居看着熊熊燃烧的大火 犹如热锅上的麻烟 他们都在担心张义一怒之下 把所有楼洞都点了 此时的天河帮还在愤愤地想着 大不了一令换一令 咱们跟张义拼了 可炮灰们认为跟张义拼命 就是自寻死路 王强计划了那么久 最后被张义打成了筛子 他们拿什么跟张义拼命 其他人则是抱着侥幸的心理 暗杀张义他们没有参与 张义应该冤有头债有主 他没有理由赶尽杀绝 而此时的张义杀红了眼 嘎完一栋楼不解气 带着卡拉米去了26号楼 26号楼上的邻居看到张义一群人朝这边走来 顿时慌了 连忙喊话 张义黄天放已经死了 这件事跟我们没关系 你可别错杀好人 张义听到好人两个字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也配称好人 但我是白痴吗 你们这栋楼的人能活到现在 每个人手里至少五条人命 你们是不是好人关我屁事 反正老子今天大开杀戒 废话不多说直接送你去西天 瞬间26号楼被熊熊大火吞噬其中 而此时其他楼洞的邻居看到张义一连烧了五栋楼 顿时不淡定了 张义一晚上都在不停地烧楼嘎人 这一轮结束之后 他拿起大喇叭开始喊话剩下的邻居 大家放心 我张义有仇报仇不会伤及无辜 没有参与暗杀的楼洞大可把心放在肚里 邻居们顿时又看到了希望 张义是好人 他本来就是恩怨分明嘛 是黄天放那帮人太过分了 嘎了他们也活该 我们是无辜的 忙活了一晚上 张义让大家回去稍作休息 跟在张义身边的两个卡拉米 却舍不得这温暖的大火 这两个炮灰自顾自的烤着火 嘴里还继续念叨着 家里哪有这里温暖 张义也没在理会他们 这两个炮灰邻居抬起嘎吊的邻居 扔进火堆中 加点柴让火更旺一点 与此同时 张义来到背叛他的两个炮灰邻居的身边 张义一直有个疑惑 这两个炮灰邻居张义对他们不保 为什么要背叛自己 做其他楼的内建 张义俯下身从一个炮灰邻居身上搜出手机 难道有更大的诱惑让他们反水 于是张义打开手机的聊天记录 呵呵一笑 原来如此 周可儿千辛万苦救活了游大叔 张义对游大叔的病情和周可儿进行了深度交流 游大叔有可能就是下一位异能者 张义回到住处 周可儿刚刚结束对游大叔的治疗 看样子像是度过了危险期 周可儿的医术真不是盖的 此时一旁的辛金女凑上钱 可怜兮兮地询问张义 能不能给他喝宝宝找点事的 因为他们已经饿了一天了 张义看着这个女人 眼里满是嘲讽 如果不是不及游大叔 他早就把这个女人丢出去了 张义懒得同他废话 大手一挥 一桶泡面就出现在辛金女面前 张义根本就不在乎 让辛金女知道她的秘密 因为对她来说死人是不会羡慕的 辛金女看到这一目金的目瞪口袋 这已经是她第二次看到 张义像变戏法一样 变出想要的东西 辛金女此时不满足地说道 除了泡面就没有别的食物吗 既然你能变出食物 那不如再变一些美食出来吧 张义顿时火大起来 给你吃的都是看游大叔的面子 再挑三拣四泡面都没得吃 不想吃可以现在就离开 辛金女知道此时不能惹怒张义 马上娇滴滴地说道 没有就没有吗 我也只是问问 泡面也不错 张义跟周可尔离开房间 周可尔站了一天 立马摊在了床上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他对张义说道 家里多了这么一位难搞的小姐姐 以后有的你瘦了 张义乱不经心地帮周可尔按摩着 他心里早已计划好了下一步 怎样把这个辛金女请出安全屋 张义此时询问周可尔 游大叔的伤势到底能不能治好 说到这里 周可尔也一脸神奇地看着张义 他自己都解释不清楚尤大叔的身体状况 本来以他的经验来说 尤大叔受了这么重的伤 再加上医疗条件也不具备 尤大叔必死无疑了 可是他的身体却恢复得异常好 而且恢复得还极为神速 张义听到这里有些震惊 他知道伽马射线导致了很多人的身体变异 从而产生一些特殊的异能 尤大叔的情况和张义的情况简直一模一样 很有可能尤大叔觉醒了某种异能 张义摸了摸下巴 难道觉醒异能的条件是濒临死亡 那要是没有自我修复的条件 岂不是就直接打了 张义随即又想到了尤大叔 如果这一世尤大叔不和我在一起 想必也是必死无疑的 张义拍了一下周可尔的肩膀 在不影响尤大叔身体的情况下 从今天开始你要给尤大叔 注射一定的镇定剂 防止他不受控制 周可尔疑惑地看着张义 尤大叔是不是和你一样有了意吗 张义点了点头 随后张义说出了心中的不安 尤大叔现在的情况还是不太清楚 万一他醒来变成了绿巨人什么的 就把我这个安全屋给开了 这个白莲花方雨晴不作就浑身难受 把自己变成公交车 才换取炮灰邻居的反水去出卖张义 张义跟周可尔回到卧室 周可尔担心地问道 把尤大叔交给心经女他不放心 毕竟心经女眼里只有自己和孩子 他哪里顾得上尤大叔的死活 张义安慰道 心经女不是傻子 这种时候他知道轻重 他现在还要依靠尤大叔住在安全屋 如果尤大叔出事 他会第一个被赶出去 心经女即使在不情愿照顾尤大叔 也要不希望尤大叔现在有事 忙完这些事情 张义开始清醒内奸 他之前不明白自己对江磊和王又斌还不错 为什么最后两个人会背叛自己 直到看到两人的手机信息才明白 原来是白莲花方雨晴在搞怪 他一直以为白莲花早就已经见上帝了 没想到活到现在 背后还在给他搞小动作 既然活腻了 那就让我来送你一程 张义穿着防弹衣带着防护盾来到十一层 这里是白莲花方雨晴的住所 砸开了门锁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去 此时方雨晴疯了一样拿刀砍了过来 一边砍一边骂道 张义你去死吧 张义把防暴盾挡在身前 派刀被震得飞起 方雨晴被巨大的反作用力也震倒在地 张义嘴角露出了轻烈微笑 好久不见了呀方雨晴 此时的方雨晴人不忍鬼不鬼 整个房间里都地板上全都是骨头 在房间的一角 还有啃了一半的闺蜜 方雨晴发出绝望吼叫 张义你为什么没有死 那群废物连你一个人都杀不了 他们死有余辜 张义讥讽地笑着 蠢女人 我没时间跟你那么多废话 就你这种脑子还敢跟我动 嘎你都嫌脏了我的手 说着张义举起了手中跳跪 直接将方雨晴干翻在地上 方雨晴疼的脸色扭曲 张义一把抓起她的头发 拽着往窗边走去 白莲花此时心里慌了 她明白张义要做什么 张义要把她从十一楼扔下去 此时白莲花害怕的嘴开始打颤 她痛哭流涕地求张义 让张义放过自己 只要张义放了她 让她做什么都愿意 张义才不管什么狗叫 揪住白莲花的头发拽到了窗外 你有今天都是自己做的怪不得别人 张义手一松 下辈子做的好人吧 白莲花万念俱灰 来了一个自由落体 砰的一声 结结实实地砸在雪地里 变成了一个冰雕 此时的张义微微一笑 你的白莲花就这样把你送走 真是太便宜你了 次日一早 张义和周可儿来观察刘大叔的情况 经过周可儿的检查 刘大叔的身体恢复非常的好 身体的自我修复也是一般人的十几倍 对不起 徐浩开始装起了C和A之间的字母 甚至都把江南首富 王思明的庇护所的消息透露给张义 只为当张义的马仔 张义告诉周可儿一定要照顾好刘大叔 刘大叔的身体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异 变异后的刘大叔不知道 会不会对他们造成威胁 此时新精女又在叨叨张义 让张义去自己的住处 把充电器和宝宝的尿布湿拿过来 张义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游大叔 忍住心里的怒骨 笑嘻嘻地对新精女说道 等自己处理完外边的事情 会帮她解决这些问题的 关上门之后 张义的脸色变得阴狠起来 我擦 这个新精女真是越来越得寸进尺了 找机会该把这个麻烦解决一下 张义走到外边 看着这些天的清脚 现在剩下的这些人 对自己已经没有多大的威胁了 其他的事情就等以后慢慢再收拾 此时人群中一个战战兢兢的人 跑过来找张义谈合作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合作 许昊献媚地说道 张大哥别误会 我是有很重要的情报向你汇报 张义好笑地看着他 整个小区都已经被他摆平了 现在哪里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许昊赶紧说道 张大哥你应该知道江南首富之子王思明吧 他前几年花了几个印 打造了一间末日庇护所 我知道他那座庇护所的地理 他把张义请到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里说道 那座庇护所就在咱们市的云雀庄园 张义笑呵呵地看着许昊 你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又能怎样 许昊信誓旦旦地说道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 就是希望能够追随你 只要你让我做你的小弟 我们一起把那个庇护所拿下 张义一听顿时乐了 你特么得把老子当白痴吗 王思明花重金打造的庇护所 哪能那么轻易地拿下 感情你是想让老子跟你去当炮灰 许昊挑了挑眉 其实王思明之前就知道你的事了 还特意地联系过我 张义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是吗 随即脸色一遍目露凶光 是不是王思明提出来 让你把我吸引过去 然后再找机会抢走我的雪地摩托和物资 许昊连忙摆手 我当时就没答应他的要求 给我添大的胆子 也不敢动你张义的念头 张义英智一笑 你要怎么担保不是陷阱 说不出来的话 老子现在就开枪崩了你 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许昊竟然用江南首富王思明的 上翼安全屋秘密来威胁张义 张义用武器指着许昊的头威胁他 你压得要是敢骗我 老子现在就嘎了你 许昊吓得腿都在打颤 张哥别杀我别杀我 我说的都是事实啊 张义扣动扳机 砰的一声将子弹打了出去 许昊吓得摊在地上 地面出现一滩水渍 大口的喘着粗气 他一想到刚刚要不是张义手下留情 自己这回就已经去见阎王 他紧张地看着张义 希望张义能相信他一次 张义不紧不慢地收起武器 对许昊说道 你给我一个相信你的理由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联合那位王公子一起害我 许昊连忙解释道 张哥你大可放心 我早就看王思明不顺眼了 之前只是碍于他老爹的面子 我们家还要仰仗王思明家的帮助 在王思明眼里 我就是他的一条狗 忽之则来挥之则去 甚至还要献出自己的女人讨的欢心 就是因为他 我才成了天海市上流社会的笑柄 我早受够了这种窝囊气 早晚有一天我要亲手把他弄死 张义看着许昊愤愤不平的样子说道 要是我同意跟你合作 你打算怎么实施你的计划 许昊一看有戏立马来的精神 咱们可以利用我跟王思明的关系 假装把你骗过去 然后让他开门 凭张哥的本事干掉他岂不是轻而易举 张义看着他 你当老子缺心眼吗 王思明花了几个亿的庇护所 里面肯定设置了很多安保和机关 我不知道这些吗 过去了就是直接送死 许昊继续说道 他里面的安防布置我都知道 但是在我告诉你这些之前 你得答应让我做你的小跟班 不然你就算打死我都不会说 许昊心里明白 这个小区的人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 张义接下肯定要对剩下的人进行清算 他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通过这条情报 换取他的一线生机 这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张义看着跪在地上的许昊笑了笑 你的确是有些小聪明 让我答应你的条件也不难 但是我的规矩你必须得遵守 许昊连连点头 张哥你放心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张义顿了顿 首先 你必须把那个王公子的安全屋里面的情况 一五一十的给我说明白 尤其是防卫措施和火力情况 许昊拍了拍胸脱 大哥请放心我了如指掌 再一点 张义微微一笑 你帮我嘎个人 许昊连忙答应 好说我可以为大哥六亲不认 不过张哥想要嘎人还用我 张义嘴角上扬了一下 这个人我不太方便动手 你等我消息 至于最后的条件 我想好了再给你说 随后二人变个回个家 张义在门口停了一下 许昊 你先上楼 我回家取个物品给你 张义为了让富二代许昊死心塌地的跟着他 竟然给他注射了一针我爱一路格 张义回到24楼住主 他要拿一件东西送给许昊 许昊看到张义拿出来的手提箱 顿时心中明了 他一早就猜测张义身份不简单 他枪法如神杀人不眨眼 肯定是退役的兵王或者职业杀手 看到张义拿出的箱子 更加肯定了他的猜测 他心中暗想 以后要好好抱住张义这条大头 跟他混肯定吃香的喝辣的 许昊还没有开心两秒钟 张义拿出一管注射器 里面的蓝色液体格外显艳 许昊顿时惊了 张哥这是要干什么 有话好好说呀 张义看着蓝色的液体笑道 这是一管慢性毒药 注射后一周才会发作 没有解药必死无疑 在我们合作期间 为了以防万一 等我们联手拿下王思明的住所后 我就会给你解药 听完许昊摊在地上 张哥我对你的忠诚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许昊对你绝无二心 他试图阻止张义靠近自己 张义懒得听他废话 一把扣住他的胳膊 将许昊按在地上 许昊发出杀猪一般的惨叫 不等许昊再废话 张义一管毒药扎下去 看着趴在地上 奄奄一息的许昊说道 现在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你要乖乖听话 我也是为了咱们的计划着想 你要是敢联合王思明坑我 老子死了你肯定也活不了 许昊听得一愣一愣的 脸上一个劲的直冒冷暗 说完这些 张义让许昊先回去 剩下的事情听他指示 许昊战战兢兢的爬起来 一想到身体里有一管毒液 随时威胁自己的生命 腿就止不住的发乱 张义看着许昊颤巍巍的身体 觉得好笑 所谓的慢性毒药 也不过是一个谎子而已 世上哪有这种药 他是以防许昊在行动期间 出什么幺蛾子 给他打了一针血红蛋白 张义回到房间 心经女还在装模作样的 照看着尤大叔 张义监控中 看着心经女的一举一动 呵呵 真是碍眼 过几天我就请你去和孟婆汤 张义打开房门 刘大叔 你终于醒了还好没事 刘大叔刚想起身 答谢张义的救命之恩 却被张义按住 你现在刚刚恢复 你就在这里安心休养 一旁的心经女听完张义的话 心里简直是乐开了话 可以在张义家住 然后一顿彩虹屁输出 心经宝妈只是回家 拿了一趟尿不湿 就和自己的宝宝阴阳相隔了 张义当着刘大叔的面 满口答应心经女的要求 以后三个人的吃喝拉撒 她全权负责 心经女听得心花怒放 她以后的日子不用愁了 张义这条大腿 她总算是暴露了 现在的首先要解决的是 孩子的生活用品 为了以防万一 心经女把孩子交给张义 她要回去取一些孩子的 奶粉和纸尿裤 心经女觉得 游大叔和孩子都留在安全屋 到时候张义就算在讨厌自己 也不会把自己关在外面 一个游大叔都过她瘦的 再多一个孩子 张义肯定照顾不过来 心经女打得如一算盘啪啪响 把起手机给许浩发了一条消息 许浩人已经出去了 找机会解决掉 张义看着怀里的宝宝 到底还是心软了 本想把她一起送去见阎王的 算了 找个合适的机会 把你送给别人养吧 此时的心经女已经回到家中 打算开门的间隙 许浩早已等候多时 举起手中的武器 朝着心经女刺了过去 心经女还在做着她的美梦 还未反应过来 一声闷响就倒在了地上 许浩看着地上顿时血流满地 你可别怪我心狠 有人想要你的命 我要是不敢你 下一个被嘎的就是我自己 随后许浩又连续补了几道 看着死透的心经女 她才给张义发去消息 张哥放心事情当完了 嘎个人耗费了好多体力 张哥能不能可怜一下小弟 给小弟一些吃的 张义看到许浩发来的消息 微微一笑 这个难缠的心经女总算下线了 随即张义来到游大叔的跟前 当作没事人一样 游大叔 你和谢大姐还有孩子安心在这里住 等你伤完全好了 再说搬回去住的事 此话一出 游大叔激动的话都不会说了 这样不好吧 你家物资有限 加上我们一家三口 这样你负担不起啊 张义拍了一下游大叔的肩膀 你先安心养伤 物资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忽然之间 张义怀中的宝宝突然大哭起来 也许是母子连心 感受到了什么 善恶到头中有报 只争来早与来迟 张义把前世残害过 他的炮灰邻居来了一个一锅蹲 张义抱着怀里的孩子 顿时有些手足无措 在他看来带孩子比八人难多了 宝宝哭得撕心裂肺 游大叔也在一旁干着急 此时张义想到了一旁的周可 像是看到大救星一样 把孩子扔给了周可 他是女人带孩子应该有的套 周可惊得睁大双眼 张义我没有生过孩子 哪来的经验带宝宝 三人顿时手忙脚乱 周可突然想到 宝宝会不会是该换纸尿裤了 说着张义从一空间 拿出一包纸尿裤丢给了周可 他一秒都不想多待 转身离开了房间 回到游大叔的房间 张义试探地询问 游大叔身体 有没有感觉到不一样的变化 游大叔被问了一愣一愣的 此时的游大叔 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变异 他只是觉得 伤口恢复的速度有些太快了 张义岔开话题 故意在游大叔面前担心地说道 谢大姐去了那么久 怎么还不见回来 游大叔也感觉有点不对劲 拜托张义出去找一下 千万不能让谢大姐出事 张义正好趁着这个时间 去收拾了这栋楼的小虾米 他早就想解决掉 剩下的这些麻烦 随后他在业主群发了一则通知 25号楼的全体成员 10分钟后到13层集合 这次集合的主要目的是 分发食物和以后单元楼管理的划分 先到先得 随即他又同时 给许浩单独发去了一条信息 不想被嘎的话 就老是在家狗着 做完这些25号楼的邻居 接到信息 一窝蜂地跑到13楼 大家生怕去晚了 分不到好东西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 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张义的功臣 要是没有自己 张义不可能成为全小区的老大 以后张义应该给他们提供食物 和保护他们的安全 这样才公平 张义在门外听着里面的异响天开 顿时有些好笑 死到临头还想得这么美 张义想都没想 直接打开门往里面丢了两颗手雷 聊得正嗨的邻居 看到地上滚进来的两颗手雷 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 只听到轰的一声 整个房间被炸开了花 张义看着地上的残枝断笔 心里满意地想着 手雷的威力果然名不虚传 就在此时 一个仅剩0.25口气的炮灰 邻居质问张义 我们大家帮了你张义那么多 你你为何恩将仇报 张义表情冷漠 帮我 你们这些炮灰能活到现在 已经是我对你们的仁慈了 只听见砰砰砰 几声枪响 好好做炮灰吧 随即走出1301房间 张义此刻大仇得报 心情非常的放松 前世所有的仇家 只剩下许号 其余全部都已经被自己解决 目前25号楼也只有五人生存 从今天开始 整个小区再没有任何人能够威胁到 接下来就是王公子上一避雇所 我要去看一看 谢丽梅的下线让尤大叔悲伤万分 但悲伤让尤大叔的异能出路锋芒 张义处理完前世的仇家 心情愉悦地回到家中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计划 把王思明的庇护所抢过来 然后人间消失 去过属于自己的逍遥日子 张义越想越美 在看到尤大叔的那一刻 立刻悲伤难过起来 尤大叔有一个坏消息告诉你 我赶过去就谢大姐的时候 他已经被那帮叛徒给嘎了 尤大叔不可知心地看着张义 一时激动 一拳打在了床板上 顿时床板被砸下一个深坑 张义看到神奇的婴儿 顿时目瞪口呆 他果然没有猜错 尤大叔身体已经发生变异 而且是力量型的异能 刚好可以跟张义的异能护 尤大叔伤心地痛哭流涕 他想不明白 平时张义对这帮邻居还算可以 这帮嘎嘎为什么关键时刻恩将仇报 张义愤愤地说道 尤大叔你放心 那个叛徒和伤害谢大姐的人都已经被我嘎了 也算是为谢大姐报了仇 等你伤好之后咱们再从长进 说到这里尤大叔叹了口气 想起以后慢慢长夜以后又要自己一个人过了 不由地落寞起来 张义看到此处打去道 尤大叔别那么悲观 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女人可太好找了 在这末世以你的条件 保准给你找一个既漂亮又满意的心 说到这里 刘大叔顿时有些不好意思 那这件事就麻烦张老弟了 两人一拍即合 此时周可儿手忙脚乱地抱着谢大姐的孩子跑进来 张义你快想想办法吧 这娃估计是饿了 已经哭了一上午了 张义有些抓狂 既然饿了那你赶紧喂他吃的呀 你是女人 这个对你来说应该小菜一碟呀 说着眼睛不自觉地盯着周可儿的凶器 周可儿被张义盯得立马发飙 张义你个大棒锤 老娘又不是哺乳期 哪有奶水给他喝呀 你快点想办法给他找一个有经验的奶妈 老娘不伺候了 说完把孩子扔给了张义 张义看着怀中的婴儿 是时候给你找个好人家了 他简单准备了一下 就带着孩子出门 寻找可以领养孩子的人 其他楼的邻居看到张义 大惊失色 这个活煞神是要来干我们的吗 张义来到李健所住的楼下 向天空中开了两枪 大喊一声 李健出来 没过一回 李健就来到了张义面前 张义微微一笑 李健 你敢这样一个人下来 就不怕我把你一枪崩了吗 张义不得不佩服李健 因为在末日之下 他还能保留本性不变 李健战战兢兢地看着张义 他心里清楚 张义肯定不是来打他们的 以张义的形式作风 打他们不会抱着一个孩子 张义看着李健知道 他是一个聪明人 废话不多说 直接把孩子交给他说道 这个孩子需要一个奶妈 你们这栋楼目前存活的人数最多 把孩子交给你们 也算是对这个孩子 尽到的最后一点意义 说着张义就扔给李健一个背包 里面装了一些纸尿库和食物 他知道这些东西 最后未必会用到孩子身上 但他能做的也就这么多 是生是死全看这个孩子的造化 李健把孩子交给身旁的一位女工具 张义看着李健身后的队伍不禁感慨 这么多人你们打算怎么活下去 我可是不会给你们提供任何食物的 李健感叹到会有办法的 只要活着就会有希望 张义笑着提醒他 其实你们也不用活得这么苦哈哈 张义指着被他烧掉的单元楼说道 那里面的口粮够你们吃好一阵子 李健顿时露出落寞的神情 他当然知道张义说的是什么 他们绝对不会走到那一步的 一旦有了错误的开始 结局终将万劫不复 与其那样不如带着做人的尊严死去 张义钦佩地看着李健 居然到这种时候 他还能维持初心不变 看完是自己小看他了 此时的李健叹了一口气说道 张义你不用这样看着我 跟你比我还差得太远 末日来临你有能力让身边的人活得更好 光这一点你就比我强太多 李健试探地询问张义 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一点食物 张义赶紧让他打住这个话题 他非常清楚此时的李健要说什么 李健不解地看着他 你明明有能力为我们提供物资 带领大家活下去 为什么你要看着大家走向地狱呢 张义抬头冷漠地说道 众生皆苦 我不是佛祖 度不了那么多人 何况即使我帮了他们 他们未必会感激我 与其这样 不如大家各凭本事 在这末世能够照顾好自己 就已经是最大的胜利 我只要活着 活着才是我的终极目标 其他的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说完张义大踏步地离开了 张义送走了心惊你的孩子 想想自己老大不小了也该有个孩子了 李健还想争取最后的机会 张义转身离去 临走前张义扔给李健几包农作物的种子 他指着这些种子说道 李健你曾经多多少少感动过我 让我相信末世之中还有人性的光辉 不要说我没有给过你们机会 你们可以试着培育这些种子养活自己 当然你们现在就把这些种子吃了 也无可厚非 怎么处置你们自己决定 我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 张义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站在风雪中的邻居捡起种子 心里泛起嘀咕 这么冷的天这些种子能发芽吗 此时人群中葛教授激动地跑了出来 他是天海市农科大的院士 他二话不说将这些种子揣到了怀里 防止种子被冻伤 李健看到葛教授这般操作询问道 葛教授这些种子在这种气温下能发芽吗 葛教授满脸茫然地说道 我们总要试一试 哪怕希望在渺茫 万一成功了我们就能活下去 说着所有的邻居将种子全部捡起揣进怀中 此时的张艺回到家中他要好好放松一下 这些天精神高度集中 无暇顾及周可尔 周可尔见到张艺事情告一段落 赶紧张罗午饭打算好好庆祝一番 张艺看着周可尔在厨房忙碌的身影 顿时心神一番荡漾 忍了几天的情绪终于爆发 上下棋手在厨房就要扮了周可尔 周可尔蒙圈地红着脸 隔壁还睡着游大叔呢 这孩子就这么忍不了吗 张艺可不管这些 接下来发生的是我知道宝子们不爱看 我就替宝子们看了 做完少儿不宜的事情 周可尔已经泪瘫在沙发上 张艺喝了一罐82年的饮料补充一下体力 拿起手机看了看 许昊已经按耐不住 问张艺什么时候动手 张艺笑了笑 让许昊来家里详聊 许昊不一会就来到了张艺的家 这是他末日以来 头一次感受温暖舒适环境 此时张艺不疾不徐地让他坐下 拿下王思明的安全屋 需要从长记忆 许昊面对张艺 只能卑微地跪坐在地上 张哥 我来说说王思明是如何给我聊的 张艺做了一个静音的手势 打断了许昊想说的事 随即让许昊把手机给自己就行 不用麻烦你来讲 此话一出 许昊惊出一身冷汗 说话都颤颤巍巍 你你要看我手机 张艺把手一伸 没错 我要直接看你的聊天记录 张艺要给王思明来个欲情故纵 不但要霸占上一安全屋 还有网红美女他也要 张艺冷冷地看着许昊 快点把手机交给我 许昊脸上冷汗直流 要是把手机交出去 让张艺知道 我跟王思明说他的那些坏话 张艺肯定直接尬了我的心都有 许昊死死地捂着手机 做最后的挣扎 张艺等得有些不耐烦 直接拿出武器对准许昊的脑袋 李克喵再不把手机拿出来 老子直接送你去西天 许昊哆哆嗦嗦地说道 张哥别杀我 手机给你就舍 张艺一把夺过手机 他猜得没错 许昊这个小虾面 在半个月前 就已经跟王思明勾搭在一起了 许昊在跟王思明吐槽的时候 把张艺家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 张艺看着聊天记录冷冷笑着 许昊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举足轻重了 许昊顿时吓得冷汗直流 直接跪倒在地上 张哥你听我解释 我许昊对天发誓 对张哥绝对忠心耿耿 我跟王思明说那些话 是为了迷惑他 况且你死了我肯定也活不成了 张艺番看着聊天记录 幸亏许昊没有透露他这边的火力 王思明也仅仅知道他这边物资充沛 还有一个雪地摩托可以出去采购 至于王思明那边的火力武器 许昊了如指掌 据说王思明的庇护所使用了宇宙飞船的材料 正面冲突的火力几乎不可能有所突破 庇护所里面只有催眠瓦斯这些 通道口的位置加装了火焰喷射器 启动的瞬间就能达到2000度的高温 所以对付王思明也简单 他的目标是张艺的雪地摩托 只要摩托不到手 即使张艺被抓了 他也不会轻易将张艺弄死 想到这里张艺突然有了主意 他打算来一个瓮中桌边 假装跟王思明合作 被瓦斯催眠 然后让雪昊把他押进屋内 等通过了机关就可以理应外婆干掉王思明了 雪昊也连忙附和 是是是对对对 张艺英志一笑弄死了他 别墅级别的安全屋 漂亮的女网红都可以好好享受 张艺看着已经开始幻想着雪昊 心里盘算着 老子还有防毒面具没给你说 等看准时机连你一起嘎了 张艺发觉自己一能新的用法 就是以比之道环势比身 任何距离攻击将对张艺无效 张艺坐在沙发上思考着 如何解决王思明住所的瓦斯和火焰 突然他灵光一闪 自己怎么把一空间给忘了 一直以来张艺都把一空间当作储备空间 一空间相对外部的世界是禁止的 如果把一空间应用到实战中 那岂不是会成为十分强大的战斗力 张艺已经等不及要马上试验一下 看着跪在地上的雪昊 赶紧让他滚蛋 雪昊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以为张艺要抛弃他 痛哭流涕地哀求着张艺 张艺别抛弃我 我走了身体里的毒一弹发作 我必死无疑啊 张艺有些无语 让你回去又不是让你去死 放心好了这几天我会联系你 雪昊不放心地说道 张艺你要说话算话 你可一定要联系我呀 张艺不耐烦地将他推出门外 送走雪昊 张艺开始挖掘一空间的技能 他是想着当敌人用火焰和催泪瓦斯 发动攻击的时候 可以将这些瓦斯和高温喷射 全部原封不动地收到一空间 一空间里的时间是相对静止的 收进去的火焰也会保持原有的动猛 在合适的时间 再将这些武器释放出来攻击敌人 在一收一放的操作中 这些火焰和瓦斯又成为了他的新型武器 张艺心花怒放地想着 这简直就是防御神技啊 我真特么是个天才 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将这项技能运用熟练 做到收放自如 那将来任何距离的攻击都将对他无效 此时张艺突然有个疑惑 要是用这个技能对个人有什么效果呢 张艺摸了摸下把 要考虑实战的作用 那还得用活人来进行 喜欢看变态的宝紫有眼福了 张艺把炮灰邻居当作活体实验 来练习自己的空间异能 张艺想用活人验证一空间的战斗力 各个楼洞的人都胆战心惊 随便推出了一个活靶子 这名邻居炮灰自己都不清楚 等待他的是生还是死 张艺甩给他一根棍子 命令他拿起棍子攻击自己 炮灰看傻了眼 这是什么鬼操作 借他十个胆子也不敢攻击张艺了 张艺看着他不可置信的眼神 随后说道 你只要拿棍子命中我一次 我就奖励你一块面包 炮灰听到面包两个字 两眼顿时放光来的精神 张艺这可是你说的 说着拿起棍子毫不犹豫地朝张艺劈了过去 张艺谋光一审 瞬间开启一空间 没等炮灰明白是怎么回事 棍子连人一同被吸入了一空间 嗖的一声 整个活人陷入完全静止的状态 就如冰雕一般保持着进攻的姿势 张艺好奇地上前摸了摸他的脉搏 我擦 呼吸和心跳完全静止了 这人不会已经嘎了吧 张艺此时大手一挥 将这个炮灰从一空间甩了出来 被甩出的炮灰惊恐的大口喘着粗气 犹如冰死一般的恐惧 张艺看着他 好奇地询问道 刚刚你是什么感觉 炮灰冷汗直流地说道 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白茫茫的世界 好像自己在那里待了一个世界 那感觉太可怕了 张艺顿时明白 一空间的时间速度比外面缓慢几十倍 在一空间里待的时间越长 人类精神崩溃的概率就越大 所以凡是活着的生物 都不能在一空间停留太久 否则非死即残 张艺再次想打开一空间 把这个炮灰邻居收入之内 但是这次却感到非常吃力 如同在收纳一座高楼大厦 张艺看了看眼前的炮灰邻居 既然无法主动收纳物物 那就试试拆分一些组织 随即张艺按住炮灰邻居的手 手起刀落 刷的一下就切掉两根手指 顿时周围响起了杀猪一般的叫声 张艺完全没有顾及炮灰的死活 他惊奇地发现 活的生物不能在一空间待太久 但是断裂的手指却卡 这是什么原理 随即扔给炮灰一些纱布 快点处理完伤口 他笑嘻嘻地说道 接下来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完成 这部漫画真的画得太现实 张艺泻沙驴 在全是滔天的人眼里 无用的棋子就要扔掉 张艺已经连续用炮灰试验了好几次 他看着缩在一旁的炮灰 心里大概明白了一些异空间的操作 之前他一直将异空间当成一个储备空间 简直太抱歉天物了 他的异能可以开启链接现实和异空间的通道 开启通道可以转移突然袭来的攻击 然后通过调整方向再反射给敌人 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武器库 敌人用什么攻击我 我就可以悉数还给对方 光是心里想想就美得不要不要的 此时的炮灰正在大口地享受着张艺奖励他的食物 他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 一边激动地感谢张艺 这是末世以来他第一次吃到一顿饱饭 张艺笑着看他 慢慢吃兄弟 感谢你贡献的两根手指 不然我现在还想不通怎么对付王思明的庇护府 炮灰一听来了精神 张哥有识您说话 只要给小弟一口饭吃 炮灰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完 张艺手起刀落 炮灰咚的一声倒在了地上 张艺笑着说 我现在没事了 你也该上路了 倒在地上的炮灰鲜血流了一地 微笑着闭上了双眼 他终于可以解脱了 不用在这末世继续承受忍计挨饿的日子 也许西方世界有吃不完的面包 更有喝不完的红酒 张艺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距离跟许浩约定的时间不多了 接下来的几天他要找几个人进行实战模拟 三天后许浩跪在张艺面前 苦苦哀求着张艺一起去攻打王思明的庇护所 自从上次被张艺强行注射毒药之后 他觉得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再这样等下去 王思明的住所没有抢到 自己就会先嘎了 张艺冷冷地看着许浩 心里顿时觉得好笑 他没想到自己随意编造的一个谎言 就把许浩折腾成这副面 真是人吓人吓死人 张艺总了耸肩说道 我可以再给你补充一枕 暂时先缓解你的症状 要是五天之后没有解药 你一样会死 许浩急不可耐地说道 张哥快给我来一枕 我一分钟都等不了 少了这一枕 我感觉自己明天就会卡 说着卷起袖子 等着张艺给他来上一枕 张艺一边给许浩打针 一边还给他做心理暗示 行动只能成功 失败咱俩都没有好结果 此时的许浩信心满满 张哥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我愿意为张哥赴汤导火 在所付词 许浩拿出手机 这就给王思明打电话 约见面时间 一切都按照张哥的计划行动 张艺微微一笑 心中暗想 你小子最好别出什么花样 张艺离开自己 在漠视八百万打造的安全屋 因为他看上了 首富上亿的避难别墅 一场纠战 却朝即将上演 张艺送走许浩 开始收拾行李 一旁的周可儿呆呆地看着 小区的问题 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 他搞不清楚 为什么又要出去 带这么多的行李 看样子是要出院门 张艺给他和游大叔 留了半个月的口量 张艺没有告诉他 这次的计划 周可儿也不敢多问 眼看着张艺就要出门 周可儿心里慌了 这是要打算抛弃 自己远走高飞吗 他恋恋不舍地抱着张艺 说什么也不肯让张艺走 张艺好笑地捏了捏他的下巴 看来傻丫头是想歪了 要不是他还有 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现在就直接办了周可儿 他按捺住自己的情绪 吻了吻周可儿 让他在家乖乖听话 这次事成之后 他们的生活将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 说着走出了家门 许浩已经等待多时了 张艺骑上雪地摩托车 拿出一根绳子 许浩傻眼了 张哥你到现在还不相信我吗 我可是站在你这边的 我对你的忠心 日月可见天地可表啊 张艺笑了笑 别误会 之所以把你绑起来 是做给王思明看的 王思明要是看到 咱俩你弄我情的 打死他都不会相信 我是被你骗来的 许浩只能无奈地 伸出双手被张艺绑了起来 两人乘着雪地摩托 一路扬长而去 呼呼地北方吹得 许浩的脸生疼 他想让张艺给他 提供一顶头盔 张艺好笑道 咱俩是来抢劫的 不是来享福的忍着点啊 许浩只能顶着大鼻涕 一路跟张艺来到云雀山庄 张艺看着一座座豪华的别墅 兰凯道 末日来临 我本以为贫富差距会吃贫 万万没想到是我付钱了 有钱真好 身后的许浩连忙负荷 张哥 现在钱如同废纸 他们现在的日子 没法跟您张哥相提并论 张艺笑了笑 马屁拍得不错 快点过来给我带路 随即二人就往别墅群走去 后面的许浩有些难卖 路还要很远 为什么不开雪地摩托进去 张艺并没有理睬他的 否就是了少废话 张艺终于顺利进入了上一安全屋 但接踵而至的危险 却向他一步步逼近 张艺开着雪地摩托车 跟许浩来到云雀山庄 雪地摩托车的动静 引起了小区邻居的注意 此时一位穿着精致身材 丰满的亮眼 透过窗户紧紧地盯着两人 他的食物在三天前就已经建立了 屋里的能烧的炭精 也就能维持几个小时了 他要想活下去 只能想办法 让外边的两个人听自己的 为自己出去找食物 此时的张艺和许浩 已经来到了王思明的住所前 张艺举起武器指着许浩的头 威胁着让许浩快去把门打开 许浩不敢耽搁 慌慌张张地来到门前的摄像头起 对着摄像头喊道 王哥快开门是我 此时的王思明 正在喝着82年的拉菲 看着艰苦 特喵的不是约好的明天吗 怎么今天就过来了 他看着外面的两个人 黄顾了一下死众 没有看到传说中的那辆雪地摩托车 这孙子该不会是骗我吧 王思明迟疑着要不要把门打开 此时的张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他举着枪对许浩说道 你大爷的 你特喵要是敢耍老子 信不信我现在就崩了你 许浩的着急的冷汗直流 一边求饶一边说道 张哥别开枪 借我试个胆子我也不敢耍你啊 说着许浩对着摄像头朝王思明说道 辛苦了那么久 咱们不能功亏一篑啊 错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 王思明打定他们不敢耍花招 敢跟他玩心眼 他就立刻启动机关 把他们烧得连骨头渣子都不会上 随即按下启动键 别墅的大门防缓打开 张艺跟许浩走进空旷的别墅 看着里面的一草一木 不禁感叹道 我擦果然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 玩的花样也多 许浩指着前面的通道说道 张德咱们进去吧 里面还有一道门打开之后 就可以进入庇护所里面了 张艺让许浩走在前面 他一路跟在后边 王思明从监控中看到张艺正好进入机关 毫不犹豫地点下启动键 随即走廊上方的排气孔同时打开 张艺和许浩大惊失色 这个王思明想要一网打进 一股让人窒息的气体从通风管中喷涌出 许浩连忙捂住口迷 然而张艺却不及不许 因为他已经想好了应对办法 富人靠科技 穷人靠便宜 看张艺谈指挥手间 就搞定了王思明上翼的安全屋 王思明打开了催泪瓦斯机关装置 顿时一团烟雾包围了张艺和许浩 两人做戏做全套 为了骗过王思明张艺大骂许浩 许浩你个狗杂种 快点给老子把门打开 许浩也不甘示弱道 张艺别挣扎了 乖乖认命吧 你科喵是不是傻 杀了我你也活不了 你身上中的毒只有我有解药 随即烟雾中砰砰响起两声枪响 王思明激动地看着烟雾中的两个人 这两只送上门的兔子蠢成这样 还好意思跟我动 看我怎么弄死你们 烟雾中两人的声音渐渐消失 随即通道门缓缓打开 张艺冷静地把防毒面具收起来 现在只要等着王思明送上门 他就立刻开枪干掉他 小步声慢慢靠近 张艺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 我擦 不是王思明 这压是谁 许浩这个废物 庇护所里怎么还有其他人 先不管那么多了 一不做二不休继续装死 直到那个人慢慢靠近 将两人扛在肩上向通道门走去 此时张艺才看清 这个人是影视圈的林庚 都说他跟王思明关系匪浅 看来是真的了 林庚将两人带到王思明面前 一把甩在地上 王思明看着晕死过去的两个人 林庚将两人的手臂反绑过来 边绑边说道 这个人蠢得跟猪一样 收拾他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还敢打击庇护所的主意 王思明不在意地说道 这不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吗 我要是连个穷鬼都收拾不了 那我这花了十个亿的庇护所 岂不是打了水漂 两人已经开始畅想 下一步想办法弄到 张艺的那辆雪地摩托车 半个多月的时间里 两个人从未踏出过庇护所 再这样下去 王思明就要憋疯了 此时倒在地上的张艺开启一空间 偷偷释放催眠瓦斯 两人说到尽兴时东摇西板 王思明看着林庚 你说出去耍 你也不用这么高兴的东倒西歪啊 林庚迷迷糊糊的说道 王哥我没晃啊 你怎么变成两个人头了 说着两人扑通倒在地上 张艺此时已经成功解开了绳索 看着倒在地上的两个人 放倒你们才是不费吹灰之力 张艺伸手拿起王思明花 中金打造的纯黄金手枪 有钱人玩的就是不一样了 不过这玩意中看不中用 搞定了王思明他们 张艺挨个房间欣赏一下 毕竟有钱人玩的花 刚进入房间 张艺就惊掉下了 我滴妈 这奢花程度不敢想呀 张艺继续往里走 又看到了一扇门 这间屋子里都是绿植 真是一个植物生开练呀 张艺露出得意的笑容 从今天开始这个地方 就是我张艺的了 王公子的上一豪宅中 到底还有什么不可见人的秘密 今天张艺就带大家体验一下 张艺开始挨个房间许试 不同的房间贴着不同的标签 游戏间宠物间娱乐房应有尽有 张艺走到一间水床房 里面横七竖八地 躺着几个身材劲爆的美女 可惜已经死透了 看来这里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太平 张艺走到地下室里面 这里还设置了猫狗房 这个王思民在这种末世 还有心思一样重 张艺不置可否地打开房间门 瞬间惊呆了双眼 看来是自己肤浅了 原来所谓的猫狗房 是王公子圈养的兔女郎和狗公子 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身上还有许多不明液体 地上的针管子凌乱地洒了一地 此时一个兔女郎 看到张艺就像看到救星一般 爬到张艺脚边 一边爬一边苦苦哀求道 王公子我们错了 求求你了再给我一针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我就是你的兔宝宝 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张艺一脚将他踢开 这个王公子玩得可真够花的 不过他张艺不需要这些 说着砰砰砰开枪将他们全部杆了 随后张艺来到监控室 他想到这里可能就是整个庇护所的核心 可惜他不是一个电脑工程师 在监控室看到地下还有运动场馆等设施 看来以后可以用来测试他的议谋了 张艺继续在通道巡视 结果走到一处房间室 系统提示未通过身份认证 张艺继续在两人头上 王思明一个机灵被水浇起 我擦 特么的敢跟老子作对 你想死了是不是 醒醒吧小宝贝 张艺细谑的说道 此时的王思明不可置信的看着张艺 你是如何做到的 张艺微微一笑 富人靠科技 我们这些穷人就靠变异了 要不如何再漠视生存 张艺用手中的武器对准王思明 好了我的王公子 现在不是闲聊的时候 我们来谈谈正事吧 张艺府下身 就比如说 如何让我在这个别墅里舒舒服服的生活 这样才有可能保住你的小命 张艺连片带哄同王思明那里 获取豪宅使用说明 而毫无作用的王思明该如何处理 王公子看着张艺信誓旦旦的样子 他紧张地对张艺说道 张艺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只要你放了我 张艺不紧不慢地说道 放心老子没有杀人的爱好 我只想找个安稳的地方生存下去 你这里这么大 多我一个人也不算多 王思明有些不相信地看着他 只是想搬过来住 难道就不想干掉我 做这里的主人吗 张艺笑了笑 干掉你没有意义 况且我也不是嘎人狂魔 更何况这场血灾维持不了多久 等一切恢复秩序 我还想抱你王公子的大度 跟土豪做朋友 王思明一听来了精神 原来这个土鳖想跟我交朋友 在这些土鳖眼里 他们认为社会早往恢复秩序 到时候我稍微提携一下 这些香巴老 评估清云是迟早的事情 这些土鳖可真会打算盘 但是老子也不是吃素的呀 既然想跟老子交朋友 还不快点给我松绑 我的手都麻木了 张艺笑了笑 让我给你松绑也简单 你得把这个庇护所的系统操控交给我 王思明为难起来 要是把操控权交给你 你能保证不高我们吗 张艺再次保证道 放心兄弟 我保证以后你跟我合作 肯定吃香的喝辣的 王思明没有其他的选择 只能将整个庇护所的操作系统全部交出 张艺坐在操控台前大手一挥 以后我就是这里的主人了 此时一旁的王思明对张艺说道 对对以后你就是这里的主人了 快给我松绑 我浑身都麻木了 张艺阴森森的站起身 稍等一下王公子 我马上就让你解脱 张艺从背后拿出一把刀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朝着王公子的脖子划了你头 王思明顿时血流如注 不敢置信的看着张艺 你答应过我不杀我的 你说话不算话 张艺戏谑的看着他 别激动别激动 放轻松 开始可能会有点头晕 马上就不会有痛苦 王思明慢慢的倒在地上 彻底没了呼吸 张艺看着他 不好意思忘了告诉你 老子不养废物 张艺本打算放过这个徐浩 可是给他机会他不中用啊 张艺一边打扫地上的血迹 一边思考该怎么处理这个徐浩 嘎了王思明这个麻烦 对于徐浩他暂时拿不定主意 毕竟这个二哈帮自己 抢了王思明的住所 此时的徐浩迷里乎乎的醒来 看到张艺正在清扫地上的血迹 顿时就激动起来 张哥我们成功了对不对 徐浩爬起来看到 躺在地上的王公子 哈哈大笑着一脚踩了上去 没想到你王公子也有今天 该死的狗东西 没有亲手弄死你 简直是便宜你了 此时的张艺指着 沙发上的背包说道 里面是奖励你的东西 徐浩一听还有奖品 迫不及待地打开 背包里面全是吃的 两眼冒光大块 躲一个吃起来 一边吃一边彩虹屁吹起 张哥你真是我亲哥 以后小弟为你马首是瞻 你以后说啥就是啥 张艺叹了一口气说道 王思明的这个庇护所 就剩下这些物资了 维持这个庇护所运转的能源 也没多少 徐浩一听顿时急眼了 张哥你说啥 庇护所里就剩下书包里这些物资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陪着你辛辛苦苦地 跑来这里干掉王思明 你就想拿这点东西打发我 你想独占这里的一切 把我赶出去 告诉你们都没有 庇护所的情报 是我提供给你的 你想一脚把我踢开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张艺好笑地看着徐浩 我没必要骗你 庇护所里的物资 已经被王思明带晚了 徐浩不甘心地说道 你骗没骗我不知道 反正当初整个小区的人 被你玩得团团团 你要是想谢莫杀驴 我就把你身上 有超能力的事情说出去 到时候就算不是我 也会有人来对付你 张艺冷冷地沉下了 看来我还是对你太仁慈了 他抬手就被徐浩来了一发入魂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那我还留你有什么用 随即徐浩阴声倒地 临死也没想明白 这到底是为什么 张艺看着嘎了的徐浩 下辈子做个好人 没实力就别吓嚷嚷 张艺收拾好自己的书包 本打算让你多活一段时间 你却偏偏喜欢喝梦婆汤 只能送你一程 张艺彻底霸占了王思明 用十亿美金打造的庇护所 还获得一台全球级别的网络系统 甚至还有一线女明星投怀送报 张艺坐在娱乐区幻想着 若能在这活到末世结束该有多好 他必须把可儿一起带来才更有意思 至于游大叔那边 张艺内心有了别的打算 毕竟他和可儿还处于蜜月期 他们渴望玩点不一样的东西 不如把那座安全屋留给游大叔 一来他为自己拼过命就当还人请了 二来自己暂时没办法将安全屋收进一空间 正好游大叔留下来帮他看守 还有之前答应过给他找个好女人 现在也只能慢慢来了 张艺一边喝着鲜皮一边打开电视 没成想画面里竟出现个外国女人 在一切换居然看到好几十个国外资料 按理说暴雪影响了信号 王思明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张艺想了想顿时明白过来 随即顺着线路发现一道暗门 他打开一看 里面果然藏着一台独立服务器 张艺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根据接收信号的强度可以判断 这个系统的传输速度已经达到了全球级别 有了这套高端网络设施 张艺就可以准确获取外界信息了 于是他坐到椅子上开始浏览信息 仅仅一个月时间 全球85亿人类仅剩下四分之三 张艺万分庆幸自己提前准备了物资 照这个发展趋势 未来若能存活5%的人口就很不错 然而就在此时 他忽然看到不少变异人的报道 目前已发现很多国家有变异个体 变异的方向更是有好有坏 有的人可以凭空制造出一团火焰 而有些人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僵尸率 更有一些已经脱离了人类形状 仍能够保持不死不灭 张艺认真看完所有信息 虽说变异人数量不算多 但肯定有跟自己一样隐藏实力的 这说明外面的世界非常危险 张艺更加坚定了狗在庇护所的决心 于是打算先回安全屋接周可 张艺出门骑上雪地摩托 刚刚发动 然而就在此时 一个让无数男人神魂颠倒的声音响起 请等一下好吗 张艺完成了大多数男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那就是和当红明星一起做不可描述的剧情 就在张艺准备回去把周可儿接过来的时候 突然一个大兄妹子叫住了张艺 张艺惊喜地发现这个妹子 就是最近娱乐圈爆火的当红女星杨咪咪 就是这个所有男人都梦寐以求的女人 现在就站在张艺面前 楚楚可怜地求着张艺 能不能带她离开这 让她做什么她都会答应 张艺看着眼前的杨咪咪 看来这场雪灾让所有的人的日子都不好过 张艺想了想 你想让我带你走 必须给我一个充分的理由 此时杨咪咪柔情似水地说道 只要你带我走 给我一口吃的 我可以答应你任何条件 说着杨咪咪嘟起了她润润的红唇 朝张艺的脸上亲了过去 张艺顿时脸红一片 她这颗小心脏彻底被杨咪咪拿下 在这末世多一个女人暖被我好像引走 说着带着杨咪咪来到了她的新住处 杨咪咪看着张艺操作熟练地走进王公子的住处 假装差异地询问道 这里不是王思明的住所吗 你和王公子是什么关系 张艺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谨慎地问道 你和王思明好像很熟吗 张艺想着要是她跟王思明有什么瓜葛 就地把她也一起办了 省得以后给自己留下麻烦 杨咪咪语气一转 我跟王思明不熟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圈子 有时候举办个活动大家会碰到 只是点头打招呼的关系 张艺一边倒茶一边想着 算你聪明 暂且先放过你 她把茶递给杨咪咪 总之这个地方以后就是我了 不该问的不要多问 杨咪咪一饮而尽 真是甘之如頤 这是这些天来喝到的第一杯热水 随后她又焦滴滴询问张艺 能不能借用一下浴室洗个热水服 张艺当然不会拒绝 杨咪咪将性感的贴身衣物脱下来扔在客厅 久违的热水澡冲在身上 身体一下子放松下来 她一边洗澡一边想着 怎么让张艺成为她的裙下之臣 以她的姿色拿下张艺不是什么难事 况且张艺的身材也不错 比那些油腻中年老男人 不知道要强上多少倍 看来她杨咪咪的好运气还没有用的 就算让她陪上张艺几个月她也愿意 看来她这次赚到了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和你现在只是逢场作戏 杨咪咪还幻想着等冰雪灾难结束之后回到过去 杨咪咪洗完澡吃脚走了出来 她决定了 她要想办法留下来 不管是付出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 她非常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不断得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 她告诉自己这只是一场交易而已 等雪灾过去 一切恢复秩序 她还是顶流小花 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情 说着杨咪咪披上玉金 千娇百妹的走到张艺面前 娇滴滴的询问张艺 能不能让她留下来 只要张艺留下自己 她愿意好好服侍张艺 杨咪咪看张艺无动于衷 只好使出杀手锏 一把握住张艺的大手 楚楚可怜的说道 你放心我不会给你添麻烦 等雪灾结束之后 我就会乖乖离开这里 张艺一把甩开她的小手 感情是把她这里当跳板了 还妄想着雪灾结束离开这里 张艺不紧不慢地端起一杯红酒 嘲讽地说道 暂且不说雪灾能不能结束 即使冰河漆过去了 你以为这个世界还会变成原来的样子吗 杨秘密顿时慌张起来 她确信地说道 当然能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 就好像是在安慰自己 如果世界回不到过去的样子 那她之前的成就不就是白费了吗 张艺也懒得同她理论 既然你认为能恢复 那就能恢复了 但是现在你要住在我的房子里 就得听我的 张艺一把将杨秘密搂过来 杨秘密小声地说道 我明白 张艺也不再跟她客气 既然是送上门的 她不要白不要 一把将她放走 我知道接下来的内容 大家都不爱看 所以我替大家看完了 完事之后 张艺从一空间取出一件衣服 扔给了杨秘密 杨秘密目瞪口呆地看着张艺 这是什么超能力 居然还能隔空取物 张艺笑了笑 正要转身离去 此时的杨秘密上前一把抓住张艺 一哥哥你不要走吗 张艺好笑地看着她 怎么刚才还没有尽心吗 现在我有事情 等晚上我再收拾你 杨秘密一听立刻红了脸大叫 你误会了 人家有正式跟你谈 张艺此时肚子有些饿 正好一块去餐厅边吃边聊吧 这个顶流小花通过等价交换 住进了上一庇护所 然而张艺也是深入浅出地 制定了很多规则 杨秘密乖乖地坐到餐桌前 张艺瞬间从一空间 取出一些食物放到桌子上 既然以后要一起搭伙过日子 那就要事先约法三章 张艺不急不忙地说道 我们家蛮大的 多你一个女人不算什么 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乖乖听话 你那么聪明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杨秘密当然明白 张艺是什么意思 她这是摆明了要潜规则呀 但是她杨秘密能作为 今天的顶流小花 也不是吃素的 她挺了挺自己的腰板 缓缓地说道 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 但是我也有几条原则 希望你也能够遵守 张艺好笑地摊开双手说来挺挺 杨秘密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和你之间的关系 仅限于血灾期间 如果我们分开了 你不能把这件事透露出去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被人知道 他跟张艺做过的事情 以后他就没法在圈子里混了 张艺悠闲地吃着东西 他明白杨秘密的顾虑 爽快地答应了杨秘密的要求 杨秘密鼓起勇气 除非争得他的同意 说完这一条杨秘密 尴尬的脚趾头直抠地板 脸色也变得飞火 张艺听得一脸蒙圈 特么的明明是他先主动勾搭自己的 现在又摆出一副 可怜兮兮我见游莲的样子 这是又当又利啊 张艺也不是吃素长大的 说着一把搂过杨秘密 别特么跟老子在这装清纯 亏你还是个演员 逢场作戏不会吗 各取所需没见过吗 演技这么差 怎么做到当红小花的 杨秘密听着张艺的羞辱 顿时无言以对 此时的张艺一把将他抱起 压在餐桌上 在他耳边说道 放心好了 我没有那么多变态的爱好 不过你倒是提醒了我 娱乐圈混久了更变态的杨秘密都见识了 更何况现在张艺对他还算不错 接下来杨秘密和张艺深入浅出地 讨论了一页的剧本 次日一大早 张艺准备出去一趟 此时张艺突然想起了 有大叔还没有老婆 就问了问杨秘密 这里住的大部分都是富婆和明星吧 杨秘密点了点头 没错能在这里居住的非富即贵 张艺笑了笑 我有一个朋友人挺好的 就是前一阵被一个新精女骗了感情 现如今需要一个异性安慰受伤的心 其实我就想让你帮个忙 看看你们贵妇圈有没有合适的 此话一出 杨秘密有些愕然 你就是把我当什么了 张艺刚刚安顿好自己身边的事 一股新的势力对他的上一豪宅就虎视眈眈 杨秘密飞复地转起大脑 整个富人区剩下的也就几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女人 此时的张艺想到游大叔就喜欢成熟一些的女人 杨秘密一拍集合地说道 那这件事情就好办了 他马上联系了女神周海美 张艺听到周海美这个名字 顿时心花怒放 我擦 游大叔这回我算是对得起你了 周海美可是多少人的梦中女神 杨秘密打电话给周海美画了一张大笔 只要他点头同意陪一陪游大叔 他就能立刻吃到美味的食物 周海美在一旁思考着 别说陪一个游大叔了 只要能吃到食物做什么都行 张艺废话不多说 马上从一空间取出一些食物 周海美郎吞补宴的吃了起来 张艺看着两个姐妹花说道 大家都是聪明人 从今以后 你们的食物我包了 但是有一点 如果谁泄露了这里的情报 别说食物了 连命都要给我留下 说完这些张艺转身出门了 他要把周可儿和游大叔一些有用的转移到这边来 而此时的另一个村庄徐家镇 几个年轻人正在有序的忙碌着 他们正在启动钻头 深挖地下的冰层 几只雪橇狗正在卖力的奔跑 就在一瞬间轰的一声 冰层被钻出一个口子 冰层下边的小鱼顿时跃出水面 几个人上去将鱼收入网中 几番操作看似相当熟练 这是一个年轻人上前问道 二叔 你说这么冷的天 城里人是不是都冻死了 二叔叹了一口气 这些城里人平时连庄稼都不会种 平时都是靠我们种地养活 如今怕是连吃饱都难 估计早都死得差不多了 还好我们是农村人 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声音 二叔立马紧绝起来 这么冷的天气 一般很少能看到活人 怎么好像听着有摩托的声音呢 你跑 我追 要是让我抓到你就把你黑黑黑 张义开着雪地摩托呼啸而过 经过徐家镇时看到居然有人撬开冰层在打雨 除了这些之外 张义还看到了他们的雪地撬 他是没想到在这种极寒的末世 居然有人这么快就能适应这种环境 要不是亲眼所见 他还以为是埃及斯摩人搬到了徐家镇 就在此时这些人发现了张义的雪地摩托 这工具在雪地里可以跟劳斯莱斯相媲美 任谁见了都会心动 他们二话不说驱赶着雪地狗开启了狂暴模式 张义顿时有些慌了猛的一米油门 加快了速度 而在江面上 八条狗也在甩着舌头狂追 他们见到张义之后眼睛都火了 万一被这群人抓住 肯定没有好果的事 突然一个渔民抄起手中的鱼叉 朝着张义就丢了过来 他大爷的张义顿时怒 鱼叉要是射中他的胳膊 不死也残了 张义蒙的一个急速摆尾 周海美却因为惯性被甩了下去 此时的几个渔民牵着狗追了上来 对张义说道 把女人和车子留下 你可以滚了 张义冷冷地看着他们 然后他迅速地掏出手枪 对准了那些人 这群人看到张义手里居然有枪 顿时有些慌了 哥们有话好好说 何必动刀动枪的呢 可是这些人看着漂亮的美女 还有雪地摩托 又不甘心就此放过他们 哥们这是我们徐东镇的地盘 你要从我们这个地方过去 我们得收个过路费 要么把女人留下 要么把车留下 你自己选吧 张义不屑地笑了笑 我要是一个都不想选了 渔民立马变了脸 你就算有枪也没有 我们有这么多人还有狗 你手枪里才几颗子弹 张义的魔光越来越冷 他要速战速决 如果村庄里其他的渔民赶过来 到时候想跑都来不及了 他吸了一口气 这可是你们逼我 于是乎张义心念一动 又取出一把武器 这可是你们咨询死路 休要怪我 张义抬手双枪齐发 碰碰碰 对面徐家镇就倒下几个人 徐二叔大惊失色 这小子来真的呀 随即发号口令 身边的恶犬就一窝蜂地向张义扑去 此时张义早已做好应对之策 张开手掌 就是这个时机 开启一空间的大门 张义虽然利用一空间摆平了眼前的麻烦 同时也招惹了新的异能者的盘分 张义瞬间开启一空间 八条疯狗刷的一声同时被吸了进去 趁着此时的间隙 张义拉起地上的粥还美 迅速开启雪地摩托扬长而去 张义看着后边陆陆续续赶到的村民 真的是好险 差一点就被这群疯狗咬到 还好自己聪明想到了一空间这个武器 这些狗子被吸进一空间 过不了多久就会变成僵尸狗 刚好借这次机会 测算一下一空间和外界时间流速的差距 而另一边赶到的村民看到地上尸体 顿时大惊失色 这事遇到很决策了 看看四周又发现哪里不对劲 狗子呢 村里的八条雪地狗不见了 这也太奇怪了 村里的狗早就被他们驯服了 没有自己人的命令根本不会乱跑 现在搭进去四条人命不说 八条雪地狗也不翼而飞 这下问题大了 这时带头的大叔说道 这个人不光有枪还有雪地摩托车 还搭了我们徐东镇这么多人 这个人肯定不是一般人 搞不好他跟咱们村的春类一样有超能力 大家不要轻举妄动 还是回去让村长拿个主意吧 说着大家回到徐东镇 村长带着一群人找到全村人的依靠春蕾 而此时的春蕾正在抱着二次元的娃娃睡得正像 村长看到春蕾满屋子的二次元娃娃 顿时羞红了老脸 指着春蕾就开始教训 老大个人了天天弄着一堆假娃娃在这护 也不嫌丢人 村里的姑娘哪个不比你的假娃娃漂亮 春蕾懒懒的伸了个懒腰 三爷爷你可拉倒吧 村里的女人也能叫姑娘 更何况这是我自己的爱好 你管得着吗 说吧三爷爷找我到底啥事 此时一旁的大海开口道 今天早上我们去打鱼的时候 遇到一个年轻人 他搁了我们四个人 还把村里的雪地狗给带走了 那个人简直太厉害了 搞不好跟你一样有超能力 怕是以后咱们村也不安全 大海一听这才刚刚结束周边几个村子的战斗 现在凭空又冒出一个将对岸的人 真是没几天安生日子了 游大叔 你要老婆不要 只要点下头我就把这个风韵犹存的女人送给你当老婆 张义平安的把周海美送到了自己小区的楼下 张义在前面带路 你要见的那个男人就在这个楼上 跟我上去吧 周海美应了一声 虽然心里有些不情恋 但是在这个末世 能找个人搭伙过日子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说话间 张义已经进了自己的安全屋 此时周可儿开心地像个孩子 张义 你终于安全地回来了 恭喜你成功了 连忙帮张义脱掉外套 周可儿看到张义身后的女人 似乎感觉到了危机 连忙关切地询问张义 你累不累 你可不可 我下面给你吃好吗 张义暂时并没有理会周可儿 只是让周海美先坐下 周可儿凭借女人的第六感 察觉出张义似乎有些不一样 张义 我现在才明白 你是不是喜欢成熟点的女人 张义微微一笑 不要想太多 那个女人是我找来照顾尤大叔的 不过你说我喜欢成熟的女人 这一点倒是没错 此话一出 周可儿一脸愕然 而张义此时更加关心尤大叔的身体状况 身后的周可儿连忙地回复着 尤大叔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真是很神奇 要是平常人起码三个月才能恢复 还有就是按照你说的 给尤大叔注射了肌肉松弛剂 但是这些根本压制不了他的力量 张义点了点头 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 尤大叔变异的是强化类型的异能 那现在他的精神状态还好吗 周可儿思索了片刻 挺好的 尤大叔的精神状态和平常一样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听完这些 张义摸了摸下巴 要是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了异能之后 身体出现了变异 要是那种就危险了 幸好尤大叔没有 张义来到尤大叔的房间 看到他没有任何异样 才把心放了下来 并且和他说了下 昨天拿下王思明庇护所的事情 尤大叔听完张义的事 不仅感慨 有钱人真会玩 张义不及不许给尤大叔说 国内外的富豪那么多 能修建庇护所的肯定不少 这样来算 在末世有钱有权的人更容易活下来 尤大叔此时低下了头 张义我要怎么感谢你 要不是你我也活不到现在 张义眸光微动 说这些见外了 对了尤大叔 你这几天感觉身体有什么变化吗 尤大叔说这掀起衣服 我也觉得很奇怪 这么严重的枪伤 按理说没有几个月根本好不了 可是我却短短几天就归服了 而且力气还变得特别大 说着一只手把旁边的沙发举了起来 张义一脸惊喜地看着尤大叔 心里发出一阵感叹 好强的力量啊 尤大叔困惑地看着自己 感觉自己像一只怪物一样 张义却心情极好的安慰尤大叔 你不用太担心 你只是觉醒了一种强大的异能而已 就像是一只小蝌蚪 现在成功蜕变成了一只青蛙一样 尤大叔一脸懵地看着张义 张义笑了笑说道 没什么可奇怪了 其实我也觉醒了某种异能 说着从一空间取出一包吃的 这下尤大叔彻底凌乱了 怪不得他一直觉得 张义身上的资源多到用不稳 尤大叔顿时激动起来 抬手一用力把床板打扮了 自己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看到尤大叔的身体状态 张义心里乐开了滑 尤大叔变得越强大越好 这样自己的安全就又多了一份保障 张义嘱咐尤大叔 让他好好试用一下自己的身体才行动 此时的周可儿和大明星周海美 在客厅忙活着 张义言归正传开始说正事 尤大叔我给你找了个老婆 你要不要 尤大叔看到客厅中的周海美 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这是所有男人的梦中女神周海美 她没看错吧 周海美上前笑着跟尤大叔打了一声招 你好尤先生 尤大叔心花怒放的狂点头 梦中女神居然跟她说话了 张义看着两人 现在情况特殊客套话就不多说了 你俩一起搭伙过日子 房子就留给你俩了 我跟周可儿搬出去住 尤大叔一听急了 张义这可不行 我受你的恩惠太多了 这房子是你的保障 我不能再要你的房子了 张义安慰尤大叔说道 尤大叔不用跟我客气 我在外边找到了更好的住主 到时候你可以带着媳妇一块过来串门 安顿好尤大叔 张义和周可儿就来到了楼下准备去新家 最后再送你一件新婚礼物 说着他把雪地摩托车从一空间取了出来 生存的交通工具 他怎么能占为己有呢 你把雪地摩托给了我 以后你可怎么办 说什么也不肯说 张义说道尤大叔不用跟我客气 没有了雪地摩托车 我随便对付一下就可以了 说着张义从一空间取出了一辆越野雪地车 所有人顿时经的说不出话来 这就是张义说的随便对付一下了 而此时的徐家镇人心惶惶 大家都在等全村的希望之心春雷拿个主意 春雷想着再厉害的人他都没放在心上 他可是天选之缘 上天选中的人一定是带着使命而来的 这一定是上天给他的指示 使他变得更强 村长担忧地说道 那个家伙太强了 我们都打不过他 村雷你可是咱们全村的希望啊 咱们整个徐家镇可全都指望你了 你可千万别让我们失望啊 村雷被说得飘了起来 大包大懒地说道 放心吧村长输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张义几句话就把自己进入藏郊室糊弄过去 张义和周可儿坐在越野车中朝着别墅开去 周可儿期待地询问张义 新家是什么样子的 他很好奇以张义的性格 不可能把费尽心思打造的安全屋送给别人 现在却大大方方地把它送给了游大叔 还给游大叔找了一个娇艳的媳妇 张义笑着说道 我们的新家很大 比起现在住的房子要舒服几十倍 不过现在家里多了一个人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周可儿一听多了一个人 顿时紧张起来 是多了一个女人吗 张义你是不是变心了 张义拍了拍他的手说道 你别多想 我是怕你忙不过来 特意给你找了一个人帮你分担一下压力 周可儿这时才放下心来 因为在张义身旁 我就知道你最喜欢烤了 张义笑着看了看周可儿 反正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你请我愿的事情 你们只要乖乖听话就好了 张义继续加大马力 越往前开越感觉风雪越大 甚至比雪在刚刚开始的时候还要大 此时呼拉一声一束极光 击中了越野车的尾部 张义马上意识到 不对这雪太不正常了 紧接着砰的一声 车身被暴风雪袭击开始脱离轨道 张义握紧方向盘 猛地踩下了油门 对一旁的周可儿说道抓紧坐稳了 说着伸出右手 瞬间开启了一空间 嗖的一声将攻击他们的暴风雪吸到了眼前 我擦拭龙卷风 天海市几百年都没有出现过龙卷风 这肯定不是天灾 而是来自异能者的攻击 张义马上冷静下来 他的能力是绝对防 只要不乱振脚 对方就没有办法杀掉他 他开始思考攻击 他的人肯定就在附近 目前不确定攻击者的手段有多少种 两个异能者的初次交手 张义以比之道环是比身轻松打跑对手 张义开着越野车 一个神龙白尾将车头掉软 瞬间开启一空间 将突然袭击的龙卷风吸了进去 而在暗处的春雷马上发现了不对劲 明明刚才已经击中那辆越野车了 怎么风突然停了 这招龙卷风对他的消耗太大 他也不清楚对方到底有多大实力 春雷越想越觉得这个家伙不好对付 搞不好对方也是自带超能力 关键他已经亮出了底牌 对方什么来头他一点都不清楚 此时身旁的两个村民看到状况不对 春雷咋回事 怎么这次的超能力不灵了 他对着两个村民说道 我猜遇到硬查了 咱们得另想办法先撤回去再说 而此时在车里的张义已经整装待罚 他从一空间中取出了狙击枪架架到背景 袭击完老子就想跑 看我怎么嘎了你 说着举起狙击枪瞄准砰砰两枪 一个村民音声倒下 春雷跟另外一个村民见状立马下班了 这小子手里有狙击枪 关键这么远的距离他都能打中 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 张义再次举起狙击枪 春雷吓得躲在一个血堆后边不赶出来 张义笑了笑既然躲起来了 那就把刚才你送我的大礼再还给你 说着举起了右手 将刚刚吸收的龙卷风释放了出来 春雷看到跟自己一模一样的超能力 顿时惊呆了双眼 我猜这小子居然跟我的超能力是一样的 眼看被龙卷风就要扫过 撞击在一起 春雷趁着此事赶紧溜了 张义看着远去的两个背影 先暂且放过你们 对面是那些村民的地盘 他不能贸然追过去 况且车上还有周可尔 万一发生点意外得不偿失 有本事的话 你们就过来找我报仇 不过下次可就是我张义的主场 两个异能者首次交战之后 刚获取了些许的安静 但是张义的后院两个女人 却要上演一出宫廷争斗 张义没有恋战 继续驾驶雪地车 朝着云雀山庄开去 而此时的张义对这一次的战斗 也收获颇大 未来世界恐怕会成为 异能者的天下 一旁的周可尔担心地询问张义 那些没有被嘎掉的人 会不会突然跑来找张义报仇 张义安慰他说道 放心好了 我们新的庇护所很安全 即使超级异能者 用龙卷风把庇护所给买了 也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 而另一边的徐大胖等人 搀扶着商员往徐家镇走去 自从他的超能力觉醒以来 一直都是他把别人收拾得 服服帖帖的 这还是第一次他被别人追着的 小命都差点送在这里 张义两人一路来到云雀山庄 张义还有一份特殊的礼物 要送给周可 此时的杨秘密穿着一套性感的内衣 大刺刺地躺在床上 突然被当作金丝雀养起来 他还真有点不适应 他还在想着 接下来该怎样打发这无聊的日子 突然房间的门卡塔一声 被人推开了 张义走进来 看着躺着床上的杨秘密 起来吧 我给你介绍个朋友 杨秘密心里一惊 张义这是要把他转手给别人吗 他把自己当什么了 张义好笑地看着他 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 你应该喊他一声姐姐 杨秘密又是一脸惊讶 看来是自己想歪了 那他是你女朋友吗 杨秘密紧张地问道 张义拿起衣服递给他差不多吧 杨秘密心里开始盘算起来 向我堂堂国际顶流明星一线花旦 竟然要和别的女人分享一个男人 说什么也不能输给一个小分母 杨秘密美美地给自己画了一个妆容 输人不输阵 看我怎么把你踩在脚下碾压 而此时另一边的周卡 也精心地收拾了一番 女人的魅力才是最好的武器 胜负才刚刚开始呢 过了许久经过精心打扮的杨秘密 才来到客厅 然而就在两个女人四目相对的时候 却大惊失色 原来是你 此时张义站在中间一脸翁圈 你俩认识吗 真是离了个大谱 在末世之下 张义竟然遇到了电信诈骗 这几天张义在云雀山庄悠闲的练习射击 此时一通电话打了进来 张义刚要接听 却发现这通电话不是语音电话 而是手机拨号 要知道末世以来 所有的电源都已经是停滞状态 何况他所有认识的熟人和朋友 基本上都死光了 这个陌生号码到底是谁 就算你是天皇老子 我也懒得理你 说着张义果断地挂了电话 直接将这个号码拉黑了 诡异的是不到两分钟 这个号码又打了进来 这次张义不淡定了 怎么回事 刚刚明明已经拉黑了这个号码 怎么还能打进来 张义怀疑自己刚刚没有操作好 二话不说再次拉黑了这个号码 此时电话又适时地响了起来 张义这次彻底慌了 恨么的这是见鬼了 就在张义惊慌失措的时候 电话居然自己接通了 电话另一端开始质问张义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张义虽然心里慌得一批 但是他仍然告诉自己要冷静 这个家伙不是善茶 跟自己之前遇到的虾兵蟹将 不是一个量级的 此时电话的另一边 开始一字不差地说着 张义个人的详细信息 不但知道他的出生年月家庭住址 而且还知道他目前就住在云雀山庄 就连他之前工作的地方 都给扒了个底朝天 张义这次再也绷不住了 你到底是谁 怎么会对我了解得这么清楚 电话另一端的胖哥嘿嘿一笑 不用怕 只要你把手里的物资送给我 我就不会把你的信息曝光 张义一听 哭吃笑了 哥你吃错药了吧 就凭我这点信息就想要我的物资 那你尽管去曝光好了 老子无所谓 胖哥接着说道 如果让人知道 你手里有城南仓库丢失的物资 你觉得又会怎么样 张义咬了咬牙 开始玩起了老赖的游戏 你说有就有吗 谁会相信你 况且我一个小小的主管 城南物资失窃案 跟我能有什么关系 胖哥不紧不慢地说道 不要跟我玩这种小伎俩 我也不快告诉你 我是智云集团的陆风达 张义听到这个名字瞬间呆住了 陆风达是国内首区一指的 信息领域界的大王 他居然被陆风达盯上了 竟然敢威胁到我张义的头上 可而你去告诉游大叔 我想吃鱼了 陆风达国内首区一指的 信息领域界的大王 张义居然被陆风达盯上了 这样的人物 想要破解张义的手机 简直轻而易举 张义此时懵得一惊 既然这个家伙 能这么容易破解他的手机 那家里的电脑控制 是不是已经被他贬飞进来了 但是转念一想 这种概率不大 现在陆风达跟他一样 被困在云雀山庄 手机没有其他的硬件设备 他也就只能黑一下 手机这种简单操作 要是真的黑了家里的电脑设施 他也不至于打电话来威胁自己 张义想了想打算 先稳住这个大叔 陆风达此时才不管其他的 狮子大开口地说道 既然你能够养活两个女人 那多养我一倍也不是问题 只要你给我提供 维持生活的物资 我就帮你保守秘密 另外我还可以帮你维护网络安全 防止被其他黑客盯上 张义笑着说道 陆先生你说笑了 我是做过一段时间的仓库主管 但是一个小小的主管 没有多少权力的 陆风达立马放出狠话 张义不要跟我耍早聪明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 见过的事情比你想象的多 通过你的手机 我可以得到很多关于你的情报 你的手里一定有仓库失窃的那批物资 张义心里此时一万匹小马奔腾而过 该死的老东西 老子一定找个机会把他给宰了 张义眼见事情瞒不住了 索性说道 我手里是有一些物资 但是也不多 你也知道我家里空间有限 多余的物资我已经打包卖了 陆风达根本不关心他有多少物资 只要能保证他的需求就可以 如果张义不答应 他就要把消息全部散播出去 让那些拥有异能的超人们 全部围攻张义 结果可想而知 张义俯着额头 这次算是遇到硬查了 不管怎么样 他已经下定决心 要把这个陆风达彻底解决掉 张义口头答应着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物资 但是你也要保守秘密 陆风达一听 高兴地说道 放心我又不傻 这件事天知地知 会送到云雀山庄302号别墅 千万别给我玩新年 要是我心情不爽把消息泄露出去 到时候你可就惨了 张义挂断手机 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这个陆风达必须得死 他走到客厅 看到沙发的周可儿走了过去 端起一杯水猛地喝了几口 可儿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周可儿凑近跟前 张义对他说道 我们现在的位置被别人给发现了 我呸 张义你就是一个渣男 白天刚在厨房调戏大明星表姐 晚上就和纯情表妹浓情蜜 杨秘密在厨房里翻找了好一会 什么都没有找到 这时张义看着大秘密来回走动的身体 不得不说她的身材是真的棒 张义走到了她的身后 轻轻地吹了一口气 杨秘密紧张地站起身来向后躲去 同时担忧地看向楼上 羞红的脸说道 你在干嘛 不是说好了不要这样吗 万一被发现我俩的关系怎么办 张义笑了笑 没办法 你太迷人了 说完他从一空间取出一大堆食材 放到了桌子上 杨秘密看见张义瞬间取出的食材 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我的天哪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 杨秘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在冰雪末视食物竟然如此丰富 这样大鱼大肉感觉有些太奢侈了 张义诱惑地拍了拍大秘密的小粉 没关系以后咱们家都这样吃 经过一番折腾 杨秘密招呼张义和周可儿过来吃饭 张义心情大好的看着一桌子的菜式 杨秘密和周可儿缺个怀心事 周可儿尝了一口鲈鱼 就不屑地紧皱眉头 盐放多了 这怎么吃啊 杨秘密低着头心虚的巴拉米饭 毕竟刚刚那种情况下 的确不容易把握调料的分量 张义看在眼中 心里面却在微笑 他就是故意要让两个女人之间争风吃醋 他才能安心坐收鱼翁之力 此时张义急忙用筷子夹起一道菜味给周可儿 可儿乖 这个比较清淡 周可儿心里甜甜地吃了下去 立马洒起了狗粮 还是一哥哥家的菜好吃一点 一旁的杨秘密心里不是滋味地看着两个人的表演 夜晚周可儿担心地问张义 杨秘密和他比起来谁更好一点 白天在厨房发生的事情 周可儿都是看在眼里的 张义用他渣男般的眼睛 哄骗着周可儿 宝贝不要想太多 我是最爱你的么么的 此话一出纯情少女周可儿 一把搂住张义 张义哥哥我就知道你最喜欢考 此时张义心想 你真是一个傻白甜 爱情 这个玩意有什么用 张义表面上虽然对周可儿热情素 可是他心里却从来没有什么爱情 和周可儿在一起只是满足男人的基本需求 爱这东西只是让人失去理智的一种疾病 张义和两个姐妹花过起了没羞没臊的生活 张义没想到两个人居然认识 周可儿气呼呼地对张义说到这个人是我表姐 可是看他们俩个人的关系似乎有点僵 杨秘密一把拉过张义偷偷说道 张义求求你 千万不要让周可儿知道我们的事情 张义摸了摸下巴笑着说道 我们俩有什么事 杨秘密顿时气得直跳脚 就是我们俩之间的交易 张义看着一边暴跳如雷的周可儿 一边小心翼翼的杨秘密 他觉得事情越来越好玩了 原来周家和杨家在圣经是有名的书香世家 家族当中人才无数 而杨秘密为了出名选择进入娱乐圈这个大人高 甘愿做一名戏子 周可儿鄙视地看着杨秘密 你要是真的有才也就算了 靠着自己的作品上位 家人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 自己为什么弄我 心里没点数吗 圣经上层圈子的人 没少因为这些嘲笑他们走家 圈里圈外的人 谁不知道你杨秘密是个公交车 这种有辱门眉的事情 周可儿光是听到就觉得恶心 别说是见到本尊了 张义看着身后的杨秘密有点觉得搞笑 他大手一挥 过去你们什么恩怨我不管 这里以后没有什么书香门顶 也没有顶流花旦 你们现在只是共患难的邻居 两个人在电光火花中握手沿河 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随后张义带着两人来到地下的后花园 看着里面长得茂密的蔬菜植物 告诉两人 以后你俩每天的工作除了收拾家屋外 就是要打理好这些植物 以保障他们的后勤物资 俩人开心的点点头 这样以后就有事情做了 省得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闲出事情来 随后张义支开周可儿 让他去楼上收拾一下卧室 剩下一脸感激的杨秘密 张义刚刚谢谢你替我保守了秘密 我对表妹已经有所亏欠了 现在如果让她知道 我现在还跟她抢男朋友 她得多伤心 所以今后能不能不让她发现咱俩的关系 张义心里却打起来了另一个饭盘 若带一个庇护所就只有三个人住 偶尔玩一下猫捉老鼠的游戏感觉也不错 张义很爽快地答应了杨秘密的要求 杨秘密为了感谢张义能保守秘密 主动提出要给张义做饭吃 此话一出张义有些错误 大明星也会做饭 此时杨秘密转身向厨房走去 当然了不要以为明星都是废物 其实我在无聊的时候 都是靠做饭来释放压力 没一会杨秘密就来到厨房 可是万万没想到 厨房一点食材都没有 真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真是造谣一张嘴 屁咬跑断腿 杨秘密不经意的一句话点醒困惑中的张义 张义走到周可尔身边 宝 我有事情跟你商量一下 他把陆锋达的事情简单地给周可尔讲了一遍 陆锋达知道他手里有大量的物资 因此对他进行了要挟 周可尔听完之后 也是觉得事情有些麻烦 周可尔认真思考了一下说道 我的确是接触过一些这种人物 他们或许没有普通人想象的那样万无一时 但是智商水平绝对相当高 同样他们的道德水平也相当之逼 否则他们就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商人 张义有点没了主意 他真想一刀嘎了这个家伙 但是又担心这个混蛋留下一手 让他活着就这样一直被论 这种事情张义绝对忍不了 周可尔点了点头 这些情报一旦泄露出去 肯定会对你造成危险 这样的话事情就有点难办了 他之前也听说过一些关起勾结的事情 贪官为了消灭证据 对互联网大佬下手直接找人嘎了他 结果第二天证据直接被放到了网上被曝光了 张义也听过类似的故事 这些亡命之徒最后都会给自己留一手 他们会设定触发程序 一旦自己出示内幕自动曝光 这也是其他对手不敢轻易动手的原因 周可尔担忧地看着张义 一把扑了上去 哎呀呀 既然一时半会想不出好办法 那干脆就不要想了 让我给你好好放松一下 可现在的张义哪有心思想其他的 这件事一天不解决 他就会寝食难安 关键事情拖得越久 情况对他们越无力 就在这时杨秘密走了出来 张义看到他来得正好 坐下来大家一起商量一下对策 杨秘密听完整个事情的经过 眉头一皱 这确实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 这就是所谓的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啊 我们娱乐圈的人对这种事情 简直是深恶痛绝 张义突然像打了鸡血一般激动 你刚刚说造谣对不对 杨秘密不解地看着他 对啊 他对外散播你的消息 不就是跟娱乐圈那些 无良媒体造谣明星一样吗 张义化身键盘下 一招浑水摸鱼搞定敲诈他的肥宅 杨秘密漫不经心的一句话 瞬间把张义的难题解开了 坐在一旁的周可而不懈地说道 在这种时候 即便是造谣 大家也一定会选择相信陆丰达的话 张义双手撑的下巴 大脑飞速运转 陆丰达这个家伙 虽然手里掌握了我的情报 但都不是铁证 可是这些情报一旦外传 肯定也会给自己带来不小的麻烦 既然现在不能阻止他把情报传出去 那就把水给他搅混 真真假假让这件事情当作造谣来处理 周可而和杨秘密一脸好奇地看向张义 齐声问道你打算怎么做 张义神秘一笑 转身去做起了准备 张义来到操控室 将电话打给了陆丰达 张义你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张义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找什么急啊 真以为我手里物资很多吗 要不是你手里有我的把柄 我特么真想弄死你 电话另一头的陆丰达却大笑起来 小子你想弄死我 还太嫩了点 我背嘎了你也活不了 你最好不要打我的主意 一旦我有什么意外 你的秘密就会自动发送到天海市每个人的手机上 你自己掂量掂量后果有多严重 此时的张义大脑飞速运转 心中有了主意 算你狠 你等着 我一会把东西给你送过去 挂断电话张义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 他打开电脑 在天海市仅存的几个论坛发了许多帖子 沃尔玛华南仓物资失窃之名 是沃尔玛坚守自盗 提前将物资转运回国 沃尔玛仓库价值上百亿的物资到底去了吗 根据目击者回应 当天夜里有武装部队出现 绝密押韵 警方对于此事闭口不谈 等等一系列的花边新闻 想要掩埋真相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埋进谎言之中 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人能分辨真假 这样一来 即使陆风达说出了事实真相 自然也不会有人相信他 到目前为止 张义把能想到的手段都用上了 至于能不能成功 那就只能看运气了 但是陆风达这个人 毫无疑问他必须得死 大家记住这个变态 不但一发入红嘎了人家 还要用武器在人家遗体上鞭策几发 我呸 臭不要脸 张义按照陆风达的要求 将准备好的物资放在了那个家伙的住所 做完这一切 他一步步离开了别墅 然后躲在一棵松树后面 他端起狙击枪瞄准了放在门口的背包 趁着陆风达出来拿背包 他就一枪将这个家伙打了 准备好这些 他拿出手机给陆风达发去了信息 东西已经放到你的门口了 随后他紧紧地盯着门口的动静 静静在暗中等待陆风达的出现 可是过去了很久 陆风达家的大门始终没有任何动静 张义觉得有些不对劲 难道这个老东西没有收到自己的消息 张义掏出手机准备给他打一个电话 却下意识停止了手中的动作 如果这个时候再次给他打电话或者发信息 就代表着他知道陆风达没有把东西拿走 这么做那个老东西一定会怀疑自己就在附近 张义缓缓地吸了一口气 再等等看 这个老狐狸宁愿冒着生命危险跟张义要物资 他不可能不出来 张义保持着一个姿势 镜头一刻都没有离开那个背包 静静得等着鱼儿上钩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过了15分钟左右 302别墅的大门才被缓慢地推开 一赶猎枪的枪管先探了出来 在确认附近没有危险之后 一个小老头才从屋子里磨出来 此时的陆风达满心欢喜地盘算着 总算是搞到了一些物资 不枉老子白费这么多心思 正在他准备去拿背包 砰的一声枪响 陆风达的脑袋被贯穿了一个大洞 整个人撞在门上重重倒了下去 此时张义见到得手 迅速朝着302别墅就冲了过去 来到陆风达到跟前 对准他的脑门又补了几桥 你个老东西 他举起枪针要砸下去的时候 又犹豫了 这个老家伙的电脑里面 肯定有许多珍贵的资料 他灵机一动 把电脑收入一空间 里面的信息不就无法对外发送了吗 张义苦大愁深地叹了口气 哎呀呀 我能做到只有这些了 人嘎了 东西收了 他家要是有亲人 我也一起送他们黄泉路上做伴去 探探正义的光扎不扎我了就完了 哈哈 想玩这些有的没的 张义在这里也是无趣 还不如回家陪两个娘们打扑克 顺便接着当键盘侠在网上制造虚假一路 就算情报泄漏 张义也要睁眼说瞎话 栽赃陷害是他的看家本领 不行就往死人头上扣 必须把自己洗干净 我有意见 为什么张义预盖迷张掩盖自己的罪行 却得到了两位美女的赞赏 张义伸着懒腰从控制室走了出来 周可儿关心地问道 张义你在里面忙什么呢 我给你做了牛鞭炖腰子快过来喝点 张义做好之后 两个女人都围了上岸 一哥哥你累不累 一哥哥我帮你捏捏呗 张义顿时觉得家里有两个女人是真爽啊 这样的幸福生活 他希望永远持续下去 此时张义漫不经心地问道 你们的手机有没有收到什么消息 周可儿满脸疑惑地说道 乱七八糟的 收到了好几条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杨秘密也觉得这些消息有些欲盖迷章 张义喝了一口乌鱼汤 对两人说道 本来就是欲盖迷章 那些是我放出去的烟雾蛋 从现在开始 还会有数百条消息发送到整个天海市论坛 以及每个人的手机上 既然他阻止不了陆风达将消息发出去 那就只能假消息来掩盖真相 周可儿疑惑地说道 可是这个样子 不是反而更加让人怀疑了吗 杨秘密也觉得 突然之间把这个话题吵了起来 很容易引起别人注意 张义吃了一颗鱼丸 眼神淡然地说道 引起注意这件事情本来就无法避免 不管我发不发这些消息 陆风达也肯定是要发的 所以撒下这些烟雾蛋 可以混淆视听 那些小虾咪们哪有精力去判别这些信息的真假 他们要的只是吃瓜 杨秘密眼睛一亮 望着张义说道 毕哥哥你简直是太聪明 他一脸崇拜地看着张义 看来自己的眼光不错嘛 张义除了帅以外 还是很聪明的呀 就在这时周可儿看着手机上的信息说道 可是这些信息都是你从电脑上发出去的 如果有人追踪IP地址的话 不是一下子就能发现是你了吗 没错 张义虽然用了多个小号的方式发送了信息 但是他的IP地址却是唯一的 如果遇到某些网络组织 很轻易就能查到是张义在背后搞鬼 到时候他的嫌疑法是最大的 张义的脸上不动声色 低头继续喝着糖 周可儿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 连忙道歉 他觉得自己可能过于担心了 现在整个天海市活着的人恐怕也没多少 懂得反侦查的估计更没几个 他是起人忧天了 他连忙说道 义哥哥 你的做法还是非常成功的 张义用筷子夹起餐桌上的烂菜叶子 意味深长地说道 除非这场血灾让全世界进入原始社会 否则想要隐秘自己的行动 轨迹是很难做到的 杨秘密和周可儿都看待了 有杨妖你不吃 非要吃烂菜叶子 还巴巴地在这里讲什么大道理 刚才出门是不是脑子冻坏了 张义吃完烂菜叶子 感觉慷慨激昂 以后会碰到有强大网络能力的组织也在所难免 甚至甜不知识地拿路风打举例子 要不是他的出现 我还是可以好好地抖我 一场别墅守卫战即将上演 张义开始精心布置陷阱 雪中有坑 坑中有钉 张义没有想到平静的生活会这么快被打断 路风打的出现让他感觉被要挟了 所以这个人必须死 他对身边的两位美女说道 自己目前的这个庇护所拥有最顶级的防御措施 即使是核弹攻击也不会对他们造成威胁 杨秘密一脸惊喜地看着张义 看来这次自己真是捡到宝了 本来以为自己捡到一个青铜 谁知道最后却是一个王者 张义笑着看了他一眼 你可别高兴得太早 虽然对于守住这个家我很有信心 但是接下来你也不能显着 杨秘密一听顿时脸红心跳起来 他当然不会显着 把张义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对他来说是小菜一别 张义有些无语地看着杨秘密 给他弹了一个脑瓜崩 小猫咪你想歪了 这种时候满脑子还想着少儿不宜吗 我要你们俩姐妹帮我制作陷阱 杨秘密跟周可儿疑惑地看着张义 陷阱这种东西他们可从来没有接触过呀 张义随即说道 虽然这栋房子的防御力极为惊人 但是他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足够的反击能力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在周围布下严密的陷阱 如果有谁敢打我们的主意 就让他们有来无回 此时的周可儿和大秘密听着张义的计划 闭脸兴奋 一哥哥你说怎么安排 我们就怎么做 一切你说了算 张义随后起身从一空间呼啦啦地取出了一大堆东西 大部分都是五金产品 张义拿起一根钢钉对他们说道 在这种雪地里设置的陷阱难以被人发现 所以你们在布置陷阱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方位 万一哪天我们出去 被自己设下的陷阱伤到 那麻烦就大了 周可儿与杨秘密都意识到 接下来可能真的会有危险靠近 他们不敢大理 认真的听着张义安排 张义取出一块木板对两个人说道 要把这个和钢钉一起使用 这样埋在雪中 人踩到上面一下子就可以穿透脚底板 两个女人坐在旁边 看着在木板上面钉上了秘密麻麻的钉子 光是想想 就已经感觉到那种要命的疼痛贯穿全身 张义在小小的花园里挖要挖要挖 玩下小小的手雷开大大的花 张义指着地上的简易陷阱 对两个女人说道 这样的钉子陷阱 我们起码要制作一千个以上 别树周围要全部撒满 说完他又从一空间取出一个捕兽家 锋利的锯齿看得头皮发麻 他指着捕兽家说道 如果被这玩意夹住不死也得惨 所以你们在布置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把它放在钉板的内圈 这样就不会被人用木棍试探出来 你们俩只需要搞定这两个陷阱就行 剩下的由我来布置 周可儿和杨秘密按着张义的指挥 拿起锤子乒乓乓乓的制造钉板建计 此时的张义也没有显着 他站在窗口看着外面的地形 他要将引爆式地雷埋在最有力的地理 这玩意威力太大了 可以直接炸毁坦克和装甲车 要是用来炸人的话 恐怕最后连骨头渣子都找不到 只是自己以后出门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开始 三个人忙活了一上午 终于把一千个钉板制作完毕 随后张义带领两人开始在四周布置陷阱 两人小心翼翼的按着张义的要求进行布置 钉板的位置要埋得恰到好处 人踩到上面倒下的时候 刚好被另一块钉板插到 这样就可以直接干掉一个人 地旁的张义也没有显着 他此时在雪地上已经挖出了一个一米多的深坑 然后小心的把引爆式地雷放了进去 并且用弓兵铲平整了一下表面 回头下点雪 这里就毫无痕迹了 接下的工作就是防止对方清理陷阱装置了 张义从一空间取出几颗手雷 在陷阱的外围布置了一圈手雷 这样一来 无论是脚踢到钢丝 还是用工具触发 都会引发爆炸 做完这些 张义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杰作 除了这些以外 他还有别墅内的两重防御 长达十米的通道催眠瓦斯 以及高达上千度的高温喷射装置 当然最最重要的最后一道防线 那就是张义自己了 杨秘密回到温暖的房间 满心欢喜地等着敌人上门 毕竟他今天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一定要张义觉得自己对他来说 还有一点用处 张义无语地看着他 我巴不得我们今天白忙活一场 你怎么还巴不得别人攻击咱们似的 稍微有些头脑的人 都不会选择在这种时候攻击别人 能活到现在的人 没有一个人是简单的 所以我们应该还可以 安安心心地过一段快乐的日子 你父亲看 张义这个狗王把门汗死了 就怕有人挖他的墙角 杨秘密一手拖着下巴有点矛盾 他也不知道自己 是希望别人过来踩他的陷阱 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一直处于 这种安全环境之中 正在他愣着出神的时候 忽然听发了一阵刺耳的声音 他扭头看到张义正在用电焊机 在通道上加装门栓 他好奇地走过去问张义 你这是做什么 难道这两道厚重的金属门 还不够安全吗 这次的陆风达事件 给张义提了个醒 他一边忙活着一边说道 这栋别墅所有的设施 都是靠电脑操控 也就是说如果有人黑进了我们的电脑 就能轻而易举地打开这两扇大门 为了万无一失 他在通道门上又加装了三条钢筋 做完这一切 张义一脸认真的说道 即使有人突破通道 遗事半会也攻不进来 小心使得万年传 杨秘密一脸崇拜地看着如此谨慎的张义 虽然这个男人做事方法狗是狗了点 但是他一定比普通人活得命长 此时的张义看着里里外外的布置 心里踏实了不少 唯一让他放心不下的还是网络这款 他自言自语道 要是有个网络高手在身边 那就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 听到张义的话 杨秘密脸上露出一抹哀伤的神色 欣欣倒是对网络挺在行 只可惜 大秘密话还没说完 周可儿却惊讶地问道 你知道欣欣的消息 他现在怎么样还活着吗 杨欣欣从小身体不好 因为患有小儿麻痹症 所以双腿瘫痪 不过他的头脑却异常的聪明 对于计算机更是有着可怕的天子 据说他16岁的时候 就拿遍了国际计算机领域大奖 是一名世界顶级黑客 张义听着周可儿的叙述 也是忍不住有些感叹 要是能把这个杨欣欣找来 那就万事大吉了 此时一旁的杨秘密摇了摇头 欣欣已经失联很久了 雪在来临之后 他一直都联系不上欣欣 估计已经凶多吉少了 张义想了想抬头对杨秘密说道 会不会是人家俩的搭理你 毕竟你除了漂亮一无是处 在这些天才的眼里 遇到危险谁会寻求你的帮助 大秘密一脸猛逼的看着张义 忍不住握起拳头锤打张义的胸口 张义你坏死了 张义此时心中有一些遗憾 如果那个叫杨欣欣的女孩还活着 让她加入自己的团队 确切的说是后宫团队 那也是不错的选择 何况看着两姐妹的颜值都这么漂亮 她是两个人的妹妹 颜值也错不了 真是可惜了 不过既然得不到的东西 再骚动也没有用 接下来 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等待 感谢一副观看记得点赞收藏 摸摸摸了 百密书中有一漏 张义盗窃的丑事还是散播了出去 一股强大的地下势力 昭然若接注意上了张义 陆风达事件的发展 果然如张义所料 在陆风达死后的24小时 设定的程序 向整个天海市的人都推送了一条信息 信息内容指明了张义手中 掌握着大量的沃尔玛失窃物资 不过陆风达的这条消息 已经被张义用海量的假信息掩盖了 如果真有人能从这么多的信息中找到张义 那他一定不是普通的组织 一切都在张义的计划之中 张义将手机放在一旁 从腰间取出一把弓箭放在弓弦上 随着他的意念附着在弓箭上面 羞的一声 箭矢猛地飞了出去 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将其牢牢包裹住 让箭矢的速度飞得比平时快了几十倍 箭矢狠扎入箭板当中 郑重马星 经过半个多月的训练 张义把自己的异能又开发出来一些不同的能力 只要他将异能附着在武器上 其威力和速度都会翻上几十倍 这简直就像开了外挂一样爽 他甚至感觉 自己只是挖掘出了异能的冰山一角 还有更多的能力没有被完全开发出来 如果能够彻底掌握自己拥有的异能 那该有多么强大 张义正高兴的时候 肚子忽然发出了一声叫唤 他从一空间取出两个巧克力塞进嘴里 虽然新开发出来的能力很让人惊喜 但是消耗量同样是巨大的 张义大口地吃着巧克力 按照他的情况来判断 吃不饱饭也没使用异能的先决条件 张义就忽然笑了 那这样犯起来 异人强大与否的决定因素 竟然还是实物的多寡 这样的话 他张义岂不是无敌了吗 与此同时 在西山防卫营的地下庇护所内 一个神秘大佬在安排女秘书解决基地能源问题 然而女秘书提出了另一个情报 那就是这几天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超市被盗事件 据女秘书掌握的可靠消息 大部分网上发帖都是来自云雀庄园101号别墅 不过还有一条来自智云科技陆锋达的手机 他居住在云雀庄园302号 神秘首领双眸紧促 那你给我详细说说陆锋达手机里说的张义是什么情况 太好了 快来看 张义在这一集终于没有上线 两股势力都在盘算着如何打倒张义 西山基地的首领听着下属的汇报 当他得知张义只是一个小小的仓库管理员 他的表情立刻变得不屑一鼓 一个小小的仓库管理员而已 不可能是城南仓库失窃案的主播 这一定是国外势力早就知道冰雪末日的到来 提前回龙物资 现在反过来把锅甩在一个仓库管理员身上 简直是自欺欺人 首领顿时觉得自己是个天才 这么大的阴谋都能让分析出来 而站在一旁的下属小心翼翼的询问 那张义那边还要不要继续调查 首领大手一挥过些时间再去调查吧 现在人手不够 主要精力还是要放在找寻物资这件事情 而此时另一边的徐家镇 徐大胖正抱着自己的芭比娃娃躺在床上叨叨叨 我应该是天选之子 拥有顶级异能 然后收服美女无数 为什么遇到那个人我只有逃跑的分 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 就在此时 徐大胖的手机叮叮叮的响起 几十条华南仓库失窃的信息同时哄了进来 他痛苦的看着手机收到的大量信息 隐隐约约觉得这件事情 可能与那天吓跑他的神秘人有关系 大胖顿时来了精神化身为电脑黑客 绝大多数信息居然都来源于一个IP地址 只有一条消息是独立的IP地址 徐大胖的眼睛闪过一抹光芒 整个人变得更加兴奋了 价值上百亿的物资被人一夜当空 他原本以为是一场贼喊捉贼 现在看来这个叫张义的男人非常可以 徐大胖顿时不淡定了 上百亿的物资一个人怎么当空 但是如果有异能这种东西存在 一切不可能都会变成可能 但是如果能够顺利完成这件事 除非是一空间领域的异能采集 就像一个拥有超级无限容量的吸尘器 想要什么都要吸收进来 大胖又想起那天战斗时的长子 他的异能龙卷风在面前消失后 竟然又被释放出来攻击自己 这不是简单的反弹攻击 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变成对手武器攻击对方 这简直就是无敌外挂呀 他瞬间明白这个人肯定是空间系能力者 而华南仓库的物资极有可能都在他手里 这样一来张义的那辆豪华雪地车也就能解释通了 想到这些 徐大胖又是一阵失落 他大爷的那可是空间系啊 他竟然拥有空间系的努力 我才是天选之子啊 徐大胖是个聪明人 知道打不过就加入 然而身边的糟老头子却不知好歹 徐大胖自从发现了张义的秘密 一直在床上痛苦地翻来覆去 他的能力跟张义的比起来完全不是一个谅解 他难以置信地抱着巴比娃娃 难道张义才是主角 我就是一个打酱油的 怎么会这样 我是西门吹雪啊故事的主人翁啊 他不能接受自己只能充当张义的炮灰 可是张义的实力完全碾压他 弄死他跟蚂蚁一样轻松 徐大胖抱着枕头心里一遍遍地告诉自己 以后绝对不能跟张义发生冲突 最好是能跟他交个朋友 不光只能自己能办 他立马想到了全村人的安危 他一刻也不敢耽误 想马家边跑去告诉村长 三爷爷出大事了 他把张义当空华南超市 还有张义所拥有的超能力 通通告诉了村长 三爷爷这个张义非常厉害 他的实力完全碾压我在我之上 咱们村跟云雀山庄就隔着一条江 咱们千万别跟他产生矛盾 以后离那个地方远点 最好打鱼的时候也换个地方 村长听着徐大胖的讲述 心里顿时有了其他的打算 这个张义手里居然有华南仓库的失窃物资 要是把这些物资给我们徐东村来用 恐怕几辈子都用不完 顿时村长心里有了主意 一旁的徐大胖意识到村长的举动 顿时觉得不妙 三爷爷可千万不敢去打张义的主意 村长看了一眼大胖 有些不满的说道 春雷啊你什么都好 就是胆子太小了 咱们徐东村可是有几百户人家 算上整个徐家镇的人更是有数千户 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张义 徐大胖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反驳村长 随即说道可我感觉那个人非常危险 村长叹了口气说道 你的胆子都被他给吓破了 年轻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干假 哪次不得躺着拉回去几个 如今为了咱们徐东村的生存 我就豁出我这条命去都不带怕了 而此时另一边的云雀山庄内 张义正在和两个妹子享受着美味大餐 杨秘密一边吃着牛排一边思索 本来一开始的日子自己还有想离开的念头 但是现在这样不愁吃穿的日子 真是太舒服了 就在此时别墅外边传来了杀猪一般的惨叫 张义立马站起来 陷阱出发有人闯路 徐家镇的人本以为凭借人多是众 可以轻松拿下张义的上衣庇护所 但没想到却一步步走进张义设计好的陷阱 听到外面的惨叫声 张义起身朝二楼走去 他站在窗前 看到黑压压的一片人群将别墅包围了 张义嘴角露出一抹讽刺的笑容 原来是徐家镇的人 看来这帮喳喳比自己想象的来得要快啊 既然你们喜欢送死 那就来吧 就面前的这些普通人根本威胁不到庇护所的安全 看看上次跟他交手的艺人有没有来 他要是赶来 就趁这个机会一起嘎了他 说着张义将狙击枪架到窗户上 而徐东村的第一支小队已经来到 张义布置陷阱边缘 看着远处亮着灯的别墅 他们无法想象 与徐东村一和之隔的对面 竟然有人过着如此奢华的生活 有些村民想到自己马上就要过上这种生活 急匆匆的抄前跑去 忽然脚下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 痛呼了一声 一屁股跌倒在地上 受伤的村民看到脚上扎着密密麻麻的钢钉 顿时脸色下的惨癌 受伤如此严重 很可能性命不保 众人围上来看到倒在地上的兄弟 这个卑鄙小人 竟然在雪地里放了陷阱 快通知大家雪地里有钢钉 别再中招了 此时村长站在远处遥控大家 一切要小心行事 这个男人早就有了准备 不过这种小儿科的把戏还难不倒咱们 他吩咐村民用棍子和树枝先探路 把埋在雪地里的陷阱先清理掉 张义站在二楼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呵呵真以为你们有多聪明吗 第二波陷阱马上也该出发了吧 张义等着看第二波好戏 几波村民卖力地清除着雪地里的钢钉 这一招真的有效 正在沾沾自洗的时候 有一个村民脚下一动 似乎被一根绳子给绊住了手脚 轰的一声 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火光冲天 当场把附近五六个人给先飞了出去 有炸弹 身后的村民吓得连忙往后退去 可是他们没来得及走两步 就感觉到胸口和脸上一阵巨痛 扒开衣服一看 胸口已经满是鲜血 他们虽然躲过了爆炸 但是没有躲过弹片的起急 顿时惨叫声一片 而就在这时又有人不小心处罚了手里陷阱 紧接着爆炸声此起彼 当场又被炸死十几个 有炸弹啊 不能再往前走了 当即许多人吓得连滚带爬往回跑 在袖色可餐的诱惑下 村民已经逐渐失去理智 徐东村的村民伤亡惨重 满地都是伤员 他们之前在徐家镇周边战斗时 无往而不利 从没有过如此狼狈的场面 终于有人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春雷那春雷怎么没来 必须把春雷叫过来才行 血下面不知道还有多少陷阱 只要他能使出外挂龙卷风 这些陷阱都是毛毛雨 村长此时的表情有些难看 当初徐春雷求他不要进攻张义的庇护所 他放下狠话 不需要他徐春雷 照样可以拿下这座庇护所 可是现在第一波进攻 就让村民们不知所措 张义手中抱着大局 也在默默地等待着冰雪系的艺人出手 只要他出现 张义已经做好了干掉他的准备 村长这边面对施加的压力 他的老脸有些挂不住 此时让他去求徐春雷 等于是爷爷去求孙子 他咬了咬牙实在是做不到啊 村长呵斥道 怕什么没有徐春雷 咱们就什么都不干了吗 大家伙先不要着急 咱们一步步前进把所有陷阱给他拆了 他人就在这里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 怕他干什么 此时大家伙心里依旧有些忐忑 村长把手中望远镜递给一个村民 继续给大家画名 你们自己看看别墅里都有啥 咱们可就只差一步了 跨过去了里面的妹子 还有可口的食物就都是咱们的 村民们通过望远镜透过窗户 看着温暖的灯光下 看着漂亮的妹子和热气腾腾的可口美味 忍不住吞了几口唾沫 这分明是天堂啊 村民们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可是一想到雪地里的陷阱又开始推脱 还是喊春雷过来吧 靠他的本领 只需要稍微出手 就可以把这片雪地清理的干干净净 村长顿时发飙道 一群没出息的东西 胆小怕事的软骨头 咱们村除了春雷 其他人都是孬肿 谁要是害怕的话就滚回去好了 省得丢我们徐家的脸 村长满意的点点头 这就对了吗 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 只要小心一些 这种小儿科的陷阱根本啥也不是 村民们盲目无知的服从 带来的只能是粉身碎骨的暴打 村民们经过第一轮的惨痛 很快学聪明了 他们拿起冰块往前面扔去 这样就能触发陷阱 使大部分的陷阱都会失效 村民看到这样的方法有效 顿时信心被增 村长高兴的说道 好就这么继续前进 顺带叫上猎枪队跟上 张一肯定已经发现了咱们 我们这么多人只要他赶出头 必准把他的脑袋打成筛子 此时张一在二楼 看着他们的一切举动 呵呵凡人的智慧还真是强大 这样的排查方式 确实能让那些渣渣减少损失 不过高科技的装备 就不是这种小儿科能搞定了 别墅里的周可儿和杨秘密 看着窗外的人去 杨秘密顿时心里不淡定 他双手抱在自己胸前 脸色有些发白 张一他做什么去了 这么多人 会不会攻进来啊 而一旁的周可儿 只是一脸平静地望着那些人 轻声叹了一口气 这回不知道又要死多少人呢 他看着身旁满是担心的杨秘密 顿时心情大好 这你就害怕了 就你这胆量 以后怎么跟在张一身边啊 而此时正在二楼的张一 启动了别墅降噪功能 果断按下了地雷装置 只听到轰的一声 眼前一道冲天的火光 从雪地深处爆炸 一群人顿时被先飞了出去 身体四分五裂地散落在各处 惨状使张一不忍直视 张一摇了摇头 这种地雷要是更多一些就好了 这样你们就可以被彻底炸死 可以少受一些罪 大秘密看着窗外的场景 吓得后退了几步 一个只剩下半截身子的村民 挣扎着爬过来 嘴里说着救我救我 至于他的下半身 已经不知道飞去了哪里 大秘密看得顿时心中翻涌 挖得一身弯下身子狂吐起来 即便是见惯了大场面的周可儿 也是脸色微微发白 只有张一看到这一幕 有些可惜 早点死岂不是更好 省得冰天雪地里继续受罪 站在外围的村长 也被突如其来的爆炸瞎蒙了 此时从前方侥幸 没有被炸伤的小虾米 抱着村长的大腿哭倒 村长他们都死了 都被炸碎了 全碎了 完蛋了 我们被张一一个人包围了 不听劝诫的村长 付出了惨痛代价 村长两腿一软 直接瘫倒在地上 这个老头子 看着满地的尸体精神有些崩溃 他不过是想要一点物资 张一却杀了他们几十口的人 这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他精神错乱的大喊着 张一是魔鬼 而此时站在窗前的张一 眼里没有一丝同情 他按下了开启窗户的智能按钮 右手抽出三只剑放在弓弦上 通过几个月的练习 他已经做到百发百中 瞄准那些没有倒下的村民 毫不留情的开始了猎杀 嗖嗖嗖三只弓箭破空而出 三个正在逃跑的村民还没有反过来 脑子直接被贯穿倒在了地上 张一收割的一条又一条生命 很快就有人发现了不对劲 一个村民大声喊道有猎手 猎枪队的村民急急忙忙的举枪瞄准 暴雪之中 张一有红外线战术目镜 他们却找不到任何可以瞄准的目标 这简直就是跨时代的碾压 几名老猎手只开了一枪 就被弓箭贯穿了脑袋 死的时候眼睛仍然不敢相信 这不可能 风雪这么大 弓箭怎么能射到如此远的距离 眼见着村民们一个个倒下 村长后悔的肠子都轻了 尤其是他又想到当初徐春雷阻止他进攻张一 他当时压根就没有拿张一当一根葱 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他抬起手狠狠地抽自己嘴巴 我该死啊 我是徐家镇的罪人 而此时的张一 感觉就像玩CS开了外挂彻底完害了 他打算杀光今天过来的所有人 一个不留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中的风雪一瞬间变得大了起来 漫天的雪暴遮挡住了张一的视线 果然徐东村的那个艺人还是忍不住出手吗 他放下手中的弓箭 眼中闪过一抹兴奋的神色 怎么现在才来啊 老子等你很久了 张一立刻换上大具准备大干一场 而此时的徐春雷朝着一旁的村民喊道 大家快走啊 我坚持不了多久呢 放我张一者虽远必逐 你跑我追 让你们插翅南飞 徐大胖终究还是来了 徐东村的村民们看到熟悉的暴风雪 心里松了一口气 他们知道是徐春雷过来了 而此时的徐大胖一边控制暴风雪 一边朝着村民大喊快走 他要努力维持雪暴 帮村民争取撤退的时间 看着漫天雪暴遮挡住了视线 张一收起了手中的狙击枪 维持这种大规模的雪暴 消耗的能量也是非常巨大的 他倒要看看这个艺人能坚持多久 他不紧不慢地打开一空间 迅速穿戴好装备 对着站在一旁的两个妹子说道 在家等我回来 身边的杨秘密满脸的崇拜 心中愈发的愧疚自己想帮助张一 但除了自己能在床上多努力一点 其他自己真是一无是处 张一就这样走出了庇库所 而此时正在竭尽全力维持雪暴的徐大旁 他发现枪声停了 正在庆幸张一没有追过来 可是很快 所有人都听到了轰隆隆的声音 张一驾驶着雪地车奔驰而来 他开启自动驾驶后 拿起手中的突击步枪 开始朝着撤退的人群一顿扫射 人群中瞬间倒下了七八个 村民们发出惊恐的喊声 春雷快阻止他 春雷快救救我 而张一听到这个声音 仔细地在人群之中观察 有一个突兀的人引朝张一举起了双手 张一兴奋地瞄准那个人 老子找的就是你 砰的一声 一颗子弹从徐大胖身侧擦了过去 徐春雷吓得冷汗直流 他刚刚与死神只差了0.2公分 就在这时一辆爬里冲了过来 快走春雷 他们已经意识到张一的可怕 都在仓皇逃命 张一不慌不忙地开着雪地车 他知道这是干掉对面艺人的最佳时机 只要杀掉这个艺人 徐东村的那些村民在他眼里都只是渣渣 而另一边在拼命逃跑的村民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左右变换路线 让张一瞄不准来减少伤亡 张一看着徐大胖把自己遮挡得严严实实 索性调转枪头 开始去射杀其他村民 张一开着雪地车一路横冲直闯 村民被打得七零八散 张一拿着狙击枪一路贯穿过来 我倒要看看这么多村民 你能保护得了哪一个 异能人往往在生死关头 才能够爆发出更强大的能力 兵面上到处都是仓皇逃窜的人 张一想嘎谁就嘎谁 每一个雪橇上面都挤着三四个人 而且他们还携带着亲人的尸体 根本跑不快 很快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大声吼道 快把他们的尸体都扔了 赶紧跑 村民们一脸痛苦 他们可都是自己父兄的尸体啊 连入土为安的资格都没有了吗 后面的沙神紧追不舍 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很快一堆尸体就被他们丢到了冰面上 张一在后边疯狂的射击 一枪爆头 每枪下去都会打掉几个村民 春雷快想想办法 再这么下去咱们都得玩玩 此时的徐春雷脑袋都要裂开 就算大家不说话 他也在绞尽脑汁的想办法 突然他灵光一闪 对着张一行驶的道路张开右手 眼睛里一股淡蓝色的光芒刷得亮了起来 咔嚓一声退敲 冰面上出现了一条长长的裂缝 张一的雪地车猛的向前方倾斜过去 他手中的枪都歪了 他赶紧抓住车窗 雪地车由于失去平衡 自动驾驶系统迅速刹车 张一不得不选择暂时停止追击 刚刚还真是悬了 那个艺人的能力居然能让冰面裂开 自己刚刚差点就掉下去了 这一幕让张一的目光变得深邃 看来以后不能在冰面上跟这些人战斗 要不是刚才那个艺人的能力还没有完全开阀 又或者冰层不够厚 自己连人带车一起掉下去 最后可能连骨头渣子都找不到 张一想想都赶到后怕 算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先打道回府 张一开着雪地车往回走去 别墅里两个美女看到张一回来 周可儿问他 怎么样 上次袭击你的那个艺人抓到没有 张一一脸失望地坐在沙发上说道 没有 那个家伙太狡猾了 一直不敢正面对决 不太容易抓住他 此时一旁的大秘密不安地说道 张一你嘎了那么多人 就不怕以后被清算吗 何况现在法治社会 嘎人可是犯法的 真是不听少年劝吃亏在眼前 徐三爷因为自己的老要张狂不出了代价 作为全村唯一一位异能者的徐胖子 他要做英雄还是狗熊的 一旁的大秘密还在幻想着 雪灾快点结束回归到正常生活 眼下看着张一打了这么多人 他的信念开始动摇了 即使回到过去 他也过不了以前的生活 张一伸手捏了捏他的小脸蛋 笑着说道还在做梦呢 随后他对周可儿说道 肚子有些饿了 他晚上想吃脑花毛血旺和酒转大肠 大秘密还沉浸在刚才的杀戮当中 听到张一抱的这些菜鸣 一口气没忍住蛙的一声 又是一阵狂吐 张一笑咪咪地看着他 身体这么弱 晚上吃饭的时候好好补一本 大秘密面红耳赤地说道 张一你就是个魔鬼 而此时逃回徐家镇的村民们 就没有这么好的心情 经过此次一战 好多人已经吓破了胆子 村子里一片哀嚎 喊叫声此起彼伏 留守在家里的村民 本以为会像前几次战斗一样 会带来大量的战力品和物资 可是他们没想到 这次去的时候队伍有多雄壮 回来的时候就有多狼狈 徐大胖看着这一幕 惨象新的也不是滋味 明明已经警告过你们不要去了 就在这时一个村民 拉着大胖就走 快跟我来 村长快不行了 他要见你 大胖一听急了 什么 三爷爷他怎么了 此时村长的房钱 已经聚集了很多村民 大家哭哭啼啼地指责徐大胖 春雷亚听说这一次 咱们徐家人都跟过去吧 就你没有去 你是不是提前得到了消息 所以才不去的 咱们徐家就你运气好 有了这不一样的能力 遇到事情你不打头阵也就算了 怎么还在家里 当起了缩头乌龟了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 咱们徐家村死了多少人 你要是能跟着一起去 用你的超能力随便弄一弄 都不至于害得大家被炸弹炸死 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故意害大家的 徐大胖默默地承受着大家的指责 他知道现在说 也不能平息大家心里的怒 就在这时一位年长的老人呵斥大家 行了 这种时候大家就少说两句吧 他对徐大胖说道 快进去吧 村长在里面等你了 徐春雷看到躺在床上 奄奄一息的村长 心里一阵难过 三爷爷对不起 此时的村长气若犹斯地说道 春雷啊 都怪三爷爷没有听你的话 才会害死那么多人 我是老糊涂了 仗着你的超能力 自冰雪以来打仗就没有输过 还真以为自己了不得 可是我现在才明白 咱们村之所以厉害全是因为你啊 我们不过就是一群重地打鱼的农民 装什么装啊 最后把自己命都给搭进去 春雷赶紧制止了村长 三爷爷你别这么说 村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道 春雷 是三爷爷对不起你 村里死了这么多人 害你被大家指责 在这种时候得互相帮扶才能生存下去 等三爷爷走了 以后整个徐家村就托付给你了 徐春雷难过地流着眼泪 紧紧地握着村长的手 村长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徐三爷说完自己的临终意义 随即脑袋意外 就驾喝西游了 春雷连忙喊屋外的亲人进来 徐家众人连忙冲了进来 看到已经闭眼吸去的三爷 徐家众人嗷嗷大哭起来 然而此时的春雷却无人在意他的感受 被徐家众人气在身后 春雷看着眼睛的一切 难道造成今天的结果 都是自己的错吗 春雷被美女的告白点燃了对生活的希望 决定要和张义进行一次谈判 徐大胖垂头丧气地走出村长的房子 他现在彻底凌乱了 本以为自己觉醒了异能就该成为王者 到头来自己只不过是一只青铜 可现在村长临危受命 张义那个大魔头真要杀过来 自己趴势到时候也要跑路 他只想做一只闲鱼躺 正在徐大胖痛苦纠结的时候 一个漂亮的妹子正在家门口等着他 你是春雷哥哥吧 徐大胖猛地回过神来 我擦这么漂亮的妹子 自己只有在二次元的世界才见 徐大胖害羞地说道 我是春雷哥哥 你是谁啊 妹子赶紧说道 咱俩一个村的我叫徐莉莉 今天是特别来感谢你就是我爸爸 要不是你的话 我爸爸今天就回不来了 你就是咱们村的大英雄 徐大胖顿时不好意思起来 长这么大还头一次被美女夸 不过大胖此时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没错他不是罪人 他是徐东村的英雄 送走徐莉莉后 徐大胖突然觉得自己变帅了 一颗小心脏扑通扑通地跳 这个妹子一定是喜欢她 所以自己才会这么紧张 没错以后这个家就由我来守护吧 徐大胖越想越美 甚至想到了以后跟妹子一起生猴子 想到此处徐大胖顿时不淡定了 为了给你和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 眼下一定要把张义这件事先解决吧 这次张义肯定动怒了 搞不好过几天他就会来袭击徐东村 杀光这里所有的人 徐大胖越想心里越害怕 他可是答应了三爷爷要保护村子 况且为了他的徐莉莉 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张义 莫得自己的幸福 硬拼肯定是没戏了 他能分分钟被张义给秒吗 那只有和谈了 以后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大家相安无事地过日子 徐大胖顿时觉得自己是个天才 这么好办法居然被他想到了 为了他的小莉莉 他也要努力一把 他开始拼命地搜寻张义的电话 一边找一边给自己打气 莉莉你一定要保佑我能成功 你肯定也是喜欢我的 我可是你爸爸的救命恩人 按照电视剧的发展 你应该对我与身相许才有 为了咱俩的将来 我一定要跟张义和谈 与此同时张义这边 再重新布置陷阱 他为了防止许东村的人 再次偷袭 还有那个冰雪异能者 一定要把他斩杀在摇篮里面 张义回想起刚才的战斗 要不是那个异能者的能力 没有彻底的决心 我恐怕就要交代在谁里了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 那就一律当作敌人干掉 必须提前做掉 以防后患 徐胖子为了爱情向张义妥协 张义却想把徐胖子 纳入后宫 张义重新布置好陷阱后 累得四脚八叉地躺在沙发上 两个美女大献殷勤 手脚齐上 一个锤背一个捏脚 张义想着如果这样的生活 能够一直维持下去 简直就是妥妥的人生赢家呀 就在这时张义的手机 突然响了起来 来电视一个陌生号码 张义不懈地看着电话一直在响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这一回他淡定了许多 他很随意地点开手机 哪位 电话另一头传来一个激动的声音 张义你好 我是徐春雷 我有话想跟你好好聊一聊 张义一听脸色微微变了点 你是徐家镇的人 徐春雷赶紧解释道 对我是徐家镇的 跟你打着通电话并没有恶意 我是想跟你和谈 咱们以后不要再发生冲突了 和解怎么样 张义听了之后忍不住冷笑起来 想和解你开什么玩笑 一开始就是你们在挑事 现在打不过了想求和 便宜全让你们占了 你当全世界的人都是傻子吗 电话另一头的徐春雷顿时紧张起来 冷汗一直在往外冒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希望能得到你的谅解 这一切都是我们村子做的不对 而且对你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我们自己却伤亡惨重 你看在这一点上能不能宽恕我们 徐春雷紧张的声音有些发抖 继续说道 为了表示歉意 你有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出来 张义此事不禁有些好奇 如果徐东村的人真要打算和解 应该派一个惊艳老遭的人才是 怎么还没开始谈判了 对方就已经吓得声音发抖了 他摸了摸下巴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有什么资格来跟我谈判 徐春雷想了想说道 我就是跟你交了两次手的那个艺人 张义顿时来了兴趣 原来是你 他眯起眼睛思考着 这个冰雪系的艺人要是能拉拢成自己的小弟 以后自己就可以横着走了 张义打定主意说道 那好我现在只要你们徐东村一样东西 那就是你徐春雷 徐春雷听到张义的话吓了一跳 顿时脸红的磕磕巴巴 张义你不要这个样子 我是个直男 我有女朋友了 张义顿时翻了个白眼 你个死肥宅你想什么呢 我是说我对你的异能很感兴趣 如果你是真心想要和解的话 就亲自过来一趟 否则的话别怪老子大开杀戒 对付这样的宅男 张义只要稍微恐吓一下 就能让他乖乖听话 徐春雷吓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浑身颤抖 张义不要乱来 就算是灭掉我们徐东村 对你也没有任何好处 况且我们徐东村跟云雀山庄相互一组 以后敌人来饭 咱们还可以互相帮助 张义好笑地说道 你们现在不就是我最大的敌人吗 废话少说 下午两点准时过来 张义本想着和徐胖子谈判之前养精蓄锐 没成想却败在了杨秘密的石榴裙下 变化另一端的徐胖子 还在犹豫要不要去江对面见张义 张义却没有给他思考的机会 徐三胖机会只有一次 你要是不过来我就打到江对面去 总之一句话 只有你徐三胖才有资格跟我谈判 其他人都免谈 你不来的话 那就乖乖等我找上门吧 徐三胖一听顿时急眼了 张哥你别冲动 我去还不行吗 下午两点我会准时过去 说完这些话张义挂断了电话 只留下三胖在风中凌乱 这次彻底死定了 这次去见张义肯定是有去无回了 想想他的大好青春 想想他的徐莉莉 徐三胖开始后悔答应张义 而此时另一边的张义 开始谋划着下午该怎样对付这个徐三胖 如果能把他收入麾下那再好过了 他的冰雪艺能肯定比由大叔的艺能要墙上几百倍 如果这个家伙不听话 那就直接打掉最为省事 张义伸了身懒腰 打算午睡 一旁的大秘密走了过来 害羞地凑到张义跟前 一哥哥让我来服侍你休息吧 张义看了看他 今天不行 下午还有重要的事情做 不过我现在缺一个合适的枕头 你刚好可以替代一下 说着张义把头扭过去 面朝杨秘密身体一侧 顺便用他的裙子盖住自己的脑袋 杨秘密经得一身汗 脸色迅速变红 身体都忍不住微微地颤抖 这个张义太会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动作 让另一旁的大秘密有多难为止 大秘密极力隐忍着躁动不安的情绪 这是主人的要求 他必须得满足啊 此时群底下悠悠地传来了张义的声音 记得两点钟叫我 大秘密捂住自己的嘴连连点头 叮咚时钟准时指向了两点钟 张义早已做好了准备 站在阳台上手拿着大居 瞄准镜中走来了一只灵活的胖子 张义紧了紧手中的大居 只要这个胖子有什么异常举动 心血蜥蜴能的超人 可千万不能大赢 就在张义高度集中精神的时候 徐三胖脚下一滑 趴击摔了屁蹲 疼得三胖刚要爬起来 一个没站稳又妥妥地摔了下去 张义一脸无语地看着三胖的神操作 这是个什么鬼 传说中的超人居然是个纯斗逼 看样子这个家伙对张义没有任何威胁 张义此时来了兴趣 既然是个憨憨的去见一见也无妨 徐三胖到达指定地点后 张义不紧不慢地走了过去 三胖看到张义腿就一直在躲 这就是传说中的战神了 死在他手里也算止了 三胖心里捏了一把汗 张义我是来和谈的 我们不要再打下去了 这样对谁都没有好过 张义不屑一顾地说道 打输了就说没有好处 那要是打赢了呢 作为进攻方你们好意思吗 徐三胖挠着头不好意思地说道 这件事是我们不对 这次来主要就是想得到你的宽恕 只要你能答应和解 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出来 张义不客气地说道 是谁让你们来进攻我的 这个人必须地死 三胖一听这个顿时松了一口气 这个简单 事情是三爷爷拿的主意 他一回去就被你给吓死了 这下子你应该消息了吧 张义无语地看着三胖 你三爷爷嘎了 你还挺高兴 真是本末倒置了 三胖不好意思地说道 这件事本来就是我们的错 他嘎了也不能怪你 张义此时对这个憨憨越来越有兴趣 他倒是挺大度 感情死的人跟他没关系 张义继续试探道 死的这些人里面一定有你的亲人吧 你就不想杀了我替他们报仇吗 三胖此时一脸落寞地说道 我爸妈早就在冰雪来临前就死了 剩下的这些亲戚 都认为我是个废物 从来没把我放眼里 要不是后来无意中拥有的冰雪义猛 估计自己现在也早就杀了 张义仅用一个二次元手办 就收服一个冰雪义能者 而且带他装毙 带他非带他冲进垃圾堆 三胖一脸呆呆地看着张义 徐东村的人一开始就看不起三胖一家 要不是有义能加持 在这些亲戚眼里 他就是个废物 所以三胖也不会傻到为了这些人去得罪张义 说实话他内心还特别崇拜张义 那天张义拿着狙击枪追杀他们的时候 别提有多帅了 三胖做梦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张义看着眼前这个憨憨 真的是有点意想不到 嘎了他们村的人 这个憨憨反倒不计仇 好像还很兴奋的样子 二次元世界的人他真的有些搞不懂 此时张义也大方地说道 你这个人确实有点意思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就放徐东村一马 三胖一听是看在他的面子上 顿时眼睛里充满了光芒 要知道从小到大 他可是大家眼睛的废物 什么时候有过面子 张义张义我真是太崇拜你了 说着就要跑过去给张义一个拥抱 张义一个白手说道 先别着急谢我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从今以后你的听我的命令行事 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三胖一脸呆地看着张义 脸上又开始冷汗直流 那要是你缠我的身子怎么办 张义头顶一群乌鸦飘过 你大爷的徐三胖 脑袋里就不能装点其他的东西吗 张义一脸无语 真是服了这个二次元 既然这个憨憨是个二次元铁粉 那一定抗拒不了这个 说着张义从一空间 取出一件美少女手办 三胖胖看到手办激动的 手脚发麻立马就跪了 张义我的天啊 这可是全球限量版 更是他的梦中女神了 张义随意地说道 只要你以后跟着我混 我保证这些手办之类的东西广告 三胖连连点头 张哥以后你说啥就是啥 就算你缠我的身子 我也愿意 张义又是一脸懵 老子没那个爱好 不过你现在你需要帮我一个忙 说着张义从一空间 取出一辆雪地车 哐的一声雪地车从天而降 这一幕三胖简直看待了 张哥你这简直是 时间不出空间为王啊 就是放在全世界 那都是独党里面了 三胖虽然是个憨憨 但是马屁拍的确是一套一套 张义听着很是受用 张义开着雪地车朝前方驶去 三胖一路带着疑问询问张义 张哥咱这是要去哪呀 需要我做什么 你尽管开口就是 当然是带你去找好东西 眼看雪地车在一片空旷的雪地前停下来 前方的建筑已经被埋得只剩下一半 张义听好车对三胖说道 帮我把这一片的雪清理干净 三胖看着这片雪堆 这个对他来说简单的好 二话不说张手就来 顿时一股龙卷风四起 夹杂着大雪向天空飘去 这个冰雪异能者彻底沦为张义的工具人 然而这个冰雪异能者获取能力的来源 却让张义无法知识 徐大胖大手一挥 龙卷风瞬间暴走 紧接着地面上的雪层被掀起向天空飞去 张义看着大胖的这一番操作 其实他只是想测试一些大胖的真正实力 果然这个大胖是自己的天选工具人 以后要是获取资源简直是一如反掌 五分钟后大胖累得摊在地上 张哥你看看行不行 张义不由分说地递给他一块巧克力 吃点东西补充一下能量 大胖惊讶地接过巧克力 不错是自己喜欢的口味 真的是好久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食物 张义一个俯冲下去 把便利店的东西搜刮得干干净净 大胖看着迅速返回的张义彩虹屁吹了一地 张哥你真太厉害了 以后咱俩联手 那肯定是所有的资源都不在话下呀 张义好奇地询问他 你们之前就没有想过通过你的异能去挖掘物资吗 大胖两手一摊 当然想过 不过你也知道 我们没有办法离开村子太远 哪怕有几只雪地群 但是他们之前都是一些宠物狗 出来时间太久 他们会冻死的 我们也就只是挖掘一些村子周边的物资 赐给自足还是没有问题的 张义看着这个顶级工具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以后好好跟着我办 我肯定亏待不了你 说着张义取出一个背包 里面装满了满满的食物 这个就当是给你的奖赏了 大胖又喜又惊 张哥你以后就是我的亲哥哥 你说啥就啥 张义满意地看着眼前这个憨憨 一包食物加一个手办 就把这个憨憨收入麾下 二次元还真是好满足啊 张义突然好奇地问道 大胖你的异能是在什么情况下觉醒的 憨憨一听顿时脸红脖子粗 这个这个说来话长 冰雪默示一开始 我爹妈就嘎了 我自己也不想活了 但是我又怂得不敢自杀 就只好躺在床上想把自己饿死 张义一听跟由大叔差不多 就是你快要饿死的时候觉醒的对吗 大胖不好意思地说道 其实也不是 我躺在暖和的被窝里 一直没有饿死 我就想着在临死之前让自己爽一把 说到这时大胖不好意思的脸再走 张义笑了笑爽了一把 你就把一能觉醒了吗 大胖把头彻底缩了起来小声地说道 大概爽了二十几次把记不清了 最后都没知觉了 那种感觉很奇妙 莫名其妙地就感觉到了身体的变化 张义一脸无语地看着他 二次元的世界还真是奇葩呀 你可以叫徐卢什么 许春雷和张义和谈的功劳 轻松就被许六爷夺走 这样却让春雷心中慢慢萌生了另一个念头 张义开车把徐大胖送到江边 大胖看了看张义 张哥能不能开车把我送到江对面去 他一个胖子走过去也要消耗许多体力 张义不假思索地说道 我的车在冰面上打滑 徐大胖看了一眼雪地车 这个车不是雪地车吗 就是因为是雪地车 所以只能在雪上开不能在冰上开 徐大胖一脸猛 他还是头一次听说雪地车这么猛 他记得前天双方大战的时候 张义开着车在江上冲锋的场景 那姿势别提有多帅了 张义要做到的就是万无一事 因为上次交战的教训 他绝对不会再把车开到冰上给任何人机会 大胖领走时 张义神秘地告诉大胖 回到徐家村后要小心一点 他们徐家村是粮食蔬菜重地 过不了多久肯定会有人过来抢粮食 徐大胖听得一脸惊 谢谢张哥提醒 我一定会打起十二分精神的 张义看着大胖的背影 他可没有那么好心提醒别人 要知道徐家村对他来说就是一道天然品杖 如果有人想进攻云雀山庄 徐家镇是必经之地 张义笑了笑 有了这么一个工具人打前锋其实也不错 而此时另一边的徐大胖回到村子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六爷爷汇报和解的事情 六爷爷知道徐大胖私下找张义和解 气得破口大骂 谁让你自作主张去和解的 你把咱们村害得还不够惨吗 要不是因为你村长也不会死 你倒好不替村长报仇就算了 还跑去求人和解 你的脸可真够大 徐大胖小声地说道 村长临死前让他保护好村子 六爷爷顿时火冒三丈 你给我住口 你以为你是谁 现在我是徐家镇的组长 你不要自以为是 从现在起你所有的行动都得听我的 不许善自作主张 徐大胖从小被这些亲戚气压习惯了 他不敢去反驳三爷爷 这时组长看到大胖一贯的表情 拍了拍春雷的肩膀 我也是为你好 你现在是整个徐家村的罪人 要不是我好说胆说让你留在村子 村民早把你赶出去了 因为你的缘故让咱们村损失惨重 你回去好好反省一下 千万不要再做傻事了 以后你留在村子里听我的指令行事 就当是为你自己赎罪了 明白了吗 春雷一脸冷汗直流 默默地离开了组长的办公室 组长看着徐大胖的背景 眼神阴狠 一个废物想爬到我头上 简直是痴心妄想 组长拿起手机发去了群信息 放心好了 张义那边已经同意和解了 以后不会再威胁我们的安全了 群里顿时彩虹屁吹起 还是六爷厉害 一出马就把那个混蛋摆平了 当初就应该让您来做组长 这次咱们村就不会损失这么惨重 组长笑了笑 跑戏还在后边 好好的一场庆功宴 却让两个美女在张义的怀里度过了难熬的遗夜 张义回到家里之后 把徐胖子的事情跟周可儿和杨秘密简单聊了一下 大秘密听完激动的一阵欢呼 张义你可太厉害了 这么大一个麻烦就被你轻易解决了 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 周可儿鄙夷的看你他 不是吧 就这种程度你就害怕了 大秘密气呼呼的说道 我只是不希望再看到那么血腥的场面吧 如果继续打下去 整个徐东村上千口子人都会被张义吃干母亲 这种事情张义绝对做得出来 周可儿嘲讽道 说的也是 某人昨天可是吐的胆汁都快出来了 大秘密尴尬的顿时直跳脚 周可儿你不要太嚣张 此时的周可儿得意洋洋地搂着张义的胳膊 亲爱的你可真棒 张义此时却不以为然 那些村民对他来说只是一些阿妈阿狗 对他造成不了任何威胁 他担心的是以后有地下势力出现 那才是最糟糕的 两个妹子左右安慰道 一哥哥这么厉害 不要担心以后的事情了 眼下的麻烦解决了 咱们好好庆祝一下吧 周可儿起身去拿了两瓶82年拉菲 张义推托自己酒量不行 意思一下就行了 大秘密一看机会来了 作为在娱乐圈有名的交际花 大秘密的酒量可不是盖的 他今天要给张义和周可儿好好上一课 半个小时过去 两个妹子东倒西歪地躺在沙发上 已经不省人事了 张义却慢慢喝了口拉菲 一点醉酒的意识都没有 忘记给你们说了 我以前是干酒水销售的 两个美女衣衫凌乱地躺在一起 张义挑了挑眉毛 只觉得眼前的景色美不胜受 张义抱着一旁的大秘密 开始深入浅出地交流起来 过了好一阵 大秘密缓缓地睁开眼睛 感觉自己就像躺在船上 一直摇啊摇啊摇 他对上张义的那张脸 吓得浑身一个机灵 张义你个大变态 旁边还躺着周可儿 要是被可儿发现 看你怎么跟他解释 张义小声地在他耳边说道 没关系 他睡着了 先服务完你我再去伺候我的可儿 你可不要闹出动静来哦 万一把他吵醒了 看你怎么向他解释 大秘密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嘴 生怕自己发出声音 张义更加肆无忌惮地深入浅出 第二天一早 张义就收到了徐大胖短信的脸脏轰炸 张哥我在家太无聊了 什么时候带我出去做任务 张哥要不然咱们组一个超能战队吧 你来做队长 队名我都想好了 就叫彩虹战队 你就是我们的无色之王 张义顿时一阵无语 看来这个死胖子是精力太旺盛 整天闲得没事情做 徐三胖却不这样认为 他把张义看作自己的偶像 那就是自己心中的事 不过张义却有些招架不住 得想办法消耗一下胖子的体力 整天经历这么旺盛 张义可吃不消啊 两个姐妹花终于不装了 他们想要用自己的身体来陷害张义 张义敷衍地回复着徐三胖发的信息 这个憨憨在现实中肯定不受待见 所以一旦遇到一个对他稍微好点的人 都恨不得掏心掏肺 反正张义也只是简单回复几个恩娜 试得够了这几个字 就足够让那个憨憨高兴好几天 虽然有时候感觉自己这样做挺渣的 没办法谁让这个憨憨精力太旺盛 他没那么多时间去应付徐三胖 张义坐在操控室思索着更重要的事 这台操控室可以控制整个别墅 一旦被黑客黑进来 那他的整个庇护所就会陷入瘫痪 张义不敢去想候 这个问题是他一直以来最为担心的 此时的周可尔和大秘密 在房间里吵得不可开交 大秘密在一旁指责周可尔太冷血 连自己的亲妹妹都见死不救 周可尔被说得有些火冒三丈 这种时候他自己都是寄人篱下 张义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最清楚 想让张义帮忙救出自己的妹妹 根本不可能 张义那么谨慎 不可能为了他去冒险 大秘密无语地看着周可尔 你不是一下怎么知道张义不同意 你别忘了女人最好的武器就是自己的身体 周可尔鄙视地看着她 你是说让我用身体去勾搭张义吗 我又不是你 这么不要脸的事情我可做不出来 大秘密顿时被说急眼了 牺牲一下色相又不会死人 那可是你的亲妹妹 周可尔看着大言不惭的杨秘密 你说得好听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那些事情 大秘密着急地说道 你扯远了 就说这件事你帮不帮忙吧 你不帮忙我自己去找张义 此时张义推门进来 大晚上不睡觉 你俩在这吵吵什么 两个女人同时看向张义 随即张义坐到两个姐妹的身边 我不希望咱们三个人之间有秘密 说说把你俩遇到什么问题了 是不是你们的家人活着 想见你们过去一起生活 两个女人一脸认真的说道 雪灾之后家里人就已经失联了 现在也不知道她们是死是活 只是刚刚她们的妹妹杨欣欣联系到了大秘密 张义既能够来的英雄就美 获取黑客美女的芳心 又能够获得两个漂亮姐妹的一身相许 如此美事 怎么都让张义一个人站了 张义看着大晚上两个不睡觉的女人 两个女人穿得这么性感 跑到一个房间拉拉扯扯 张义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很开放的 你们有这种嗜好可以提前告诉我 我照单全收的 大秘密尴尬地看着张义 张义你个大变态 我们不是拉拉 是我妹妹她现在遇到危险了 希望我能够去救救她 张义看着两个女人 你们是想让我去救人吗 大秘密一把拉着张义 张义求求你帮帮我们吧 我们现在就找到这一个家人 你不出手她会死的 周可儿也楚楚可怜地抱住张义 张义你救救她吧 现在除了你没有人能救她 张义一脸冷漠地说道 开什么玩笑 让她去救一个跟自己毫无相关的人 当她是圣母了 况且她目前的信息已经暴露 有太多人基于她手上的物资 离开庇护所就意味着去冒险 她怎么可能为了一个陌生人去冒险 眼见张义起身就要离开 两个女人使出了美元计 一人一边抱住了张义的大嘴 一哥哥求求你了 只要你答应救她 以后你随便提出什么要求 我们都会满足你的 周可儿凑到张义耳边 一哥哥只要你答应救人 以后不管什么样的姿势动作 我保证全部做到 顿时张义眼睛亮了 这个条件确实相当具有诱惑力 两个女人一脸期待的望着张义 张义微微一笑 刚要打算拒绝两人 大咪咪叹了一口气说道 欣欣的腿一直都不好 这么冷的天 她在外边坚持不了多久了 张义猛的回头 刚刚大咪咪说的是欣欣 室内的电脑天才少女杨欣欣 18岁双腿瘫痪 长得漂亮天赋一柄的顶级黑客少女 张义的庇护所 目前就缺少一个这样的黑客体贫 如果把这个天才挡过来 那以后的日子真的就可以勾起来 此时张义立马变了一张脸 深情款款地看着他们说道 她既然是你们的妹妹 那就等于是我张义的妹妹 如果她遇到了危险 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 此话一出 杨秘密和周可儿顿时开心地手舞足蹈 张义拍了拍胸脯 你们真是错看我张义的人品 外表的冷漠只是对外人的表现 对于自己人我可是格外的热情似火 对于张义的自夸 周可儿和大秘密顿时都看亚马呆着 一哥哥你真是冷面心热的好男人 是吗 就一次你瞧不起谁呢 一旁的大秘密有些难为奇 你要是能多来几次 就看你的个人本事吧 张义通过卫星电话联系上的 黑客少女杨欣欣 但是杨欣欣电话那头 却传来了怪物的嘶吼声 张义是否能够成功冒险去解救了 张义决定去营救少女黑客天才杨欣欣 大秘密把具体的情况 给张义简单说了一下 目前杨欣欣被困在天青学院 这所学校是天海市首居一指的贵族学校 招生体系都是从幼儿开始培养 毕业之后都是正商两阶的种子选手 让张义感到奇怪的是 一个双腿残疾的女孩 在学校里是如何活到现在的 要知道学校人群密集 又没有太多物资处 大秘密严肃地说道 天青学院作为国内首居一指的名校 有她自己的特供食物渠道 毕竟是贵族学校 他们仓库里的储备是十分丰富的 杨欣欣在冰雪初期 躲进了学校的食堂 所以才苟到现在 张义此事疑惑地问道 她能够给外界保持联系的话 为什么之前不联系你 而是要等到现在 大秘密被问得有点懵 或许她现在苟不下去了也有可能 我现在就给欣欣打个电话问问她 说着大秘密拨通了杨欣欣的电话 只是电话的另一端却一直是盲音 大秘密着急地盯着电话 我其实也一直想联系欣欣的 只是电话一直打不通 昨天好不容易接通了 刚说没两句就被挂断了 此时周可儿嘲讽地说道 你也别想太多 或许一开始欣欣没有打电话给你 是因为她以为你死掉了 昨天的电话只是她随便拨的 大秘密气呼呼地瞪着周可儿 像我这种美少女 怎么可能轻易死掉 坐在一旁的张义突然问道 天青学院距离这边有多远 大秘密一了 大概十几公里吧 张义最受不了的就是大概 冰雪末是她学会了 做任何事都要精确到一分一毫 她拿出手机进行了精准定位 天青学院距离这里有22.5公里远 难怪电话一直打不通 眼下基本的通讯都是在瘫痪的状态 能接通一次电话那就是个奇迹 不过也不排除杨欣欣不想把求救电话 打给一个公认的家族笨蛋 大秘密被气得有些想罢街 废话不多说 张义把两人带到了地下操控室 毕竟现在普通的电话接不通 卫星电话肯定没问题了 张义通过电脑拨通了杨欣欣的电话 另一端传来滋滋啦啦的声音 看来信号真的是好弱 电话接通的一瞬间 大秘密激动地说道 欣欣我是姐姐 你快告诉我 你在什么地方 姐姐很快就过去救你 电话传来断断续续的说话声 我在学校食堂 这里危险快带我离开 张义追问道 有什么危险 电话一端开始滋滋的响起 隐约听几个词语 猫 他们 杀死 紧接着电话传来恐怖的嘶吼声 三个人被惊得一声冷汗 这是什么声音 电话另一头随即嘈杂地响起惨叫声 快跑啊 有怪物 张义解救黑客少女之前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比如说先把自己的两个媳妇锁进小黑屋 以防被汉子偷或者是偷汉子 此时电话里传来噼里啪啦的响声 没错是骨头和肢体被撕裂的声音 周可儿和大秘密光是听到声音就已经吓得瑟瑟发动 电话就在此时被突然切断 张义原本以为只是去学校捞个人这么简单 看来事情比他想了要复杂一点 他可不是一个喜欢麻烦的人 这个时候两个妹子紧张地搂住张义的胳膊 眼神中满是祈求 生怕他临时变卦不去就欣心 张义看出两人的心思安慰道 放心好了 我说过去舅舅一定会去的 他现在手下有徐三胖和游大叔两个艺人帮手 再加上他自己的超能力 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不是一件难事 刚刚电话中那个诡异的叫声 多半是来自基因突变的物种 对于一个瘫痪的杨猩猩来说 他能活到现在 说明那个东西危险性没有那么大 三个艺人对付他足够了 紧接着张义把电话打给徐三胖和游大叔 让两人做好准备 一起出发去救人 第二天一大早 周可儿和大秘密给张义准备了丰盛的早餐 张义看着一大早的美味 没有冻筷子 东西吃得太多容易影响行动 一空间里有足够的食物补给 这些他早有准备 为了安全起见 他把武器重新归整好顺序 这次他们面对的可能是未知的变异生物 临走之前他看了看周可儿和大秘密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为了你们俩的安全 你俩先去地下室待着 大秘密一脸惊讶 这个房子这么安全 我们为什么要去地下室 周可儿跟张义相处这么久 是假的 杨欣欣是他们的妹妹 他们完全可以理应外合设计一场骗局 张义做事一向谨慎 他会这么想当然不奇怪 大秘密跟张义接触比较少 当然不了解张义的想法 周可儿顺手地推着大秘密 让你去地下室就去地下室 张义也是为了我们好 哪那么多废话呀 说着两人就被张义单独 关在了地下室的房间 两个美女被关在小黑屋 还不忘记给他打气 你哥哥你一定要把欣欣带回来 张义看着两个妹妹 只要他还活着 我就肯定会把他平安无事地带回来 冰雪默示三位异能者首次相聚 却是为了解救一个残经女人 徐三胖接到张义的召唤 一大早就赶到了江对面 他兴奋得一晚上都没睡好 终于能帮上张义的忙 让自己大显伸手一番 张义大手一挥从一空间取出雪地车 晃得一声震到地上 两人坐上雪地车 开始往由大叔的方向赶去 一路上徐大胖的嘴巴就像开了闸的洪水 滔滔不绝地跟张义讲话 张义烦的一个脑袋两个大 要不是看他现在还有点用处 张义真想把他一脚踹下车 徐三胖可不这样想 他在徐东村都快憋疯了 这几天他被一直限制在自己房间 不许出门 好不容易见到一个大活人 激动得就像饿了几天的老鼠见到大人 张哥不是我跟你吹 我们村的徐莉莉绝对爱恋我 他每次看我的眼神都跟别人不一样 他有一次专程跑过来跟我道歉 一般人没有这个待遇 我估计他就是脸皮薄 不好意思说喜欢我 我敢肯定 只要我一个眼神 他肯定高兴得几天都睡不着觉 张义一脸尴尬 原来这就是二次元宅男的世界 为了转移这个无聊的话题 张义问到徐三胖 现在他们村子里的人对他是什么态度 三胖一听顿时冷汗直流 他嘎了村里那么多人 用脚趾头想想也知道 肯定是对张义咬牙切齿 但是也无可奈何呀 张义笑了笑一点都没有在意 对于这些小虾米的态度 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就在这时由大叔骑着一辆雪地摩托出现在前方 这下子三个异能人终于集结完毕了 两个人看着张义心里一阵嘀咕 这次三个异能人一起搞事情 看来张义是遇到大事了 张义不紧不慢地说道 其实事情没你俩想得复杂 就是去学校就一个女学生 我发现学校附近有些异常 可能有变异生物 为了安全起见才把你俩叫来的 徐三胖一听还有变异生物 难道不应该是变异人吗 张义诡异地笑了笑 谁规定只有人可以变异 任何细胞生物都有可能发生变异 在张义眼里犹如掌上明珠的天才黑客少女 却在他们同学面前就是一个废柴 由大叔和三胖听到张义说有新的变异物种出现 两人顿时有些惊讶 不过以张义的判断 这次的变异物种好像不是人类 那个圣人的声音不是一个正常人类能够喊出来的 不管那个变异物种是个什么玩意 对于他们三个异人来说都不是事 冰雪末世以来 能够拥有超强的变异能力已经十分不易 何况三个异能人同时联手 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内部已经乱作一团了 所有学生的精神状态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 大家都是在指责杨欣欣凭什么别人都死了 她一个残废还活得好好的 就是因为这个瘸子才拖累我们跑不远 走到哪里都要带着一个废物 此时的杨欣欣默默地抵着头 她知道现在做什么都是错的 冰雪末世以来 有太多的同学陆续死去 他们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下去 其中一个女同学恶狠狠地看着杨欣欣 死了那么多人 这个瘸子看上去还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每次逃跑都要带上这个废物 也不知道梁老师是怎么想的 她就是一个扫把星 自己不死反而一直拖累大家 她指着杨欣欣说道 她就是个雷坠 要是早点嘎了 大家也就不用那么心慌了 大家开始把愤怒的情绪再次指向杨欣欣 干脆下次直接把她丢给怪物好了 这样最起码拖延一点时间 帮助大家逃跑 这样牺牲的还有点意义 即使她现在苦苦挣扎着活下去也是个废人 我们保护她这么久也算人知一景了 此时有同学提出了担忧 万一梁老师不同意怎么办 每次都是梁老师护着她 我们死的人越来越多 她却每次都能平安无事 此时她的同学张梦宁 轻轻地走到杨欣欣面前 杨欣欣忐忑地看着她 这个张梦宁到底要做什么 为何天才黑客少女只要遭遇校园罢免 便一生物就会出现 张梦宁高冷地弯下腰对杨欣欣说道 杨欣欣拜托你赶紧去死吧 你这个样子完全就是个雷坠 让我看见你就倒胃口 杨欣欣根本无力反驳 她不明白之前一直很要好的同学 这种时候居然要让自己去死 后边一群同学也都在应声附和 张梦宁说得对 她一直都在拖累大家 怪物来的时候 大家还要照顾她逃跑 此时站在一旁的陆可燃看不下去了 她大声呵斥道 你们都够了 大家都是同学 你们怎么可以说出这么残忍的话 何况大家逃跑的时候 谁关心过星星 都是我在推着她逃跑 张梦宁讨讽地笑了笑 陆可燃你算什么东西 也可以跟我说话 你这种走关系入学的人 也敢跟本小姐顶嘴 你忘了自己什么身份了 陆可燃愤怒地说道 张梦宁你过分了 知道你家里有钱 但是有钱又有什么用 这种时候你家里再有钱能救了你吗 张梦宁被说得恼羞成怒 她当然明白这种时候 钱根本起不来任何作用 你以为杨欣欣真拿你当朋友吗 要不是她双腿残废 现在你还有点利用价值 她才不会和你交朋友 像这样的废柴就应该赶紧去死 省得拖累大家 这时一旁的同学也都赞同张梦宁的看看 过去看在大家都是同学的份上 没有丢下杨欣欣 我们死了那么多同学 她一个废柴却活得好好的 这没天理 此时的杨欣欣双手握紧了拳头 她除了伤心还是伤心 陆可燃看到这帮精致的利己者们 你们这群懦夫 不要把自己的绝境赖在别人头上 张梦宁呵呵一笑 陆可燃你可真可怜 人家可是千金小姐 你是坐下人做习惯了吧 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天空 也就你还能推着她的轮椅逃命 她现在这个样子 也就从你身上找点优越感 陆可燃愤怒地说道 欣欣不是这样的人 杨欣欣疯狂地流着眼泪 除了哭还是哭 此时人群中一个声音传来 大家不要吵 现在这种时候 我们大家应该互相帮助才是 说着她站在欣欣面前 伸出了自己的手安慰杨欣欣 你不用担心 虽然你很麻烦 但是大家不会丢下你 我相信你也不会埋怨大家的 我们还是继续做好朋友吧 杨欣欣看着面前这张圣母脸 还是让人恶心的 就在这时 体育馆的玻璃 被一只巨大的爪子打碎 狂妄一声 黑乎乎的大爪子伸进来 抓起一个同学的就拎起来 一群同学看到这种情况 顿时吓得四处逃窜 而此时被怪物抓住的同学 头顶已经血流如注一命无辜了 便宜大猫是无差别攻击 还是只攻击移动物体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天才黑客少女 都可以逢凶化及 一个同学的身体 像个玩偶一样被拎了起来 没等到他开口求救 人就被迅速地从窗口拉了出去 黑色的怪物把他拿到面前 伸出星红的舌头舔了一口 一张脸皮立马血肉模糊 体育馆里爆发出惊恐喊叫声 所有人拼了命地 往体育馆后面跑去 此时再也没人去管杨欣欣 只有陆可燃 推着杨欣欣的轮椅往前跑 一群人聚集到后门之后 却发现这里的门已经被堵死了 怎么用力都打不开 一群学生焦急的脸色煞白 快打开啊 要不然我们大家都得死在这儿了 就在这时 那个黑色的怪物 已经钻进了体育馆 整个大门被他堵了个严严实实 他两只爪子抱着那个同学 笑眯眯地舔了一会儿 然后一口咬掉了他的脑袋 呼吃一声 鲜血如同喷泉一般涌出 一群女生吓得哇哇大叫 捂着自己的脸双腿 发软地倒在地上 同学们看着怪物的这波操作 顿时明白 他是故意的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有人把坐在轮椅上的杨欣欣 朝前面狠狠推了过去 杨欣欣连人带轮椅被摔倒在怪物面前 果然 这引起了怪物的注意 他抬起爪子往前走了两步 此时的陆可然要去营救杨欣欣 可是他的双腿已经吓得不听手了 根本动弹不得 就在这个时候 刚刚推杨欣欣的几个男生猛地朝门外跑去 黑色怪物的脑袋微微转动 嘴角扬起了一抹嘲讽的微笑 啪的一声 两个男生还没来得及跑出去 就被黑色的大爪子拍在了地上 黑色怪物只是稍微用了点力气 两个人内脏都被压迫 口中喷出大量的鲜血 此时的他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拼了命的想要爬起来 我还不想死 黑色怪物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盯着地上的猎物 好像就在跟这些人玩游戏一般 陆可然鼓起勇气 跑过去把杨欣欣给扶起来 此时有个同学眼睛一亮 低声对旁边几个同学说道 我明白了 这怪物喜欢攻击一动的物体 刚刚杨欣欣趴在地上装死 反而逃过一劫 一把堂刀就敢和变异野猫单挑 凭凶而论 梁老师在没有异能的加持下是一等一的高手 此时大家都注意到 这只怪物对一动的物体更感兴趣 有同学提出干脆大家一起装死 躺在地上不动或许能躲过去 其中有个少年总觉得这个怪物在戏弄他们 躺着装死也不靠谱 我们大家得一起分散他的注意力 然后想办法逃出去 继续待在这里也是等死 得想个办法通知梁老师 只有梁老师才能对付这只怪物 此时怪物正在低头玩弄 刚刚被他嘎掉半截身子的猎物 就在这时一部分同学迅速朝着大门口冲去 受伤躺在地上的同学发出了哀嚎的求救声 救救我 求求你们不要扔下我 我们不是最好的兄弟吗 此时其他同学根本顾不上受伤的人 大家都各自逃散 地上的李勇浑身是喜 他知道这些同学是打算扔下他不管了 既然这样 那大家就一起死吧 他伸手指向后边对怪物说道 快看那边 他们想跑 他们都想跑 跑到一半的同学猛地回头 我擦你个该死的李勇 你个快死的人了 居然还拉我们垫背 亏咱们还是好兄弟 此时怪物调转方向 一个甩尾就把人拍在了地上 顿时跑路的同学一命呜呼 此时躺在地上的李勇 开心地笑道 要死大家一起死 这样咱们才是好兄弟 而就在怪物一个甩尾的功夫 聪明的李承宇同学飞速地抄大门口跑去 他这招借刀杀人用的恰到好处 先让那几个人吸引怪物的注意力 然后自己再成功跑出去 那只怪物他早就感觉像一只变异的猫 玩心那么大 抓住猎物先要玩够了再吃 而且猫对死老鼠一般都没有多大兴趣 不管三七二十一老子先跑脱了再说 就在这时猫咪也发现了偷偷溜走的几个人 一个尾巴横扫过来 又有几个同学同时挂掉了 就在其他同学都感到崩溃的时候 一个声音传来 该死的怪物 不要伤害我的学生 是梁老师回来了 他手持锋利的糖刀 朝着怪物砍去 刀锋掠过 有一股奇异的波动 此时猫咪发出一声圣人的叫声 迅速地朝旁边闪去 梁老师看着这只怪物 故意把大门让了出来 他知道不能在这里开战 在这里打起来会波及更多的学生受伤 变异大猫和这些同学玩起了猫抓老鼠的游戏 一步步地泯灭同学们活下去的希望 这只大猫似乎有些惧怕梁老师 他好像能察觉梁老师也是存在的变异品 大猫并没有敢主动发起攻击 只是叼起自己的食物 转身就往屋外跑去 看着大猫的背影 梁老师紧绷的神经总算可以放松下来了 他心里盘算着 这只变异大猫实在是太狡猾 看来我以后出去寻找食物 一定要让同学们加强警戒 梁老师走到门口 看着地上硕大的猫脚印 陷入了沉思 这场猫鼠游戏就这样玩下去 仅凭我自己不知道能保护剩下的学生到什么时候 随后梁老师带着搜集的食物往回走 他心里明白 冰雪末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大多数学生已经死了 要不是自己觉醒了一门恐怕也活不到今天 但是这样下去 在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那只变异大猫玩死 我也不例外 与此同时 同学们看到了梁老师回来的纷纷跑过去 梁老师把收集的一些食物放到地上 这些食物大家赶紧分一下吃了吧 说完梁老师一个人便疲惫地坐到了一边独自休息了 就在这个时候 张梦宁看到了残疾同学杨欣欣还狗活着 真是气不打一出来 大声呵斥 刚才死了那么多同学 你一个瘸子怎么还没死 这些人中最应该死的就是你 此时的杨欣欣虽虽然还是一脸委屈马上要哭的样子 但是张梦宁还是不依不饶地在他面前骂骂咧咧咧 凭什么你一个残废不去死 你有什么脸还活着 站在一旁的陆可燃实在是听不下去 张梦宁 你不要欺负一个残疾人 你讲讲理好不好 同学的生死门怪猩猩吗 话音刚落 张梦宁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歇斯底里哭喊起来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 我就想让他去死怎么了 此时虚情妹开始了他的表演 他一边劝解张梦宁不要欺凌同学 一边又拿起食物去安慰养猩猩 不要在一个废物身上浪费粮食 学校存粮有限瘸子早晚会被怪物吃掉 还不如把这些食物给其他人吃 在角落休息的梁老师被同学的争吵声吵醒 他似乎已经有些习惯了 因为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有些同学的情绪在不断地崩溃 现在的梁老师已经再也没有精力 去处理同学之间的矛盾 只要他们不闹出人命就行 他要养精蓄锐去对付那只神出鬼没的便衣大猫 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同学已经崩溃 他捂住耳朵大喊着 没用的你们再怎么争吵都没有任何意义 最终的结果都是会死 不是饿死就是被怪物吃掉 然后他突然站起身大喊 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 我们只是那只便衣生物圈养起来的食物 之所以他没有一口气吃完我们 那是因为他喜欢吃火的 然后他自己就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 他已经完全地看不到了希望 不会有人来救我们了 这个世界马上就要完蛋 此时一个男同学看着手中的食物 还抱有一丝的希望 救援队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然后他吃了一口手中的食物 我们都是社会的精英 命中注定都是未来社会的人上 怎么就会轻易地死在这个地方 只要能离开这里 想办法联系到外界 到时候他爸一定会带人来救自己 张义竟然有想把这个变异大猫收养 当作宠物的想法 就在刚刚 张义三人一路开车来到天青学院 白茫茫的大学把建筑物都掩埋在地下 三人看到这种情景有些傻眼 到处都是雪该怎么找到杨欣欣呢 说着张义拿出了手机 银波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看来电话是指望不上了 张义童两个人说道 这个学校面积很大 为了安全起见 咱们三个必须要一起行动 慢一点没关系 主要是稳健 三个人开上车 一路朝着学校的最高建筑物走去 他们来到天青学院的天文中心 张义看地图了解到 这里是学院的东南方位 跟杨欣欣提到的体育馆方位 正好相反 这可真是一个头两个大 此时由大叔说道 像这种情况下 学生们有可能会躲在比较开阔的地方 毕竟在地下活动要有充足的氧气 还必须考虑头顶上血层塌方的危险 像宿舍和食堂这两个地方的可能性最大 其次就是体育馆还有各种教学楼 不过校区这么大 找起来也是比较麻烦 此时徐胖子已经按捺不住 大手一挥顿时风暴走起 张哥快看这边可以进去 张义无奈地看了一眼 下去这里有什么用 咱们又不是来收集望远镜的 徐胖子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本来还想得到张义的夸奖 现在看来白白浪费了体力 张义看着这个二次元 这就是一个小朋友 随即说到来都来了 里面的东西不拿白不拿 先把天文设备收集起来 或许以后用得了 说着三胖兴奋地开始往里面爬 得到张哥一次肯定不容易 他可得好好表现一把 由大叔一边推着三胖子一边对张义说道 张义放心吧 肯定把里面的设备收集得干干净净 就在这时 张义的后背忽然有一种被人盯着发毛的感觉 张义顿时警觉起来 他立刻转身 双手拿枪对准前方 而当他看清楚面前的东西时 也是忍不住颤抖了一下 在白茫茫的雪地上 一只巨大的黑色怪物站在雪地上 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两个生物就这样僵持着对视了一回 怎么回事 张义感觉这只变异生物 好像没有要袭击他的意思 这个变异生物真是有点意思 三个变异人大战一行大猫的好戏一触即发 面对刀枪不入的变异大猫张义该如何应对 突然出现的怪物让张义吓了一跳 可是这只怪物对他并没有敌意 就在这时 徐胖子和有大叔从雪堆里爬了上来 徐胖子看到眼前的怪物 顿时吓得哇哇大叫 出于本能他启动了暴风雪超能力 漫天的冰雪瞬间飞起朝怪物席卷了去 张义此时想要阻止徐胖子已经晚了 便一大猫发出一声圣人的怪叫 身形如闪电一般朝着三人冲了过去 张义看着如此迅猛的怪物 毫不犹豫地启动了二倍速印 通过一空间 他把自己的速度提升到了两倍 只有这样才能对付那头怪兽的攻击 紧接着砰砰砰几声 张义开枪发动射击 穿甲弹在这只怪物身上好像失去了威力一般 竟然只打断了这只怪物的几根皮毛而已 张义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 这可是穿甲弹 看来还是小看了这只怪物 就在这时由大叔冲过来 挡在了徐胖子前面 由大叔瞬间启动了异能 浑身肌肉暴涨 古铜色的肌肤变成石头一般的黄色 他对准怪物就是一拳 轰的一声 这一拳正好砸在怪物的头上 强悍的攻击 让由大叔脚底下的雪地出现了巨大的凹险 冰雪瞬间裂开 怪物也被这突然的暴击整个有些痛 脚步踉腔的后退了几个 此时怪物喵呜喵呜的发出愤怒的嘀吼 张义觉得这声音有些耳熟 觉得这只怪物像只猫 又像是动物园里跑出来的是虎猫 不管是哪一种 反正这压现在挺危险 对付这玩意 张义当然毫不手软 直接收起手枪 换上了大局 黑色怪物也不甘示弱 转头疯狂地扑向了张义 张义瞅准时机 砰的一声朝着怪物射了过去 怪物两眼发红 像是杀红了眼 这次他被彻底激怒了 他飞奔地朝张义冲过去 快靠近张义的时候 忽然在雪地上蜷缩起身体 变成了一个浑身钢刺的大圆球 朝着张义就要碾压过去 张义看到这波操作 我尼码的还能这么晚 张义想都没想 瞬间开启了次元之门 当你在凝望深渊时 深渊也在凝望着你 变异大猫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变异 他的智力有可能也超过了普通人类 张义面对迎面扑来的变异大猫 开启了一空间的大门 只要他进入一空间 不管本领再强 都会被困在里面无法动弹 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变异大猫似乎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 血红的眼眸中划过一丝惊恐 喵的一声嘶吼 就在要被收进一空间的刹那 变异大猫原地来了一个旋转跳跃 看来这个变异大猫还挺狡猾 刚才就差一点点 真是可惜 要是能抓住这个家伙 张义还想着拿回家好好地研究一份 看看这个变异生物和变异人 到底有什么区别 此时徐胖子和游大叔连忙跑了过来 询问张义刚才的战斗有没有受伤 张义取出自己的大剧 看了看远处的变异大猫 表示自己没什么事 但是你们俩要提防这只变异生物 他没有想象中的好对付 也就在这个时候 变异大猫发出一声怒吼 好像对刚才的事耿耿于怀 张义他们的耳朵背着刺耳的吼声震的声唐 游大叔没好气地说道 这家伙好像在骂我们 而且骂得还很难听 远处的变异大猫眼神充满了底 嘴里骂骂咧咧地钻进了身后的血洞 游大叔纳闷怎么突然就消失了 许胖子在一边打去 难不成这个变异大猫还有空间穿梭的一额 一旁的张义顿了顿 应该没有 要是有刚才就驶出来了 你们看下周围的血洞 应该是钻进某个洞里跑 随后张义等人来到变异大猫的血堆 果然就在血堆的后面 有一个身不见底的大血洞 许胖子此时提出了疑惑 要是这种神出鬼没的变异大猫在学校里 还有普通人能够存活是不可能的呀 张义摸了摸下巴 有件事情很蹊跷 你们发现了吗 这个变异大猫在刚开始的时候 它并没有主动地发起攻击 张义望着身不见底的血洞 这个变异生物不仅是简简单单 体型上发生了变化 有可能它的智力也提高了一个层次 甚至要超过人类 你们看看这些四通发达的血洞 这样地下就有了流动的空气 我们需要营救的幸存者 有可能就靠这些血洞存活下来的 随即张义站起身 就要下去一探究竟 此话一出 徐胖子吓出一身冷汗 就从这个黑洞下去 万一再碰到那只变异大猫 下面可是它的地盘 到时我们岂不是给它送了外卖 张义没好气地看了一眼徐胖子 重新给你一次组织语言的机会 你堂堂一个冰雪异能者 竟然还害怕在雪地里战斗 是不是刚才被变异大猫吓的 把自己的异能给忘了 徐胖子听完张义的话 不好意思地扣了扣鼻子 对对对 差点忘了自己还有异能 然后张义等人稍作调整 变异古脑地冲进深不见底的血洞之中 只知道一直索取的人类有多恐 活生生把自己的老师逼上绝路 他们和变异生物有什么区别呢 张义等人沿着漆黑的血洞 探索着变异大猫的行踪 他们来到雪洞的深处 这里从中复杂的有十几个洞口 徐胖子不禁感慨 这个怪物体能造 这么多的路我们该如何走 也就在徐胖子不知该如何选择的时候 张义从一空间取出一盒彩色的棍子 可以用这个东西给每个洞口做标记 这样就不会迷路了 一边的由大叔用鼻子闻了闻 这里的空气的血腥味很重 我们应该跟着味道最重的洞穴走 然而身后的徐胖子却又打起了退堂 应该是那个变异怪物 吃了多少人才会有这样的味道 我们应选血腥味少的洞穴子 此话一出 张义一脸比一的瞟了一眼许胖子 你个怂包 我们三个异能者都在一起 况且冰雪之地还是你的主场 你胆子大点怕个毛 张义刷的一下又从一空间取出一把黄金沙鹰 那只便衣大猫要是真遇到咱们逃跑的应该是他 由大叔被张义手中的武器晃得眼前一亮 我刺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黄金沙鹰 张义特意在他们面前显摆了一下 沙鹰在守天下我有 随即张义队由大叔嘱咐道 你的侦察能力比较强 咱们就沿着气味跟着怪物的方向走 说完三人便起身行动 但是跟在最后的徐胖子又又又打起来对他们 心里暗自琢磨 那个变异生物要进食 他一定会跑到有活人的地方 只要跟着他就能找到活人 万一真是这样我们遇到了可不太好吧 徐胖子把自己的想法给张义一说 张义要不是顾及他还有一能 早就一枪蹦了这个徐胖子 随后没好气地回复了他一句 就算再次遇到 我们在前面打头阵你尽管在后面用冰雪把它困住 要是那个变异大猫有想攻击我们的势头 那就干掉他 徐胖子点头硬了下来 就这样他们三人在洞穴里寻找变异大猫的踪迹 前方由大叔开路 张义在身后做标记 另一边 梁老师依旧全身都在戒备状态 他努力地保持战斗状态来保护自己的学生的安全 忽然梁老师脚下一软 跪在了地上 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那只怪物还在时不时地偷袭他的学生 梁老师自己已经三天没有进食物 他把所有搜集到的食物都分给了学生 梁老师在痛苦地抉择着 他要是出去寻找食物 他的学生就会伤亡惨状 但是如果不去寻找 他和学生都会被饿死 就在这个时候 身后有两个同学看到梁老师倒下 连忙过来查看情况 其中一个男同学说道 梁老师 你是不是应该出去找点食物 这样下去我们都会饿死的 这时候的虚情妹憋不住 梁老师 你可是我们的唯一希望了 你要是在这里一直休息 我们大家可怎么办了 此话一出 梁老师没好气地回头看了看他们 心中多少有些落寞 这些学生以为我不去寻找食物 是因为我害怕那个怪物 其实我只是在做一名老师应有的责任 梁老师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 作为一名老师 我不能和这些学生生气 然后梁老师站起身 同学们 要是老师离开 那个怪物再来袭击你们怎么办 虚情妹看了看梁老师 那梁老师出去动作一定要快 抓紧时间回来 身旁的男同学突然摊开双手 梁老师 同学们的安全你不用担心 我会尽力保护好同学们的 梁老师向死而生 为了解救自己的学生 决定和变异生物同归于尽 班长吴成宇心里的算盘打 啪啪响 他没想到梁老师想法这么天真 都这种时候了 居然还想着保护好每一个人 真不知道该说梁老师耿直还是说他蠢 不过这样也好 最起码这样的人多了他才能有活下去的希望 人人都跟自己一样的想法 说不定自己在末世一开始就已经达了 这时候沈妙可发挥着他的圣母光辉 可怜兮兮的看着梁老师 拜托你的梁老师 现在只有你有能力出去找食物 我们大家的生命全靠你一个人了 梁老师看着两个细径 为了所有的学生他也要撑下去 吴成宇目送老师离开 他早就想好了下一步 如果那只怪物再来袭击的话 他就挑选几个同学推出去拖点时间 而此时的梁老师心里也早已有新的结果 他不能再这样继续耗下去 他和怪物之间只能活跃 梁老师并没有走太远 悄悄地躲在了冰雪暗处 而此时的体育馆内 陆可然安慰着杨欣欣 欣欣不要放弃希望 咱们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站在一旁的张梦宁听到两人的对话 呵呵一笑 你们俩还真会白日做梦呢 上次因为你们运气好逃过一劫 一个残疾就算活着也是废物一个 你什么都做不了 就是我们大家的累赘 我要是你的话 早就自己找个地方把自己了解了 陆可然看着这帮平日要好的同学 刚要进行变谱 他抬起头 忽然看到一抹黑影出现在对面的窗口 快跑 陆可然吓得大叫了一声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怪物的大爪子已经从窗外伸了进来 逆巴掌拍在了地上 一个同学当场就没了气息 等到众人回过神来 尖叫着四处逃窜的时候 吴成瑜此时费力地把几个同学往怪物边上推去 吴成瑜你个人渣 拿同学当替死鬼 你会遭报应的 被推倒的同学话还没说完 就一命呜呼了 就在这时 变异大猫正在玩得兴起 并没有注意自己的身后 梁老师也正好瞧准了这个时机 他抽出唐刀 准备给这个变异大猫来的小刀划屁股 开个眼 张义终于终于终于接到 接到天才黑客少女了 但是这次的解救 张义和一个强大神秘组织接下了恩怨 梁老师一个剑步拔刀冲了过去 他做好了跟这只怪物同归于尽的准备 放手一搏还有活的希望 他举起长刀向怪物头上劈了过去 怪物发出惨烈的嘶吼 这一刀下去怪物没有占到便宜 体育馆的学生们看着梁老师同怪物的打斗 只能精神上给予支持 身体上都爱慕能助 他们谁都不傻站在远远的地方 希望梁老师能拼尽全力去厮杀 这样他们才有活下去的机会 此时张义统游大叔三人 已经顺着痕迹找到了体育馆的门口 眼前的情景让他们吓了一跳 看着眼前的梁老师明显又是一个便宜人 他的力量与速度跟普通人压根不是一个量子 梁老师这时也发现了外来的三个闯入者 这三个人不是学生 一定是外界过来的 随三胖听到梁老师的招呼毫不犹豫地举起右手 打算使用的他的超级暴风雪赶走怪物 谁知张义却忽然阻止了他出手 这是个真正的高人 现在是敌室友咱们都分不清 贸然出手反而让我们面临危险 我们这次的主要目的是救人 不是来打怪升级的 把你们的慈悲心收起来 由大叔和三胖听着张义的分析觉得有道理 梁老师的异能一看就知道在由大叔之上 现在看来还是保持距离才是最安全的 说着三人绕过梁老师直接来到了体育馆 梁老师看着路过的三个人 顿时有些无语 三个人就这么无视他走了 这也太没有人情味了 随即怪物又在这时缠住了梁老师 再次发起了攻击 张义三人一脚将体育馆的大门踹开 里面的学生看着三个男人异常惊讶 张义环视一圈 首先看到了坐在轮椅上的养惊惊 大步走了过去 这时班长吴成宇看到三人也同样兴奋起来 我猜你们怎么才来啊 是我爸派你们从西山基地过来的吗 我就知道一定会有人来救我 快带我离开这里 张义冷漠地看着他 西山基地那是什么地方 你爸又是谁 吴成宇拍拍胸脯说道 我爸是李刚 你肯定听过这个名字 别废话了快点带我离开这个鬼地方 张义看着眼前的这位少年 这种时候还在显示他的优越感 依然一副公子哥的做派 看来平时没少做怪啊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张义推着天才黑客少女就往家里走 但是天才黑客少女 却给张义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 张义压根就不知道西山基地这回事 吴成宇惊讶地看着张义 这几个人既然不是从西山基地过来的 那又是从哪个避难所过来的呢 吴成宇的话引起了张义的兴趣 看来他猜得没错 冰雪末世来临前天海市 就有人预测到了这场灾难 所以市区存在多个避难所 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张义看着眼前的少年问道 你对避难所了解多少 吴成宇摆了白手说道 我也只是知道有这些地方而已 了解的并不多 雪在来临的时候 没有想过后果会这么严重 否则的话 我现在早就在避难所里待着 既然这个少年知道的信息有限 张义懒得再理他 直接绕过他来到了杨欣欣的面前 我是你姐姐大秘密派来救你的 我带你离开这里好不好 杨欣欣没有一丝犹豫地答应了张义 这种时候根本不用怀疑 能愿意救他离开的人肯定不是坏人 此时在一旁围观的同学们不淡定了 求求你也带我离开这里吧 我爸爸是张云 你带我出去 要多少钱我爸爸都会给你的 我爸爸是刘闪闪 只要你能带我出去 多少美女随你挑 三胖子和游大叔看着这么多人 顿时一个头两个大 这么多人他们不可能全部就走了 张义看着杨欣欣答应的这么爽快 推起轮椅就要往外走去 杨欣欣却突然制止道 等一下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张义挑了挑眉吗 你不会是想让我帮你救下这些全班同学吧 杨欣欣扭头看向窗外 外边的梁老师还在跟怪物进行战斗 怪物会有危险 张义惊讶地看着杨欣欣 不是应该帮助梁老师嘎掉怪物才是吗 他居然会担心怪物受到伤害 此时张义心里已经有了新的想法 张义大声喊道 三胖子过来干活 他下达命令 让徐胖子使用冰雪异能 帮助那个梁老师解决眼前那个变异大猫的纠缠 此时张义发现地上掉落的变异大猫的指甲 随手收进了一空间 回家有空研究一下 随即徐胖子发动冰雪异能 然后只听到厚厚的冰雪裂开的声音 此时的梁老师一惊 看到头上的厚重的冰雪正在撕裂 轰隆一声巨响 梁老师交出闪现技能 巨大的冰块夹杂着石头落了下来 哐当一下就把变异大猫和梁老师完全地组合了 梁老师难以置信地回头望去张义等 难道你们也是变异员 但是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躲 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呀 张义明明救了他一命 他却要恩将仇报 想要用刀劈了张义 不过越反抗张义越喜欢 张义招呼三胖使出了洪荒之力 将怪物大猫跟梁老师分开 没成想梁老师看着刚刚三胖的那顿操作 顿时气得火冒三丈 他好不容易把怪物引诱过来 打算用最后的力气跟怪物生死一战 没想到却被这三个人给破坏了 我马上就要和怪物奋出胜负 错过了这一次 下一次这只怪物就不会再中酒 张义一脸的无辜地笑了笑 我们只是不想看到你输给那只怪物 要不是你的学生求我出事 我才懒得掺和你们之间的恩怨 梁老师咬牙切齿地看着张义 他怒不可恶地拎起长刀就朝着张义砍过去 你这个混蛋 你们跟怪物是一虎的 张义迅速收起笑容调侃地说道 那么漂亮的女人为什么动不动就要生气 说话的同时 他举起了手中的沙漠精英 砰的一声朝梁老师开了一枪 梁老师挥舞着长刀随后啪的一声 竟然将子弹劈开了 张义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这个女人竟然徒手把子弹劈开了 紧接着梁老师没有给张义太多的思考时间 一个起跳飞一般地朝着张义劈了过来 张义冷漠地笑了笑 老子等的就是这一刻 张义伸出右手 瞬间打开了一空间的次元之门 这项技能还是在实战中第一次使用 刚好就拿你这个美女练练手好了 梁老师在靠近张义的那一刻 瞬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牢牢地吸了进去 连人带到一同消失不见了 张义也同时被这股巨大的冲击波 震得倒在了地上 三胖子和游大叔见到 紧张地向张义跑去 张义挥了挥手告诉两人没事 张义心中数了两秒 立刻打开次元之门 又把梁老师放了出来 张义清楚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 真的会死 梁老师大口地喘着粗气 虚脱地摊在地上 震惊地看着张义 刚刚那是什么地方 张义没有理会他 拿起他掉在地上的长刀 你这么暴躁 为了同学的安全 这把长刀还是让我来替你保本的 张义看着手里的长刀 这把兵器居然能弹开子弹 绝对是一把极品武器 当然要自己留着用 此时梁老师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你把龙兵还给我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张义笑了笑说道 你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再说吧 过来两个学生帮一下你们老师 梁老师看着张义三个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 来这里究竟有什么目的 张义指了只坐在轮椅上的杨欣欣 我受他的家人所托 带他离开这里 梁老师顿时充满希望地看着张义 那你能不能也带我们一起离开 此时旁边的学生也沸腾起来 求求你带我们也一起离开吧 这里太危险了 只要你能带我们出去 你要什么我爸爸都会答应你 张义冷漠地看着这些人 我只是来带他一个人离开 其他人想离开你们自己想办法 张义果然人很活又好 几个闹事的学生被他砰砰几枪放倒在地 所有人都充满希望地看着张义 希望张义能带他们离开这里 可惜张义对这些人得要求直接拒绝了 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带走杨欣欣 一个电脑天才对他来说作用简直太大了 在这种漠视他张义怎么可能养些人 梁老师恳求地看着张义 求求你帮帮我这些学生吧 看你们的状态肯定吃得饱穿得暖吧 能不能行行好 救救这些孩子们 他们是未来的希望 张义看着这些小虾米们 忍不住笑了 他们凭什么是未来的希望 就是因为有一个高官巨富的好爹吗 他可没看到什么未来的希望 他看到的只是一群自以为是欺软怕硬的小虾米 这些人对他张义来说毫无用处 张义看着这些人冷漠地说道 既然你们是祖国未来的希望 你们人人都如此优秀 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坚强地活下去 我只是一个草根救不了你们这些优秀的精英 这次过来我只需要带走杨欣欣一个人 所有人看着坐在轮椅上的杨欣欣 顿时愤怒起来 他一个废柴都能离开这里 而自己却只能乖乖等死 顺时就有人立马一拥而上掐住了杨欣欣的脖子 几个人挡在杨欣欣面前指着张义说道 你必须带走我们 否则我们就弄死杨欣欣 大家都别想离开这里 梁老师看着这种情况想阻止那些同学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张义好笑地看着这些人 你们可真是未来的精英啊 这种办法都能想出来 我是该夸你们聪明了 还是夸你们自不量力呢 说着张义从一空间瞬间取出两把手枪 砰砰砰连发几颗子弹射了过去 那几个小虾米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已经倒在了地上 剩下的几名同学一边喊一边四处跑去 杀人了杀人了 梁老师已经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他们还只是孩子 你怎么可以真的开枪杀了他们 张义一脸冷漠地看着地上的卡拉米 你管这些人叫孩子 他们可从来没把你当老师 张义转头看向一旁吓傻的杨欣欣 走吧哥哥带你回家 杨欣欣没有拒绝地把手伸向张义 那个能不能带我朋友一起走 张义看着倒在地上的陆可然 给我一个带你离开的理由 杨欣欣坚定地看着张义 可然跟我一样 都属于天青学院的特招生 他最擅长的就是机械设计改装领域 我的轮椅就是可然给我量身定制 张义看着陆可然 好像自己目前还缺少一个合格的机械士 多一个美女机械士好像也不错 这个女老师竟然尾随一个陌生男人 原来他们想逃离学校这个危险之地 但是当他们看到外面冰封末世的景象 又该如何应对呢 张义犹豫着要不要带陆可然一起走 陆可然马上自告奋勇地说道 我的特长是对车辆改装非常专业 并且还自学过锻刀技术 如果您有任何这方面的需要 我可以无偿地为您打造出顶级的冷兵器 张义听到这些顿时来了兴趣 现在他正需要这方面的天才 正好也可以填充他的后宫团 张义随即说道 既然你会的这么多 那就带你一起走吧 陆可然听到开心的屁颠屁颠地跟在张义后头 其他同学见到这种情况立马毛遂自荐起来 张哥张哥我会开车我车技很好的 我会八国外语我可以给你当翻译 张哥我对美食毕竟有研究 可惜他们说的这些对张义来说都是小儿科 张义懒得再理会这些小虾米 推着杨欣欣几个人朝外走去 这时李妙可阻止道 你们就这么大摇大摆走吗 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这里 要不是你们的出现 说不定那只怪物已经被梁老师干掉了 现在一走了之 是不是有点太不负责任了 就算要走带我们大家一起离开这里 张义冷漠地看了他一眼 拿着手里的武器指了指他的头 是不是给你们脸了 说得好像我不来你们就可以活下去一样 说着张义推起杨欣欣继续往外走去 此时梁老师看着这群人的背景 对所有同学说道 大家跟上他们 趁怪物不敢出来 我们一起离开这里 三胖子看着后边浩浩荡荡的一群人 无奈地看了看张义 张哥他们好像跟上来了怎么办啊 张义懒得管他们 既然他们愿意跟着那就一起跟着 反正只要不妨碍到自己他都无所谓 他可不是什么善蛮性 听几句好听的话就能带这些累赘离开 这种时候只有照顾好自己才是王头 倒是三胖你自己 听你的实力只要弄他这里 你就可以将这些活埋 你不会连这一点活路都不想给他们吧 三胖对张义说得连连白手 张哥你误会了 我跟他们无冤无仇 没必要弄死他们 几个人很快就走到了冰层上面 张义把三胖子赶去 跟游大叔一起坐雪地木托 三胖一脸的不愿意 这么冷的天大风呼呼的 就这样回去脸估计都会冻成冰疙瘩 张义笑了笑从一空间取出一顶头盔 三胖戴上头盔 顿时有了一种王者归来的感觉 还是张哥懂我 说着张义将杨欣欣和陆可然带到车上 几个人开车扬长而去 刚刚走出冰层的同学看到远去的车辆 顿时又陷入绝望 此时吴成宇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接下来就看我的吗 这就摇人 天才黑客少女终于承认 便衣大猫就是自己饲养过的宠 就连张义此次的营救都是他精心的安排 两个妹子坐在温暖的汽车内 这简直就是天堂啊 末世以来他们都快不记得这种温暖了 此时张义贴心地从一空间取出一些食物 两人目光激动地冰着这些冷味 大哥你可真是个好人 要知道他们已经有两个月 没有吃到正经的食物了 说着两人大口大口地堆堆堆 张义看着两个妹子笑着说道 欣欣你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美墙场吗 看着柔柔弱弱的 其实你才最厉害的那个 杨欣欣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哥哥我可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 一直以来都可然在保护我 要不然我早都死了几百次了 陆可然大胆咧咧地说道 咱俩可是好姐妹 你跟我客气啥 张义开着车看了看杨欣欣瘫痪的双土 你从小就不能走路 只能坐在轮椅上 但是在那头怪物的威胁下 你竟然能够活到现在 这难道还不够厉害吗 如果一开始只是运气好的话 或者有可然保护你没有受到伤害 但是一个月的时间 那只怪物的袭击少说也得十几次 那你的运气是不是也太好了 杨欣欣知道真相可能瞒不住了 而一旁的陆可然蒙圈地看着两人 完全没明白张义说的什么意思 欣欣索性全盘拖出 哥哥你真聪明怪不得可以活到现在 不光活到现在还能养活我那个笨蛋姐姐 张义笑了笑 不是我聪明 是有太多巧合的事情 让你看起来没那么简单 尤其是刚刚梁老师在跟怪物打斗的时候 你跟我说的是阻止他们的战斗 如果你想保护你的老师 完全可以让我帮你打掉那只怪物才对 可你没有那么做 说明你想保护的不是你的老师 而是那只怪物 所以我猜那只怪物是你养大的 杨欣欣听着张义的分析也不再装了 他伸了伸懒腰说道 哥哥事情让你猜到了六七成 不过我可没有你想的那么坏 花花不是我养大的 我也不是她的主人 只不过她的确一直在保护我 此时坐在后座的陆可然一脸震惊 杨欣欣继续说道 花花是她之前一直喂养的流浪猫 之前同学欺负花花的时候 一直都是杨欣欣保护花花 自从花花变异后 一有同学欺负欣欣欣的时候 花花都会及时出现 此时的陆可然一脸的恍然大悟 怪不得每次大喵出现的时候 都没有主动袭击过两人 她还一直以为是自己运气好的 张一一脸疑惑地看着杨欣欣 大猫难道只是单纯出于感激 所以才不攻击你们的吗 原来这个天才黑客少女是个美强彩 做事风格和张一不相上下 张一看着杨欣欣说道 欣欣你养的这只怪物未免也太聪明了 她不但没有袭击我们 还主动给我们带路找到你 难道这也是出于她的本能吗 杨欣欣笑着说道 哥哥你真是太聪明了 果然什么事情都难不过你 花花自从变异后变得特别聪明 不但能够听懂我的话 还能够听从我的指挥办事 张一和陆可燃听得一脸惊讶 杨欣欣当然知道两人在想什么 我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坏 虽然花花听从指挥 但是我可没有让她对我同学下手 毕竟几年的同窗 我还没必要讨厌他们就赶他们的地步 最开始那些人之所以会被嘎掉 仅仅是因为这些人曾经虐待过花花 况且天寒地冻的花花也需要食物填饱肚子 可是后来情况出现了一些病 面对花花的威胁 有些人心里开始不平衡 他们觉得我一个残废每次都能躲过花花的猎杀 极度就从那一刻开始了 有多少次这些人把我推出去 想牺牲我连阻止花花进攻的时间 不过现在想想简直要笑死 这些白痴做梦都想不到花花根本不会伤害我 我越是活得好好的 这些人就越会觉得自己有多不堪 正因为这样 所以他们每次不管因为什么事情 都会第一个针对我 坐在后排的陆可燃听着杨欣欣的诉说 心里不禁捏了一把汗 原来他们每次都能躲过花花的袭击不是侥幸 是因为花花根本就不会伤害他们两个 以至于到后来 杨欣欣觉得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实在是好玩 他让花花一次又一次的去戏弄这些人 就是想看着这些人想跑又跑不掉 想活又活不起的样子 然后玩够了再直接嘎了他们 说着杨欣欣开心的笑了起来 他一双无辜的大眼睛忽善忽善的看着张一 张一哥哥 你会不会觉得欣欣这样做有些太残忍了 张一用眼神调了他一眼 怎么会 这些人跟我非亲非故的 他们要死要活跟我没关系 我来救你只是处于对你姐姐的承诺 另外以及需要你计算机方面的天赋而已 张一向两个妹子保证 既然你们加入了我的团队 只要你们服从我的命令 好好干活 漠视的寒冷饥饿以及死亡的威胁会统统离你们远去 此话一出两个少女立马化作小迷妹 向张一投去崇拜的目光 随后立刻表忠心 张一哥哥谢谢你收留我们 以后都听从哥哥的安排 此时张一心中还有一个问题想不通 于是他接着询问道 冰宗漠视降临了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你灾难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主动去联系你的两个姐姐 反而最近才去联系这是为什么 还有大雪之下那么深的地方 你是如何解决信号问题的 张一解救的天才黑客少女 原来还是个病骄 他对张一的崇拜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杨欣欣笑嘻嘻地看着张一 像解决信号这种东西 对于他这样的黑客天才简直是小菜一碟 至于张一说的为什么现在才联系他的大秘密 杨欣欣更是不屑一步 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联系他的笨蛋姐姐 杨欣欣一开始的目标就是张一 张一此时听得一愣 杨欣欣的目标是自己 可是他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杨欣欣呢 怎么会突然之间成了别人的目标 杨欣欣自顾自的在那说道 我原本以为我那个笨蛋姐姐已经大了 毕竟以他的智商来说混混娱乐圈还行 指望他来救自己那简直就是做梦 像杨欣欣这样的天才不会把希望放在一个笨蛋身上 说着他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我从外界收到的信息 关于哥哥的资料稍微分析一下 是个聪明人都能知道哥哥有多厉害 看了哥哥的事迹 欣欣真的好崇拜哥哥呀 杨欣欣一脸花痴的看着张一 眼睛忽善忽善的就要跳出来一样 杨欣欣一边拿手机扒拉着张一的资料 一边脸红的看着张一 跟智商这样强大的哥哥一起工作 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了 越说杨欣欣越是激动 恨不得现在就要把自己献给张一 张一在旁边顿时一脸的懵圈 这特妙原来是个病娇啊 被这样一个美墙惨盯上 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不过目前来说感觉还不错 杨欣欣一脸害羞的看着张一 即使哥哥不来救星星 星星也一定会去找哥哥的 不过哥哥能赶过来救我 星星真的好开心啊 原本张一以为一切都是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没想到落入了别人设计好的圈套 看来一切都是天意了 那就顺带一起收了这个病娇 张一笑眯眯的看着杨欣欣 星星你跟那只喵的关系那么好 他会听从你的指挥吗 杨欣欣惊的看着他 哥哥没养过宠物吗 猫这种动物只可以当朋友 可是要做他的主人还是有些太难了 尤其是流浪猫 张一失望的叹了一口气 本来还想着把那只大喵也一起收了 看来是不行了 就在这时 张一从后视镜中看到那只大喵一路追着车子 跑了过来 他到底还是舍不得杨欣欣吗 回家路上都能画三级 真是他比的墨迹 这辈子都吃不上四个菜 废话少说张一带着天才黑客少女 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庇库所 但天才黑客少女却想要帮助张一的个人生活 大喵花花一路追随张一的车辆跑了几十公里 张一当然明白大喵是跟着杨欣欣追过来的 此时的杨欣欣和陆可然看着一路飞奔过来的花花 激动的呲哇乱叫 张一心里却打起了自己的小蒜盘 他的一空间里还储备了许多猫粮和小鱼干 把这些食物投喂给花花 相信这些食物总比人要好吃 要想驯服花花肯定要花一点小心思 慢慢来他有的是时间 越野车一路飞驰地开到云雀山庄 张一为了感谢尤大叔和三胖子 从一空间拿出了一套限量版手办送给了三胖子 给尤大叔送了两桶急需的燃油 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急需品 三胖子和尤大叔都激动地对张一表示感谢 两个人拿着自己喜欢的物品各回个家 杨欣欣和陆可然走进别墅的第一眼 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这里简直就是梦中的天堂啊 难以想象末世之中竟然还有如此幸福的地方 此时张一笑着对两人说道 只要你们好好帮我做事情 我保证以后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陆可然开心地说道 张大哥你放心吧 我以后肯定全心全意地跟着你干 而杨欣欣却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地低着头 脸红得不知所措 他轻轻地问道 张一哥哥 帮助你的话包括生活方面吗 陆可然听得一脸猛圈 他没有听懂杨欣欣的问题转头看向张一 张一被杨欣欣问得一脸尴尬 我擦 你小小年纪懂得可真不少啊 对我来说 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帮我维护整个庇护所的网络安全 至于其他的 我张一也不是见到漂亮姑娘就想如飞飞的人 杨欣欣听到张一这么说 本来还有一点期待的小心思 顿时被泼了一盆冷水 难道是张一嫌弃她的双腿吗 杨欣欣失落地低着头心情跌到了谷底 此时大秘密看到妹妹激动地跑过来 我的好妹妹你怎么这么久才联系我呀 在外边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知道我多担心你吗 杨欣欣鄙鄙试地看了一眼大秘密 一个靠身体成名的姐姐 她懒得搭理 要不是看在她跟张一在一起的份上 估计杨欣欣打死都不会联系大秘密 张一躺在一边看着两人僵硬的关系 也难怪一个天才少女会看不上靠颜值的姐姐 一旁的周可儿听到杨欣欣竟然叫张一哥哥 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于是质问杨欣欣 之前什么时候你对别人都是爱打不赢 怎么现在变得如此客气 末日之下张一从不养闲人 你看看 把这个天才机械少女安排得明明白白 杨欣欣向周可儿和大秘密介绍着陆可然 这是我们学校的天才机械手 以后她就跟我们一起生活了 陆可然兴奋地看着这一家人 果然是美女是家呀 一个比一个漂亮 此时的周可儿和大秘密听到陆可然的惊叹 一点都不惊讶 他们早就习惯了别人对自己的赞免 张一让大秘密准备一桌丰盛的晚餐 招待两位新人 周可儿负责两人的卧室打理 几个人分工合作 很快一桌晚餐就搞好了 张一对杨欣欣说道 欣欣以后你就负责整个家里的网络系统 他关系到咱们家的安全性 交给你我最放心 杨欣欣开心地接受了张一的委属 能帮他的一哥哥做这些事情是他求之不得的 而一旁的陆可然着急地看着张一 欣欣有了自己的任务 那自己也不能吃干饭了 大哥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只要大哥提出来 我肯定想方设法地帮大哥去实现 张一笑了笑说道 别那么紧张放轻松 我当然有更重要的事情交给你 你是机械领域的高手 我想让你帮我制造一批武器弹药 陆可然有些为难地说道 制造这些东西难度倒是不大 但是需要的材料市面上不容易买到 如果是冷兵器的话就容易一些 张一想了想这个不难 他的一空间里应该还有一些储备的材料 说着他带陆可然来到一个房间 刷的一声 张一从一空间取出一堆堆的机床设施 陆可然激动地看着这些设备 张大哥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些设备可都是造价几千万的宝贝啊 陆可然小心翼翼地摸着这些宝贝 有了这些接下来的任务就省事多了 张一看着他说道 如果这些设备还不够的话 我回头可以去搜集一些工厂 把你想要的设备列个清单 我一定把它们带回来给你 陆可然激动地说道 够了够了张大哥 目前这些设备足够打造你说的那些武器 这件事情就给我好了 保证到时让你满意 说着张一突然想到从梁老师那里收来的武器 刷的一声他把梁老师的宝刀取了出来 可然你帮我看看这把刀是不是尚火神器 他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子弹弹开 当时从梁老师手里取走这把刀的时候 你们梁老师的眼神能嘎人 陆可然拿过宝刀 我猜这个居然是梁老师的宝刀 他终于能亲手拿到它了 张一从梁老师身上顺走的堂刀 竟然大有来头 陆可然对这把刀可太熟悉了 他目光炽热地看着这把刀 这可不是什么尚火神器 这把刀的名字叫龙铃 据说是用一种刻书的金属打造的 威力甚至可以劈开钻石 本来这种材料打算应用在部队的 可是因为造价太高被部队给淘汰了 可有些人就用这种昂贵的金属 用于冷兵器打造 但是打造出来的兵器也是屈之可数 这把龙铃就是梁老师跟总统 做贴身保镖式得到的奖赏 对梁老师而言 他象征着至高无上的荣耀 张一看着手中的龙铃 目光也变得炽热起来 原来这把刀这么刁 那他就提梁老师先收下了 聊完这些几个人聚在餐厅一起吃饭 陆可燃大口地吃着食物 张一不紧不慢地说道 大家慢点吃 食物我有的是 如果不够再给你们做就是了 千万别噎着 陆可燃不好意思地说道 其实我们学校不缺吃的 只是在这么冷的天气下 所有的食物都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味道 再加上花花的阻挡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食物了 不过幸亏张大哥来得及时 要不然我跟星星也快坚持不下去了 张一笑着说道 只要你们以后好好帮我工作 这些吃的我保证要多少有多少 说着张一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机 这时候的电视只有一些官方的新闻信息 其他所有电台都已经停播很久了 本以为新闻报道还是一些冠冕堂皇的官话 可新闻今天却一反常态 新闻播报中说道 在未来的日子里 全球还会出现大面积的降温 届时官方也无能为力 由此引发的物资争夺战斗将会愈演愈烈 各个地方将会陷入无官方无监管的状态 所有人民要靠自己的能力去生存 张一几人听得胆颤心惊 这么说以后就靠自己自求多福了 这下子可有点糟了 张一虽然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但是他没想过这一天来得这么早 过去有人因为有官方组织的监管 不敢做得太过分 现在官方一旦撒手不管 意味着有些人会肆无忌惮地开始抢夺食物 整个社会就会没有秩序可言 这也意味着军阀混战的局面这样 一旦到了那个时候 普通人的生命就真的跟草芥一样了 天才黑客少女秀操作 张一目瞪口呆直则舍 吃过晚餐 张一推着杨欣欣来到了别墅最核心的位置 杨欣欣看着眼前的一幕 简直要惊呆了 这里是整个别墅的心脏操控系统 张一看着坐在轮椅上的杨欣欣 这样一个美强彩 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待在这里 欣欣以后这里的网络信息安全就交给你了 应该没有问题吧 杨欣欣二话没说 开始噼里啪啦地敲击着键盘 这套银河之光在十年之前是最顶级的网络系统 哪怕是放到现在 同样可以碾压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的网络系统 一般人根本入侵不了 理论上不会存在任何安全漏洞 但是顶级的飞客是可以制造漏洞的 最近这两周系统已经遭受了数千次的攻击 如果不是及时发现的话 最多再过一个月 整个系统就会陷入瘫痪 张一听得心里一惊 果然陆锋达事件之后 他早就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了 幸亏他早有准备 挖到了像杨欣欣这样的电脑天台 这些小漏洞对于杨欣欣来说简直是小太一叠 他刚刚不但修复了漏洞 还给系统加固了安全体系 做完这一切杨欣欣开心地看着张一 他当然希望能得到张一的表扬 要知道张一在他心里可是神一样的存在 要能得到一哥哥的表扬 他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张一笑着摸了摸杨欣欣的头 我们的欣欣就是棒 让我担心这么久的问题一分钟就解决了 这次表扬杨欣欣很受用 接下来他要看一看 到底是谁想要入侵这里的系统 此时的杨欣欣欣心里打起了小算盘 要是能够反过去入侵对方的网络 那可就太有意思了 张一看着他的一顿操作问道 这样做你有多大把握了 万一搞不定再暴露了我们的行踪 那就得不偿失了 杨欣欣忽闪着大眼睛说道 哥哥放心好了 即使我入侵不了对方的系统 也会隐藏好自己的行踪的 不然天才黑客少女这个名字不就白起了 此时周可儿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不好了张一 门外有一只大怪物 张一和杨欣欣顿时看向周可儿 张一又看了看杨欣欣说道 看来那只喵还是挺喜欢你的 都一路追到了这里 张一紧用几包猫粮就撸到了便衣大猫 但是撸着撸着就变成了便衣小猫 杨欣欣知道大喵花花放心不下自己 所以一路跟了过来 张一想了想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想办法把这只大喵收归在自己旗下 毕竟答应过徐胖子不伤害村民 不然将对岸那边又要出人命了 说着张一推着杨欣欣往外走去 周可儿见张一走来上前说道 张一外边有一只好大的怪物 一直对着窗户喵喵的叫 可然说他是欣欣的好朋友 你快过去看一看 杨欣欣坐着轮椅看着窗前的大喵花花 花花再见到杨欣欣那一刻虚弱的闭上眼睛 杨欣欣担心的上前叫道 花花你感觉怎么样 看来跟梁老师的那一次决战 对大喵花花来说也消耗了不少体力 张一看着此时的花花想着 趁现在大喵虚弱还是有机会收服她的 她推着杨欣欣一起去撸喵 大喵看到两人从房间走出来 顿时警觉的喵屋喵屋的直叫唤 杨欣欣安抚道 花花别怕到姐姐这边来 大喵眼睛瞪得雷大 她警惕地看着张一 张一右手一挥从一空间哗啦啦地取出了一堆小鱼竿 张一拿起小鱼竿说道 花花乖过来吃点东西吧 外边环境实在太恶劣了 只要你以后做我的储 我保证以后包吃包住小鱼竿管够 花花眼睛紧紧地盯着张一手中的小鱼竿 果然猫就是猫 只要有食物就好对付它 张一眼看马上就要成功了 此时花花后退一步喵屋一声 朝着张一吼了一嗓子 杨欣欣急忙解释道 一哥哥花花是流浪猫 警惕心很高的 我当初也是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才和她打好关系 张一没所谓地看着花花 时间对张一来说并不是问题 她在意的是花花长时间找不到吃的 她会袭击三胖子所在的村庄 紧接着张一对花花说道 花花我知道你现在还不信任我 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供食物 不过你要答应我 不可以袭击将对面的村民 大喵花花喵屋喵屋地点了点头 谈判算是初步打成了 然后张一推着星星回到了屋内 张一心里还盘算着 这么大一只猫 饭量可不小 以后还要给这只大喵 继续储备一些食物才行 就在这时周可儿和大秘密 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张一你快看 此时三人站在窗前 大喵花花变成了一只普通的喵喵 正在津津有味地 吃着堆积如山的小鱼干 原来这只喵可以自由变换身体的大小了 两位天才少女怀揣梦想 连睡觉的时候都想着如何报答张一 看着突然变小的大喵花花 陆可然对张一说道 张大哥看来你生物学得怎么样啊 如果花花一直体型那么庞大 天青学院的那些家伙 根本填不保他的肚子 况且花花每次出现和消失的都很突兀 按道理来说 像花花这么大体型的猫咪 哪怕一个转身都会弄出很大动静 可事实是像梁老师这样的武术高手 都没有发现花花的行踪 所以花花能自由变换身形 也就很容易解释童话 张一思考着 这样一来事情就简单多了 一只梨花猫能吃多少东西 他也不用再出去为花花寻找小鱼干了 避空间储备的食物足够花花祸活 就在这时坐在轮椅上的杨欣欣 发现了花花脖子上的伤口 张一透过窗户仔细看去 花花的伤口应该是梁老师用龙鸣砍伤的 怪不得花花看上去如此疲惫 不过受伤对于流浪猫来说早就是家常便饭了 他不在意地吃着小鱼干 张一想着等明天给花花处理一下伤口 顺便借此机会给他培养一下感情 晚上杨欣欣和陆可燃睡了一张床上 陆可燃到现在都不敢相信 白天还在忍肌挨饿 晚上就睡在这么舒服的床上 简直就像做梦一样 他打定主意一定要跟着张一好好干 张一指动他绝对不往昔 目前最紧要的任务就是 先帮张一打造一批特殊的武器 另外像子弹和弹药这些物品 也是张一目前最需要的 光是想自己能帮上张大哥的忙 陆可燃就已经开心得不得了 第二天一早 陆可燃找到张一把自己的计划跟他归报了一顿 得到张一的认可后 陆可燃拍着胸脯保证 以后制造弹药这些事情就统统交给他 他绝对不会让张一失望 而此时另一边的天青学院 从地下雪层爬出地面的学生 开始联系家人过来营救自己 班长吴承宇终于打通了爸爸的电话 一众人高兴地欢呼起来 还是班长厉害啊 我们终于得救了 再也不用待在这个鬼地方了 而其他同学看着无人接听的电话 心里一阵嘀咕 难道我们的家人都已经遭难了吗 吴承宇的父亲真的有能力来救我们吗 要是有能力营救我们 为什么要等到现在 万众期待的救援队终于到来 但是救援队到来的目的并不是那么单纯 一群学生蜷缩在一起等待吴承宇的爸爸 希望他能快点过来救他们出去 就在这世外面出现了渣渣渣的声音 吴承宇灵机一动 是我爸爸 我爸爸来救我们了 说着就飞一样地冲了出去 其他同学也紧随气候一路跟了过去 跑到雪层上面 大家看到好几只狗狗拉着的雪地桥 从车上下来七八个人 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 训练有素地戴着头盔拿着武器 梁老师嗅到一股危险的气息 总感觉哪里不对 梁老师一眼就看出这些人是酒精沙场的老兵 而且还都是精锐 士兵们看到梁岳和这群学生之后 焦头接耳地聊了几句 此时吴承宇跑上前去兴奋地说道 我爸是吴局长 你们是他派来救我的吧 就在这时 在士兵后面走出来一个人 他摘下面具激动地说道 小宇小宇我是爸爸 吴承宇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人 花了两秒钟才认出自己的老爸 以前的吴局长肥头大而满脸油腻 一个月没见 吴局长现在就像一根火柴棍一样销售 谁看了都会反应不过来 父子俩激动地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吴承宇埋怨道 爸爸你怎么现在才来救我 害我吃了这么多苦 我差一点就死在这里了 吴局长尴尬地看了看其他人 这时一个士兵走过来说道 听说你们学校还囤积了不少物资 赶紧给我们带路 这些物资我们要带回基地去 吴承宇马上说道 物资都在雪层下面 那里有一只怪物守着 我们可不敢过去 这时一个士兵上去严肃地看着吴承宇 小兄弟你放心吧 任何怪物出现我们都会把它消灭掉 你给我带路吧 吴承宇一听要让自己带路 脸色下得铁青 他可不是炮灰 他再也不愿意回到那个危险的地方 他咬了咬牙伸手指向了一旁的梁月 其实都是梁老师在负责寻找物资 他最清楚物资的存放地点了 梁老师心中沉了沉 那就由我来给你们带路吧 此时其他同学看到这里有些不解 不是说好来救我们的吗 怎么一个字都没提救人的事情 反而一来就要寻找物资 这跟他们想的不一样了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这是一个士兵指着站在一旁的学生命令的 都还愣着干什么 都给我过来搬东西 学生们老老实实地跑过去将物资搬上车 一边搬东西一边嘀咕着 不是说来救我们的吗 怎么现在让我们干气苦力了 冰雪末日之下哪有什么安详之地 这些同学真是刚脱离猫爪又入虎口 整个西山基地犹如梦魇般吞噬着学生们的幻想 同学们费力地搬运着物资一边嗶嗶叨叨地骂着 他喵得我们吃了那么多苦等待救援 本来还以为救援到了会好好照顾我们 没想现在把我们当苦力了 一个同学找到吴承宇说道 班长看来你爸也不怎么样了 还以为你爸在基地的地位很高呢 跟你吹得完全不是一回事 吴承宇干大的安慰大家 现在是非常时刻 人家也不会养闲人了 咱们好好干活 等到了基地就可以休息了 等到所有的物资搬上车后 先行部队带着物资朝基地赶去 所有的同学看到这一路惊呆了 雪地车走了那他们怎么办 此时留下来的两个士兵对所有人说道 咱们走吧 这时同学们才明白过来 这是要让他们步行去往西山基地啊 其中一个同学愤怒地说道 我的发 你们开什么玩笑 我们饿了这么久 还要我们走几十公里的路 马上派一辆车过来接我们 士兵看着这帮娇娇滴滴的少爷公主们 大声呵斥道 少特喵的嗶嗶 想活命就跟上 谁要不乐意就给我滚原点 告诉你们现在是末世 把你们的优越感都跟老子收起来 要想活下去 就都给老子乖乖把嘴闭上 此时同学中开始有人崩溃地倒在地上 他们不愿意接受现实的残酷 梁老师安慰大家道 大家跟着他们一起走 现在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物资已经被他们拿走了 我们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 必须前往西山基地才能活下去 大家互相鼓励着朝西山基地走去 经历了一天一夜的步行 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在看到基地大门打开的那一刻 他们终于看到了希望 想到舒服的房间 温暖的饭菜 所有人兴奋地朝着地下涌道跑去 然而迎接他们的是一群 身穿制服头戴消毒面具的士兵 他们不由分说地就开始 往这些人身上喷洒药水 一阵消毒之后 一个胖女人哒哒地走了过来 所有人都听好了 为了保证避难所的安全 你们都要进行全面检查 以及身体检测 都给我站成两排 把衣服全部脱掉 男孩子出门在外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你看看这个胖女人 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 随意地践踏男大学生 所有人站成两排 开始依次抽血 血样送茧结果出来之前 谁都不准离开这里 大家默默得等着结果出来 就在这时一个身穿制服的人 端着一盆东西 放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同学们凑上前去看着那一团 黏黏黏的东西 感觉像一团大鼻涕 工作人员告诉所有人 这就是他们的食物补体 即便是一团大鼻涕 所有人也争先恐后地抢着去吃 因为他们太饿了 很快一盆不及 马上就被吃完了 这是吴成宇的爸爸 吴局长跟那个胖女人 一起走进来 吴成宇此时兴奋地喊道 爸爸你可算来了 胖女人看着眼前的吴成宇 悄悄地问吴局长 这是你儿子吗 你可从来没告诉我 你有一个小奶狗一样的儿子 吴局长马上献媚一样地说道 领导我也是刚刚知道 他还活着 马上就带来见你了 胖女人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对所有人说道 经过检查 你们身上都没有传染病 接下来你们会被送往第四生存仓去 他指着吴成宇说道 你不用去第四生存仓 跟我过来吧 吴成宇开心地对同学说道 我就说过 我跟你们可不一样 我爸爸那可是吴局长 几个同学看着吴成宇得意的样子 心里有点不平衡 此时吴局长偷偷地把吴成宇拉到一旁说道 小宇在这里做事一定要听话 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千万不能反抗听懂了嘛 吴成宇点了点头 放心吧爸爸 我一定听话 说着胖女人搂着吴成宇往另一边走去 所有同学都投去了羡慕的眼光 心里想着自己要是跟吴成宇一样该多好 胖女人把吴成宇带到一个房间 先去让吴成宇洗个澡 吴成宇呆呆着看着这个房间 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这个房间看上去像个卧室 不管怎么说来都来了 先洗个热水澡再说 卧室以来已经很久没有洗过热水澡了 吴成宇一通洗漱 露着八块腹肌美美地走出来的那一刻 她顿时脸色铁青 她眨了眨眼睛 她看到了什么 她没有看错吧 胖女人舔的一个大肚皮 穿着比基尼贪婪的看着吴成宇 小宝贝还在等什么 快给老娘过来啊 紧接着一个过肩摔 就把吴成宇扔到了床上 这些大学生吃着用蟑螂做的食物 而且还要化身工具人给基地发电 敢有一点反抗就会被嘎掉 另一边同学们都被要求 穿上了统一的制服 所有人看着身上的衣服 都呆呆的发了 这衣服的款式跟颜色 简直是都到价了 就在这时一个女人走过来说道 接下来你们以后的生活都要听从指挥 避难所里的生活 跟你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这里不会养活闲人 所以每个人要想活下去 就得劳动换取食物 说着女人把所有人 带到了一间地下工作室 同学们看着眼前的荧幕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一排排的自行车排列在一起 这些人都在拼命地踩着自行车 女人对所有人说道 这里就是你们以后工作的地方 你们的工作就是为基地发电 这些脚踏车就是发电系统 每个人每天都要完成一吨的发电量 完不成这些任务就不能得到食物 想要留在这里 就必须要拼命地踩自行车 如果违反这里的规定 就会被基地扔出去自生自灭 所有人在听到这些规则后 心里一阵挖凉 有的女学生甚至被吓哭了 这跟她们想的完全不一样 本来以为到了基地 一切苦难就应该结束了 谁知道摆在她们面前的 还不如以前的苦力自由 这跟血汗工厂没有区别 虽然在学院的时候 大家活得都很危险 可起码是自由的 而且梁老师也会为他们寻找食物 这下好了目前的状况 比在天津学院还要糟 紧接着女学生哭唧唧地 拉着梁老师寻求帮助 梁老师我不想去工作 你帮帮我们吧 梁老师无奈地安慰着这些学生 这时一旁的女人 看着这帮学生冷声说道 哭也可以 但是你得先工作 不然晚饭可就没得吃了 同学们看着眼前的情景 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 无奈地走上工作岗位 而此时另一边的吴承宇 已经泪瘫在了床上 胖女人满意地穿好衣服 心情愉悦地朝着门外走去 这时吴局长献媚地问道 领导怎么样 我儿子伺候的您还算满意吧 这时胖女人竖起大拇指说道 吴局长你儿子床上功夫还不错 是不是得到了你的真传啊 吴局长尴尬地笑着说道 领导你可千万别这么称呼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以后你有什么吩咐 我立马带她过来 胖女人满意地挥了挥手说道 以后我会让后勤 多给你们爷俩分配点物资 我还有事情先走了 房间你帮我打扫干净 吴局长点头哈腰地送走了胖女人 这些大学生在末日基地的梦想全部破灭 他们不得不认清现实 苟延残喘地生活下去 胖女人光当一声关上门 大摇大摆地走了 吴局长此刻脸色凝重 心中充满了不甘和无可奈何 吴局长转身快步走到自己孩子的床前 看到吴承宇虚脱地躺在床上 生无可恋地冰着天花板 儿子你怎么样 现在感觉有没有好一点 吴承宇脸上两行眼泪哇哇地往外流 爸爸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来到这里是要做鸭子 他堂堂天青学院的高材生 居然沦落到给一个胖女人做鸭子 他还是处男 就这样把自己的第一次贡献给的那个胖女 他现在想死的心都有了 吴局长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儿子以后你得适应这里的生活 大家以前的身份和地位在这里已经毫无用处 能来到这里的人都是非富即贵 可是那又怎么样 社会秩序全部被打乱了 全球正式进入冰河时代 这样的极端天气可能五十年都不会改变 这种时候只有依靠强大的觉醒者 才有机会活下去 你以为人人都能做鸭子吗 那还是看在你老爹的面子上 我跟你争取来的 哪怕为此出卖色相也无所谓 只要能活下去 没有什么事不能牺牲了 吴承宇听着老爸的一席话 顿时坠入了绝望的深渊 而此时另一边踩完一天自行车的同学们 都聚集在一起找到梁老师 学习委员委屈地走过来 梁老师这里的生活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我登了一天的自行车 屁股都摸破了大腿跟眼泪的声唐 如果每天都要过这样的日子 我宁可自己去死 梁老师安慰大家道 现在是特殊时期 能活下去已经实属不应 以前享受的世界已经不存在了 你们没有发现 今天在你们周围登自行车的人吗 他们以前可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现在不也一样沦落至此 学习委员不甘心地说道 可我们都是社会的精英啊 凭什么要做这么低端的工作 我们还那么年轻 只是一群孩子 为什么要跟打工狗一样说这种 梁老师你就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梁老师尴尬地说道 我也只是一个老师而已 在这里也是跟你们一样的 就在这时 吴承宇默默地走了进来 所有同学见到他的那一刻 顿时看到了希望之光 吴承宇你可算回来了 你跟你爸爸说一声 照顾一下我们大家吧 让我们不要在这里工作了 哪怕让我去做一个文员也行 我不介意做文员的 吴承宇此时脸都绿了 你们别做梦了 以后你们的工作只能是采发电机 吴承宇此时回想到 刚刚跟胖女人在一起的话 脸上极为难看 目前看来做鸭子 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受 说着吴承宇来到梁老师面前 梁老师我刚刚跟我爸爸去基地转了一圈 他硬着头皮说道 西山基地的情况我大致了解了一些 末日基地有着残酷的等级划分 这些大学生想要在这里翻身堪比登天 吴承宇默默地坐下来 跟梁老师讲述了西山基地的简单构成 西山组织如今的掌权者是陈新年 他手下有不少人觉醒了异能 这群人镇压了之前的掌权者 并且重建了新的秩序 基地总共被分为四层 第一层是陈新年和他的亲属 享受着最好的条件和待遇 第二层是为他所用的研究者和技术人员 他们能享受到末日来临前一样的生活 第三层是他集合起来的武力集团 有最精良的装备和身体素质 他们都是超级作战者武力之暴 而我们这些手无寸铁又没有任何技能的渣渣 就只能属于第四层的贫民窟 这一层的人只能干最累的活得到最少的资源 要是有任何不满想要反抗 那就只有等死了算 对于他们这些渣渣来说 面对第三层的觉醒者们 他们根本对抗不了那些超能者 甚至直接会被秒成炮灰 所有人听着吴成宇的讲述 顿时陷入绝望的深渊 按着吴成宇的意思 那他们岂不是要在这里劳动一辈子 那还不如让他们去死 吴成宇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们以为这些人会在乎你们的生命吗 即使死了 他们会继续抓捕其他的幸存者 来补充消耗掉的劳动力 反正我们在他们眼里跟牲口没有两样 此时一个同学崩溃的拎起吴成宇 都怪你 是你暴露了我们的位置 把我们带到这个鬼地方来 要不是因为你我们也不用在这里受过 吴成宇冷漠地看了他一眼 难道留在天青学院你就不会死了吗 震怒的同学被吴成宇说得牙口无言 此时吴成宇看了看梁老师 梁老师现在能改变我们现状的只有你了 你和我们不一样 你是异能者 在西山基地异能者是拥有特权的 求求你帮帮我们吧 所有的同学像看到了希望一样 把梁老师围得水泄不空 梁老师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身为老师照顾好学生是你的责任啊 我们干不了力气和老师 我们的手都摸破了 这都不是人干的事 你帮我们去跟基地谈一谈 让我们干些轻松的工作吧 梁老师无奈地说道 我会保护你们的安全 至于工作方面我还得再观察观察 天也不早了大家早点休息 免得明天没有精神劳动 说完梁老师转过身不再理会这些学生 因为他此时也是自身难保 关键时期他不能轻易给别人许愿 第二天一早起床号准时响起 大家有序的穿好衣服 开始每天的例行早会 只见一个女人拿着大喇叭 高呼着陈希年万岁 感谢陈希年大人 让我们在末世中幸福地活到现在 梁老师凭借自己是异能者的身份 平不清云 而他的学生只能在西山基地里面 一边被洗脑一边当廉价劳动力 所有人亢奋地大喊陈希年万岁 主持人康慨激昂地说着介绍词 昨天我们的队伍又营救了一批幸存者 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了 首先请我们的家人做一些自我介绍 梁老师干大地看了一眼 这就是传说中的洗脑运动吗 他们即使知道这是一种催眠效应也于事无本 这种营销洗脑看起来搂到极限 也根本无法逃离 学生中有人已经开始慢慢接受这种思想 如果不能反抗 那就只能乖乖躺平 最起码不用忍计挨饿可以活下去 总比在外边等死要舒服 就在这市门口走来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漂亮女人 她是陈希年的贴身秘书葛 主持人看到葛秘书立马舔狗一样的贴了上去 葛秘书有什么事情你吩咐一声就行 哪还需要您亲自来这种地方 葛柔没有理会她 拿起话筒大声说道 昨天新来的幸存者中有个人血样异常 他是我们目前需要的特殊人才 梁月小姐请问在吗 梁老师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我在这里 同学们通通投去了羡慕的眼光 能让陈希年身边的秘书亲自来接人 看来梁老师要发达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梁老师要脱离贫民窟了 梁老师你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呀 我们可都是你的好学生 葛秘书看着这帮羊群 一个眼神沙让这些学生立马逼了 葛秘书客气地让梁老师跟自己一起去见陈希年 此时的陈希年已经等候梁月多时 在见到梁月那一刻立马客气地握住梁老师的手 梁小姐真不愧是武术高手 带着一群学生还能逃出生天 我们基地目前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 让我简单跟你说一下未来的规划 说着热情地拉着梁老师坐了下来 张义对变异大猫的宠爱 甚至都超过了家中收留的几个漂亮媳妇 西山基地这边 陈希年拉着梁老师坐下信誓旦旦地说道 为了保留未来文明的活主 梁小姐我希望你能把力量借给我 梁月心里也虽然犯嘀咕 但是嘴上仍然说道 如果有用得到我的地方 我一定会尽力的 随后陈希年吩咐葛秘书 梁老师不用回第四平民窟了 以后的生活就搬去第二生活舱 紧接着葛秘书带着梁月去第二生活舱进行参观 看着偌大的地下生活空间 这里的生活设施应有尽容 跟末世之前的生活没有任何差别 这个地方跟第四平民窟相比简直就是天堂 而此时的另一边 张义正在一步一步地收复他的第三个异能者大喵 张义今天又给花花带来了小鱼竿 他看着面前的花花比一周前的紧张状态要好太多 花花你都已经吃了我一周的小鱼竿了 是不是该有所表示啊 跟我回家吧 以后你就做我的喵 让我来天天宠爱你 我保证让你每天都有小鱼竿 而且屋子里特别暖和 还有壁炉可以烤火 现在外面天寒地冻的 你待着这里多遭罪啊 花花好像听懂了张义的话一样 一动不动地看着她 想想屋里的美女 再想想美女温暖的怀抱 好像确实有些诱惑 随后花花懒懒地伸了个腰 慢慢地跟随张义的脚步开始往屋子里走 张义兴奋地看着花花 可不算枉费她这一周的悉心照料 张义耐心地诱导着花花一步步往别墅里走去 花花来到别墅大厅东张西望地看了看 一个翻身窜到了沙发上 二话没事刷刷刷 朝着价值几百万的沙发就是两爪子 花花你要是喜欢 另外一组沙发也给你磨爪子用 周可儿看着张义讨好花花的样子瞪大了双眼 这样的张义她可从来没见你 幸亏花花不是女人 不然的话她以后可就一点家庭地位都没有了 花花在客厅里上蹿下跳 好像在宣示着自己的主角 折腾够了以后 花花找了个舒适的沙发全缩成一团 呼噜呼噜地睡去 此时张义轻轻地走上前去 总算消停了 也算是成功了一大步 老子为了你这么久 你得让我好好撸一撸吧 说着张义伸出了她那只猥琐的手 刚要碰到花花时 花花紧觉得睁开双眼 喵屋一声朝张义哄去 有了两位天才少女的帮助 张义可算是如虎天翼 如鱼得水 如木春风 如日中天 就连可以变异的大猫都被张义彻底驯服 张义见兮兮的小手再次伸向了大喵花花 老子对付女人都没有这么麻烦过 你一直离花猫让我这么小心翼翼地示后着 还不能让老子摸一下 说着张义轻轻地把手放在了花花的背上 来回抚摸 这次花花很配合地没有吼张义舒服地打起呼噜 总算是大功道成了 张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花花以后你就是家里一份子了 自从花花融入这个大家庭后 张义的地位直线下降 周可儿和大秘密把花花伺候得舒舒服服了 就连洗澡都要轻轻抱抱举高高 晚上休息为了宫廷起见 两个妹子把花花放在了床铺的中间 这样两人可以随时撸到花花 花花要是个男人 估计做梦都要乐行了 而此时的杨欣欣正在加紧破解入侵网络的密码 经过几天的努力 她终于找到了试图入侵庇护所网络的那个人 张义看着欣欣指出的地点 原来是西南山区的一块接壤处 距离她的住宅也不过三十里 张义警觉地看着这个位置 她没想到这个位置距离她如此之近 对方的技术手段极为简陋 是个不入流的工程师 没一会功夫就被杨欣欣搞定了 不过就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 这个西山地区肯定是一个庞大的骨质 也许不久之后他们就会有一次正面交锋 张义从来就不是一个怕事的人 他不会轻易找别人麻烦 但是他人也休想在他这站到便宜 谁要是想破坏他现在的平静 他张义绝对不会手软 说着张义朝地下陆可燃的工作室走去 陆可燃看到自己崇拜的偶像出现在自己的工作室 马上讨好的拿出自己最近刚刚研发出来的消音器 一脸兴奋地递给了张义 张义看着这款跟自己的大局完全匹配的消音器 高兴地说道 可燃还是你厉害 我现在正需要的就是这个 有了这个消音器再加上我的异能 就能完美地掩盖我的枪声 这样我的位置就不会暴露 你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了 可燃 陆可燃得到张义夸奖很是受用 张大哥再给我点时间 我到时候有更好的东西送给你 张义使用美男机对女大学生下了手 一方面可以利用他制作的武器 来扩充自己武装力量 另一方面还能充赢自己的后攻团 陆可燃激情澎湃地向张义表忠心 大哥以后你需要什么武器尽管告诉我 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造出来 说着张义凑了过来一把搂住陆可燃的肩膀 可燃你能制造手雷炸药这些东西吗 我现在迫切需要这些东西 陆可燃红着脸把头低了低 他还是第一次跟张义这么近距离接触 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张义看着陆可燃不好意思的样子 尴尬地说道 可燃这些东西是不是对你有困难 一上来就让你搞这么高难度的武器 是我欠考虑了 陆可燃蹭地站了起来 哥哥你说什么呢 这些小儿科的东西怎么会难倒我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制造炸药手雷这些武器 我初衷的时候就能搞定 制造它们的难度 还不如一块新能源电池烧脑 张义惊奇地看着陆可燃 他这次可真是挖到宝贝了 陆可燃这样的天才都能为他所用 以后的日子会减少很多麻烦 只是现在陆可燃不明白 张义为什么要这么原始的武器 他觉得像张义这样牛叉的人 应该用更高端先进的武器才对 怎么会对单兵作战的炸药感兴趣呢 张义耐心地跟他解释道 今是不同往日了 兵和末世各种高科技的武器 几乎都成了废体 现在的战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搏斗 战斗规模会越来越小 所有像地雷炸药这些 就更容易拍上用场 张义还不避讳地告诉陆可燃 他们的庇护所已经被人盯上了 为了他们的安全 他必须在周围布下足够多的陷阱 所以他需要大量的地雷和炸药 陆可燃恍然大悟不好意思地看着张义 又听到张义说 因为有人要进攻庇护所顿时紧张起来 张义拍了拍可燃的脑袋 可燃你好好帮我做事 其他的事情不用担心 我一定会保护你们的安全的 陆可燃感动得两行热泪 哥哥你对我这么好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 张义笑了笑 可燃你不知道你长得特别像我妹妹 从我见到你第一天开始 我就忍不住想保护你 陆可燃激动地看着张义 是真的吗哥哥 当然是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陆可燃低头脸又红了起来 他其实是想问张义 难道他就只能做妹妹吗 此时张义一只手伸过来 打断了陆可燃的思路 好好听哥哥的话 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 一切有我在 可燃开心地点了点头 张义心里思索着 虽然诱骗这种小女孩的手段 不是很光彩 但是他必须把陆可燃 这样的天才拉拢在自己身边 得让可燃死心塌地地 跟着自己才行 必要的时候 他出卖一下色相也不是不可以 张义心里美滋滋地想着 毕竟武器这种危险的东西 一定要掌握在自己人手中才行 冰雪末世的两大异能团队都蓄势待发 张义等人也已经做好了万全之策 张义翻出徐三胖和游大叔三人的群聊 啪啪几条信息发了过去 我好像被不明势力盯上了 他们距离我很近 这种时候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相信任何人 尤其是打着政府名义的人都要万分警惕 千万别暴露了我们的异能 关键时期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张义现在目前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徐胖子和游大叔收到张义的信息后 连忙回复表示明白 也让张义注意安全 张义对游大叔那边他倒是不担心 主要是徐胖子 他的庇护所跟徐家镇一将之隔 如果要有人对他的别墅动了歪心思 那么徐家镇是必经之路 徐三胖的冰雪蜥蜴奴对张义来说太重要 他绝对不能让徐三胖出事 所以张义又格外给徐三胖发了一条信息 胖子如果你遇到危险又无法抵抗的话 就朝着江面往我这边跑 徐三胖收到张义的信息后笑得合不拢嘴 长这么大他还从来没有被人这么关心过 不过他还是觉得张义大体小做了 就算现在有不明视力的存在也跟他没有关系 他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 谁会惦记他这块鸟不拉屎的地方 徐三胖对张义的提醒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而此时的另一边 出来打探消息的两名特战员正在往徐家镇的方向走去 他们接到的任务是要特别搜查西山群岛一带 其中一个特战员感慨 这场雪灾要是这样发展下去 没几个月全世界就会被淹没 然而女特战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她表示暴雪不会无止境的下去 因为空气中的水分子已经凝结的差不多 没有水分的蒸发哪还会形成冰雪 还有赤道附近的温度都零下二十多多 今后只有寒冰 暴雪会越来越稀少 这也许是上天对人类最后的怜悯 说到这 二人便坐上雪橇 女特战员向基地汇报了西山远海地区已经搜查完毕 接下来收到领导只是要对另一个区域进行特别搜查 坐在车上的另一名特战员在听到要特殊搜索以后有些惊讶 原本他们的搜索范围只限于西山内部 但是最近上集好像格外关注西山别墅那边 两人打算和往常一样过去查看一下就赶快回去复命 这么冷的天在两个人在外边都要冻成狗了 说着其中一名特战员吹了一声口哨 雪地狗一个剑步飞奔了出去 他们朝着江对面的徐家镇跑去 这个老头在冰雪末日还在幻想 想要依靠所谓的组织平步清云 但所谓的组织只是想收走这些农民手中保命的余料 两位特战员一路来到徐家镇 原本两人只是顺路过来看一下 没想到在这种荒郊野外还能看到村落 村口的两条大黄狗汪汪汪的朝两人叫着 村民听到动静拿着家伙跑了出来 他们生怕张义来攻击村落 女特战员看到这里居然有这么多的幸存者 他们非但没有冻死饿死 反而训练有素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村民看着两名陌生的面孔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来徐东村干什么 女特战员早有准备拿出证件说道 大家别紧张我们是政府派来的搜查员 目的是帮助血灾中的幸存者 村长徐六爷拿着证件看了他 严肃的老脸瞬间开成一朵花 原来是政府派来搜查员了 欢迎欢迎 大家快去准备好酒好菜 今天来的可都是贵宾 咱们一定要好好招待 家家户户都把储备的粮食拿出来一点 可千万不能怠慢了贵客 这是一个村民小声嘀咕着 六爷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咱们都还不清楚 干嘛要对他们这么热气 村长一脸严肃的说道 你懂什么 只要他们代表的是政府就足够了 现在天下大乱 正是我们翻身的好时机 以后只要跟政府搭上关系 咱们徐东村一定会平不清云 村长信誓旦旦的说着 再者说了不就是一些吃的食物吗 咱们徐东村还是拿得起来 村民点头附和道六爷说的对 两位特战员见到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物 顿时有点吃惊 这些村民过得好像很不错 根本没有受到血灾多大的影响 物资储备好像也很充足 女特战员整理了一下思路问道 老伯这么大的血灾 你们村子好像没有受到影响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徐六爷一听顿时洋洋得意起来 我们徐东村都是在我的带领之下辛勤劳作 才没有被血灾打败 我平时就教导他们一定要多多储备粮食 以防备不时之需 你看这次血灾我们村就没有为粮食的问题发过仇 不是我自夸 我们整个徐东村就没有饿死一个人 坐在一旁的村民脸尴尬的看着徐六爷 你这牛皮吹的有点大了 才做了几天村长就把之前三爷爷的功劳都吹成了自己的 特战员好奇的问道 那这么说你们徐东村还有储备粮食了 徐六爷越说越激动 实不相瞒雪灾之前 整个天海的蔬菜供应有三成是我们徐东村贡献 这点粮食对我们徐东村来说不算什么 说完这句话徐六爷马上意识到不对 这是把自己的家底暴露 政府到时要求他拿出来捐给其他人 那就可就麻烦了 紧接着六爷话锋一转 其实这场大雪持续了这么久 我们的粮食储备也消耗的差不多了 现在也就勉强维持温饱 一场普通的接待宴 双方却够怀八百个新眼子 上演了一出官场的明镇暗斗 村长六爷赶紧转移了话题 目前我们徐东村也就维持一个温饱 其实也并没有多余的粮食 女特战员笑了笑说道 你们徐家村起码也有上千户人家吧 能够维持温饱就已经相当厉害了 村长听到这些话又开始飘了起来 我们村有现在的成就肯定我占一半功劳了 你瞅瞅外边建造的兵物 那都是我指挥村民打造出来的 这才解决了住房的问题 要不然的话不知道有多少人冻死呢 村长越说越激动 其他村就没有这么聪误 许多房子被大学掩埋了 冻死了不少人 坐在一旁的村民听着村长满天飞的牛皮 干大的脚趾都能抠出一套三十亿厅来 这家伙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明明是徐三爷带领大家走到今天 再加上胖子徐春雷的超能力 大家才有幸活了下来 被老头一说全程自己功劳了 而特战员却从心里感叹 这个老头子有点本事 能把兵屋建造起来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他来村里一定有不少能功巧将 村长六爷谦虚的说道 都是庄稼人自然要有点手艺才能养家糊口 两位这么辛苦跑到我们徐家村 千万不必客气一定要吃好喝好 说着六爷又开始向两位特战员打探消息 这场血灾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了 有专家给出治理方案了吗 女特派员一边吃一边说道 这件事情你们放心好了 这场血灾持续不了多久了 你们看血已经在慢慢变小了 组织已经制定好了解决血灾的计划 不久之后就会实现 村长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激动起来 那真是太好了 这种日子再持续下去 我们都得玩玩 女特战员气定神闲的说道 放心好了 这种日子马上就会结束了 另一名特战员心虚的看着自己的队员 要不是他早知道内情 恐怕这些谎话自己都要信了 随后女特战员又随即问道 末世以来你们村子有没有发现怪异的事情 比方说有人身体发生了变异 产生了额外的能力这些 村长一听这不就是打探徐春雷吗 春雷可是他们村里的宝贝 再没有摸清对方什么情况 绝对不能把春雷交出去 村长想了想问道 你们找这些人做什么 特战员不紧不慢的说道 这些人都是极其珍贵的人才 将来重建家园就要靠他们了 村长你要是知道这些人的下落 一定得告诉我们 隐瞒不报可是要重罚的 当然了你如果及时给组织归报 组织上也会给你记忆大功的 村长六爷活了一把年纪 当然也不是傻子 像这种空投支票他见得多了 徐春雷是他们村最后的依靠 在没有见到实质性的好处前 他才不会轻易的交出去 紧接着村长拿出手机说道 咱加个联系方式吧 以后真发现有这样的人存在 我一定及时向您汇报 特战员看着有所顾虑的村长威胁道 对组织有所隐瞒可是非常不好的行为 你要是知道什么 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这两个异能者偏偏要招惹 拥有空间异能的仗义 真是在做死边缘疯狂试探 特战员刘子阳有些惊讶 他和女特战员谢欢欢二人联手以来 还没有遇到过解决不了的问题 可这一回 谢欢欢竟然选择回去 这是打算请求基地援助吗 看来他们遇到了很厉害的对手 谢欢欢冷静地说道 根据目前情况来看 这个张义绝对不简单 我不擅长战斗 咱们没有必要留在这里冒险 回去把情况汇报给高层 派大部队过来才是最稳妥的 随即刘子阳和谢欢欢两名特战员 迅速离开了云雀山庄 不久之后 窝在床头陪张义睡觉的大喵花花 突然一阵嘶吼把睡梦中的张义惊醒了 花花这一嗓子差点把张义直接送走 花花这副模样张义还是头一次见到 张义顿时意识到家里出事了 她本能地翻身下床 右手已经取出了枪支握在手中 张义不停地安抚着花花 张义看着躁动的花花不停地在房间来回张望 该不会是大花晚上做噩梦了吧 张义从没有听说过猫咪还会做梦 她拿起手机检查着房间的监控 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此时的花花已经开始不停地拍打着房门想要出去 张义打开房门花花飞一样地窜了出去 张义谨慎地看了看周围 迅速地跟了过去 花花直接跳到餐桌上对着那边军刀 嘴里发出了古怪的叫声 很快张义也发现了那把黑色的军刀 顿时张义后背一阵冷汗骤起 这把军刀绝对不是她的 庇护所里其他几个人身上更不可能有这种东西 更可怕的是 这个人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把刀放在这里 意味着这个人也能偷偷溜进来 可以随意取走她的性命 光是想到这里张义不经冷汗之灵 她很快回过神案 开始倒查十分钟之前的监控 随着视频的快进 张义终于看到了那个诡异的人 她放慢了视频播放的速度 清楚地看到一个女人从墙壁当中缓缓走来 张义顿时震惊了 她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异谋 顿时一片阴霾出现在张义头顶 有这样一个艺人的存在 对张义而言是个巨大的威胁 这个女人必须得干掉 随即张义对大喵说道 花花跟我一起出去 把这个入侵者给嘎了 花花喵呜喵呜的兴奋地答应着 张义穿好防弹衣 打开屋外的视频监控 查看对方离去的棕屋 通过红外摄像头 她捕捉到了两个离去的身影 居然是两个人 张义一脸愤怒 是你们自己主动挑衅 那么先干掉那个 能潜入庇护所的女人再说 西山基地的两位客战员的 艺能首次展现 一个拥有飞天艺能 一个拥有穿墙艺能 他们可以来去自由地 进入张义的上艺庇护所 此时另一名客战员工 拿起望远镜 开始观察江对面的别墅区 好家伙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能在末世之中 住着如此豪华的别墅 享受着舒适的生活 是谁看了都会极度到发疯吧 不过特战员却不屑一顾 这么大型的别墅 在这种特殊时期 单单只是维持房子的取暖 就是一大问题 更别说日常的吃穿用度 普通人住这种房子 只会是死得更快 此时女特战员眸光微动 如果是搬空华南仓库的 幕后黑手住在里面 那就另当别论了 她有能力搬空整个仓库 那么物资跟能源 对她来说就是小菜一点 她来这个张艺还真是不简单啊 两名特战员也不是吃素的 女特战员对另一名特战员说道 还是你的表演吧 送我飞过去 只听到嗖的一声 两人一飞冲天 瞬间来到了张艺居住的别墅区 两个人小心翼翼的靠近别墅 幸亏他们提前从村民口中 得知别墅周围有陷阱 刚好利用自身的超能力 越过周边的陷阱 女特战员看着别墅的建筑材料 不愧是曾经首富的住所 虽然看着花里胡哨的 但是防御力堪比碉堡了 只可惜这些防御在他面前 根本不值得一提 女特战员用手试探了一下 强体的厚度 另外一名特战员有些担忧的说道 咱们要不先考虑 跟对方谈判一下再做打算好了 你的超能力不是战斗型 这样贸然闯入我怕你会有危险 女特战员有些不高兴的说道 刘子阳别忘了你是我的下属 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 就算没有我的意能 我曾经也是特战队的一员 对付这种事情对我来说轻而易举 刘子阳尴尬的不再阻止 那我在外边等你 如果有情况你就马上开枪 我会想办法闯进去救你出来 紧接着女特战员伸出一只手 开始施展她的穿墙术 这个张义肯定想不到 我会以这种方式入侵到她的别墅 刷的一声 女特战员从屋外瞬间转移到了屋内 屋里温暖如春各种奢靡的百事映入眼前 女特战员瞪大了双眼 这日子过得可是比神仙还舒服啊 她现在可以肯定 张义手里掌握着大量的物资和能源 这家伙估计什么都不缺 女特战员来到一扇门前正要开门进去 突然听到一声喵呜的叫声 看来这座闭库所远比任务预估的等级更重 她不能打草惊蛇贸然进去 于是女特战员拿出身上的匕首放在了吧台上 想给张义来个敲山证 心里还盘算着 没准用这种方法 可以兵不屑任的拿下张义 然后女特战员再次利用异能轻松穿墙 刷的一下女特战员就穿回别墅外 男特战员看同事安全归来 连忙询问刚才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女特战员回复此地不已久 但是张义这间庇护所内的信息量很大 先回基地 别墅内的情况在路上慢慢说 这娘们可不像好人 利用阶级压制来鱼肉百姓 特战员看了看村长 村长你想好了再回答我 如果发现一人隐瞒不报这后果很严重 这种时候村长打死都不会把徐春雷供出来 村长紧张地说道 我保证没有说谎 我们村真的也没有变异员 不过按着您的说法 我倒是有一个怀疑的人 只不过那个人不是我们徐东村的 我也不是很了解他 所以才没敢说出口 特战员立马来了兴趣 那个人是谁 村长低声说道 那个人叫张义 他就住在江对面的云雀山庄 特战员听到张义这个名字有点惊讶 真的是太巧了 他的搜查名单中就有这个人 上级交代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多留意此人 刚好可以趁现在这个机会 逢这些村民中打探一下消息 村长正愁着没处报复张义 一堵脑的把张义交代了个底朝天 张义简直就是个魔鬼 他一个人干掉了我们徐东村一百来口人 我们对他是敢怒不敢言 请组织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 他的那些本领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人 我们只知道他家附近陷阱特别多 他还有一辆雪地越野车 特战员听着这些人的叙述 只知道张义很厉害 关于张义用的什么技能一概不知道 就连张义的身高年龄甚至样子都没看清楚 说白了是一点有价值的消息都没有 对付艺人的关键就是要知道对方的异谋 可惜这些村民好像一个都不知情 说话兼两特战员便要起身离开 在村口女特战员对村长说道 以后徐家镇这个地方就有你负责了 如果发现了有用的消息 一定要及时跟我汇报 村长立马答应着 我一定尽我所谋 请组织相信我 随后特战员从徐家村出来 就给总部发去了消息 发现大型村落 有幸存人口两千多人 并有大量储存物资 当地并没有发现艺人 而此时另一名特战员不解都问道 刚刚在村子里 你为什么说大学很快就会结束 在后重建这些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要骗这些村民呢 女特战员笑了笑说道 你怎么这么天真 如果我不这样说 他们能好吃好喝的招待我吗 况且我那样说是给他们带去的希望 他们感激我还来不及呢 可是他们总有一天会发现 你说的是谎言啊 到那个时候你该怎么办 女特战员笑着说道 到那个时候 他们估计已经在西山基地里面登自行车了 在那种条件下活着都是问题 谁还会在意我说过的话 站住别跑 这两个人知道了张义在冰雪末时 还拥有百亿物资的秘密 就想跑回总部汇报 那不是厕所里面打灯笼找死吗 看到对方这么嚣张地离开 张义也没有丝毫手软 如果不是时间紧急 他都想把续胖子和游大叔也给摇过来 可时间不等人 他穿戴好装被手里拎着大具 带着大喵花花出了门 而此时的另一边 谢欢欢满心欢喜地准备回去 将得到的消息报告给高层 绝对是大功一件 这一趟搜查 他们的战果只能够用大丰收来形容 刘子阳看着谢欢欢脸上的笑容好奇地问道 欢欢你在张义家看到了什么 看把你高兴成这样 谢欢欢一脸严肃地说道 老刘本来这件事情你是没资格知道 看在你跟了我这么多年的份上 姐姐今天心情也不错告诉你也无妨 那个张义与当初的华南仓库失窃案 你应该听说过吧 整个仓库的价值加起来足足有上百亿 刘子阳吓了一跳 他没想到一个超市的储备居然有这么庞大 最关键的是这些物资的去向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张义应该是知道事情的 刘子阳更加不理解 张义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 他怎么可能跟丢失的上百亿物资有关系 谢欢欢坚定地说道 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怎么会在末世中生存那么久 还拥有那么强大的火力 并且击杀了几百人的围攻 然后还可以在别墅中过着那么生命的生活 怎么想都解释不通 唯一的答案就是 他拥有某种超能力 可以隐藏足够多的物资 不过这也只是他自己的猜测 但即便是猜测都值得让组织出手了 回去之后他要立刻向上级汇报这个消息 派遣大部队前来 即便在坚固的房子 有他谢欢欢在一切都会变得不堪一击 刘子阳羡慕地看着谢欢欢 欢欢以后你高升了 可千万不要忘记我呀 我以后可就靠你提醒了 两人越说越开心 好像马上就要论功行赏一样 而此时的张义骑着花花一路追了过来 他一手抱着大局一手瞄准别人 打探完消息就想跑简直是做梦 只听见砰的一声 谢欢欢的笑容仍然停留在脸上 可是眼神却迅速地失去了光泽 紧接着谢欢欢毫无征兆地就倒在了雪橇上 刘子阳还没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拿出武器准备还击 张义骑着花花已经来到了他们身前 张义又是一个点射 刘子阳抱起谢欢欢的尸体跳下车躲了起来 张义知道能从他枪下逃走的肯定又是一个艺人 张义从花花身上翻下说道 花花你去把那个人逼出来 我用远程射击支援你 回去赏你一百条小鱼干 花花一听小鱼干顿时来了精神 刘子阳躲在不远处的雪墙后面 心中暗自盘算着 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拖延时间 然后呼叫总部就院 可就在这时 一个坚硬如铁的毛球朝他滚过来 刘子阳只听到巨大的轰鸣声 大喊不妙这是什么东西 你看看什么叫专业 张义轻松干掉两个入侵的异能者 顺便还给他们收了尸 并且张义在死去的异能者尸体上 还发现一个惊天秘密 花花缩成一个巨大的黑色刺球 朝着刘子阳的位置直接碾压过去 刘子阳下的瞳孔紧缩 这玩意要是砸过来 自己肯定会变成一个肉夹膜 轰的一声冰墙被花花撞碎 刘子阳迅速地往旁边跑去 下一秒 雪地上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凹坑 而此时的张义举着大居正耐心地等着刘子阳现身 他一路投张义就迅速扣下了肝肌 而这边的花花看到攻击没有成功 随即转身喵呜了一声又向刘子阳扑了过去 刘子阳也迅速抛出武器向扑过来的大猫还击 与此同时张义一枪过后 刘子阳凭借异能侥幸躲过了张义的射击 张义看着这个艺人眯了眯眼睛 原来这个艺人的能力是速冻凝结啊 这下张义反而不着急了 他默默地换下了子弹架 知道对方的艺能那就好办多了 看你还能跟老子僵持多久 刘子阳一边要面对花花的正面袭击 一边要躲避张义的暗处射击 慢慢地他开始有点力不从心 紧接着张义又是一发子弹射来 就在张义连续几番射击之后 刘子阳的异能严重被消耗 他大口地喘着粗气 就在这时旁边一个巨大的黑影扑了上来 花花张开了大嘴 嗷呜一口就死死地咬住他半边身子 咔嚓一声刘子阳的半边胳膊被咬断 他淒厉的惨叫声传遍了荒野 临死前他举起右手对准花花的眼睛 他想把花花一起拉向地狱 就在这时喷的一声 他的脑袋被张义捕了一枪 到此为止 入侵张义庇护所的两名艺人全部震望 花花蹲在尸体旁边喵呜喵呜地叫个不停 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告诉张义 张义凑近一看 谢欢欢的身体上一圈光芒围绕着他 张义好奇走进查看 就在双手刚刚接触他身体的时候 整个人如同触电一般 一股强大的力量直冲张义的大脑 张义心酸地喊道 原来艺人的力量还可以互相吞噬 花花你简直太稳大了 说着张义巴大一口给了花花一个懦唧唧的吻 花花一脸尴尬地看着张义 老子跟你不是同一个物种 张义此时看了一眼旁边躺着的刘子阳 他也是一个艺人 为什么他的能力没有被自己吸收呢 这还真是奇怪的问题 难道艺能的吸收也会有选择权 先不管那么多了 张义把两具尸体同时收入了一空间 打算回去之后再做具体研究 变异人身上的秘密终于被张义发现 原来变异者一部分是受到伽马射线自然变异 还有另一部分可怜的变异者 是组织上在他们身上用了科技与狠活 张义带着两具尸体连夜赶回了壁谷所 三个妹子也不负所托 一晚上的时间搞清楚了这两个艺人的来龙去脉 杨欣欣一大早就把张义叫了过去 张义哥哥通过昨晚你带回来两个人身上的遗异 我查到他们都来自同一个组织 跟之前入侵电脑的是同一伙人 他们都是来自西山基地 那个地方非常庞大 而且据他估计可能有数千人存活 结构等级非常森严 保守估计还有数百人的武装队伍 张义认真地听着杨欣欣的分析 对他来说有再多人也只能是炮灰 只要不存在第二个穿墙 基本上这些人很难对他的庇护所造成威胁 张义拍了拍杨欣欣的头 我们的欣欣就是厉害 一晚上的时间就把敌人的内部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杨欣欣兴奋地说道 这种小事对我来说简直轻而易举 哥哥等着瞧好了 给我几天时间 我会把那个西山基地的网络全部黑掉 张义笑着说道 欣欣真是好样子 就在这时周可儿火急火燎地过来找张义 张义你快过来我这边有重大发现 原来昨晚张义带回来的尸体 周可儿进行了解剖分析 他发现所有艺人的能力变异 主要来自脑细胞 这样一说张义恍然大悟 怪不得他昨晚吸收女艺人能力的时候 脑袋灵光乍现好像拥有了无尽的力量一样 张义释然地说道 可儿你的发现确实挺有意思 周可儿脸上立刻呈现一丝怒气 张义你压根就没明白我的意思 到目前为止 人体的变异都是受到伽马射线的影响 但是这部分变异人数量涌现 即使获得异能也未必能够实用 但是通过人的脑部变异进行移植 未来就有可能通过人工造出异人来 张义立马思考道 那要是这样岂不是全世界以后都是异人 周可儿无语地说道 那当然不可能 你以为是母鸡下蛋那么容易吗 这种人工异能人的概率是极低的 即使人造成功对身体的损耗也是极大的 就比如这个男性艺人 他就有可能是人造的 张义叹了一口气 怪不得昨晚上吸收不了他的异谋 搞了半天是个杂交水道 而另一边的陆可然把整理好需要的材料清单 一并交到了张义手上 张义看着清单上的东西 这些材料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 搞到这些材料 陆可然就可以制造足够多的杀伤武器 紧接着张义来到了地下设计厂 他要再次试验一下他新的运动 弓弦拉满搜的一声 破魔之剑穿墙而过 设计板瞬间四分五裂 我擦 张义没想到如今的剑速恐怕已经超过了因素 万万没想到这次掠夺艺人的能量还有意外收获 这可比他苦苦练习一个月提升的还要快 对于西山基地两名特战员的求救信号 收到消息的西山基地内部可算是忙得焦头烂额 你看看大领导在床上都忙到起飞了 此时的西山基地已经乱作一锅粥 刘紫阳和谢欢欢的上级领导林峰在接到求救信号后 就焦急的想要派人马上过去 可是西山基地有规定 任何事情在行动之前 必须要得到陈大人的许可才可以 林峰马上找到了陈大人的秘书葛楼 希望立刻见到陈大人 而葛秘书却拒绝了这些人的要求 理由是陈大人已经休息了 希望他们能够理解陈大人的辛苦 即使有天大的事情也不能打搅陈大人休息 陈大人为基地劳心费力身先士组 如果休息不好 我们就是整个西山基地罪人 林峰愤怒地说道 那我手下兄弟的性命就不重要了 葛秘书一个眼神挑过 林队长我的意思是在西山基地 领导者高于一切 没有陈熙年大人就没有我们所有的一切 虽然西山基地最宝贵的资源是人才 但是真的很抱歉 我们不能为此破例 说完葛秘书关上了办公室的大门 葛秘书转身一个亲内的笑容浮在脸上 两个炮灰的性命也好意思打搅陈大人 美女深入交流 两个妹子崇拜地看着陈熙年 彩虹屁吹了一波又一波 陈大人可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啊 日理万机真的是太辛苦了 我们以后一定随叫随到 哪怕是辛苦一点我们也会一不容死 深入交流完两个妹子穿好衣服走出去 这时陈熙年把葛秘书叫进来问他 刚刚是不是有人找过他 葛秘书汇报说有两名特战员执行任务时遇到了危险 需要总部这边去支援 陈熙年不耐烦地说道 这种小事还用来找他吗 随便派几个人去查看一下就可以了 接到命令以后葛柔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林峰 领导关心前线战士的安慰 可以马上安排人过去营救 只是不能派队长级别的人物过去 队长级别的能力都是基地的宝贵资源 陈大人爱惜人才 不能让这些人轻易冒险 林峰当然知道葛秘书的意思 他带着梁月走出了会议室 在回去的路上 梁月不可思议地看着从陈大人房间走出来的两个妹子 孟子玄真的是你吗 这是他的学生 梁老师惊讶地问道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孟子玄轻蔑地说道 我怎么不能在这里 要不是他有一副好皮囊 再加上他出众的生活技巧把陈大人伺候舒服 他早就跟其他同学一样被扔在屏幕哭踩自行车了 梁老师和女同学之间不经意地对话 让他了解到这个末日基地里踩绝人寰的秘密 梁月惊讶地看着自己的两个学生 他们不是应该在第四生活去吗 怎么会好端端地跑来这里 孟子玄不屑地看了一眼梁月 梁老师现在是特殊时期 我们要是不用点特殊手段 别说是登自行车了 我们现在早就被消失了 另一名女同学赶紧制止了孟子玄 不要乱说话 小心惹来麻烦 梁月此时更加不明白了 什么叫做被消失 被消失是什么意思 梁老师你现在是特殊人才 当然不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自从你离开之后 我们中的许多同学被人陆续带走 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 你要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可以自己去查 你也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继续幸福地在第二生活仓工作 梁月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吧 他在想那些失踪的同学 会不会被派去执行任务 不管怎么样 他要搞清楚那些失踪的同学 到底去了哪里 紧接着梁月跑去了第四生活仓 他要弄清楚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此时的班长吴飞宇 正好遇到了赶来的梁月 梁老师你想知道 那些消失的同学去了哪里 就跟我过来 这段时间我经常发现 那些消失的同学 被装进袋子里抬进实验室 梁月不可置信地 看着走廊上的两个实验人员 正在抬着一个黑色的袋子 梁月看了看吴飞宇说道 你先回宿舍吧 这里太危险了 我要去看看实验室到底发生了什么 梁月说完这些就冲了过去 一掌打在一个士兵头上 他换上了士兵的防衣服 大摇大摆地走进了 有人看守的实验室 这个所谓的实验室 其实就是停尸房 而此时的停尸房里 士兵正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其中一个士兵说道 新来的这批人身体素质太差了 这都已经是第八个了 他们的身体还是没有办法适 适应不了也没关系 正好可以给他们补充能量用了 梁月听着两人的对话 这个基地在研究什么 要这些学生适应什么东西 还没等梁月想一办 两个士兵就已经把黑色袋子里的 尸体推进了焚尸炉 紧接着他按下一个按钮 轰得一升焚尸炉里火光四起 而连接炉子另一端的出口 在此时也流出了白色的液体 梁老师看着流出来的白色液体 这些白色的液体梁月看得很眼熟 顿时陷入了恐惧之中 他回忆起来 这些白色粘稠的液体 不正是来到这个基地第一天所吃的食物吗 顿时感到一股恶心嗓味 梁老师万万没想到 这些人竟然用死人制作成食物 然后专供给第四生命仓的底层劳动力来试 真是毫无人性 这时那几个研究人员 还在互相讨论 今天放香蕉味还是橘子味 过两天再让实验室搞个苹果味 一个研究员盛出一杯白色液体 这些玩意可是高蛋白 要是不知道用什么做的 其实补充身体的能量很好的 希望他们能吃得尽兴一些 开开心心的拨个圆弹 你开枪 我丢雷 西山基地武装力量向张艺的上翼庇护所 展开了猛力的火力输出 梁月看着那些白花花的液体 顿时为李开始翻江倒海 他疯狂地跑去卫生间花花一阵狂吐 早知道是今天这样的结局 他一开始就不应该带着学生离开天青学院 西山基地跟学校相比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这个地方是肯定不能带了 他必须找个机会离开这里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 离开这里简单 可是他又能带孩子们去哪里呢 而另一边基地派出去的搜救小组 找到了张艺离开十一流下的雪地车印记 他们一路按着印记找到了云雀山庄 一行人训练有素的成三人小组列队散开 跟着地上的脚印来到张艺的住所 他们依次向前搜查 就在这时一名士兵突然碰到了一股轻微的阻力 雪地中埋藏的钢丝被触发 一颗手雷的拉环随即被扯了下来 他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只听到轰的一声 一颗手雷在他的脚底下爆炸 那名士兵顿时就被掀飞了出去 救援小队的成员们大惊失色 队长看着牺牲的战友 五官器地扭曲起来 该死的砸碎 老虎不发威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随即一行人排开对着张艺的别墅就是一顿狂扫 但是那子弹打在墙上玻璃上 竟然像玩具枪的子弹一样 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 人工智能喊道 开启光学保护装置 整栋庇护所的玻璃瞬间背负上一束光圈 张艺看着窗外逐渐失去理智的士兵 脸上的笑容比他们手中的AK还难压 这是末世以来算是有模有样的对手了 与此同时的庇护所外 西山基地的士兵基本已经是活力全开 但是他们却想不到 外表看似普通的别墅 却比钢铁堡垒还坚固 面对坚不可摧的上一庇护所 具备专业作战的特战队 终于使出终极武器 搜查小队在领教了庇护所的兼顾之后 开始重新寻找突破口 队长命令小组成员先把别墅周围的地雷排查干净 防止再有兄弟被炸死 就在这时一个队员发现了一枚反坦克地雷 他惊喜地向队长报告 这下自己又可以升职加薪了 只可惜这颗地雷能够找得到 但是未必就能排得掉 还没高兴一秒 张艺就按下了手中的引爆按钮 顿时轰的一声 地雷周围的队员被炸得四分五裂 此时队长沈红的眼睛愤怒的都要低血 他想不明白 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有部队里才有的反坦克地雷 一旁的队员看到事情发展有点不受控制 好心地提醒队长还是请求支援吧 我们对这个敌人一点都不了解 也没有携带先进的武器和排爆设备 这样下去咱们会很吃亏的 队长沈红现在憋屈的想要吐血 战斗还没有开始 他就已经接连损失了好几个兄弟 现在向基地请求支援 他的脸就丢人丢到家了 以后他沈红还怎么在基地混 况且他们本身就是支援部队 现在还要请求支援那岂不是要笑掉大牙 为了这张老脸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 在他眼里这座别墅也就是一个 中看不中用的王八盖子 只要找到他的弱点 突围进去他一定要把里面的杂碎给弄死 而此时的张义站在落地窗前看着外边的动静 他一点都不着急 安静地看着他们还有什么招数 他身后的两个妹子可没有这么强大的心理素质 大秘密担心地问道 张义淡定地说道 这帮渣渣能想到的事情 我早就想到了 这栋庇护所我刚来的时候就检查过 而且每天都会例行检查一次 漏洞根本不存在 大秘密还是不放心地说道 有些事情不怕万一就怕一万了 张义一边吃着薯片一边说道 你的意思是希望我们主动进攻 大秘密的确有这个意思 其实想要进攻这帮渣渣很简单 不过张义一贯的做法就是喜欢猫捉耗子的游戏 他喜欢把对方的底牌看个底朝天 然后才会以最好玩的方式结束这场游戏 而此事别墅外 特战队员在对别墅进行检查之后 心里更是凉凉了 这座庇护所还真就是一个铁王八 实用的材料比堡垒还要坚固 它就是一座单纯为了防御而打造的避难所 目前这座庇护所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攻入的手段 队长想了想说道 看来他也不是没有缺点了 能够想出建造这种铁王八一样的房子 一定是亏心事情做多了怕仇家来报复 不过这样的话事情就好办 队长笑了笑 只要我们把房子炸开一个角 他们也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集中火力进攻 我就不相信他比炸药还牛叉 张义透过窗户看到一名特战员正在安置炸药 不禁感慨 你们这点手段只能给这个庇护所挠挠痒 随即张义对身后的两个大漂亮调侃了一下 你们坐在这里看好戏吧 真是老虎不发威他们把我当hello kick 面对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拿炸药炸你家房子 你会怎么做 是隐忍还是反击 各种高能炸弹和手雷堆放在一起 所有人都认为这一下就算炸不穿墙壁 也能炸出一个大洞来 随着一二三 一声爆破声响起 轰隆的一声火光四射 地上的积雪瞬间被掀翻 队长沈红和其他的队员迫不及待的想要看一下效果 几个士兵走过去却全部惊掉了下巴 被爆破的墙角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可是墙体却完好无损 怎么会这样 一群士兵瞪大了双眼 他们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 看着依旧光滑如新的墙壁 竟然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被炸出的深坑下边也都是这种漆黑坚硬的墙体 正面墙弓看来是不行了 现在就是想挖地下通道看来也行不通了 单靠他们这点人和武器简直就是做梦 看来只能请求击地拍爆破小队过来 就在这时副队长鱼浪低声说道 爆破不行的话 也许可以让我来试一试 他朝着旁边的士兵招了招手 一个士兵递过来一个黑色的金属盒子 鱼浪从里面取出一把沉重的重型狙击击枪 队长忍不住说道 你想用他吗 这可是一把重型狙击枪 他的威力可以摧毁一辆战车 即使是防弹玻璃也不一定能挡住他这一枪 说着鱼浪瞄准了庇护所的玻璃 众人都屏住呼吸 等着看这一枪的巨大威力 张义在二楼正准备反击 忽然听到一阵刺耳的摩擦声 他凑到玻璃前一看 竟然在坚固无比的防弹玻璃上看到了一条白色的划痕 张义瞬间猜到对方使用了什么武器 他大爷的居然是重型狙击枪 这帮孙子是活腻歪了 赶在太岁头上冻土 这么厚的防弹玻璃居然让你留下了一条划痕 看来你今天是走不了了 而另一边的鱼浪一枪过后也陷入了沉默 看着完好无损的玻璃 鱼浪被气得标起脏话 老子当年用这把枪打碉堡 都打下来一大块钢筋水泥 这什么庇护所 怎么就没有弱点了 队长安慰他说道 看来这庇护所的防御比西山基地还要苦 光靠咱们手里面这些武器根本打不过 还是向上级汇报这个消息吧 随后队长沈红对所有战士宣布撤退 就在这时 张义一声令下打开了窗户 玻璃瞬间开启 你们这帮砸碎搞完了就想跑 门都没有 老子还没开始玩呢 那把重型狙击枪小爷我看上了 说着张义举起了狙击枪 撤退的士兵发现了张义的动静 队长快看二楼的窗户打开了 随即所有人毫不犹豫地开始射击 张义开启次元之门 所有被射过来的子弹瞬间被吸入一空间 这个男人化身魔鬼 对想要攻击他上一庇护所的客栈部队 发动疯狂反击 张义开启二楼的窗户 瞄准就是一枪 那个背着反气才狙击枪的士兵瞬间倒下 队长看到二楼的张义兴奋地说道 来得正是时候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大家一起射击 把这个杂碎给我打成筛子 所有子弹朝着张义飞了过来 张义淡定地瞄准自己的猎物 他一点都没有担心对方的子弹会伤到自己 次元之门已经开启 这是他最大的屏障 几秒之后所有人都开始慌了 子弹打了上百八 为什么这个人就是打不死 年轻的士兵抱着枪惊恐的意识到 他是艺人 他能够免疫我们的攻击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此时队长沈红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愤怒地指挥队员 大家快速撤退 先不要管死掉的人了 快点找隐蔽的地方躲起来 这个人不是我们能够对付的 说着队长带头朝前面狂奔 张义通过瞄准镜看到拼命狂跑的两个人 没错这两个人一定是领队的 让老子先干掉你再说 紧接着张义砰砰两枪连射两击 此时的沈红和副队长嗖嗖地弹跳而起 躲过了张义的射击 张义冷漠地看着这一波操作 我擦又是人工制作的艺人 跟上次干掉的那个艺人能力差不多 这他们要是从同一个人身上复制的技能吗 还是说用后天药物就能制作出这种能力 先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次他没有直接命中头部 而是专门射击这些人的腿 这些小兵倒地后痛苦地呻吟着 其他队员看到受伤的战友 想马上过去进行救援 张义正好趁此时又连续发起射击 瞬间救援的士兵又中枪了 队长沈红看出张义的意图 这特娘的是围点打员 谁都不许出去救人 此时队长焦急地说道 放烟雾弹给我打养护 瞬间一阵烟雾升起阻止了张义的视线 张义笑了笑 不愧是专业的部队啊 战斗素养就是高 可惜了你们这些对我没用 紧接着张义反转次元之门 刷的一声 刚刚被张义收到一空间的子弹 还有之前从徐春雷那里收集的暴风雪 所有的攻击又通通还给了这些人 随着几声惨叫 又有好几名士兵被淹没在冰雪之中 剩下的几个士兵看到如此诡异的场景 直呼这特喵的是人干得出来的吗 他根本不是人 队长还是让基地派人来支援吧 沈红气得直接跳脚 你给老子闭嘴 我们就是过来支援的 现在反而回过头向基地求救 这俩还要不要了 这时候的士兵眼里充满了恐惧 可是那个人太可怕了 他是魔鬼 我们的子弹根本打不死他 这几个想炸张义房子的特战队员 被张义打得就像过街老鼠一样 队长沈红强撑着最后一点精神安慰组员 大家不要害怕 那个人到现在都没有走出庇护所 说明他也忌惮我们的火力 我们只要打穿面前的几栋房子 沿着这条路线用房子作为掩体 一般穿街走向逃出了云雀山庄 张义看着这些手下败将笑了笑 去叫一些更强的对手过来吧 只有杀到你们害怕 你们这些渣渣才会保持安静 而另一边的西山基地 陈锡年在听到这次侦察小组 损失了十几名战士之后 顿时有些惊讶 他知道这次他们一定是遇到了棘手的敌人 不过这个云雀山庄成功地引起了他的兴趣 秘书葛柔说道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 这个云雀山庄的主人 是由首富的儿子王思明打造的 根据工程师的推算 这座庇护所的防御能力不弱于西山基地 但是最后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座庇护落到了张义手中 陈锡年一惊 张义这个名字听着有点耳熟 葛柔继续说道 这个张义早就在我们的侦察名单上 就是当初华南仓库失窃物资的主要嫌疑员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仓库管理员 虽然在侦察名单上 但也只是一个小角色 我们没有重点关注他 陈锡年听到这里 感觉事情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一个不起眼的笑容 一枚学历二枚背景 竟然不动声色地把王思明的庇护所给抢了 还可以无视子弹的攻击 这个人一定拥有强大的意味 陈锡年越想越觉得事情过于蹊跷 这个张义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觉醒者 面对像谢欢欢和刘子阳这样的超人 他应该选择讨好祈求加入组织才对 毕竟现在是特殊时期 外部缺一少是一个人根本难以升红 他不但没有这样做 反而把两个人给干掉 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刘子阳和谢欢欢肯定发现了他不可告人的秘密 而且他根本不需要外部的援助 单单一个人就已经活得足够好 陈锡年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激动 没错一定是这样 末世当中最大的秘密还能是什么 一定是物资 这个张义手里一定拥有庞大的物资 这么说来华南仓库丢失的那批物资 一定跟张义有关系 这样解释张义所有的行为才能说得通 那这个张义他一定要搞到手不可 此时葛秘书的彩虹屁又适时地吹起 恭喜陈大人又为我们基地找到了一大批物资 陈锡年就像看到灿烂的明天在向他招手 如果能够搞到整个华南仓库的物资 他们最少可以维持十年的逍遥生物 说着他立刻命令到 去把大队长林峰给我找来 我有任务要交代给他 什么 这个张义身边的冰雪异能者 竟然叛变到西山基地了 一大早徐三胖就被震惊地从床上跳了起来 一列列军队驶进了村子 果然张哥说的话应验了 他意识到事情的紧急性 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张义 老大出事了 刚刚有一队士兵来到了我们村 你可是真是神算子啊 居然真有人盯上了我们村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张义立马严肃地提醒徐三胖 胖子你可要长点心 这帮人都不是擅长 整个天海市已经被这些人分割了 他们根本没有道德底线的 更没有法律的约束 你要小心他们掠夺你们村的粮食 记住千万别和他们有正面冲突 遇到危险就赶紧跑千万别硬钢 徐胖子听着张义的话 急得犹如热锅上的麻烦 张哥现在那群人是我们村的贵客 家家户户都在热情地招待他们 我该怎么保护我们村的人了 我现在说什么村里人都不会听我的 张义淡定地说道 那就先保护好自己和身边重要的人就行 其他的事情就交给上天好了 所谓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你不是救世主救不了所有人 不过胖子我得提醒你一句 我可是一直拿你当亲兄弟的 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你知道什么下场的 徐春蕾马上表态说道 张哥你说的是什么话 我的心可是一直向着你这边的 我甘愿为你上刀山下火海 张义笑了笑说道 那正好我现在需要一个人帮我打探消息 你把那些的人的动态随时告诉我 徐三胖一听立马犹豫起来 张哥无见到这种事情我从来没做过 那些人看起来一个个杀气腾腾的 我见到他们就腿发抖 张义安慰他说道 放心好了不是让你去跟他们火平 你只需要把他们的动态告诉我就行 事成之后我再奖励你一套芭比娃娃 徐胖子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只要不让他去干架什么都好说 紧接着徐三胖找到了村长 村长见到三胖立马紧张起来 春雷你怎么来了 不是让你在家好好待着吗 你可是咱们村的宝贝 不能让这帮人知道你有超能力 徐三胖不紧不慢地说道 六爷爷我有超能力这件事肯定瞒不住 就算咱们村部说 周边几个村子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不如直接大大方方地承认 让我去见见这帮人也算咱们的诚意了 村长一听好像也有些道理 说着就将徐春雷带到了搜查队长的前面 这是我们村的宝贝 他可是一名艺人 他能控制冰雪的走向 我们整个徐东村的雪屋都是他见的 说着徐三胖右手一规 刷得一声一团冰雪腾空而起 队长笑得鼻涕泡都出来了 竟然还有意外收获 没想到小小的村子还有你这样的人才 以后咱们就是自己人 村长你快去准备一些韭菜 我要跟我兄弟好好喝一顿 村长干大地处在那里 说得好像他才是主人一样 随后徐春雷把自己收集到的情报 向张义做了汇报 原来西山基地已经在徐东村 集结了一批势力强悍的先天艺人 准备定点爆破张义的庇护所 然后张义调侃了徐胖子 春雷啊 你要不要真的加入西山基地 选择他们没准要比我这里好得多 虽然张义这句是玩笑话 但是也在试探徐春雷的忠诚 面对强敌要进攻张义上一庇护所 张义的身边的大漂亮 各尽所能做好了战备物资 张义试探的询问徐胖子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他可以选择更强大的西山基地作为依靠 徐三胖虽然是个憨憨 但是他不是傻子 他立刻向张义表态道 张哥你说的是哪里话 咱俩过命的交情 我能随便投靠那帮人吗 再说了张哥手里 还有我最爱的芭比娃娃 我徐胖子甘愿为你上刀山下火海 张义听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心里非常的满意 胖子放心好了 你不会为今天的选择而后悔的 哥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有任何风吹草动都要向我汇报 徐三胖信誓旦旦地答应着张义 挂断电话张义开始陷入了深思 目前来看西山基地 对自己最大的一贯就是暴谱 西山基地肯定储藏了大量的炸药 要想诈评他的庇护所 对于基地来说没有任何难度 但是以现在的条件来看 爆破的任务需要完成 还是得需要人来实施 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很快张义就给自己的后宫团 召开了一次会议 西山基地很快就会过来袭击我们 大漂亮们随即紧张起来 张义立马安慰他们说道 你们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 对于西山基地的实力 我心里有数 他们威胁不到我们的安全 为了目前的作战计划 我们暂时搬到别墅的地下两层 张义拍着胸脯 以西山基地的实力还威胁不到我们 紧接着张义来到地下工作室 查看欣欣的工作进展 对于杨欣欣的能力 她还是十分有把握的 欣欣目前虽然入侵不了敌人的内部网络 只要她能保证整个庇护所的网络安全 她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半 杨欣欣向她保证只要有她在 任何人都突破不了庇护所的网络 检查完杨欣欣的工作任务 张义又来到了陆可燃的工作室 大战在即她要时刻保持各个环节有序运行 陆可燃看到张义的到来很是兴奋 因为她又开发了两项牛叉武器 她正要拿给张义看 张义却提前抛出了一个问题 可燃要是西山基地对我们的庇护所实施暴露 一般是用什么方式的 陆可燃神情严厉 要暴露像咱们这样的庇护所 一般用到的都是TNT炸药和雷管 他们要想把庇护所炸开一个口 根据庇护所的材料和墙体厚度推算 他们最少需要300到800斤的炸药 张义思索了片刻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几百斤的炸药运过来一定非常显眼 到时她半路拦截利用狙击的方式去引爆她 这样的办法都知道能不能行 陆可燃紧张地说道 大哥我劝你千万别有这样的想法 TNT炸药是一种非常稳定的炸药 必须通过雷管才能引爆 张义笑了笑这样 看来他只能在家防守了 陆可燃这时拿出了 他最近刚刚研发的新武器 大哥你看看这个 说着一颗定时炸药捧出来 紧接着他又从箱子里面 找出一件防弹荫 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防弹荫 他的材料都是用核精打造的 普通的狙击枪子弹 对他来说就是挠痒痒 张义惊讶地看着这件衣服 真是为以后的开战又多了一件保障 西山基地这帮年轻人就是不讲武德 突然偷袭张义的庇护所 陆可燃把自己最新研发的两件武器 拿给了张义 只是他有一点想不通 那件最新的防弹衣张大哥要求 必须跟西山基地的制服一个款式 张义自己早有打算 看着跟西山基地一样的衣服 张义告诉他等着看好戏就行了 而此时另一边的徐家镇 大队长林峰开着一列雪地摩托孤笑而来 搜救队沈红看到林峰高兴地手舞足蹈 他知道这次战斗一定稳了 要知道林峰那可是西山基地的长胜将军 只要他出马就没有什么事情是搞不定的 沈红见到大队长一脸遗憾地说道 队长你可算来了 这次是我们判断失误 害得我们损失了十几个兄弟 队长你可一定替我们报仇啊 林峰咬牙切齿地说道 敢杀我兄弟的人一定不会有好下场 我这次要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这时他看到了站在一旁的憨憨须三胖 他是谁 沈红介绍说这是他新发现的超级艺人 可以控制冰雪 以后对我们的战斗会有很大帮助 林峰拍了拍三胖的肩膀 好好干西山基地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而此时跟在林峰身旁的梁岳却是满脑袋问好 这个不是上次跟张义一起出现在天青学院的艺人吗 上一次见到他还在跟张义称兄道弟 这一次怎么又跟西山基地搅合到一起了 反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西山基地嘎了他那么多学生 梁岳现在不也站西山基地这边 找准机会他也要跟西山基地划清界限 随后林峰对作战小组进行布置安排 咱们先安排烟雾弹 排雷小组跟炸药小队再一次上去 对付这种小儿科咱们争取三个小时结束战斗 所有士兵斗志昂阳魔刀霍霍冲向张义的庇护所 而此时的张义看着监控里烟雾升起 张义定了定神 这帮家伙总算是来了 然后穿上最新制作的防弹衣 告诉家里的几个大漂亮 在家里乖乖地不要乱跑 随即张义来到窗边 看着一团团白烟 他们是害怕了我的狙击了 他们也只能用这种方法来避免圆圆的伤亡 张义音质一笑 接下来你们这些特战队 应该要实施爆破了吗 接下来就是你们狼入虎口的时候 随着剧烈的爆炸声 西山部队对张义的上一末日庇护所展开了攻击 但是几公斤的TNT炸药对张义来说就如同放跑 一队人在烟雾弹的掩饰下匍腹前进 大队长一声令下 随后轰的一声一阵冲天的火光撕散开来 张义看着窗外的滚滚蒙烟说道 不愧是吃这碗饭的人 跟他之前遇到的那些对手相比 这一波还是相对比较专业啊 紧接着大队长林峰指挥道 第二队爆破组继续跟上 要一口气把这个张义打趴下 绝不能让他有喘气的机会 第二小队将TNT炸药依次排开 分别放在了距离别墅最近的区域 张义看着外边整吨的炸药 这个分量的炸药足够把普通别墅先飞了 可是对张义来说没有一点作用 张义看着这些人放好炸药离去 轻得有些找不到北 他自己幻想了几百种打法 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这种最简单的战术 这些人直接把炸药摆放完成就离开了 这算什么打法都不带掩饰一下的 或者说把炸药放个隐蔽的地方 防止别人进行破坏 看来是张义把事情想复杂了 照这样安排的话 张义的计划就更加万无一失了 而另一边的大队长林峰接到信号 炸药已经布置完毕 他轻蔑地笑了笑 还以为这个张义有多厉害 本以为布置炸药会损失几个兄弟 没想到会如此顺利 这个张义就是缩头乌龟 遇到他这样的硬查只能躲在屋里 随即他按下起报按摩 大家都在等待TNT炸药引爆的火光四射 左等右等却没有看到期待的蘑菇鱼 这下所有人都炸过了 这是什么情况 其中一个队员拿着望远镜观察着 队长咱们的炸药好像在一瞬间被吸走了 连带着冲击四射的火花也一并消失了 林峰听着组员的汇报 气得肺都要炸了 这个张义还是小瞧他了 他居然可以吞噬掉这么大的爆破力 对庇护所的墙体还是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据他观察这个张义也只是会归缩着 不敢出来跟他们硬钢 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这次出来他们带的炸药并不多 队长安排一部分人返回基地取炸药 剩下的一部分人留守看着张义 防止他出逃 与此同时张义的庇护所内 周可尔被刚才的剧烈爆炸声下的花容失色 连忙询问张义 刚才的声音就像天塌了 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况 张义目光淡然 不用担心 地下室的防御能力要比地上强了很多 就算他们有炸药 在短时间内也无法攻破到地下室 张义回忆刚才 自己虽然利用一空间吸收了爆炸威力 但是西山基地的那些人 肯定不会就此放手 必然会重整齐步 那么接下来的好戏才刚刚开始 真是太炸裂了 张义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教训一下西山基地这些异能者如何做人 张义此时围坐在自己的后攻团 现在咱们暂时安全了 至于他们下一轮的攻击 我已经有了新的对策 这帮渣渣下次再来 我可就不会这么简单对付他们了 此时徐胖子发来了信息 张哥你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刚刚听到那么大的爆炸声 我还以为云雀山庄对炸平了 张义淡定地看了一眼胖子的信息 放心吧胖子 你张哥没那么脆弱 现在那些人回去取渣药了 剩下的那帮人具体动态 你要随时向我汇报 张哥剩下的那帮人 打算长期住在武村了 我们还要好吃好喝地伺候这帮孙子 想想就觉得不平衡 张义提醒徐三胖这帮人都不是擅长 一定要时刻提防那帮人 徐胖子听着张义的嘱咐心里暖暖的 关键时刻还得是我张哥 自己都记不清有多久没被人这么关心过 张义心里当然也有自己的打算 西山基地那帮人跟徐家村的和平很快将会打破 他只管等着看好戏就舍 而此时刚刚从云雀山庄回到徐家村的市面 开始趾高气扬地指挥村民 赶快给我们腾出一些房子供我们居住 每天必须给我们准备八十份的食物 我们现在也是在帮你们报仇 你们必须好吃好喝地招待我 村长满脸笑嘻嘻地说道 领导你说的是 你的这些要求我们村肯定招板 您现在就是我们村的贵人 以后我们村还得仰仗诸位的帮助 随后村长吩咐三胖赶紧给这些贵人去建造雪屋 徐三胖看着这帮士兵 这哪是什么贵人 分明是阎王啊 每天单是食物就要供应八十份 这可是村民一个月的用量 还要给这些祖宗建房子 看来在村长眼里自己做的再多也只是没用的死贵宅 他现在说什么村长估计都听不进去 有人想做死他也没办法 次日一早从西山基地赶来的小队 取来了五百公斤的TNT炸药 并且在上面设置了三十秒引爆 队长林峰命令一部分士兵对张义庇护展开火力输出 来分散张义的注意力 林峰信誓旦旦地表示 这次一定要把张义的庇护所诈为平靡 紧接着一个异能士兵变成两张的巨员一鼓作气 将所有的TNT全部投向了张义的住所 与此同时 张义在监控中看到庇护所周围好几个方向受到攻击 张义顿时警觉起来 看来你们为了总攻 先打起来掩护了 就在此时 张义看着向他迎面而来的硕大TNT炸药 没有过多的犹豫 看准了时机 随即打开自己的次元之门 把TNT炸药收入的同时 再反转次元之门释放出去 随着一阵轰鸣声 哪里来的炸弹直接返回哪里 西山基地的士兵还没反应过来 队员快点隐蔽起来 也就在他们卧倒的一瞬间 炸弹也呼啸落在了他们中间 这个男人的防守异能真的很无解 远程抛制炸弹会被反弹 近点爆破会被狙击 作战小组将定时的500公斤的炸药 投向张义的庇护所 张义打开次元之门 瞬间将炸药反转 就在所有人都在等着看好戏的同时 轰得一声火光四射 巨大的蘑菇云成功升起 TNT炸药在作战小组内部爆炸 所有人瞬间被先飞 顿时四周哀嚎声遍地 张义心满意足地看着眼前的杰作 我擦热武器就是牛皮 可惜我比你们用得好 而此时的林峰彻底凌乱了 刚端发生了什么 他明明看着TNT炸药投向了张义的臂部所 为什么炸药却在自己内部爆炸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炸药怎么会被推回来 500公斤的炸药 凭张义一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做到 谁能告诉他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林峰绝望地有些崩溃了 这个张义看来自己还是低估了他的阴谋 他居然强大到可以改变炸药爆炸的轨迹 这也太玄学了 而就在此时张义可没这么好心等着 嗖嗖两声 张义拿出狙击枪开始了反击 林峰意识到张义这是出手了 他迅速地躲过了一颗子弹 第二颗子弹却没这么幸运 不偏不倚地打在了变异人史大勇的额头的正中心 史大勇不慌不忙地拔下子弹 嘴里骂骂咧咧 真吞得疼啊 幸亏老子的异能是金刚杖 队长林峰迅速调整状态 指挥大家快速隐蔽小心狙击手 张义好笑地看着这一幕 我擦战斗型一人就是不一样 防御力比上次那两个好像进步了一些 居然可以挡住我的子弹 就在这时嗖嗖两声 两颗子弹朝张义这边飞了过来 原来对方的狙击手看准时机朝张义开了两枪 张义此时早有准备 次元之门瞬间开启挡在了张义前方 两颗子弹乖地收进了张义的一空间 敢偷袭老子 那就让你尝尝自己的子弹是什么滋味 说着张义反转一空间 两颗刚刚射过来的子弹 朝着来时的方向飞了过去 扑扑两声 两名狙击手不可置信地看着飞过来的子弹 硬生倒了下去 这帮特战队员在张义面前吃了饼 回头就开始在老百姓身上找存在感 就在张义突突突地进行时 突然轰的一声 庇护所的人工智能事事提醒 墙面受到损坏受损程度0.028% 张义震惊地看着庇护所下方的凌峰 我猜他什么时候飞过来的 拳头的力量甚至超过了重型狙击枪 这小子还真是个变态 凌峰咬牙切齿地看着张义 老子早晚打碎你的乌龟壳 张义冷笑了一声 有种你就来啊 此时的张义心中也是万分警惕 这个凌峰的速度确实太快了 常规的狙击枪根本打不中这个家伙 但是只要张义不离开庇护所 凌峰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张义有的是时间跟对方耗下去 而凌峰在给庇护所一拳中击之后 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凌峰带着特战队的成员回到了徐东村 一行人回到村子 村长等人连忙过来迎接一脸讨好的说道 凌队长你们是不是大获全胜了 有没有把张义给击毙 身后一群人也纷纷附和道 是啊是啊 我们刚刚听到那么大的爆炸声 一定把他的房子都给炸没了吧 是不是已经把张义给炸成灰了 不愧是凌队长 一出手就是大姐 真是厉害啊 一堆不值钱的彩虹屁满天起飞 特战队的人越听脸色越是难看 听着村民的吹捧 就觉得特别像是嘲讽 这时一旁的史大勇冷冷地说道 都别再下比比了 我们作战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 赶紧给我们准备一些食物过来 要比平常的多一些 我们今天打仗很辛苦 你们的食物今天要准备得丰盛些 说着一队人迅速朝临时住所走去 这时村民小声地嘀咕道 这些士兵不像是打胜了仗的样子 这么多人都对付不了一个张义 所有装备都已经武装到了牙齿 那么多人干不过一个人 有点丢人啊 史大勇听着这些村民的议论 顿时就想冲上前去给他们一番教训 队长林峰冷冷地说道 这些虾米留着还可以给我们提供食物 等打完了张义再来收拾他们 基地那边也需要补充一部分劳动民 到时候就全让他们去登自行车 而此刻的张义回到地下庇护所 周可儿就迎了上来 张义你没事吧 听着外边的动静很大 张义不紧不慢地脱掉外套说道 当然没事 这点小事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紧接着张义问可然 我们的庇护所外墙遭到了打击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一下 陆可然信誓旦旦地说道 修复这些作业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眼下的问题是需要一下特殊材料才能修补 现在是特殊时期大家都出不拒 等过了这段时间才能进行维修 张义听到想要的答案松了一口气 只要能修复就好办了 他们并不急于意识 为了今天取得小胜利 几个大漂亮和张义在庇护所开启了小花 末日生存基地却变成了学生的目的 身为老师的梁月 只能把学生们最后的生存希望寄托在张义身上 就在张义和几个大漂亮嗨起来的时候 突然杨欣欣的电话响了 欣欣看着来电话上的短信有些惊讶 要知道在末世能够给他发信息的人少之右手 说着他把电话递给了张义 张义看着杨欣欣手机上信息 原来是在天青学院遇到的老师梁月 他想通过杨欣欣跟张义谈一谈 张义没想到这次西山基地对他的围攻 梁月居然也跟了过来 张义看了一眼梁星星问道 你们这个梁月老师是怎样一个人 梁星星不偏不倚地把天青学院的事情 全部告诉了张义 这个梁月居然可以为了那帮学生 不顾自己的安危去寻找食物 看来是个正直的人 但是防人之心不口 张义对梁星星说道 星星如果我用你的手机跟梁月通话 他会不会通过手机聊天 把病毒植入庇护所的网络 星星一脸无语地看着张义 哥哥你当我是吃白饭的吗 我一个计算机的高材生 能这么容易给别人留下漏洞吗 此时张义也打消了所有顾虑 拿起手机给梁月打去了电话 梁月开门见山地说道 张义我希望能够跟你合作 我的学生们现在就在西山基地 他们有生命危险 我请求你能帮他们离开西山 张义听到这里顿时有些惊讶 你们在西山基地应该不愁温饱才对啊 更何况那些少爷公主 不是自称是社会的洞梁吗 怎么现在反而要逃离西山庇护所 梁月无奈地说道 你应该知道 如今这种时候 过去的身份和地位都已经一文不值了 现在我跟着西山的特战队 一起过来攻击你的庇护所 我觉得你应该会需要我的帮助 不如我们以此作为交换条件 你帮我和我的学生逃离西山 我跟你理应外合干掉这帮人 张义听他说到这里更是有些懵圈 按理来说西山基地是一座大型的地下避难所 在那里的人竟然还会有生命危险 可是看到梁月现在的精神状态 应该过得不错 他本身也是艺人 怎么会连一群学生都保护不了 这样看来西山基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紧接着梁月一五一时地 把在西山基地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张义 到达西山基地的人 在榨干剩余价值之后 会被带去做人体实验 原来那些所谓的人工艺人是这样来的 但是实验成功的概率太低了 估计能活着走出实验室的没有几个人 就算是嘎了 这些人的尸体 也会处理成蛋白质供应给西山基地 第四生命舱的使用 还真是一点都没有浪费啊 陆可燃听着张义的讲述头发有些发麻 本以为那帮人去了西山日子会好过一点 现在看来还不如待在天青学院吧 不过要让张义冲进西山去拯救这帮公主少爷 那肯定是不可能 就是他装备在精良 他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搭救这帮人 梁月此时又抛出了一个橄榄枝 我可以用我强大的一门跟你联手 事成之后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张义想了想说道 我考虑好了再联系你 说着张义挂断电话看向杨星星 星星你不是说过 只要把病毒植入西山基地的网络当中 就可以入侵他们的整个系统吗 现在看来机会来了 此时张义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开始形成 末日之下这些所谓的领导组织 也不过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 拿着老百姓的生命荡而行 张义挂断梁月的电话陷入深思 一旁的大秘密疑惑地问道 哥哥你是想利用梁老师对西山基地进行反攻吗 张义不假思索地说道 我肯定不能被动挨打 所有行动我必须提前布局才能万无一失 而此时的徐东村已经乱做了一团 队长林峰召集所有村民发表动员大会 村民们你们都知道 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帮助你们嘎叫张义 张义一个人杀了徐东村上百口人 简直就是一个恶魔 我们来就是要消灭他 只是这次作战我们遇到了一点小问题 需要大家全力配合 在召开这次动员大会之前 林峰就跟所有队员已经商议好了作战计划 他打算忽悠这些平民 对张义的避布所进行地道报复 现在他需要更多的炮灰打头阵 对张义的攻击手段现在还不能使用枪支弹药 这些武器会被他的超能力全部吸收 所以只能通过人力挖掘地道进行爆破养 对张义的注意力进行分散 他跟梁月这些艺人则是在地面上进行攻击 梁月听着他的作战计划不禁心里发麻 这个林峰是要把徐东村带进地狱啊 说得好听是挖地道 说白了就是让徐东村的人去送死 林峰一副大意凌然的样子 他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村民着想 张义杀了他们那么多村民 一旦作战部队离开 张义一定会展开报复 所以他现在是为了以防后患先下手为强 梁月可不管这些冠冕堂皇的礼物 他愤怒地质问林峰 你这分明是假公祭司滥杀无辜 而一旁的小队长提醒梁月 大队长这也是为了大家好 张义手里有上百亿物资 如果得到这些食物 西山基地就会有更多的人活下去 现在是末世 与其怜悯别人不如保护好自己身边的人 梁月此时又想到了他的那些学生 小队长说得对 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 他必须保证他的学生安全撤离后 他才能考虑其他的 最后梁月只能暂时同意林峰的安排 就在林峰跟徐东村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 村民却集体暴躁 这年月天寒地冻的 还要让我们挖地道 这些人吃我们的喝我们的助我们的 最后还要拿我们当苦力 他们这是拿我们当冤大头啊 这时村长跳出来安慰大家 大家不要闹 这么安排也是为了我们好 这个张义不除掉 我们村肯定就不得安宁了 村民也不是傻子 他们对村长说道 村长可是我们现在不想干活 何况那个张义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大家相安无事了这么久 咱们犯不着去招惹他 而此时的梁月看着大家争吵不休 他必须赶紧跟张义汇报这里的情况 否则的话一旦开战 遭殃的肯定是这些村民 西山基地的几个异能人在屋外轰轰轰地拆墙 张义却搂着两个妹子逍遥快活 甚至调戏屋外的人不要扫了自己雅兴 梁月把所有的作战计划全部告诉了张义 张义不屑一顾地说道 既然这些炮灰想劳动 那就让他们好好干就舍了 随后他又问了梁月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月月你在徐家镇住哪一间房子 梁月被张义问得一愣一愣的 都什么时候了张义居然还关心他住在哪里 难不成他想过来找自己一起打雪仗 张义不紧不慢地说道 在房间待的时间久了 他倒是可以考虑找梁月锻炼一下身体 第二天一大早 凌峰就带人对张义的庇库所发起了猛烈攻击 所有异能十八般武艺全部用上 轰轰轰的声音一阵阵传进房间里 张义透过监控设备看着这帮脑残 他们明知道这么做对庇护所不会有一点损伤 却还在这白白耗费力气 这简直就是做死的节奏 张义懒得再理会这帮蠢人 他左拥右抱搂着两个大漂亮 两个女人争宠的样子 让旁边的杨欣欣与陆可然心里尬出了三十一听 陆可然挠了挠头 打破了尴尬的气氛 这些艺人好厉害呀 他们的攻击力已经超过了许多热武器 艺人都这么强悍的吗 张义淡定地说道 这几个人都是西山基地精锐中的精锐 有这种实力也并不奇怪 所以你们以后都要乖乖地在家里待着 外边的世界太危险 还有这么多变态的艺人存在 咱们以后还是千万不要轻易出门 此时大咪咪一脸担心地问道 张义虽然我们知道了他们的作战计划 可是我们又没办法出去 怎么知道他们挖掘到什么程度了吗 张义微微一笑 这个问题让星星来回答 杨星星瞥了一眼他的堂子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他来解释 只需要有一个接收设备 我就能用电脑分析他们的施工距离 这只是技巧的问题 大秘密恍然大悟地说道 那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用做 唯一的任务就是等待了 张义点了点头说道 所以我们只需要看着这些人 如何白白地耗费生命 其他的一切交给时间 而外边林峰的作战小组 一直从早上忙到晚上 一天的时间气温骤降 林峰对所有人说道 我们就先回去休息吧 现在视野变差 保存实力明天继续 而在另一边挖地道的村民 却没有这么幸运 一天的高强度劳坐下来 再加上寒冷的气温 终于有人倒了下去 急性星等就不活了 徐家镇的村民们 看着倒下去的兄弟 心中一阵气气燃 顿时涌现出了愤怒的情绪 这是拿我们当牛马 老子不干了 说着他愤怒地丢下了手中的铁锹 而在一旁的监工 沈红眉头一皱冷冷地说道 组织上的命令是不可违背的 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你们报仇 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 谁要是敢打退堂 就等同于是逃兵 就别怪我手里的枪不长眼 对不起我错了 我以为张艺只是个会狗的老六 没想到这吉他杀疯了 我自傲 这也太热血了吧 连续几天的地道作战 村民们的体力有些吃不消了 有人陆陆续续地倒下去 再也没起来 梁月看着目前的情况 给张艺汇报消息 地道再这样挖下去 村民就是死绝了也挖不倒头 张艺你要是再不行动 小心把事情完脱了 到时候不好收场 张艺舒舒服服地躺在自己的大床上 笑着说道 你放心我自有安排 不过我发现最近几天 攻击避布所的艺人越来越少 他们都去执行任务了吗 梁月被问得一愣无奈地说道 因为挖地道村里死了不少人 大部分艺人需要在徐东村维持治安 防止这些人暴动 张艺好笑地说道 这帮喳喳不会以为 他真的就只能坐以待避吗 他们想得也太天真了 看来是事时候给他们一点教训 第二天一大早 张艺穿了一件特殊的作战服 这种款式完全是仿造西山基地 特战队的作战服 穿戴整齐 他对着一旁的花花说道 哥哥今天带你出去兜兜风 说着一人一猫 从庇护所的地下通道 直奔别墅的后山而去 这是庇护所里紧急出口 十几天来张艺一直待在庇护所 刚一出山直接开上雪地摩托轰轰而去 一路绕过云雀山庄开到了徐东村 徐东村留守的只有一部分老人和孩子 除了他们 剩下的就是西山基地的特战队成员 就在这时一名负责警戒的战士看到了张艺 仔细一看 却发现对方的肩膀上有队长级的金星标志 士兵还以为是在前线的队长回来了 连忙进了个军领 正当他松懈的时候 一道快到无法形容的刀光忽然划过了他的脖子 警戒的士兵不敢相信地捂着自己的脖子 一脸惊恐地倒在了雪地上 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 张艺一路送他们去见了阎王 一路的血腥味惊动了村里的狗子 一行人赶紧跑出去查看情况 看到陌生人就开火射击 张艺就在这时伸出右手 打开次元之门 所有人瞬间被吸入了一空间 没有反应过来的士兵 惊恐地倒在了张艺和花花的魔掌之下 一顿鸡飞狗跳之后 后方监工挖地道的林峰也发现了情况不对 正在挖地道的村民也陆续听到了后方传来的枪声 大家都有些疑惑 这个时间怎么会有枪声呢 林峰立刻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 说着带着队员就往徐家村赶去 而此时的徐家村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民景 徐胖子跟张艺一起从徐家村回到后山 他担心这么大的阵仗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张艺却巴不得对方早点发现他的心中 他可是等得太久了 这个男人仅凭一人之力 就让西山基地的变异人军团损失惨重 不过张艺还有一出自导自演的好戏 马上就要上演 队长林峰带着特战部队赶回徐家村 看到满地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 林峰气得暴跳如雷 他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本以为挖地道给张艺来个措手不及 没想到反而让张艺把老窝给抄了 他意识到自己的队伍里肯定出了叛徒 一旁的队员紧张地说道 队长我对你一直都是忠心耿耿的 我一直在监视庇护所的各个出口 我保证张艺的庇护所连只蚊子都飞不出来 一旁的史大勇愤怒地说道 西山基地也不会只有一个出口 这个张艺的庇护所肯定有隐蔽的出口 他肯定知道我们行动的时间 故意过来制造伤亡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挖地道的计划 他肯定也提前知道 这时林峰意识到马上让士兵清点人数 这个时候少了谁 谁就是叛徒 士兵跑来报告 村里少了徐春雷还有梁月 这两个人的尸体也没有找到 林峰咬牙切齿地说道 看来这次叛徒还不止一个 他马上整理部队带人追了出去 他一定要让这两个叛徒付出代价 而此时的村长徐东升看着离去的士兵 心里也是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村里现在死了那么多人 他要怎么跟村民交代 当初春雷告诉他不要惹张义 他一意不行 现在却闹到了收不了场的地步 而此时别墅的另一边 徐胖子惊喜地走进张义为他准备好的房间 胖子的眼睛立马炸开了花 他心心念念的手把还有芭比娃娃 这可是他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 看来他当初选择张义是一个多么正确的选择 张义拍的胸脯说道 胖子你以后就住在这里 张义保证你以后有酒喝有肉吃 徐三胖开心的一个野驴打滚 张义我不需要酒喝肉 我只需要芭比娃娃 张义你就是我的再造父母 我以后肯定跟着你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 而另一边的梁月一回到别墅 就去了杨欣欣的地下工作室 此时张义也走进来查看工作进入 杨欣欣高兴地说道 这次幸亏梁老师提供的设备和情报 现在外边那些攻击庇护所的渣渣 已经无法跟西山取得联系 这次他们能竖着进来就会躺着回去 张义满意地拍了拍欣欣的头 欣欣干得不错 解决了这批顶尖的战斗力 庇护所暂时就会解除危险了 张义此时又对一旁的梁月说道 这次能这么快解决掉这帮人 你的功劳最大 我会兑现答应你的承诺帮你救出那些学生 而就在此时张义通过监控 看到林峰带着大部队赶过来 一切准备就学 就差一出好戏上演了 搜查队在张义别墅后方 努力地寻找第二出口 他们坚信地道口就在别墅附近 一旦找到地下东道的出口 他们一定把张义大写拉快 就在这时远方走过来一个人 一个士兵惊悚地说道 张义在那里 这是冰雪末日变异人之间的终局之战 张义谋划得实面埋伏 是否能够将变异军团一举歼灭 张义带着大喵花花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 史大勇首先发现了张义的出现 他愤怒的一个剑步冲上前去 恨不得把张义大写拉快 身后的队友紧张地赶紧阻止他 可是已经太晚了 史大勇飞一样地冲了出去 张义淡定地站在原地 手举狙击枪砰砰砰就是三枪 这时的史大勇立刻开启了异能护身 他扑扶上前突然一个发力迅速变身 大勇的蓬的一声变成了力大无比的大星星 他好好的继续前进 张义冷静地看着这一切 脚上也没显着 他踩下一个按钮 就在这时轰的一声 雪地上的飞雪喷涌而出 队员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绝望地呼喊着大勇的名字 就在大家以为史大勇肯定已经被活满了 史大勇却完美地避开了这次雪崩 后边的士兵一秒也没再耽搁 大家集体冲上前去 要与张义做个两断 就在众人不顾一切地往前冲 梁月一个剑步飞一样地出现在这帮人面前 花花也及时跟了过来 林峰看着一人一猫顿时气的火冒三丈 梁月你敢背叛基地 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你跟你的学生都得付出代价 梁月手持军刀冷冷地说道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说着梁月飞一般地冲向林峰 而一旁的花花依靠他巨大的身体 掀起一块血层朝着后边的士兵扔了过去 挡在前面的郑队长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巨大的冰层花的一声砸向他 哭斥一声 他还未来得及反应就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而此时正在与梁月对决的林峰 看着满身是血的队员躺在雪地上 他惊悚地像是看到了自己的结局一样 就只是一招他给队员就已经无力回天 而后方的张义更是轰轰轰的一阵爆破 作战士兵七零八岁地踩到陷阱 死相极为痛苦 他们到死都在怀疑这些陷阱 张义是什么时候固扯 史大勇虽然躲过了张义设置的第一道机关 但是接下来的陷阱却没有逃过 巨大的尖刺将他贯穿 临死前他呼喊着队长 表达自己的不甘 张义用大拘在史大勇头上补了一枪 让他彻底凉凉 紧接着张义举着大拘对三胖说道 胖子剩下的渣渣就交给你了 此时的徐春雷出现在这些士兵的后面 不紧不慢地说道 张哥你就瞧好吧 三胖全身聚集了洪荒之力开始启动一马 瞬间士兵周围的积雪向他们呼啸而来 而此时正在与凌峰交战的梁月 转身跳上花花的身体一溜烟的跑 他拽起胖子飞一样地冲了出去 凌峰看着逃走的梁月 顿时气得咬牙切齿 凌峰望着雪山上的张义 就这点小把戏想困住我们 真是白日做梦 而张义站在制高点 看着下边犹如蝼蚁的一群士兵 他淡定地笑了笑了 刚才只是开胃菜 好玩的还在后面 衷心感谢义父们的一路陪伴 今天是原版漫画的大结局 冰雪末日以来 异能者的初次较量也告一段落 张义好笑地看着山底下这帮人 好不容易把你们大家都凑起了 前面只是开胃菜 接下来才是大头戏 说着张义伸出右手 瞬间开启次元之门 紧接着张义将之前收集的TNT炸药 一股脑子通通还给他 轰的一声火光四射 五百斤的TNT瞬间在上空炸开了花 林宗此事大喊着 所有人都钻进雪里 一阵硝烟过后 林宗的特战部队被厚厚的积血掩埋 就在张义以为这次战役已经结束时 林宗和部分士兵一个翻身冲出了雪地 他们大口地喘着粗气 由于刚刚被埋在雪里极度缺氧 刚刚爬出雪地还没有反应过来 方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时另一名队员惊恐地喊道 队长不好了 只见一个巨大的雪球朝着这边疯狂地滚过来 林宗待在原地 这是雪崩 他没想明白平坦的地势怎么会突然发生雪 所有人都惊悚地看着这场破天的灾难 刚刚张义那一下他们还能躲进雪地 这次雪崩他们躲在哪里都是浪费时间 还没等他做出反应 整个雪堆瞬间被覆盖 大地上白茫茫的一片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张义站在山顶满意地欣赏了这次杰作 他拿起电话给家里的后宫团打过去 这次多亏了欣欣和梁月老师 要不然也不能这么快解决这帮渣渣 欣欣谦地说道 这是大家一起的努力 当然哥哥的这招请君入瓮才是最牛皮的 张义笑了笑看了看身后的花花三胖和梁月 当然也多亏了我这帮好兄弟的配合 等我回去好好奖励你们 此时梁月担忧地说道 张义咱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万一学里面的林峰没有死后 再次和他交手 我怕我们很难全身而退 这次战斗消耗了他太多的体力 张义笑了笑说道 梁老师不用担心 可然做的红外线机器人 检测到这帮渣渣再过十分钟就全部死悄悄 咱们就慢慢欣赏他们被冻成冰雕的全过程 次日一大早 别墅里喜气洋洋地开了年会大聚餐 张义看着此时温馨的时刻 总算这次战役告一段落 周可儿依靠在张义的肩膀 一哥哥咱们总算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西山基地会出什么妖蛾子 星星在西山基地植入的木马 估计很快就会将其中的内幕公布给最底层的一批人 到时候都不用你亲自出手 他们也会自取灭我 他真的没想到短短几个月 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要不是他提前投靠张义 指不定现在尸体在哪躺着呢 张义深情地看着周可儿 这次冰封相当于世界重新大洗牌 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万幸 可儿以后我们就好好活着享受当下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说着两人就粘在了一起 此时别墅内歌舞升体 别墅外白雪飘飘一切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冰雪时刻的漫画全篇完结 之后会整理小说版的故事情节给依父们欣赏 大家也可以下载番茄小说搜索暴雪时刻 小说已经更新到一千多章 张义亲手消灭了西山基地的一名者 但是西山基地的老大陈欣年还在 张义还是打算亲自去探探究竟 西山基地这边可算是混乱成一锅粥 自从张义把西山基地植入木马之后 第四生命仓的劳动人民一举反攻 把西山基地炸的支离破碎 陈欣年心知不妙 就从逃生通道逃跑 由于走得匆忙 就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只能徒步离开 很快张义带人就追上了他们 当陈欣年看到张义时 脸色刷得一下变得惨白 知道自己小命要交代了 没想到和传说中的张义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 陈欣年刚想张嘴说些什么 突然砰的一声枪响 张义杀法果断解决他 接下来张义带着梁老师 来到西山基地的残骸中 梁老师找到几个在暴乱中幸存下来的学生 张义看了看梁老师 末日之下还这么圣母 受牵连的必定是自己 于是张义吩咐徐胖子 把这些学生先安排到徐家镇 让他们打鱼为生 起码要比在西山基地登自行车墙 处理完这些事情 张义就回到了自己庇护所 刚吃过晚饭 周可儿就偷摸跑到张义的房间 一哥哥 我们现在已经安全了 你想要一个宝宝吗 周可儿脸色羞红地看着张义 张义根本没有想要宝宝的冲动 首先有了孩子会影响自己安逸的生活 然后现在只是解决了一个小小的西山基地 这个末日世界并不安定 没准什么时候就有了新的危机 孩子只能成为张义的负担 周可儿之所以着急想要宝宝 其实心中有危机 因为张义身边的美女越来越多 只能通过此手段来稳固自己的地位 就在张义和周可儿浓情蜜意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出梁月的声音 张义听到是梁老师 嘴角微微一笑 想到他会来找自己但是没想到这么快 梁老师和学生在徐家镇哪里会打什么云 他梁月怎么供养那些学生吃喝 到最后还不是得求助张义 这么一来梁老师就被张义认油拿捏了 周可儿看着张义一脸坏笑 你是不是在打梁老师的歪主意 接下来告诉宝子们 如何收听接下更多的精彩后续 这里对应有声小说第256章 大家可以下载下方应用程序 番茄畅听 搜索冰河默示我囤积了百应物资 找真人发音版 收听后续张杰全部免费免费免费 不可知信 大家都知道猫梁可以训养宠物 但是张义却用一堆零食训养了一个女人 周可儿知道张义在打梁老师的坏主意 梁月这么好的战斗力 张义当然得牢牢把他控制在自己手里 张义让智能系统打开了大门放梁月进来 梁月看着豪华的别墅内部 简直如同皇宫一样 张义不紧不慢地喝了口咖啡 然后询问他 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梁月真诚地说道 之前我们约定 我帮助你返攻西山基地 你会为我和学生们提供住所和食物 现在我的学生全部安顿在徐家镇 至于食物方面 我希望你能够为我们多提供一些 说到这里 梁月有些无奈地说道 你也知道 我的那些学生们娇生惯养 让他们自己去搜寻食物 或者下江捕鱼 对他们来说确实有些困难 张义立刻反问道 这么说他们在西山基地受的苦还是太少了 梁月与气一致 你先给我们一些食物 让我们可以度过前面这段时间 后续的我会再想办法 他一身开启了次元之门 哗啦啦 一大堆食物如同小山般出现在地板上 梁月看着地上的一堆食物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毕竟现在西山基地已经没了 他也没有跟张义谈判的条件 现在张义这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条件 反而把他整得有些不会了 张义看着此时的梁月 不然开口询问道 一个女人带着这么多大学生 肯定很不容易吧 梁月无奈地说道 他们都是我的学生 一旦我不管他们 他们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的 张义挑了挑眉梦 他并不同情这些所谓的学生 这些人的自私和冷漠 张义是早就见识过的 只有梁老师还把他们当做小孩子 此时张义虽然想全部解决了这些寄生仇 但是看到梁老师对这些学生的依依不舍 他明白现在还不能对这些学生动手 他看了看梁月继续打出感情牌 你打算一个人供养他们所有人吗 你这样实在是太辛苦了 不如让我帮帮你吧 梁月不可置信地看着张义 凭他对张义的了解 他不会无缘无故地施舍别人 梁月警惕地问道 你想让我做什么 张义嘴角勾起一母笑容 伸手指向梁月 我要你这个人 来了来了 冰雪时刻第二集来了 张义虽说把西山基地的变异部队用雪崩压住 但是还有幸存者活了下来 客战队死伤惨重 所有队员几乎被冻成了冰雕 而此时的林峰靠着异能者的巨大信念 从厚厚的积雪中爬了出来 他绝对不能死在这里 经过艰难险祖派一路回到西山基地 而陈新年在知道所有的客战队员全部挂掉时 顿时怒气开始飙脏滑 林峰 老子把一个团的异能者全部交到了你手上 结果就你自己活着回来了 你知不知道那可是西山基地的主要战斗力量 你现在还居然有脸回来 老子恨不得将你大卸八块 林峰无奈地逼着头 他被张义暗算之后死里逃生 其他兄弟被全部活埋 他知道自己有罪对不起那帮死去的兄弟 他跪在地上请求陈大人立刻处决自己 但是他希望陈新年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冬天地看着跪在面前的林峰 他压抑着自己的怒火 眼下的形势就算枪毙林峰也于事无补 林峰的价值他还没有炸干净 眼下最要紧的是好好保存实力 陈新年转头便脸沉沉地说道 这件事不能全怪你 暂且记下你的过错 之后看你表现 如果再犯那就恕罪并罚 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林峰被禁足一周随时听后安排 林峰走后 陈新年懊恼不已 这次是他疏忽大意了 才造成了这么巨大的损失 他必须赶紧制造出新的异能人 否则一旦和其他势力发生冲突 西山基地有可能会被一锅端了 这时他把秘书葛柔喊了进来 他询问道 林峰这次从徐家镇带来的那批人身体素质怎样 要加紧实验进入 葛柔马上说道 领袖你放心吧 这次的实验者身体素质都很好 再过几个月 相信产生异能者的几率会很大 陈新年当然知道 制造异能者需要时间 但是他现在等不起 现在当务之急 他急需兵力 他大手一挥对秘书说道 我要你马上对这批人进行试验 如果催化不成功的话 就植入林峰的细胞 葛秘书被说的疑了 这么仓促的话 成功的几率会变得非常低 他们还有可能失去大部分的劳动力 陈新年才不管这些人的死活 他现在需要的是战斗力而不是劳动力 这座城市还有很多的幸存者 可以随时抓起来补充缺失的人口 陈新年接着口若玄和说着自己的理想 想要拥有这座城市的话语权 那就必须拥有强悍的武力支持 陈新年突然脸色一沉 这点小小的伤亡算得了什么 我想要拿下整座天海市 不可能局限在区区西山这个小地方 葛秘书文言点了一下头 表示自己马上把徐家镇的村民拿去实验 将还是老的辣 西山基地领袖眼看特战队不行 就想直接拿出杀手锏来对付张义 此时的陈新年一个头两个大 这次西山基地的精英部队几乎全部出动 而且还是林峰亲自带队 可是居然没让张义受到半点损失 自己这边损兵折将 他对这个张义顿时有些头大 这是要逼他使出杀手锏了 这个时候他要是向江南地区的朱司令请求帮助 让朱司令发射一颗导弹支援他 这个江南区的统帅一定不会拒绝 因为这个朱司令曾经欠他一个人情 但是这也是他唯一的筹码了 难道说现在要把这颗导弹用在张义身上吗 陈新年有些犹豫 一个小小的张义就要用掉他最后的筹码 如果再出现其他的李易苏伊又该怎么办 可是现在不用导弹把张义轰掉 一旦某天他和其他势力联手 这颗眼中丁可就真的要了他的老命 思来想去陈新年决定还是不能冒进 先找张义谈一谈再做打算 如果谈判成功 自己勉为其难收了张义这个小弟 岂不是两全其美 如果这个张义不答应归顺 那他就用导弹直接开轰 陈新年越想越美 赶紧让手下人联系张义 电话视频接通的那一刻 张义慵懒地坐在沙发上调侃着 这不是我们的陈大领袖吗 真是久仰大名啊 陈新年看着眼前的张义说道 张义没想到你能活到现在 实在是让我很意外 不如我们好好聊一聊 张义不置可否地打断陈新年 你个老卑鄙 别折腾了 现在西山基地打了那么多精英 估计你现在也不好过吧 你说你当初吃饱撑的非要跟我作对 实话告诉你 就算是你赢了 我也会把所有的食物全部毁掉 你一点都别想得到 何况你现在是手下败将 现在还有什么好谈的 我劝你还是放手吧 我愿意跟你和平相互 此时的陈新年已经忍耐到了极限 张义你不要太自以为是 你真以为我对付不了你吗 我只是想给你一个为我效力的机会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只要你归顺于我 我可以保证让你享受优越的生物 甚至让你做二号领袖 但是你必须向我表达你的忠诚 交出你手中的物资 张义好笑地看着陈新年 老陈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这次战斗你是输家 你有什么资格给我提条件 还想让我来当你的小弟 你脑子是不是嗅到了 然后张义见嘻嘻地说道 这样吧 张义你还是太小看我了 此刻陈新年面露争鸣 实话告诉你 我有权利调用导弹来轰炸你的庇护所 就算你那个庇护所牢不可摧 难道还可以防御住导弹的攻击吗 张义听完陈新年说的这些 顿时有些出乎意料 没想到这老小子玩得这么狠 张义面对末日基地的导弹威胁 先来了一个缓兵之际 以防万一那个基地统领陈新年 半夜用导弹把上一庇护所一锅端 张义开始有些犹豫 如果陈新年这家伙真能搞到导弹 那他该怎么办 他心里也在推测着 陈新年的话有几分是真的几分又是假的 陈新年此时见张义有一丝动摇 马上添油加醋地说道 张义不要怀疑我的实力 一拼你的庇护所对我来说简直轻而易举 张义笑了笑说道 既然对你那么简单 你为什么一开始不直接就把我轰了 还非要等到现在 陈新年说道 我爱财如命 看你有几分能力 给你一次重生的机会 你可千万不要辜负本大人的一片心意 张义顿时气的火冒三丈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在这里听你避避叨叨两句 老子就要归顺于你 你当老子是下大的 你如果真的有能力动用导弹的话 那就试验一下给我看 真当我是白痴吗 随便你两句话就相信你 陈新年也不甘示弱地说道 张义你别不识抬举 导弹这种东西你当时玩过家家吗 怎么可能随便给你试验 老子也没耐心了 你要是聪明的话就赶紧表个态 否则我现在就诈评你的庇护所 他希望陈新年给他三天时间考虑一下 陈新年马上说道 三天时间太长了 我最多给你一天的考虑时间 如果得不到我想要的答案 老子就不客气了 通完视频电话 陈新年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立刻败下阵来 天灵灵地灵灵 老天一定要保佑我拿下张义 最好那个张义识相点主动投降 这样就不用把导弹浪费在他身上 要知道一个小小的张义 就要消耗掉他最后的筹码 他还是觉得太不值了 而此时的张义在通完电话后 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 他现在也吃不准陈新年手里 到底有没有导弹 陈新年以他今日的身份 能搞到导弹这种玩意也不是不可能 最关键的是 不管他手里有没有导弹 张义都绝不会去冒险 所以他决定带大家收拾东西跑路 先搬回岳路小区再做打算 而一边的徐三胖有些闷闷不乐 自己刚刚住进来还没几天 美好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现在又要搬家 想想他的芭比娃娃 他就有些郁闷 张义安慰他说道 胖子别叹气 过不了多久咱们还会回来 到时候会有更多的芭比营接你 此时的梁月也不安地说道 张义在出发之前 你得先完成我们的约定 你不能丢下我的学生不管 张义却扭头看了看 坐在沙发上的杨欣欣 因为张义在之前就让欣欣筹备 攻破西山基地内部网络的木马病毒 杨欣欣欣心领神会把芯片递给张义 张义不慌不忙地 从欣欣手中接过一个芯片说道 放心我肯定说到做到 不过现在整件事情 还需要梁老师再亲自去一趟西山基地 说着张义把芯片递给了梁月 梁月一脸懵地看着张义手里的芯片 他不知道张义又在计划什么鬼主意 虽说梁老师成功投靠张义 但也给他的学生带来了灭底之灾 梁月通过杨欣欣之前植入的病毒 轻松地躲开了视频识别身份这一关 这倒是省了不少麻烦 他进入西山基地后 小心翼翼地在内部行动 就在这时他听到内部人员对他的讨论 现在整个西山基地都知道他叛变了 所有人都不能理解 梁月会放弃西山这么好的条件 还放弃了他的那些学生 这些学生因为梁月的逃跑可就遭殃了 他们因为这件事情提前进入了异能人实验室 能活着出来的概率只有老天才知道 梁月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震惊得张大的嘴巴 他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连累他的学生 他将芯片插进手机 立马与张义取得了联系 他告诉张义他已经到达了西山基地 他希望张义能帮他把学生一起带离这里 张义没有拒绝他 而是话题一转说道 你只要想办法把我给你的芯片放入基地的电脑 剩下的事情一切都好说 梁月思考片刻 想要办到这件事情并不容易 西山基地的信息部本来就戒备森严 单单只是潜入进去就已经很难了 还要将芯片插入信息部的电脑 简直是难于登天 不过为了自己的学生 不管怎么样他都要试一下 这是他唯一能救自己学生的机会了 随后梁月给张义发取消息 张义我答应你会把这件事情办好 但是我希望你也能遵守承诺 发完信息梁月取出芯片 看了看四周无人监管 他非一般的速度冲了出去 他自己都没想到 时隔多年自己又干回了老本行 当初总统的人身安全可是由他负责的 他可是万里挑一的保镖 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经过专业训练的 而此时的张义开着他的小奔奔 国家带口的已经往月路山庄赶去 他要确保自己万无一失 不能有任何危险 如果梁月这次能够成功当然最好 不成功的话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 杨欣欣在一边说道 一哥哥你放心好吗 只要梁老师能把芯片插入对方的电脑 咱们就能窃取他们所有的情报 到时候就知道他们有没有调动导弹的能 这样一来他们对我们的威胁就会大大降低 张义看着星星用电脑给他展示的计划 他也是这么想的 只有清楚了对方的底牌 张义才能如何应付 就在这时可然叹了一口气说道 不知道梁老师身处这么危险的环境 能不能应付过来 张义才不会担心梁老师的安危 他云淡风轻地说道 放心好了 梁老师那么善良当然不会有事 老天一定会保佑他的 可然也只能自我安慰地点点头 不得不说这么单纯的小姑娘 张义可是很久没有动过心思了 张义的小奔奔一路开到了岳路小区 此时游大叔已经等候在那里 他兴奋地朝张义他们狂招手 只有一路坐在后备箱的三胖子 此时看上去闷闷不乐 暴雪末日的第九十三天 张义回到了灾难以来自己曾经居住的小区 张义带着一众家眷走进岳路小区 他看着如此空旷的小区 张义的到来 一行人就像好久未见的老友一起回到安全屋 这可是当初张义花重金打造的庇护所 时隔多日再次回到这里 想到末世刚开始的那段时间 他大杀四方毫无顾忌的样子 现在想来还是感慨万分 游大叔的老婆还没热心地照顾这群人 这可是末世以来他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人 关键还都是活的 他当然难掩激动兴奋的心情 游大叔和张义一阵寒暄过后 张义随口问道 现在小区里的情况怎么样 是不是所有人都死光了 我走之后 有没有人不知死活地抢你的物资 游大叔狠狠地戏了一口法子 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啊 你走之后 那些人又觉得安全了 跑过来想让我可怜可怜他们 让我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他们 你知道我也不是圣人 后来把我逼急了 我全部都把他们送走了 不过咱们小区的人也没有全部死光 还有一批人活着 说到这里张义顿时有些惊讶 如果没有外部物资的援助 这里不可能有人活下来 游大叔不紧不慢地说道 是真的 而且那些人你很熟悉 就是18栋楼的李贱那伙人 他们那栋楼里每天都有人进出 张义此时才想到原来是他 看来这个李贱还是有点意思 改天抽个时间 他要再去看看这个李贱才行 此时游大叔突然问道 张义你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 怎么突然好端端地跑到我这里来了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他可不相信是张义专门跑过来看望他 张义云淡风轻地 跟游大叔说西山基地的事情 游大叔听到有人想用导弹轰炸张义的庇护所 顿时火标三丈 我擦着年头居然还有人手里有导弹 张义不慌不忙地说道 现在也不清楚那个人手里是否真的有导弹 为了安全起见 我暂时过来躲一阵子 到时候确认安全了我们就回去了 游大叔不放心地说道 既然都来了就多住几日 这种事情马虎不得 当这场暴雪人类再也无法控制 有些人就会祈求神明的庇护 其中有一个神秘组织败雪教就孕育而生 游大叔担心地看着张义 既然有人想用导弹轰炸你 这间安全屋就还给你也算是乌龟远主 我跟周妹妹搬到隔壁去住 张义拍了拍游大叔的肩膀说道 游大叔你就安心地住在这 以我现在的实力 你觉得我会去房子住吗 我跟西山基地的恩怨是早晚都要解决的 除非我张义做一只缩头乌龟离开天海市 不然那个陈信年一定会找机会嘎吊 说着张义叹了一口气说道 明明自己只想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 他谁都不想惹 奈何麻烦总是会找回来 游大叔尴尬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说一千到一万 还不是因为你手里的好东西太多 你看看我 现在就没有你这方面的麻烦 虽然生活质量比你差一点 但是也一样省去了不少麻烦 你就不一样了 手里的物资是个人见了都会眼红 张义看着屋外漫天的雪花感慨地说道 我要是有足够的实力 就会把西山基地移为平地 然后踏踏实实地过自己的日子 突然游大叔严肃地说道 前段时间小区里来了一批古怪的人 他们是一批苦行增 人数起码有几百人 他们过来既不偷也不强 不过那些人看起来也没什么恶意 这群人号称是拜学教的信徒 听起来就像古人畏惧天灾 从而把各种灾难标榜为天神 就像远古时代的雷神雨神水神 以及到后来的温神 农民虽死伤无数 却把这些天灾尊为神明 现在倒好连雪神都有了 游大叔继续说道 那个领头的大法令 好像一眼就看出了我是异能人 他还说要帮我开发异能 使我变得更强大 张义听着游大叔的叙述 一下子陷入了深思 这个大法令在张义眼里 不过就是个江湖骗子 他能说出游大叔的异能 估计是在某个场合 看到了游大叔的呢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关键这个大法令 还要帮助游大叔开发异能 估计没安什么好心 游大叔当然也明白这点 他直接拒绝了这个人的邀请 然后这群教徒 去了18号楼找了李杰 张义看着对面的窝洞 像是想到了什么 说着他起身 叫上大喵花花 走花花跟哥哥出去一趟 说着几个人担心地看着张义 张义却淡定地说道 你们不用担心 我去见几个老朋友 这些都是普通人 一会就回来 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念 能让这个男人 在冰雪末日物资 几乎没有的情况下 依旧保持人类善良的本性 一人一猫张义来到了18号楼 他看着小区里一座座墓地 不知道的还以为走错了地方 看来他离开的这段时间 小区里的人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走到18号楼前 张义举起右手 朝着上空砰砰砰就是三枪 楼里的居民听到枪声 一下子愣住了 李健马上意识到是张义回来了 这下子糟了 如果被张义发现那件事情 他们整栋楼的人都会跟着陪荡 李健苦恼地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张义 这是一旁的邻居 义愤填膺地说道 张义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要是敢得寸进士 我们就跟他拼了 我们好不容易才看到 活下去的希望 绝对不能毁在他手里 李健叹了一口气说道 大家都别吵了 我出去跟张义谈一谈 你们千万别冲动 现在就算我们整栋楼的人一起上 也不是张义的对手 如果我真的被张义嘎了 你们千万不要想着报仇 好好待在这里 守护好我们最后的希望 李健交代完这一切 就朝大楼门口走去 张义站在外边看到出来的李健 一时有些惊讶 一个月的时间没有见 这个李健变得更轻瘦了 张义没想到他能活到现在 这还不算 张义抬头望向大楼里人影攒动 他顿时有些惊讶 他离开了一个多月 本以为小区里的人应该死得差不多了 没想到18号单元楼里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活着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 张义好奇地问道 李健你是怎么做到的 要知道在这种末世 一个人活下去都是一种奢望 何况他居然让整栋楼的人都活了下来 李健不紧不慢地说道 主要还是依靠你留下的那些粮食种子 我们才活了下来 张义震惊地看着李健 他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没听错吧 你们真的把那些粮食种活了 这么冷的天气 何况才一个月的时间 什么粮食能让你们种出来 而且还养活了这么大一家子 不用说张义马上意识到 单元楼里肯定也出现了便宜员 这么解释就一切都说得通 张义立刻开启次元之门警惕起来 他绝对不能让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此时李健吓得腿一软 立刻跪在了地上 对不起张义 我没有保护好你留下来的那个孩子 我有罪 千万不要动怒 他们整栋楼都见识过张义的厉害 他不停地跟张义磕头 他以为张义开启次元之门是要发飙了 你要杀就杀我吧 但请你千万不要伤害其他人 张义无奈地看着地上的李健 就在这时一群邻居走出来 他们集体朝张义喊话 张义我们没养好你送过来的孩子是我们的错 但是请你放过李健 让我们替他去死 此时一个老人挡在前面 老夫我现在也活够本了 你要杀就杀我吧 所有人争先恐吓地冲上前去一心求死 这下可把张义整不会了 他看着这群人争相为李健赴死的场面 心中有些莫名其妙的感动 但却又感到又有些无语 自己可没有滥杀无辜的爱好 这些血在之中生活的老百姓 为了生存竟然用血肉培养粮食 张义看着所有邻居挡在李健前面 他们一副大意凛然的样子 张义笑了笑说道 大家别紧张 我可不是杀人狂魔 说着他扶起了跪在地上的李健 李健战战兢兢地说道 张义你送过来的那个孩子我们没有养过 你能原谅我们吗 张义一脸尴尬地写满了整张脸 他还以为是什么事情让大家这么害怕 原来是谢丽梅那个孩子死了 当初他把孩子送过来 也是不想自己多个累赘 这些人以为他这次回来是要带走那个孩子 说实话他可从来没有这个善心 那个孩子的生死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于是张义两手一看说道 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谁都不愿意看到 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 大家别放在心上 说着他对李健说道 我很好奇 你们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李健指了指单元楼说道 你跟我过来看一下就什么都清楚了 就这样一人一猫朝楼里走去 李健边走边说 自从上次你给我们的粮食种子 我们就尝试了各种方法让他们生根发芽 你也知道在这种条件下 能让他们成长起来简直是难如登天 一度我们都已经绝望打算放弃了 可是在这个时候来了一批神秘的组织 他们自称是拜雪教 这些人可以帮助我们活下去 并且可以让我拥有超凡的能力 张义顿了顿嘲讽说道 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义务帮助你们活下去 这些人做好事不留名吗 李健紧张地擦了一把汗说道 也不是义务帮助我们 只要我们答应信仰雪神 他们就会无条件地帮助我们 你也知道 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 何况信仰雪神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任何损失 张义此时好奇地问道 那你现在拥有了什么能力 李健指了指自己的额头说道 他们把一颗白色的种子中入了我的眉心 当时感觉自己就要死了一样难受 冰火焚身两重煎熬 还好我挺了过来 然后我的身体就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力量 说着李健撸起了袖子 他的胳膊上全部都是凸起的种子 张义看了心里一阵恶心 我猜他居然在用自己的身体培育这些种子 李健一脸兴奋地说道 经过我身体培养出来的两种 不仅生命力旺盛 而且成长速度也更快 此时的张义更加好奇 单单只是用李健一个人的血肉培养粮食 还是无法满足整栋楼的需求啊 李健艰难地咽了一口吐沫说道 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好解决 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 接下来的画面可能会让你有些不适 说着李健推开了另一侧的大门 张义顿时待在了原地 末世以来任何血腥的场面他都见识了 只是这一次还真是有点让他小到拉屁股开了眼 满地的尸体成了粮食的培养仓 一颗颗绿植结粒地从这些尸体里面钻出来 就像一群妖娆的藤蔓在空中飞舞 为了能够在末日生存下去 这个男人竟然用自己的血肉之血来培养种子 李健为了培育植物 让这些种子获取营养 只能够用死去邻居的尸体 张义听到李健的解释 不置可否地笑了 这样也算废物在利用 不会有同类相识的负罪感 张义又想起刚刚在楼下看到的一个个粉盾 好奇地问李健 那些坟墓是你们用来存储邻居用的吧 李健挠了挠头 你说的没错 张义弯下身子仔细观察着这些植物 李健像这样的培育食物的地方 你们单元一共有几间 李健似乎有些羞愧的低下头 目前只有三间 张义好心地提醒李健 你这样用自己的身体去培育种子 早晚一天你会打皮的 李健自嘲地撇了撇嘴 在这样的末世 就算自己什么都不做 那早晚也得死啊 倒不如通过现在的能力 尽力地为他人做些什么 也能让我的家人可以活下去 听完李健的话 张义陷入了沉思 对于张义来说 李健在末日的做法算不上理智 但是他的行为真的是让人敬佩 此时张义让李健掩饰一下 是如何用身体培育出种子的 因为在张义见过的艺人中 那些被改造的艺人 和天然觉醒的艺人能力要差很多 李健的艺能在这个粮食短缺的末日 确实很有用 但是并没有展现得足够强大 张义摸了摸下巴 他必须确认一下 这个所谓的败血教大法令的手段 是如何把一个普通人的潜能 激发到什么样程度 李健也没有过多的推辞 他撸起袖子 就要展示一下自己的艺能 李健集中精力 手臂上的血管刷刷的爆起 突然在一个血管上刺拉凸起一个疙瘩 随后在李健的胳膊上扑斥一下 一颗绿色的植物钻了出来 看到这张义立马叫停 好了好了 张义基本已经明白李健的艺能 此时李健虚弱的跪倒在地上 张义看着李健方才使用的艺能 这不是妥妥地用生命让肿子发芽吗 这样的艺能复出的太大了 然而李健又却撑着 已经虚脱的身体站了起来 他通知门外的葛教授 自己刚刚培育出一批两种 赶紧转移到培育器明明 说完李健就双脚一软瘩坐在地上 好心的邻居连忙端来一杯水 让李健恢复一下体力 张义此时对这个败血教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败血教是如何激发李健的艺能的 他和平常的改造艺人不同 还有他眉心的白光 肯定有什么副作用 张义看了看贪坐在地上的李健 现在虽然还没有搞清楚 李健使用艺能的副作用 但是我不会相信这个世界上 会有一直付出不求回报的人 要是今天这个李健 在我面前展示的不是这种培育种子的艺能 而是带有攻击的艺能的话 那么他今天必定会成为一具尸体 张义给李健道了一个别 然后就一人一猫走出房间 西山基地为了制造更多的变异人 视人命如草剑 实验失败的村民直接就做成营养汤 秘密潜入基地的梁老师 看到这一切却无能为力 李健有惊无险地送走了张义 他看着张义离去的背影 心里一万头小马跑过 这次侥幸躲过张义的事态 下次他可不敢保证 还能不能这么幸运 而此时的张义回到家中 他现在最紧要的事情 就是要知道西山基地那边的动作 万一壁部所真的被导弹袭击击 他必须得尽快找到下一个落脚的地方 虽然现在的越路小区是安全的 但是为了避免成为焦点 他还是要尽快搬去更天僻的郊区 这样自己的安全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至于梁月那边的行动 如果顺利的话 他可以化被动为主动 不顺利的话 他也没有损失什么 张义举起大喵自言自语地说道 大喵咱们接下来就等梁月的好消息吧 而此时的西山基地却乱作了一锅粥 在等级森严的第二生命舱屁民 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一旁的士兵粗暴地喊道 快点走别磨蹭 此时队伍里有人不服气地说道 你们还有没有人性 明明是你们自己打不过张义 现在还连累了我们徐家镇 我们给你们当牛做马不说 你们却占领了我们村 还对我们进行大扫荡 你简直比小鬼子还小鬼子 一旁的士兵二话不说 拿起机枪对准 刚刚暴躁的屁民就是一阵吐吐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就有几个人就倒在了地上 士兵看着这些屁民说道 废话真特么多 在跟我这发牢骚 你们所有人就跟他一样 士兵举着枪说道 要不是我们帮助你们村对付张义 我们也不会死这么多兄弟 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你们好 大家还是任命地去接受实验 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你们好 说不定你们觉醒了异能 还能成为人上人 其他的村民看到这一幕 彻底傻眼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刚刚逃出狼窝又掉进了湖 早知道这样就乖乖待在家中 最起码张义比这些人要好太多呗 躲在暗处的梁月 看着刚刚发生的一幕 他能联想到这些 被带走的村民后面的命运 他们多半会嘎在实验室 然后再被做成白色的食物 并想到这里梁月就是一阵肝傲 就在这时梁月突然意识到 这里是第二生命舱 西山基地的核心部门都集中在这里 刚刚看到的那些村民 让他有一种错觉 还以为自己在第四生命舱 此时的梁月心里一阵狂喜 他趁着现在所有人员的焦点 都在实验这一幕 梁月飞奔地跑去找到信息部 此刻他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 就在他要开启信息部的大门时 身后突然有一个人拍了一下梁月 梁老师好久不见 此时的梁月震惊地待在原地不敢回头 他是被发现了吗 梁老师在潜入信息部的时候出现意外 张义迟迟没有等到梁老师的信息 但还是毅然决然地拒绝投靠陈欣年 梁月紧张地握紧拳头 事到如今他只有先下手为强 梁月瞬间转身就是一个右掌霹雳 身后的人赶紧摘下了头盔说道 梁老师是我 我是叶小天 梁月吓得赶紧收住了手 这一掌下去要是打在人身上不死也惨了 梁月惊讶地看着叶小天问道 小天你怎么会在这里 其他同学呢 你身上怎么会穿着特战员的衣服 叶小天紧张地看着梁老师说道 这件事情说了话长啊 自从老师离开后 我们就被陆续带进实验室 我们所有人都成为了西山基地的实验品 其他同学都在实验中挺不过去嘎吊 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 说着叶小天解开了上衣的口子 衣服打开的那一刻 叶小天胸口上也裂开了一道争鸣的伤口 梁月不可置信地看着叶小天 你说什么其他同学都死了 这怎么可能 我离开不过才几天时间而已啊 叶小天痛苦地说出被变成异能人的过程 梁老师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实验室里经历了什么 这些人为了让人觉醒异能 他们用各种不同的手段 让人陷入冰死的体验 水行电机放血这些都是家常便饭 如果这些还行不通 他们就会往我们的身体里注射变异细胞 通过这些方法如果我们还是没有反应 基本就是死人一个了 这些人当中只有我侥幸活了下来 可是代价是就是身体受到了无法修复的损伤 并且连寿命都会跟着减少 叶小天越说越激动 想想自己这些天的遭遇 他痛苦地哭泣着 梁老师看着自己的学生 小天你想不想离开这里 叶小天坚定地说道 当然想 我做梦都想离开这里 随后叶小天带着梁老师进入信息部 叶小天作为特战队员应付内部关卡轻而易举 他轻松地支开了看守人员 带着梁老师大摇大摆地进入信息部 而张义此时再次接到了陈新年的电话 张义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 我的条件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张义笑了笑说道 哎呀陈大人 我的答案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我从小自由惯了 不喜欢被人指挥做事 听完张义的回答 陈新年用力地捶了一下桌子 这可是你张义自找的 你就等着和你的庇护所化成灰吧 说完陈新年直接就挂断了视频电话 张义此时却是一副无所谓的调 喜欢轰炸就轰炸吧 随后叹了口气 看来陈新年有导弹的事情发成是真的 一个区区的庇护所不要也罢 只要人安全活着就行 我的天哪 你这个话是画了个锤子 杨新新都能隔空传物了 张义挂断陈新年的电话后陷入了深思 假如陈新年真的炸掉他的庇护所 那他就在找一座新的住所 此时张义的手机嗡嗡地响了起来 他知道是梁月来电话了 梁月告诉张义 他已经把芯片安全地插入了西山基地的信息部 张义没想到计划真的成功了 他马不停蹄地跑去杨新新的房间 新新咱们的计划成功了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杨新新兴奋地立马从床上坐了起来 然后迅速地坐到电脑旁 啪哒啪哒地开始敲击键盘 没过一分钟 新新高兴地对张义说道 哥哥西山基地的网络现状已经彻底被我掌握了 张义惊讶地看着这个美墙彩 他没想到整个西山基地的网络会这么快被攻击 是该说新新太厉害 还是说西山的网络设备不堪一击吗 新新得意地说道 哥哥你太小看新新了 这些小儿科对我来说还不够塞牙缝呢 单单就技术层面而言 他们的技术员能够直接被我秒成渣 张义凑上前去继续问道 我们的动作这么赤果果 入侵会被他们发现吗 杨新新的脸色瞬间刷红 应该不是网络赤果果吧 是哥哥离他太近了 连张义的呼吸都能听到 杨新新假装镇定地说道 哥哥放心好了 现在我们就相当于拥有了上帝视角俯视他们 他们的一切操作都会被我们观察得一清二楚 张义马上说道 快帮我查看一下 这个陈新年手里到底有没有导弹 说着杨新新手里就是一阵梯里啪啦的敲击键盘声 杨新新惊讶地发现 这个西山基地压根就没有掉动导弹的权限 张义继续盯着屏幕说道 调出陈新年这几天的通话记录 我要知道他有没有外援 紧接着杨新新找到了一段陈新年与华南司令的通话记录 从通话内容上他们了解到 这两人商量好导弹定在今晚十二点发射 看来陈新年是抱住了华南司令这条大腿呀 怪不得他能这么嚣张地对张义有恃无望 张义虽然不知道这个华南司令是何方神圣 但是之前也听过一些这个人的报道 他还是有点担心的 然后张义迫不及待地指挥着杨新新 快快快 看看西山基地那边 有没有把咱们的庇护所坐标发过去 杨新新经过一顿操作 惊喜地发现 这个陈新年虽然口气很大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运气真好 由于调用卫星定位需要很多流程 他还没有把张义庇护所的定位发给华南组 这是杨新新突然恶作剧一样的看着张义 哥哥咱们不如玩一个有趣的游戏吧 张义一脸猛地站在原地 有了天才黑客少女的帮助 西山基地威胁张义的导弹 只能自作自受 此时杨新新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兴奋地看着张义说道 哥哥我们干脆把导弹的袭击坐标改成西山基地吧 这样一来就有好戏看了 张义听着这个大胆的想法 他一时间有些拿不定主意 如果被对方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 杨新新自信地说道 哥哥你放心好了 我有把握做到万无一失 依靠我天才的大脑 我可以黑掉他们之间的信息联络 然后以西山基地的计算机 把坐标定位发给华南总部 这样一来华南总部不会产生任何怀疑 张义一时间有些消化不了这么大的信息量 他现在最担心的是 以西山基地的实力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被摧毁了 如果斩草不能出根 陈新年肯定会联系其他的基地对张义进行反攻 这时张义突然想起了陆可然 可然你帮我分析一下 以西山基地的构造来看 他是否能承受住这次导弹的袭击呢 陆可然看着杨新新电脑上的构造图说道 大哥西山基地的构造非常坚固 主要是基地的主体深埋在地下一百多米 别说是导弹了 即便是蘑菇弹只要不是在基地核心引爆的话 都很难将它彻底摧毁 毕竟这种防御弓是一开始的建造 就是为了战争而准备的 彻底摧毁它恐怕没有那么努力 此时张义听了陆可然的分析开始严肃起来 随即他转身对杨新新说道 新新就按照你说的办 更改他们的发射坐标 让导弹对准西山基地 另外你帮我整理一下西山基地的资料 我再仔细研究一下 说完这些张义转身离开了控制室 留下了一脸猛的陆可然 他当当跟张义已经把厉害关系分析得清清楚楚 可张义还是要对西山发起进攻 他不明白张义此时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而杨新新看着电脑上的操作 他觉得张义肯定是想趁这次机会 把西山基地一拨断了 可是以张义谨慎的性格 如果没有万无一失的把握 他怎么会轻易去冒险 而此时的张义坐在顶楼陷入了深思 他非常清楚如果这一次让那个老辈逃掉 一旦让他喘息过来 他还会联系其他势力继续追杀张义 干脆那就一不做二不休 先干围经好了 即便这次导弹无法彻底摧毁西山基地 也会对内部造成巨大的恐慌 况且他手里还有上次交战没有用完的500斤天体斩药 倒是跟导弹一起双管齐下 这些人不死也得惨 想到这里张义更加坚定了这次行动的决心 转身张义走进房间 对杨新新说道 新新我们这次行动至关重要 不能有一点纰漏 此次计划表面看起来非常完美 但有一点我们好像都忽略了 就是西山基地的一人 杨新新看着此时的张义 他明白哥哥这是想通吗 他要主动攻击西山基地 张义信誓旦旦地说道 这次天时地利人和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 我们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 老子做了这么久的乌龟 这次我要当一次猎人 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但 张义做好周密的准备 势必要将西山基地彻底摧毁 张义豪言壮志地说要一举端掉西山基地 回头一想万一自己实力不行 这个想法就当作笑话不必当真 杨新新在一旁偷偷地笑着 这才是他认识的张义哥哥 打不过就跑 说着杨新新把掌握到的西山资料全部调取出来 张义严肃地坐在控制室一遍一遍地翻看着 此时他的大脑飞速地运转 西山基地除了剩下的艺人能对自己造成一点威胁外 其他人在他眼里也只是炮灰 目前西山基地的艺人因为上一次战役 已经被他干掉了一多半 现在剩下的艺人中除了两月以外 也就总共不过六个人 张义看着杨新新调出的详细资料 分析者这些艺人各自的特点 只有一少部分是先天觉醒的艺人 其余的则是植入了队长林峰的变异细胞强行变异 此时队长林峰的资料被张义调取出来 能力代号是超人 可以全面提升身体的所有技能 张义不禁感慨 不愧是西山基地的队长实力足够强悍 接下来张义又调取了几个先天觉醒艺能者的资料 方尊 火熙艺能者 郑雪荣 冰冻艺能者 许明杰 独兽艺能者 史大勇 兽人艺能者 叶荣华 精神控制艺能者 但是目前来说比较笼统 只能看看艺能的表现形式分类 张义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之后会有更多的艺能人出现 到时候我相信会有更详细的划分 张义一边打印着西山基地艺能人的资料 一边思索着 看来自己也不是没有全胜的保护 这些艺人虽然看上去很强大 实际的战斗力攻击手段却有很大的弊端 他们看着人数挺多 实际超能力划分分牛马不相及 这也许就是人造艺能的缺陷 目前自己这一部分的空间系艺能是他们所不能模仿的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张义这边加上自己徐三胖以及花花和游大叔外 总共四个人再加上策反的良运 这么算起来自己身边的艺人也不少 他的一空间还有尚未启动的TNT炸药 看上去自己这边胜算更大一些 这时躺在一旁的陆可然看着张义严肃的样子说道 大哥你要是拿不定主意 就叫游大叔他们几个过来商量一下好吧 老话说的三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了 张义也正由此打算 他马上把这间房子的所有人都召集起来 众人看着此事格外严肃的张义顿时有些紧张 张义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想大家都明白 现在的西山基地已经跟我们是水火不容状态 虽然我张义不是一个争强斗狠的人 但是我也不是一个任人欺负的主 他们一而再地掌插 这一次我一定要跟他们打到底 不过就我一个人来说的话 是难以办成所有事情 我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 就是想知道大家的看法 游大叔和许胖子已经斗志昂昂 妹子们却是听得一愣一愣的 此时的游大叔最先站起来表态 张义我今天的一切都是你给的 你只动我绝不打西 只要你想攻打西山基地 我一定会奉陪到底 距离导弹攻击西山基地的倒计时只有12小时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东风东风东风 再话这么啰嗦我就要发疯 张义和西山基地的决战时刻即将来临 张义看着徐三胖 他要攻打西山基地 必须要得到游大叔和三胖子的权利支持 可此时的三胖子心里却打起了小九九 他有些担心地问张义 他们还有军队武器也比我不多 张义淡定地说道 胖子这一点你根本不用担心 我们在一人的层面上不会比对方少 至于普通士兵他们确实在人数上占优势 不过这些人在我眼里都是炮灰 你可别忘了徐家镇有多少人死在这些人手里 难道你不想替他们报仇吗 三胖子摸着脑袋说道 张哥你太高估我了 我跟村里的那些人都不数 而且现在末世时期 我能活好自己就已经很不错了 哪还管得了那么多呀 张义尴尬的一批 他一直觉得自末世以来自己已经够稳健了 没想到三胖子比自己还要狗 不过此时的三胖子当然也明白张义的意思 他拍着胸脯说道 张哥虽然我狗是狗了点 但是只要你说打麻利 我肯定第一个赏 张义看着信誓旦旦的三胖子 刚才还只想狗 现在这么快又想通了 三胖子叹了一口气说道 张哥你就是我的再造父母 跟着你混有吃有喝 而且在这种末世 没了张哥我一个人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既然你这么看得起我徐三胖 我决定跟着你赌一把 张义看着游大叔和徐三胖 看来自己之前的投资没有白费 他知道这两个人妥了 既然大家统一了战线 那接下来就要统一布置一下作战计划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张义给两人分析着 目前西山基地的一人情况 他又让杨欣欣把目前掌握到的其他资料 分别整理出来 供游大叔和三胖子参考 张义非常清楚这一次战役 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此时张义又拿起手机 给西山基地的梁岳发去了消息 他把自己要攻打西山的想法告诉梁岳 让他找地方躲起来 省得届时导弹伤到他 梁岳看着张义发来的信息 他知道明晚这个时间 西山基地将是一片人间地狱 而此时的杨欣欣也准备就绪 他已经成功地将导弹坐标完全置换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导弹一定会准时降落在西山基地 张义看着所有的操作 一切准备就绪 现在他只要安静地等待东风就可以了 张义对攻破西山基地 做了最后的详细安排 陆可燃拿出导弹的分析报告 陈欣年想要对付张义坚固的庇护所 必定会动用大当量的钻地导弹 这种导弹不可能摧毁 深埋在地下上百米的西山基地 但是肯定会引起强烈的地震 张义看了一下报告 届时安排让欣欣控制西山基地的网络 切断他们的电源 西山基地的主要能源就是电力 一旦切断了他们的电源 整个西山基地肯定会陷入瘫痪 到时内部势必会乱成一锅粥 张义光是想想就已经兴奋的不行 而此时的杨欣欣却打断了张义的想法 虽然他能通过网络控制断电 但是西山基地内部肯定还有备用方案 能够恢复电力系统 张义并不在乎这些 他只需要造成短时间的混乱就已经足够 到时候梁月可以利用这点时间 带领他的学生逃出第四生命汤 徐三胖听到这里激动地说道 然后咱们就趁乱杀进去 再然后呢还要干什么呢 三胖顿时有些找不到呗 他想不到张义接下来还有什么想法 虽然张义的最终目的是灭掉西山基地 但是怎样才算是彻底摧毁基地呢 把陈兴连嘎掉还是说把基地所有人都嘎掉 这些问题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深思 而此时的三胖一脸兴奋地看着张义说道 大哥难不成咱们真的要把西山基地所有人全嘎了 这样的杀戮真是想想就已经让三胖激动不了 张义站起来无所谓地说道 全嘎了不现实 但是最起码也要嘎掉他们八成以上 当然了到时杀红眼的一个不留也不是不可望 他手里现在还有一千公斤的TNT 再加上之前自己囤积的炸药 在西山基地内部引爆这些炸药 真是不敢想到实会是一种什么画面 此时的陆可然一脸深思 大哥手里有这么多炸药 如果在西山内部引爆的话 肯定会对基地造成不可不量的破坏 最主要的是这次爆炸 肯定会摧毁整个西山基地的各种维生系统 届时它的供电系统 水循环系统 空气流通系统等等 都会遭受严重的破坏 再加上爆炸产生的烟雾以及消耗的氧气 肯定也会有许多人因此丧生 那时整个西山基地就会如人间炼狱一样 张义此时严肃地对所有人说道 这次任务咱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所以大家都必须把西山基地的结构图牢牢记在脑袋 不能有任何差池 到时咱们可以趁内部混乱潜入地下 把所有炸药安装在第二生命舱 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大家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张义和西山基地的大战一触即发 此时张义和游大叔几人周密地布置着作战计划 张义知道西山基地就只有一辆雪地摩托 所以他告诫队友这次袭击绝对不能恋战 一旦发现苗头不对 就要马上离开基地 只要跑到外部 他的雪地车可以甩开对方几条街 他们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先保密 其他的一切都靠边站 而此时的西山基地内部 梁岳也召集起来他的学生 他告诉大家今天晚上十二点 所有人都要听他指挥 他的学生们也早就受够了西山基地的苦日子 大家行动一致地听从梁老师的安排 张义在部署完所有作战计划后 几个人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他一边吃一边再次抢掉 这次作战咱们一定要等到梁岳跑出来之后再行动 如果梁岳没有脱身 说明西山内部肯定出现了问题 这个时候千万别犹豫 马上放弃作战计划 我们一定要按照原定计划安装炸药 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不成立 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赶紧跑 记住安全第一 没必要冒任何不确定的风险 三胖子听着张义的计划狠狠地点了点头 游大叔认真地思考着说道 那就是说一定要保证梁老师和那些学生安全撤离 咱们才能开始行动对吧 张义笑了笑说道 梁老师的安全我们必须负责到底 至于他的那些学生是死是活跟我没关系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 张义带着花花混进基地 那些普通士兵对张义来说小菜一碟 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那些艺人 他准备用田击赛马的方式咯个鸡婆 三胖子和游大叔听得一愣一愣 当然了他还是那几句话 如果发现情况不对 第一时间他们还是要选择逃跑 这年头活着最重要 很快到了晚上 周可儿和大秘密一一不舍地跟张义告别 周可儿知道这次作战的危险性 他非常担心张义这次过去会一去不复吧 张义安慰他放心吧 我肯定不会让自己冒一丁点危险吧 你就在家等我好消息吧 张义一行人开车赶往西山基地 此时张义收到杨欣欣的信息 江南大区确认今晚12点对地步所发起攻击 也就是说今晚12点 导弹会准时落在西山基地的上空 在进入西山基地内部之前 张义拿出义和强化剂 他分别递给游大叔和三胖子说道 这是特制药品 它可以调动我们全身细胞兴奋起来 另外如果身体受伤 可以降低我们的疼痛感 说着张义和游大叔没有任何犹豫一针扎进身体 三胖子看着手上的药品说道 张哥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开心睡不着剂吗 不是说这玩意对身体副作用吗 张义活动着刚刚打完针的胳膊说道 比起副作用还是小命更重要 等干完这一条 你回去之后想怎么休息就怎么休息 想怎么调养就怎么调养 张义看了看时间说道 给西山基地的礼物马上就要来了 而此时的基地内部 梁月已经组织所有学生准备就绪 成不成功就看今晚了 虽然他不知道张义到底要怎么做 可现在唯一能信任的也只有张义 这时的陈信年严阵以待地坐在办公室 此时的他内心也是激动不已 这一战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如果借这次机会能一举消灭掉张义这个心不大乱 也是完全值得了 毕竟张义的存在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威胁 这种时刻他一定要敲山正弧 告诉手下的人他陈信年才是最厉害 他把大队长林峰叫进来 他要让林峰把他的高光时刻全部记录下来 以后可以在西山内部作为炫耀的资本 林峰听到陈大人已经有解决张义的办法 顿时大吃一惊 要知道这个张义让他们所有艺人都束手无策 陈大人一个普通人是怎么做到 陈信年得意洋洋地说道 小林那你还是太年轻 即便是末日来临 军队也就掌握着强大的力量 艺人的能力是绝对不能跟部队向抗衡的 林峰当然知道陈信年这是在针对张义 同时也是在敲打自己 他赶紧向陈信年表态说道 陈大人你放心 我绝对对你忠心耿耿 陈信年满意地看着林峰 他把电脑转向林峰说道 这一次就算张义的壁骨所在牛皮 你猜他能抵挡住导弹的威力吗 林峰一脸兴奋地看着图纸坐标 这次张义肯定连骨头渣子都不会剩下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好好欣赏一下张义的庇护所是如何消失的 千呼万唤使出来 导弹在晚上十二点准时降落在西山基地的上空 陈信年看着张义庇护所的地形图 想到一会这间庇护所就会灰飞烟灭 光是想想就已经开心到飞起 此时站在一旁的林峰说道 陈大人既然导弹的威力这么厉害 那咱们就让朱司令多发射几颗 到时轰得张义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陈信年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还是太年轻了 要是放在末世以前 我跟这个朱司令还可以平起平坐 这次请朱司令出手 是因为朱司令欠了我一个大人请 下次还让他出手 我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去交换 此时时间来到晚上十二点 杨欣欣紧紧张地看着电脑屏幕的操控器 而在江南大区总部朱司令一声令下 准时地按下了导弹发射按钮 轰得一声导弹飞冲了出去 西山基地的操控室看到上空不明飞行物 一时间分不清是什么东西 其中一名队员看清飞行物瞬间瞪大了双眼 我擦拭导弹 这是从精灵飞来的导弹 赶快上报给陈大人 此时坐在车内的张义 兴奋地看着上空坠下的圣灵 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了 轰得一声导弹精准地落在基地上方 瞬间开出一朵火光四射的烟火 震得张义的大奔奔都在左右摇晃 张义兴奋地给杨欣欣传去信息 欣欣成功了 下面开始你的表演 杨欣欣收到命令噼里啪啦的敲击键盘 来把火上浇油让西山基地的电力陷入瘫痪 西山基地这边在受到导弹的袭击后 整个基地内部大部分系统全部瘫痪 所有人向热锅上的蚂蚁四处逃窜 此时的陈欣年也是一脸懵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导弹会降落在西山基地 难道是朱正那个孙子赢了自己一把 特喵的枉费自己还拿他当兄弟 就在这时西山基地主体结构开始左右晃动 陈欣年定了定神 目前当务之急先要稳住西山基地内部秩序 一旦出现暴乱 那么自己苦心经营的西山基地将一去不复分 于是陈欣年立刻吩咐林峰 赶紧集合特战队来保护我的个人安慰 林峰立刻应了一声 此刻陈欣年又叮嘱了一下刚要离开的林峰 你再多派些士兵严防一下第四生命舱的那些人 一旦发现有人想趁乱造反 就地处决不用向我汇报 张义等人轻松摆平西山基地外围敌军 然而马上就要带学生逃出的梁老师 却被一个神秘人物拦住了最后的逃跑出路 导弹降落在西山基地之后 地面出现剧烈的震动 基地内的士兵纷纷出来查看情况 此时张义疯狂地开着大奔奔急速冲过来 一群士兵被冲了七零八岁 张义一个神龙摆尾将车子停在了基地路口 三个人激情亢奋地走下车 要知道张义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一分钟之后张义三人迅速结束战斗 他看着地上横七竖八的卡拉 回头又看了看第四生命舱的路口 该他做的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就看梁月自己了 而此时的第四生命舱 梁月在接收到导弹的信号后 立刻进入戒备状态 原来张义让他等到十二点 就是让他趁乱借机逃出去吗 梁月对着身后的学生说道 大家快跟我一起冲出去 离开这个鬼地方 所有人齐刷刷地跟在梁老师后边 他们早就受够了这种苦日子 今天说什么也要逃出去 而此时基地的出口 已经被士兵通通把持着 他们举着枪对这些屁民说道 都给我回去 谁都不许出来否则格杀勿论 两边势力就这样僵持着 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现在整个基地漆黑一片 这个时候开枪 保不齐还会伤到自己人 梁月看着现场的一片混乱 他马上意识到机会来了 他带领学生绕道 从另一边飞速冲了出去 紧接着身后就听到了 砰砰砰的开枪声 梁月身后的学生 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他们吓得停滞脚步说道 梁老师里面有人开枪了 我们要是被这些人追上 也会被枪毙的 梁月此时顾不上这么多 他拽起一名学生 飞快地朝出口跑去 他一边跑一边说道 大家快跑不要回头 现在返回去就是死路一条 出口就在前面 我们必须加快速度 以西山基地的武装势力而言 这种规模的暴动 很快就会被镇压下去 咱们必须争取 更快的速度离开这里 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机会 眼看就要到达 第四生命舱的出口 此时两名士兵 挡住了所有人的去 没有命令 你们都不允许从这里进步 统统给我回去 此时梁月一不做二不休 他抽出腰间的佩刀 刷刷两下手起刀落 两个士兵瞬间倒下 梁月转身对身后的学生说道 大家快走 如果今天逃不出去 明天就是我们的末日 所有学生健壮 一股脑的疯了一样朝出口跑去 出口就在前面 他们仿佛看到了生的希望 而就在此时 出口处赫然出现一个黑色的人 他站在出口鄙视地 看着梁月身后这群渣渣 以上帝的视角俯视着这些屁面 他声音清冷地说道 梁月你身为叛徒 居然还敢回来 作恶太多终将会自食其苦 陈希年的秘书葛柔 挡在了梁月的前面 他轻蔑地看着这些卡拉米说道 还是陈大人英明啊 一大早就让我在这里等着你们 你们真以为能逃出去吗 你们也只配变成下等人的口羊 说着葛柔抬起手 是一士兵开枪射杀这些卡拉米 梁月此时惊得一身冷汗 等一下葛秘书 有事好好商量 何必动刀动枪吗 葛柔鄙夷地看着这些人 西山基地是不允许背叛的 咱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说着挥手 是一士兵全部嘎掉 砰的一声 一声枪响一个士兵瞬间倒下 葛柔猛的震愣在原地 子弹是从后方打回来的 原来是张义此时 已经来到了西山基地的门口 葛柔见状赶紧掉转枪口 对着张义就是一通乱射 张义当然也不是吃素的 他瞬间开启次元之门作为宝物 此时后方的梁月见状 也赶紧冲了出去 他知道一定是张义他们 过来营救自己了 他必须得去帮忙 梁月瞬间抽出腰间的佩刀 刷刷几下朝后方士兵砍过去 前边有张义三人连续射击 后边有梁月的背后偷袭 对付这些普通士兵 就如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不过一分钟的时间 这些士兵统统倒下 梁月看着地上七零八岁的尸体 深呼了一口气 还好张义赶来得及时 不然就算他有异能加身 也对付不了这么多士兵 张义不留余力地帮助梁月 当然也有他的目的 要不是梁月把芯片植入西山基地 恐怕他到现在都不能除去这个眼中钉 张义让梁月赶紧带着他的这帮学生离开 西山基地很快就会被炸成一片废墟 此时梁月看到缩在角落的葛柔 他看着这个可怜的女人问道 是你把我的学生一个个带向地狱的 葛柔战战兢兢地说道 我只是一个秘术而已 这些都是陈大人的命令 你明白的 在这种漠视只有服从命令 我才能好好地活下去 此时叶小天走上前去说道 你为了自己活下去 就要牺牲我们为代价 你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说着叶小天抽出一把短刀 葛柔吓得全身都在颤抖 他一把抱住叶小天的大骨说道 你不能滥杀无辜 这不是我的错 我只是在服从命令而已 叶小天想也没想地说道 你也配说滥杀无辜 说着他的短刀抹过葛柔的脖子 葛柔瞪大双眼 脖子处顿时血流如注 他还没反应过来就倒在了地上 梁月走上前去看着张艺说道 谢谢你来接应我们 大恩大德一定相报 张艺为了彻底摧毁这个末日基地 把之前收集的TNT炸药一股脑的全放出来 这也算自作自受吧 此时阻拦梁老师和学生逃跑的障碍 已经被张艺处理干净 张艺挥了挥手 告诉梁老师可以放心大胆地 带着自己的学生离开了 张艺又从一空间取出一些高能量的食物 还有一些取暖的衣物 让梁老师学生先带着这些东西 去东南五公里外的一个小区先暂住一下 然后张艺指了指梁老师 还得麻烦一下你给我们在前面带下来 我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需要进西山基地内部解决一下 此话一出 这些大学生们顿时慌张起来 你们要不跟我们一起离开 万一他们再追上来怎么办 张艺轻烈地笑了笑 把心放肚子里好了 现在的西山基地可是没有人再有功夫去管你了 不过要是我们就这样和你们这些学生一起逃走 我相信过不了多久 西山基地内部平定了叛乱 他们一定会追过来的 梁老师听完张艺的话也陷入了深思 目前确实是这样的 尤其是已经干掉了西山基地这么多人 这个丑想必是彻底结下了 自己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于是梁老师好奇地问张艺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张艺一边走一边说 计划很简单 既然有这个天赐梁机 让我们来到西山基地内部 那就来个一锅端 把西山基地给彻底毁掉 这样我们就可以排除以后的隐患 梁老师不敢相信张艺这种大胆的想法 他想确认一下 梁老师圣母心开始泛滥 因为在基地里还有数千人还在从 这样毁掉岂不是都要陪葬 但是转念一想要是不斩草畜根 让西山基地缓过这一段时间 那对他们的追杀想必也是不死不休的 于是梁老师还是下定决心 去帮助张艺炸掉西山基地 梁老师指挥自己的学生 先到张艺说的地方暂时躲避一下 表示自己处理完这里的事情 很快就会去那里和他们集合 同学们也明白梁老师现在的处境 于是纷纷离开 并叮嘱自己的老师一定要平安归来 然后梁老师这些学生就冒着外面的风雪 离开了西山基地 张艺叫上梁老师 时间不多了你在前面带你 我们抓紧时间行动 张艺拿出西山基地内部结构图纸 指了指梁老师你把我们带到这个位置 梁老师一看便答应下来 对他来说简直就是轻车熟路 很快梁老师带着张艺等人就来到了第二生命舱 目前宫殿系统还没恢复 里面还是一片混乱 张艺他们又打扮成特战队员的模样 所以也没人在意他们的行踪 张艺大手一挥 安排徐胖子和游大叔 把TNT炸药放置到各个角落里 梁老师看着正在安装炸药的火门 他了解西山基地的内部构造 基地内部的建筑也是非常坚固 一般的炸药根本对基地的主体结构造成不了伤害 此时张艺表情淡然 这个事情我早就知道 这些炸药也不是一般的炸药 这些炸药的威力足够让西山基地变成废墟 随即张艺开启一空间 把之前西山基地特战队用来炸他别墅的TNT炸药 一股脑子全部释放了出来 梁老师看着眼前成堆的TNT闪了眼 没想到张艺还把这些东西给留了下来 张艺眼神英质 我张艺是个勤俭持家的人 不喜欢浪费 现如今就让西山基地好好品尝一下自己的炸药了 张艺在炸人家老巢时还是被发现了信踪 但是张艺热情地请他们吃了一顿手没办法 张艺几人依次安装好炸药 他们迅速地撤离第二生命仓 过不了多久 这里将成为人间炼狱 此时的梁月突然停下脚步 他对西山基地还抱有最后一丝幻想 他喊住张艺说道 像这种大规模的引爆炸药一定会伤及无辜 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陈希年嘎了 这样就可以挽救许多人 张艺停下脚步 看着满脑袋全是圣母的梁月冷冷地说道 梁老师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杀了一个陈希年 还会有更多的陈希年补上他的位置 你有没有想过 错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西山基地的这种体系 梁月被张艺说得顿时一愣 他当然知道自己在自欺欺人 只是他的圣母心在此刻控制不住地泛滥起来 张艺继续说道 像这种藏屋那够的地方 就应该直接毁掉 否则会一直滋养出寄生虫 就在这时第二生命仓的士兵发现了张艺一心愿 地上的花花让这群士兵意识到 基地里从来没有养过宠物 这群人来路不明不能放他们过去 而此时的张艺也懒得再同这些人废话 再过几分钟整个基地都会陷入一片混乱 他要速战速决 张艺瞬间开启一人超能四倍速 他举起武器 众人还未看清怎么回事 一名士兵鲜血四射瞬间倒地 所有人惊在原地 我的发 刚刚发生了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紧接着一群士兵骑刷刷地举起武器 对着张艺就是一顿扫射 张艺瞬间开启次元之门 所有投射过来的子弹全部收入一空间 站在张艺身后的梁月看着张艺直播操作 顿时后被发凉 当初他一早就知道张艺的超能力超级厉害 但是他没想到这种厉害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 不然现在估计也早就被张艺干费了 而此时对面的士兵看到打出的子弹全部消失不见后 正愣在原地 赶来的队长凌峰意识到这是空间异能 对面的人是张艺 队长凌峰大声地喊了出来 大家不要开枪全部散开 张艺轻蔑地笑了笑说道 太晚了 接着张艺反转次元之门 刚刚收进去的子弹悉数还了回去 咚咚咚对面的士兵全部应声倒下 他们到死都不明白 张艺是怎么入侵到基地内部了 而此时的张艺带着他的一众队友 一溜烟地全部朝基地大门跑去 最后又扔出了一串手雷 瞬间火花四射 像战开的烟火一样绚烂 士兵们吃着手雷拌饭很开心 走得也很安详 面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 此时由大叔挺身而出 为张艺等人的撤退拼出一条血路 张艺几人投放完炸药 快速地朝大门跑去 他非常清楚此地不宜久留 要是不小心被这帮渣渣前后包抄 他次元之门的能力也会大打折扣 而此时张艺头顶的白尺灯 快速地闪了两下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张艺没想到西山基地的效率这么高 这么快电力系统就恢复正常了 张艺紧张地对所有人喊道 快快离开这里 而此时的陈新年已经知道张艺入侵了西山基地 并且叛徒梁月跟张艺在一起 陈新年暴跳如雷 他马上下达命令 绝对不能让张艺活着离开基地 该死的张艺 这次是你自己送上门的 离开了庇护所 我看你拿什么跟我动 说着陈新年带上所有人 他要看看这个传说中张艺到底有几只眼 此时的大队长林峰也愤怒到了极限 上次一战张艺让他全军覆没 因为这是他成了基地的笑话 这一次他要心仇旧恨跟张艺一起算清楚 就在这时士兵发现基地的重要部位 都被张艺安置了炸药 看来张艺是有备而来啊 林峰马上吩咐排报专家进行清除 其余人员全部出动 他要让张艺有来无回 他非常清楚 如果这次再让张艺逃脱 下次恐怕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 而此时的张艺等人拼了命地往出口跑去 就在快要达到出口的地方 防守的士兵发现了这群人 张艺随即说道 不要管这些士兵 咱们快速闯过去 别跟这些渣渣在这里纠缠浪费时间 此时游大叔马上说道 张艺这些喽喽让我来应付吧 说着游大叔瞬间变身 整个身体快速膨胀 研制爆表 紧接着游大叔一声怒吼 左手一挥 都给老子滚开 所有士兵瞬即飞出几十米 后方士兵马上机枪跟上 几十发子弹瞬间齐发 这点毛毛雨对游大叔来说就是挠痒痒 游大叔大步向前左右开弓 这次是一群人全部起飞 张艺在后方看着游大叔的操作 担心地说道 游大叔小心那些子弹 游大叔自信满满地说道 这都不算是 游大叔的异能强大的不只是身体 当然还有他的快速自愈能力 只要不是致命伤 他都可以快速恢复伤口 此时复刻临风的改造人 听到这边的动静 带着一群士兵赶了过来 他满眼愤怒地挥着大刀说道 张艺你今天来了就别想走 看老子怎么弄死你 此时游大叔挡在前面 想动张艺 先过了我这关再说吧 接着所有人全部冲游大叔砍去 游大叔淡定地站在原地 他用尽全身力气 右手又是一规 啪的一声 一群人全部挂在屋顶迎风飘扬 张艺看着这些空中飞舞的阿飘说道 你们只是个半吊子的改造人 真以为可以跟天生的艺人比较吗 冰与火的较量 张艺等人和西山基地的艺人 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游大叔看着墙上挂着的阿飘 满脑袋问号转圈圈 这些复制品的艺人就这点实力吗 我还没有挥第三拳就全部挂掉了 他们也太不惊打了 真想遇到一个真正的艺人 真刀真枪地干一场 张艺神情懒散地说道 可千万别这么想 我巴布的这辈子都不给人打架 说着张艺带着众人快速朝出口走去 就在这时前方传来一个声音 打完人就想走 哪有那么容易 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不紧不慢地走过来 张艺看着面前的男人 他马上意识到 这是那个代号叫火人的异能者方尊 来西山基地之前他可是做足了功课 张艺没有丝毫犹豫 马上开启次元之门 较亮才刚刚开始 刚刚挂掉的几个只是开胃才 方尊不屑一顾地看着张艺打开的次元之门 他展开双手 瞬间一团火焰齐聚 看着对面的张艺 他将火焰轻松地推了出去 顿时轰的一声袭击张艺的火焰 瞬间将他们一行人团团围住 张艺的次元之门在这时就像一层防护盾 将火焰的攻势挡在外边 此时的张艺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他清楚地知道对方这是在拖延时间 可是张艺此时却不敢轻易收回次元之门 他一旦撤回次元之门 身后的小伙伴就要全部交代在这里 可是不收手的话 基地后方的其他特战员估计马上就会追过来 到时自己两面受敌 战斗会让自己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突然在此时张艺看了看身后的徐三胖 他马上意识到三胖可是冰雪系的一人 他大声喊道 胖子还等什么 看你的吧 刷的一声徐三胖积聚能量 瞬间朝方尊射出了冰雪方灵阵 方尊面无表情地迅速躲开 在他看来就这点小把戏还想来挑战他 这火人在他眼里简直是太天真了 方尊取出自己的秘密武器 他将后背的罐子打开瞬间留了一滴沙子 这可是他专门配置的燃料 燃烧起来的威力可汽油还要强百倍 今天就让你们好好领教一下他的威力 方尊一个响指顿时火光四射 轰的一声整个过道被瞬间燃爆 方尊得意洋洋地看着自己的杰作 他倒要看看张艺能撑到什么时候 火焰如同狮子一般怒吼着袭击而来 三胖此时也不甘示弱使出冰雪翼 瞬间火势被控制反转 羞得一声火势攻向方尊 他现在才意识到对方还有冰雪细雨 摸着自己烫伤的脸庞 他知道自己答应了 就在这时张艺趁着火势减小 他带着众人朝前冲去 大家快跑不要炼斩 而就在此时 突然一股恐怖的疾风袭来 一个沙包大的拳头向游大叔迎面扑来 吓得游大叔一愣 只能下意识地双手阻拦 砰个一下 强烈地撞击声和夹杂骨头断裂的声音 在张艺耳边响起 下一秒 游大叔见状的身躯就被击退了七八步 张艺在旁边倒吸了一口凉气 能够有如此恐怖实力的人物 肯定是西山基地的队长林峰 林峰信念地说道 不是想找人陪你过过招吗 那就让我来陪你们好好玩玩 来了来了 这是冰雪末日毛雨顿的正面交锋 张艺紧张地看着游大叔 刚刚那一拳让游大叔后退了十几米 张艺迅速开启一空间 他看着受伤严重的游大叔 心里充满了担心 站在对面的林峰看着张艺开启的异能 他知道现在不能贸然前进 一旦不小心就会被张艺的一空间瞬间吸走 就这样双方对峙在一起 谁也不敢贸然前进 林峰看着强弩之末的张艺 他反正一点也不着急 张艺这群人对他来说就是一群瓮中之鳖 而此时的张艺紧张地看着游大叔 他担心地询问游大叔还能不能站起来 游大叔此时疼得浑身冒汗 刚刚那一拳就像是被火车头撞一样 要是普通人估计现在连渣渣都找不到 张艺二话没说伸手从一空间又取出一针兴奋剂 虽然他知道这玩意副作用很大 但是现在这种时候先保命要紧 说着他一针给游大叔扎了下去 而此时的花花已经暴躁地开始呲牙咧嘴 他在一旁喵呜喵呜地嘶吼着 张艺马上制止道 花花别担心 他们现在过不来 张艺冷冷地看着对方 他没想到最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他原本只想轻松一点结束这场战斗 现在看来非要弄出点动静来才行 就在这时一个空灵的声音喊到张艺 这声张艺叫得他骨头都酥了软绵绵的 对方眼看着张艺要眩晕地倒下 没想到这个张艺也不过如此 就在这时张艺的空间一能瞬间被觉醒 他立马意识到刚刚是催眠戏意 顿时二次元空间反射 波将催眠树反弹回去 对方女巫瞬间捂住眼睛尖叫到我的眼睛 凌风看到此刻大惊失色 所有人被反射回来的催眠树一起击中 顿时全部队员捂住脑袋 过不了几秒所有人陆续倒下 张艺得意地看着这波操作说道 不好意思忘记告诉你了 我的一空间连脑电波都可以反弹回去 何况是你的催眠树 此时张艺迅速喊到花花接下来看你的了 花花嗖地一下跳了出来 身体迅速变大 张艺骑上花花拉起两月 三胖子和由大叔分身一跃抓住花花的身体 几个人趁着对方昏昏欲睡的状态 搜得一下飞了出去 在离开基地之前 张艺取出一串手围扔了出去 而此时凌风依靠自己强大的一脑 马上恢复了意识 可是此时已经太晚了 他看着逃走的张艺 刚要追出去 就在这事轰的一声 张艺扔出的手围顿时炸开了花 张艺在逃出末日基地的第一时间 就送给了末日基地一份惊喜大礼 就在刚刚 张艺丢下的一堆手围 给自己争取了逃跑时间 徐三胖听到后方的爆炸声 紧张地问张艺 老大那些安装的炸药 会不会被这些艺人给拆除了 张艺微微一笑说道 放心好了胖子 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烟雾弹 够他们拆上一阵子了 留在角落里的炸药等我们出去 我就会引爆他 说着张艺几人骑着花花冲了出去 就在这时凌风几个人 也从催眠术中恢复了体力 他一拳打穿后视的墙壁 砰的一声 几个人从裂开的墙体中走出来 其中一个队员瞬间开启异能变化 刷的一声 他的身体放大至几十倍 他一手抓起一人 和凌风一起朝着张艺的方向追去 三胖子看着后边紧追不舍的几个人 惊恐地喊道 老大他们追上来了 快扔几个炸弹下去 张艺不紧不慢地说道 胖子你着什么急 这时候扔炸弹 那几个人还不得炸成渣渣 我张艺是那么卑鄙的人吗 他要想追就让他们追好了 游大叔跟三胖子当的一声猛蔽在原地 这话从张艺嘴里说出来 怎么就这么没有顺服力呢 游大叔当然明白 张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这小子肯定已经有了其他打算 就在这时喵屋一声 大喵哗哗带着几人一飞冲天窜出了基地 而凌风几人也一直跟到了基地大门口 几人就这样对峙着 凌风看着此时的张艺 他冷冷地说道 张艺你们现在逃不掉了 地面之上你的异能只能防守一个方向 只要我从其他角度攻击 你必死无疑 三胖子紧张地看着张艺 老大我们怎么办 现在就算坐车逃走 对方也会第一时间打烂我们的车胎 现在可真是退无可退了 凌风得意洋洋地看着张艺 这里可不是你的庇护所 我看你还能归缩到哪去 此时张艺叹了一口气 他伸手在兜里摸索了一阵 渊渊相报何时了啊 我本来想遍你们一次机会的 可惜你们自己不忠用呀 非要追出来 说着张艺举起手里的启动器 低的一声按了下去 凌风此时才意识到张艺手里的按摩 就在他还未反应过来 地面开始轰隆隆地震动起来 凌风后方的基地轰得一声 整个基地瞬间向地下伸陷了几百米 造成的冲击波使大雪铺天盖地的冲向紧 三胖子看着眼前的场景 顿时兴奋起来 我擦老大还是你厉害 人狠话不多受惠我张哥 这下子西山基地彻底从天海时消失了 张艺面对超强的特战队长 阴险手段层出不穷 而对于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凌风来说 这种雕虫小技也敢搬门弄斧 几秒钟之后 凌风身后传来了一声沉闷的爆炸声 所有人都被滚烫的气浪掀了嘴去 而此刻的凌风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他死死盯着张艺大声问道 张艺你到底做了什么 张艺微微勾起嘴角 你还记不记得 当初你们去进攻我的庇护所是 曾经留下过一吨炸药 我又添加了一部分 现在全都还给了你们 事实证明 你们的炸药质量真的很不错 凌风猛得地站在原地 一时间他的大脑有些死机 而张艺自顾自化地说道 说起来我还要感谢你呢 如果不是你林队长的赠义 光靠我自己去搜索这些材料 制造如此大当量的炸药 还真有些难度 此时的凌风回头看了一眼被烧焦的头脑 他内心一片冰凉 就这么被毁掉了吗 而且用的还是他们自己送出去的炸药 看着熊熊燃烧烈火 以及烈火中传来的哀嚎声 他恨不得冲进去把人救出来 凌风转过头来 双眼几乎要滴出血来 他狠狠地对张艺说道 张艺我先嘎了你 再回去救人也不迟 张艺大手一挥说道且慢 此时现场的气氛无比紧张 所有人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张艺不紧不慢地说道 凌风如果我们真的打起来 谁死谁活可不一定 你一定要让大家全都死在这里吗 而且你也用不着那么苦打仇深的 当初是你们先去入侵我的地盘 少拿报仇说事情 凌风冷冷地说道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说这种话有意思吗 今天这里只能有一方活着 要么你嘎了我 要么我就得嘎了你 张艺此时反倒是笑了起来 这么说来 你的目的只是嘎掉我对吧 凌风不想再继续跟张艺这么耗下去 他信誓旦旦地说道 不错 老子今天就要嘎了你 别特么废话了 说着他就要冲过去跟张艺大干一场 张艺此时不紧不慢地走上前去说道 既然你只是想要我的性命 那我认为咱们没有必要拿兄弟的命来当赌注 我们俩的恩怨 就一对一来解决 你敢不敢 此话一出 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变得格外惊讶 梁月不敢相信地望着张艺紧张地说道 张艺你疯了 你知不知道他的实力有多强 张艺没有理会梁月 他盯着凌风说道 我们十几个人打起来 哪怕你们能赢也会死伤惨重 干脆就由我们俩一对一单挑 反正你要杀的人也只有我 要是我赢了 就让我们走 从今以后不许追究过去的恩怨 我输了的话 随便你怎么处置 张艺贪了贪手 虽然我知道你肯定不会让我活着 徐胖子和游大叔看着张艺 二人什么话都没有说 只是在脑海当中回想起张艺曾经对他俩说过的话 这些人都是职业军员 如今拥有异能 作战能力强大 如果硬拼的话 我们肯定比不上他们 所以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会提出跟他们的老大一对一单挑 对方对于他的实力没有概念 他们以为张艺只是会利用空间的单挑 所以凌风肯定会接受他的提 一对一的单挑 他还有胜算 当时的徐胖子和游大叔都觉得张艺疯了 而此时的张艺盯着凌风 你敢不敢跟我单挑 凌风等人听了张艺的话 都觉得这个小子一定是疯了 后方的郑雪荣对凌风说道 凌对这个小子肯定有阴谋 别答应他 我们直接跟他们拼了 可凌风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并不清楚张艺的实力有多巧 仅仅他知道的梁月就已经非常不 游大叔的战斗力应该跟史大友差不多 剩下的徐胖子实力如何他不清楚 更别提旁边那只诡异的零花猫 凌风在情报这方面落后于张艺太多 真要是打起混战 他心里可是一点底都没有的 这种情况他绝对不会贸然行动 经过激烈的思考之后 凌风同意了张艺的建议 好我就跟你一对一 后方的队员紧张地看着凌风 张艺不紧不慢地将决战地点 约在不远处的一座山谷中 而其他人全都不允许干预 直到双方其中一人阵亡 决斗才算结束 张艺和凌风从两个不同的方向 缓缓走进了山谷之中 此时的凌风才隐隐感到一丝担忧 如果张艺提前有所准备 这简直就是一场单方面的虐杀 而山谷外观战的三胖子 紧张地看着张艺 天灵灵地灵灵 一定保佑张哥营 而对面的郑雪荣 看着滑稽的三胖子 嘲讽地说道 别求了你们输定了 反正都已经要死了 不妨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你们应该不知道 我们队长还有一个杀手锏 他能够轻易吞噬对方的超能力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徐胖子几人满脸错了 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还有这种因果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 乾坤大挪移 此时郑雪荣等人的脸上 露出难以掩饰的自信 轻烈地看着徐胖子 你们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居然敢单挑我们队长 我倒要看看 你们的死相有多难看 徐胖子此时愤怒地握紧了拳头 不会的 老大他是不会输的 突然胖子转念一想 非常认真的说道 我们老大可是非常怕死的 他绝对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 郑雪荣无语地看着三胖子 这算什么理由 你就在这里看着好吗 我们林队一定会拎着他的脑袋走出来 而此时山谷下的张义 看着林峰叹了一口气说道 有话好好说 何必动刀动枪的 我可不是一个武斗派 其实我过去也是有一个梦想的 那就是在末世之中 建设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 还没等张义把话说完 林峰就大声呵斥住了张义 你避避叨叨的样子 真让老子心烦 拨言时间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准备好了就开打 张义摊开双手说道 希望你遵守诺言 如果我死了的话 放过我的朋友们 他们都是无辜的 林峰深吸了一口气 点了点头道 说完了没有 张义继续说道 对了还有我的那只猫 你们不要吃它 就把它放生好了 林峰此时脸上清精爆气 你是个娘们吗 真够啰嗦的 叽叽歪歪半天 老子要拧断你的脖子 说着他如同离弦之剑 朝着张义冲过去 张义毫不犹豫地 将自己的速度提升至四倍速 即使张义开启了四倍速 但是和体能强化系的林峰相比 还是逊色不少 不过张义在进入山谷决赛之前 就给自己身上又注射了两针兴奋剂 此时的张义也把自己的状态推上了巅峰 面对快如闪电的林峰 张义一个后退闪身 瞬间打开次元之门 巨大的次元之门 让林峰无法直接靠近张义 此时林峰音质一笑 只要自己的速度快过张义切换次元之门的时间 那就可以一拳打爆张义 突然 林峰面前凭空出现冒出一个巨物 直直地向他脑子砸了过去 原来是一个巨型后八轮 林峰心里咯噔一下 猛地向一边躲去 林峰吓出一身冷汗 张义的次元之门不只是能反弹吗 怎么还能抛头物品 但是这些对于林峰来说都是花把式 紧接着张义又从一空间抛出更多东西砸向林峰 提卡宾利劳斯莱斯幻影挖掘机压路机等等 这些张义本来想的有合适机会装笔使用 但现在只能先用在林峰身上 林峰的速度虽说快如闪电 但是张义的一空间抛出的东西多如牛毛 此时林峰抽出战刀 就把银链飞来的汽车砍成了两半 张义为了今天的战斗 也是做足了准备 这些物品都是跑了好几个商超收集的 林峰虽说是近战级别的天花板 但是张义扔的东西实在太多 让他无法靠近 林峰冷笑一声 这些东西可能对我造成伤害吗 林峰手起刀落把砸来的东西全部劈开 他不相信张义的东西没有扔完的时候 张义默不作声 而是继续扔出更多的东西 衣服裤子尿不湿 甚至还有女士内衣裤 林峰还在想着 只要让自己靠近张义到三步之内 那自己就可以瞬间灭了他的小命 突然一个奶盖遮挡了林峰的视线 林峰暗自骂道 竟然用这玩意来拖延我的进攻 真是一个小丑行为 这对于林峰来说伤害性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林峰咬牙切齿地把呼在脸上的奶盖撕嘴 突然轰的一声 又有一大堆木头和铁桶向林峰迎面扑来 林峰看到这些物品大感不妙 要是张义这小子里面装的汽油 不但影响自己的视线 还可以让张义有点火的机会 于是连忙躲闪 正如林峰的判断里面全部是汽油 而且还是打开盖子的汽油 林峰已经全力躲逼 但还是被一些汽油溅了一身 不光是林峰的身上有汽油 他周围的雪地上几乎让汽油浸润了一片 真是阴险的小人 林峰破口大骂 张义不羁不徐地掏出手枪 对准林峰的脚下碰的就是一枪 呼的一下 凶猛的火焰迅速地窜起老高 覆盖了林峰的周围 看似被动防守的张义 实则已经轻松拿捏末日基地的队长 几十桶汽油从半空落下 林峰快速地躲避 他周边被一团火海包围 汹涌的火焰窜起来老高 覆盖住了林峰所在的区域 此时的张义并没有停止攻击 因为他知道 林峰不可能会被这种程度的火烧死 而且林峰穿的特战服 是具备耐高温特性的 但是在这种大火里面 林峰的视线肯定会受到阻碍 火焰之中 林峰看了一眼身上燃烧的火焰 他非常淡定 甚至嘟懒地用手去灭 这种火焰根本伤不到他 唯一麻烦的就是火光滔天 他根本定位不到张义的位置 林峰气急败坏地大喊道 张义你的乌龟 就只会龟缩着 这种拖延时间的战术 你又能用到什么时候 玉领域的天才 但是在进攻这方面 你在我面前简直就是一个小丑 说着林峰脚下移用力 他想快速冲出这片火海 可是当他想要走出火圈的时候 张义兴一轮的进攻又开始 这一次出现在他头顶 同样是几十个铁筒 只不过里面装的不是气氛 而是一些白色的不明液体 这些铁筒摔在地上之后 轰然炸开了花 砰砰砰一阵巨响 白色的液体飞溅的到处都是 即便林峰身手敏捷 但是面对从天而降的白色液体 他依旧很难躲开 很快 他的身上便被黏泥泥的液体甩了一身 林峰心里面大感不妙 这是什么东西 他伸手想要抹去脸上的白色液体 可是越抹越多 最后连手套都粘在了一起 林峰终于意识到这玩意是什么 这是强力乳胶漆 林峰气愤地大吼了一声 张义你个归孙 只会有这种恶心的借荡 随后林峰凭借着自己强大的液体 竟然把乳胶气也给扯开了 但是此时张义的攻击压根就没有停止过 林峰面对张义的再一次袭击 他愤怒至极的一声怒吼 竟然硬生生把作战符给撕碎了 雕虫小技 也敢翻门弄覆 张义你去死吧 老子只要撑到你把所有东西都扔完 看我一拳怎么打爆你 此时的林峰的怒火被张义彻底点了 就在这时还没等到林峰穿过拳 张义右手轻轻抬起 四元之门在空中展开 这一次上百个铁筒轰然从一空间之内滚落出来 刷的一声巨响所有铁筒朝林峰飞去 一股大海的味道蔓延开来 铁筒里面是大量细碎的粉末 不是火药也不是毒药 可是林峰闻到这个味道之后 眼睛里却露出了强烈的恐惧 他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口臂 不让自己呼吸 张义望着林峰淡淡地说道 每个人都有弱点 没有谁是无敌的存在 就像号称无敌的林峰队长刀枪不入 却也会海鲜过敏一样 西山基地对于每一个人的资料 都有详细的记录 林峰的弱点 就是他对海鲜过敏 过敏反应如果不能及时就移动 是足以致命的 张义摊开手 山谷当中到处都是飞舞的海鲜粉末 这是我用三十多种海鲜末成的 保证有一款可以让你的过敏反应 达到最佳效果 为了给你准备这份后领 我可以花了不少心思呢 林峰内心非常震惊 他想不明白张义是怎么知道 他海鲜过敏的 可是他不甘心就这么说给张义 他强撑着一口气冲了出去 他要豁出全部跟张义拼命 此时的张义二话不说拔腿就跑 张义和林峰的一对一单挑 经过2.5坤年的生死角逐 终于分出了高下 张义一边跑一边开启次元之门 他将一空间的系统垃圾 统统投给了后方紧追不舍的林峰 两个人追逐了两年半之后 林峰已经出现严重过敏的症状 不一会他的脸色变成了猪干色 他紧紧地捂住自己的脖子 最终冬的一声无力的瘫倒在了地上 张义站在距离他30米外的地方看到这一幕 心里想到这家伙这么快就挂了 白瞎了林大队长的名号 他默默地又往后面退了几十米 然后张义在自己跟前点燃了一堆篝火 从一空间掏出几根巧克力大口地吃了起来 他一边吃着巧克力一边看着远处的林峰 而就在这时不远处的林峰突然跳了起来 他愤怒地朝张义吼到张义的大眼 此时他的一张脸已经惨不忍睹 就像一只猪头 张义看着跳起来的林峰 瞬间把腿就跑 原来林峰刚刚是装死 虽然他的确海鲜过敏 但是他的身上常年背着抗过敏的药物 刚才他本想炸死 然后骗张义过去 再突袭杀死张义 可是他没有想到 张义竟然这么狗 他居然跑到一边烤火一边吃东西 他的如意算盘彻底打空了 林峰硬撑着身体疯狂地追逐着张义 可是过敏之后 他的身体素质也在迅速地变差 意识慢慢地变得越来越魔 他自己都想不到 自己输给了一个这么狗的人 轰的一声 林峰那结实的身躯轰然倒地 再也没有爬起来 张义依旧是选择一个安全的距离 点着了火给自己取满 然后吃东西补充体力 0.5坤年过去吧 张义休息够了也吃饱了 他看着远处地上一动不动的林峰 自言自语真的死了吗 还是在装死呢 他掏出黄金沙鹰 里面装上了穿甲弹 对准林峰的脑袋就来了一枪 砰的一声 林峰的脑袋上瞬间出现了一个血窟窿 张义看着鲜血流了一地 张义心中狂喜 这是真的死了吗 他真的把那个不可一世的西山基地特战队大队长杀了 眼前的事实让张义觉得有些不太现实 于是他又从一空间中取出一辆巨大的卡车 重重砸在林峰的身上 林峰被冻僵的尸体瞬间被拦腰截断 张义这才松了一口气 看样子是真的死了 就算要演戏也不至于演到这种地步 他朝着林峰的尸体走了过去 右手光滑一闪 林峰的脑袋瞬间搬了家 张义松了一口气 彻底放心了 当张义击败末日基地队长的时刻 他的命运齿轮从此开始悄悄转动 张义看着林峰的脑袋 他蹲下身去 右手放在了他的脑袋上 很快 那种久违的感觉再次出现了 一股强大的力量沿着手掌传入他的身体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爽了 转眼间张义就把林峰的力量吸收了个干净 就在这时 张义突然觉得自己的眼睛变得有些模糊 仿佛有什么东西要从眼睛里生长出来了一样 他用力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只是那种模糊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就在这时 他的眼睛瞬间散发出一种白色的光 他用力眨了眨眼睛看向前方 下一刻他面前的空间如同螺旋一般扭曲了起来 砰的一声 面前的小汽车 直接从中间被硬生生地扭曲折断 张义这才意识到 这是新能力 自己刚刚吸收了林峰的力量 同时又开发出了新的异能 这股能量强大到能够扭曲空间折断物体 他的内心狂喜 有了这种新的能力 终于弥补了他攻击方面的空缺 只不过这种异能的消耗有些大 只是用了一次 感觉身体都被掏空了一大半 而且新的异能攻击范围 不适合远距离偷袭 可300米之内偷袭 效果比重距都要好 有了新异能的加持 接下来的战斗会更加无往无力 此时的张义看向山谷之外 嘴角露出了一抹残忍的笑容 接下来他看看下一个猎物会是谁 与此同时山谷外 众人等待了一个多小时 叶荣华对林峰充满了信心 他认为这将会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 毕竟从张义和林峰表现出来的能力来看 张义几乎没有任何战胜林峰的可能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 西山基地的情报已经泄露了 在情报不对等的情况下 张义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应对林峰的手段 相比客战队的焦躁 徐胖子和尤大叔两人脸上逐渐露出了笑容 时间拖得越久 反而越符合张义的作战风格 因为张义这个人一向谨慎到令人发指 就在这时徐胖子和尤大叔的耳机滋滋地响起 张义通过对讲机联系到徐胖子和尤大叔 尤大叔和徐胖子听到张义的声音 眼睛里顿时闪过喜色 不要惊讶 也不要表现出任何的异常 等我发信号 然后发起进攻 还有这种操作 张义拥有了神威之后 岂不是看谁不顺眼一个眼神就可以嘎了他 尤大叔和徐胖子听到张义的声音 眼睛里顿时闪过喜色 是张义的声音他还活着 这也就说明 张义赢了林峰岗了 此时张义小心翼翼地趴在山崖边 目光扫过叶荣华等人 他思考了一番之后 把目光锁定了叶荣华身上 张义转动右眼神威慢慢发动 刷的一声 叶荣华脖子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 他猛然察觉到身体的不是 想要喊出声 但是只是说了一个 就 下一刻 他的脖子就被一股未知的力量撕扯 鲜血如同泉水一样喷涌了出来 一旁的同伴看着倒在地上的队友 惊恐地说不出话来 张义猛地从山崖边站出来 把手中林峰的头颅高高举起 林峰已经被我嘎了 你们这些喳喳也要成为我的刀下王伙 他们惊恐地看着张义 林峰那么强大的义猛 居然也被张义给嘎了 而此时的徐胖子双手操控起大量的冰雪 开始朝着对面的人攻击 刘大叔对花花和梁月喊道 动手杀光他们 花花和梁月还是很快反应过来 三个人迅速地杀向对面 而此时 没有等到敌人反应过来 梁月已经手持堂刀 立马当先冲了过来 而张义在一旁咬牙切齿地说道 杀光他们一个不留 这群可恶的家伙 一次又一次扰乱他平静的生物 他实在是恨透了这群西山基地的杂碎 等到梁月几个人将其他人制服之后 狗在山坡的张义才冲了下来 他当着梁月几个人的面 开始吸收尸体身上的义母 不过这一回 那种感觉明显变得弱了许多 甚至对他的义能提升都小了 张义皱起眉头 怎么没有什么效果 他想了想应该是这些义人的等级太低 于是他便对游大叔和徐胖子说道 你们过来试一试 游大叔和徐胖子很快尝试了一下 可两个人一脸懵的状态 不行啊老大 我没有任何感觉 游大叔也紧接着说道 俺也一样 看来这种能力并非每个人都有 我们的天赋跟你不能相提并论 张义也一脸懵圈地看着两个人 他现在脑袋里多出了许多问候 对于义人和义能 他还有很多东西完全不明白的 看样子以后还得多研究研究 就在这时花花喵屋一声 一口将方尊的脑袋咬了下来 孤独一声吞进肚子里 张义询问花花 你可以吞噬他们的力量吗 花花两只眼睛挑了一眼张义 这是赞同的意思 张义看着花花很大度地说道 既然这样 那就把他们留给你做夜宵吧 紧接着几人一同回到西山基地的入口 张义开启次元之门 瞬间杂物将基地入口焊死 梁月不明所以地看着张义 张义做事情肯定不会给对手留下后路 这就是他一直能够到现在的原因 做完这一切 张义启动手中的暗鸟 轰的一声 整个西山基地在一片蘑菇云中烟消云散 当陈西年被张义神威解决的那一刻 西山基地的辉煌也从此覆灭 但张义统领冰雪末世的布施正式拉开序幕 梁月看到整个西山基地消失在一片火焰当中 他不禁感慨道 张义你真是鸡犬不留啊 这种情况下 明明下面已经很难有活人了 张义淡淡地说道 我就当作是买个保险了 不过这么做还不算晚 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 说着张义从一空间取出雪地车 然后带上梁月一路飞驰而去 这时的梁月心中很是好奇 他不知道张义又要带他去做什么 他就当作是跟着张义看个热闹演习 张义一边开车一边打开手机 上面有杨欣欣传过来的西山基地结构图 梁月惊讶地望着张义 张义淡淡一笑说道 根据西山基地的结构图 我发现了一条逃生通道 这给谁用的不难猜 就在这时梁月看到了前方隐隐约约出现了几个人影 没错是陈新年 张义家大油门一脚踩了过去 陈新年看到追过来的张义 脸色煞白心情跌落补底 他没想到张义居然这么短的时间就追过来了 为了活命 他甚至把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留在了基地 张义上走下来满眼戏谑地说道 这不是我们西山基地的陈大领袖吗 怎么见到老熟人也不打声招呼呢 陈新年此时吓得两腿发抖 立马举起双手说道 张义你不要冲动 我们之间还可以好好谈谈 现在你还不能杀我 你杀了我会打破天海市各自区域的平衡 到时候 不知道外面有多少妖魔鬼怪会来到这 你们要面临更大的危险 张义的心头微微移动 这些事情他还真没有考虑过 张义表面上不动声色说道 呵呵你说是就是啊 我信你的鬼 你也不看看自己现在这副模样 你什么都没了 更没有和我谈条件的资格 张义说话之余 梁月右手死死握住堂刀 他恨不得现在就直接打了这个大魔王 陈新年当然知道梁月的恨你 他赶忙解释道 如今是乱世 乱世当用重点 我不那么做 所有人都得死 张义你是个大财 你不应该埋没自己的才华 我们两个人合作好不好 只要你肯跟我合作 凭借你的实力还有我的人脉和头脑 我们一定可以把西山基地做大做强 到时候 我们成为整个天海市的王都不在话下 张义嘴角一瞥 我不需要 说着张义眼睛定睛一闪 下一刻陈新年的脑袋一阵扭曲 然后如同西瓜一般爆开 两名护卫瞬间吓傻了 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刚刚发生了什么 陈新年就已经倒在地上死透了 像梁老师这样武功高强的天生艺人 张义盘算着该如何把他耐入自己的后宫 两名护卫看到倒在地上的陈新年 拉开首围的拉环发疯一样的朝张义冲了过来 他们这是要跟张义同归于尽 可他们还是拼命地把首围扔向了张义 张义却不紧不慢地双手展开次元之门 将首围全部收入一空间 两个护卫看傻了眼睛 他们无法理解这种超能力 张义一步步走到他们跟前 然后右手轻轻旋转 一股力量被次元之门释放而出 朝着护卫汹涌地喷去 他的身躯瞬间燃烧起来 短短数秒之内被烧成了一具骷髅架子 而旁边另一名护卫直接看傻了眼 还没等他想明白 张义的一只手已经按在了他的头 轻轻一点 护卫的脑袋瞬间搬了架 张义满意地看了看自己的右手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悉心大法 梁月在后面看着张义此时的力量 心中也是产生了一样的感觉 比起两个人初次见面 张义如今的实力变得越来越恐怖 梁月忍不住问道 你未免也太谨慎了 如今整个西山基地都被你毁掉了 你还在担心什么 为什么就不能放过这两个人呢 张义却认真的说道 陈新年之前可是天海式的大人物 他有什么复杂的社会背景 我也不知道 万一有人过来给他报仇怎么办 梁月翻了个白眼 这怎么可能呢 张义说道 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危险 我都要杜绝干净 说到这里 他笑嘻嘻地对梁月说道 如果当初你们在去西山基地之前 先认真考虑考虑后果 也许就不会变成今天这样的结局了 梁月内心猛的一阵 想到自己那些惨死的学生们 他开始有些理解张义的做法了 此时张义带领众人回去 梁月提醒道 先过去接上他的学生们 按照之前的约定 张义会给这些学生提供住所和食物 至于提供食物的多少 那得有张义说了算 如果梁月想拿到更多的食物 只能通过利益来交换 梁月尴尬地看着张义 他以为经过这一站 张义早就把他当朋友了 张义不知可否地说道 就因为是朋友所以才要明码标价呀 只有这样才不会伤害我们的感情 梁月被张义的无赖搞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了 看着走远的梁月 张义满意地笑了笑 虽然张义对那些学生没有多少好感 可是梁月这个人 张义还是很欣赏的 他的战斗力老早被张义给盯上 他早晚得把梁月变成自己人 在学生的助攻之下 梁老师在一步步踏进张义设计好的圈套 他变成张义的人也只是时间问题 梁老师来到自己学生聚集的房间 他们用张义给的燃料把家具点燃烤气火来 张义虽说按照约定给他们提供了住所和一些食物 但是这样根本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同学们看到梁老师进屋 有些同学用哀求的眼神望着他 梁老师 张义那些人怎么走啊 不是要给我们安排居住的地方吗 此时梁老师安抚着眼神中充满失望的学生们 你们放心好了 自己已经和张义协商过了 他会带咱们前往徐家镇 那里有食物和好的生活环境 梁老师接着说道 徐家镇靠近江边 我们以后还可以捕鱼来吃 说到镇 同学们都陷入了沉默 这样的生活和他们想象中的实在差距太多 同学们互相看望着 内心失落感不由而生 此时班长吴承宇站了起来 他双眸紧促 梁老师据我了解 那个杨欣欣和陆可然 都住进了张义的豪华别墅 你能不能和张义商量一下 让我们也一起住进去 此话一出 本来失魂落魄的同学 突然眼睛都放出光来 对对对是是是 既然那两个女同学都住进去了 我们为什么不行 我们哪里差了 于是乎这些同学跟提前商量好似的 逼窝蜂地把梁老师围住 让梁老师和张义协商一下 把他们也送进别墅内 在外面这么冷 出去补鱼会把我们的手冻伤的 梁老师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们搬进别墅的事就不用想了 张义能帮助咱们逃离西山基地 已经是自己千辛万苦 他换来的结果 再说张义他不是什么圣物 凭什么让咱们住进去 现在打鱼总比在西山基地 招不保七的强 同学们听到这些 心中的幻想被毁灭 个个都焦躁起来 梁老师突然怒吼一声 都闭嘴吧 随即发布命令 今夜大家轮流在这里审议 明天早上他带大家前往徐家镇 与此同时 张义开车把游大叔送到了岳路小区 张义关切地对游大叔说道 要不然你和周阿姨一起离开这里 搬到我的别墅那里住吧 别墅那边的生活环境比这里强太多 而且大家离得近 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也有个照应 游大叔听完张义的话 稍微思索了下就答应下来 游大叔觉得经过此次战役 感觉到了团结的重要性 然后游大叔尴尬地摸了摸脸 实不相瞒 我和海妹住在这里心里多少有点害怕 此时许胖子插嘴 游大叔你个大老爷们的有什么好怕的 就凭你的实力 普通人根本进不了你的身 除非像西山基地的那样的组织 游大叔挑了挑背 表示自己就是害怕 在遇到西山基地这样的组织 张义眸光微转 语气淡淡 游大叔你的担心不无道理 那个陈新年在死前也透露过 天海市不可能只有一个这样的西山基地 虽说冰雪末日降临以来 让大部分人都嘎了 但是能够活下来的人都不简单 况且天海市还是一个坐拥两千万人的大都市 你们可以想想里面还幸存多少艺人和武装力量 张义为了缓解几张的气氛 调皮的笑了笑 也不用太担心 你看西山基地这么厉害 不是也被我消灭了吗 张义停下车 以后大家住在一起 团结起来咱们谁都不用害怕 游大叔重重的点了点头 说的对我这就收拾东西当过去 打了好几天的仗就不能享受享受吗 张义与陆军真的答谢了两个美女大学生 张义带着所有人回到岳路小区 得知张义凯旋归来 安全屋里的女人们都兴奋得不得了 一来到家里 女人们就激动地扑上来 周妹妹对着游大叔关切地询问她有没有受伤 周可儿与大秘密则是细致地帮张义检查身体 陆可然落寞地站在一边 她有些不好意思凑过来 张义则走过去给了她一个大大寻报 这次胜利还要谢谢你们的帮助 陆可然的脸微红害羞地说道 我只是帮了点小忙而已 还是大哥你们出力最多 张义笑眯眯地捏了捏她的脸蛋 这种轻密的动作 让陆可然的脸更红了 不要妄自菲薄 你对我很重要 这时候旁边传来了两道带着醋味的眼神 张义低头一看 杨欣欣坐在轮椅上 一脸不满地望着她 张义赶忙俯身抱了抱她笑道 要我说 这一次最大的功臣就是咱们欣欣了 如果没有你强大的黑客能力 我们这一次行动肯定不会这么顺利 随后张义和众人说了搬回去的事情 大秘密和周可儿等人自然是非常高兴 刘大叔询问了一下周妹妹的意见 周还没听到要回去以前的别墅 她还特地问了一句 我之前那栋别墅还在不在 当初买的时候 我可是花了1.8个亿呢 张义笑着摇了摇头 早就被炸平了 不过还有许多别墅完好无损 到时候换一套住也是一样 周妹妹叹了口气 那可是我一辈子的积蓄 就这样大家达成一只意见开始收拾东西 张义另外留下一部分生活用品 万一哪天那边出了状况 他们可以把这里当作是一个避难的临时基地 张义把厚重的合金门锁上 这个地方除了他再没有人能够进入 他可没有好心到把这里留给其他人使用 就在这个时候 张义忽然察觉到不远处有一道目光正在窥探 他一转头 看到远处一个黑色的身影 原来是李健 张义眉头微微一皱 便朝着李健走了过去 李健等着张义走过来 大半夜的不睡觉 你出来做什么 李健赶紧说道 今天晚上 西边传来了很大的爆炸声 我们都被吵醒了 所以一直没睡 张义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他打量了李健一眼问道 最近你的身体怎么样 感觉到什么异常没有 李健摇了摇头 没有啊 我现在轻易也不敢使用这种能力 葛教授提醒过我 如果用的太多 可能我就会变成肥料了 张义点了点头 没有再同他多说什么转身离开 当天晚上 众人回到了庇护所 这里差一点就被导弹袭击 成为一片废墟 而现在 他们的敌人已经灭亡了 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打扰他们安稳的生活 张义疲惫地躺在床上 兴奋计的时效马上就要结束了 接下来他的身体会陷入一段虚弱的状态 他要赶紧好好调理一下才行 在冰雪末日的世界里 女人想要站稳脚跟 就必须找一个靠得住的男人生猴子 梁月带着他的学生们 一路艰难地来到了徐家镇 徐家镇只剩下一些老人妇女跟孩子 房子空出来了很多 梁月带着十几个学生占了两个空房子 徐家镇的村民并不敢与他们接触 尤其是看到梁月身上那套西山基地的客栈府后 都下意识地躲了起来 梁月看着这些学生住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可是吃的问题仍然不好办 学生们可不是渔民 让他们去冰店上凿鱼 他们没有那个本领 所以他只好再次硬着头皮去找张义 希望张义能够按照之前的约定 分给他们一些食物 而此时的张义 正在悠闲地躺在庇护所里 享受着妹子的按摩 张义现在我们已经安全了 要不要考虑要个宝宝 周可儿一边按摩一边试探询问着 张义躺在他柔软的大腿上 微微眯着眼睛 干嘛有这种想法 一旦有了孩子 可就得天天花心思在他身上了 我们要及时行乐 不要去想太远的事情 这种时候 张义压根没有要孩子的打算 末日当前 有了孩子 就会多一份负担 周可儿抿了鸣嘴说道 可是人家想要跟你有爱情的结晶吗 此时的周可儿当然有自己的小九九 张义身边漂亮的妹子越来越多 周可儿心中充满了危机感 要想稳固自己的家庭地位 生孩子肯定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张义睁开眼睛 笑着对他说道 生孩子太麻烦了 还有个更简单的办法 周可儿睁大了眼睛好奇地问道 什么办法 保持好你的身材和脸蛋 多钻研一下技巧 这样我们的爱情就会永不长期 张义幽默地说道 周可儿被张义说得顿时一阵灵 小手轻轻地打在张义的胸口上 张义你就知道戏弄我 这种事情哪有自己一个人练习的 张义现在只感觉心里面痒了 多可恨哪 你也就现在嚣张一下 等到我身体恢复过来 非得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两个人说着没羞没臊的话 刘大叔站在门外听了个一清二楚 他现在刚大的脚趾头 能扣出一个三十一厅 他轻轻地咳嗽了一下 敲了敲张义的门 老大梁月过来了 他说想见你 张义听到梁月来了 嘴角顿时露出了一抹笑容 一切都在他的预料当中 张义来到客厅 大命令见状赶紧走过来要搀扶他 张义摆了白手说道 我还没虚弱到这种地步 张义看着坐在沙发上的梁月递 给他一杯咖啡 他惊奇地发现梁老师 这次居然没有穿作战服 脏兮兮的袖子还有些过长 很显然衣服不是他的 所以看上去非常寒酸 你为什么不穿作战服 张义好奇地问道 作战服是西山基地特战队的标配 除了拥有强悍的防弹能力之外 还有良好的调控温度功能 不惧寒数 梁月无奈地说道 控温系统是需要耗电的 张义这才想起来 自己整日里是不缺电用的 但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每个人都有像他这样优越的条件 张义叹了一口气说道 梁老师以你的能力 完全可以不用过这种日子 你今天过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吧 不得不说张义真是末世第一申请 三言两语就把梁月变成自己的家庭教师 梁月盯着张义认真说道 之前我们约定过 我帮助你返攻西山基地 你会为我和学生们提供住所和食物 现在西山基地被灭了 住所的话也是徐家镇县城的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为我们多提供一些食物 说到这里 梁月略微有些无奈地说道 你也知道 我的那些学生们娇生惯养的 让他们自己去搜寻食物 或者下降捕鱼 需要一定的时间 张义好笑反问道 这么说他们在西山基地受的苦还是太少了 梁月与气一致摇了摇头 咱们今天先不提这个了 总之你先给我们食物 让他们可以度过前面一阵子吧 后续的事情我会再想办法 张义爽快地答应了 他当着梁月的面直接开启了次元之门 然后哗啦啦 一大堆食物如同小山般出现在地板上 张义指着那些食物说道 这些东西 够你和那十几个学生吃上半个月了 拿回去吧 这是我们约定好的东西 梁月看着地上的那一堆食物 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 谢谢你张义 张义喝了口咖啡 绅士地笑着说道 这是你应得的 梁月的心中常常松了口气 其实他来的时候 心里面特别害怕张义出而反而 没想张义却这么爽快地答应了 梁月取出几个旅行带 开心地将食物全部装进袋子里 张义看着他 忽然开口询问道 一个女人带着这么多半大的学生 肯定很不容易吧 梁月忽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这句话完全说尽了他的心看 末世以来 作为教师的他一直费心费力地 保护着自己的学生们 学生们将他视作依靠 可是又有谁关心过他辛苦不辛苦 梁月抬起头 冲张义露出了感激的笑容 谢谢你张义 可是我没有办法丢下那些学生 一旦我撒手的话 他们是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活下去的 如果我真的样做了 我的良心也会不安的 张义好像听明白了梁月的前台词 他辛辛苦苦地保护这些学生 未必是因为他多么爱这些学生 而是身为教师的侄子 张义此时心中产生了一个念头 如果我可以帮梁月合理地解决掉这些学生 他说不定会非常高兴 然后可以心安理得过新的生活 张义之所以不喜欢梁月的那些学生 是因为张义认准了这是一群坏东西 留着也是浪费米饭 说不定哪天还会成为饮饭 找个机会清理掉他们比较好 张义看着梁月 心中明白现在还不是动那些人的时候 于是张义说道你对他们太过宠溺了 明明他们岁数不小了 大多都成年了吧 可还是像个没断奶的孩子似的 什么都依靠你 如果这些食物吃完了 你又打算怎么办 一个人供养他们所有人吗 梁月的脑袋被张义说得一个头两个大 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还能怎么办 走一步看一步吧 本来以为他们经过西山基地这次历练 可以吃一欠掌一掷 看来还是自己一厢情愿了 张义望着他 忽然温柔地说道 梁月你这样太辛苦了 要不然让我帮助你吧 梁月不可思议地抬起头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说什么 完了完了 我怕梁老师的事情被他的学生发现了 张义狡猾地看着梁老师 我当然可以给你们提供食物 看在朋友异常的份上 我张义实在不忍心看你这么辛苦下去 梁老师不可置信地看着张义 以张义的性格 他是绝对不会这么好心的 梁老师试探地问张义 张义你为我们提供食物 是希望我们为你做些什么吗 张义立刻严肃地说道 梁老师恐怕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帮助的不是你们 而是你 你也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为你提供食物 你必须提供足够的代价来给我交换 梁月看着张义说道 你需要我提供什么来交换 张义指了指梁月笑着说道 我要你这个人 梁月震惊地看着张义 脸刷得一下子红了 他愤怒地朝张义喊道 张义你也太下流了 居然提出这么无耻的要求 我是绝对不会出卖自己的身体的 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 张义装作一脸无辜的样子 我的发你在说什么 我是想请你做我的家庭教师教我练武 难道这也算下流吗 梁老师尴尬地处在原地 他还以为张义要跟自己OA 张义细腻地看着他说道 哎呀呀梁老师你看你想到哪去了 亏你还是人民教师呢 竟然满脑子都是小黄天 张义此事故意说道 这家庭教师你想做就做 不想做我也不勉强 本来想给你一次机会 没想到你把我想得这么恶重 梁老师不好意思地一直跟张义道歉 张义对不起 我理解错你的意思了 跟你做家庭教师 我是十分乐意的 而此时躲在客厅后边的杨欣欣 一眼看穿了张义的想法 张义哥哥居然对梁老师有想法 关键有想法就算了 还把自己说得这么道貌二人 而一旁的梁月就像一个傻憨憨 他感恩戴德地表示 一定会珍惜这份工作 张义眼见雨已经上钩了说道 既然没有意义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我每天给你提供十人份食物 你教我练习武术 梁月一听怎么是十人份 我们可是十六个人了 张义严肃地说道 你要知道每天提供十份食物 我的压力也很大 何况你也不希望你的学生 或者依然伸手 扮来张口的生活吧 梁老师想想也是这个道理 拎着张义给的食物 走出了庇护所 张义则是一股脑地 躺在沙发上 享受着得到女教师的喜悦之中 此时陆可然推着杨欣欣来到了客厅 张义淡淡一笑 你们似乎来得有点晚 你们的老师刚刚出门 但是杨欣欣却摇了摇头 我们是因为梁老师走了才来的 张义不解地问 难道你们不想和自己的老师聊几句吗 此时杨欣欣带有一丝醋意地回复张义 我怕我们两人在场 影响你和我们老师的约谈 杨欣欣露出一丝坏笑 张义哥哥 你是不是想泡我们的老师 此话一出 张义刚喝的咖啡从嘴里喷出来 张义强装镇定地摸了摸嘴 你们怎么会想到这些方面 我能够拥有今天击败末日基地的实力 往往离不开背后女人的推波助澜 陆可燃知道了我想泡自己老师的事情 无嘴一笑 哥哥你也太坏了吧 脚踏好几只船啊 现在明明已经坐拥两位闲内主 竟然还打起我们老师的主意 此时杨欣欣目光灼灼 认真分析着此事 从人类进步发展角度来说 地结同盟是最有效的合作手段 我不知可否地笑了笑 梁老师不仅仅有着强悍的异谋 抛开这些 单从女性魅力的角度来看 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杨欣欣画龙点睛地指出了自己老师的缺点 还得加上梁老师那个让人心疼的大脑 太好骗了 难怪哥哥你会打他的主意 说完这些 我感觉自己遇到了两位之音 既然都是聪明人 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梁老师的战斗力很强 对我以后的战斗很有帮助 我打算把他拉入自己的麾下 让他成为我们的一员 至于男女之间的感情是不会有的 在我心里只有单纯的利用价值和本能的欲望 杨欣欣听我说的这些话 一脸崇拜附和着 自己眼前的这个男人 依旧是那个理智冷漠的男人 杨欣欣表示支持我的做法 会在背后默默地支持帮助我 怎么帮助我 我有些好奇地询问 杨欣欣欣微微一笑 梁老师是个怎么样的人 身为他的学生那可是在了解不过了 如何说服他加入我们的团队 自己很清楚 我摊开手 其实不用给你的老师上什么套路 他那点智商完全用不上 就凭咱们现在眼前这些条件 足够让他动心 杨欣欣狠狠地点了点头 不好解决的是梁老师身边那些脱油品 此时我耸了耸剑 暂时不动他的脱油品了 要是让他发现我嘎了他的学生 就凭梁老师的死脑筋费地给我玩命不可 杨欣欣悠悠地笑了一下 做掉脱油品是有机会的 我才不理会杨欣欣用什么手段 我悠闲地躺在沙发上 只要你的办法 不要让梁老师发现就好 杨欣欣点了点头 还有一件事 这几天我在查看西山基地信息库的事 想和哥哥商量一下 杨欣欣就把西山基地信息库的秘密告诉了我 西山基地名义上是官方建造的 他设备齐全里面的信息量也很巨大 发现了不少有用的情报 但是信息量实在太大 还没有整理出来 提前给你一个提示 做一下心理准备 突然杨欣欣目光变得深邃 不过从刚整理出来的一些情报来看 天海是像西山基地这样的组织不止一个 张一哥哥咱们之前的动静闹得那么大 你觉得这些势力会不会被吸引过来 我摸了摸下巴 这个事情自己倒是很清楚 我两手一摊地躺在沙发上 偌大的天海是不可能就一个这样的西山基地 杨欣欣提示到我 势力和势力他们之间的实力是不一样的 要是还有多个比西山基地更强大的势力呢 我们该怎么办呢 此时我发呆地看着天花板 不会那么倒霉再和这些更强大的势力起通过吧 不过我从来不是一个惹势的主 但我也不会怕势 真是要其他势力找上本 就凭借我现在的能力还真不怕他们 先把梁老师算上 我们已经拥有五位异能战士了 任何势力想要和我们为敌 张义能为在冰雪末日之中躲得舒服 竟然打造起来马其诺房线 陆可然推着杨欣欣转身离开了 一边走一边对张义说道 哥哥你放心好了 我会尽快把其他基地的资料整理好 就在这时张义突然叫住陆可然 可然你过来一下 我有些事情要跟商量一下 陆可然受宠若惊地走到张义身边说道 大哥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张义挠了挠头说道 现在云雀山庄除了我们还有徐胖子和有大叔 我们的人员越来越壮大了 如果哪天再遇到外敌入侵 我不想再像之前一样只能被动防御 因此我想让你帮我设计一个防御攻势 这样即使再有敌人来犯 我们也不会被动挨打 陆可然听着张义的规划有点泛淡 哥哥设计防御图纸很简单 只是真要实打实地搭建起来 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光是材料这些就够我们喝一补 还有建造攻势需要的人力 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张义思考了一下说道 你说的这些都不是问题 材料这些我来解决 实在不行我再去一趟西山基地 看看哪里还有没有我们能用的东西 至于人力这块 你别忘了我们还有尤大叔和徐胖子 他俩可不是一般人 尤大叔一个人能当十个人来用 徐胖子就更不用说了 再加上花花也可以帮着干些力气 这样算起来大家各个身怀绝技 想要打造一座坚不可摧的防线 看来也不是不可能 陆可然信誓旦旦的看着张义说道 既然他最担心的材料和人力都能解决 那剩下的就交给他好了 张义随后把尤大叔和徐胖子召集过来 告诉自己的要打造一条防御攻势 徐胖子兴奋地看着张义说道 老大我们早就该这么干了 你不知道 我晚上睡觉都有时候战战兢兢的 我就担心万一有人闯进来拿枪指着我的脑袋 而尤大叔严肃地说道 既然我们要打造防线 那就不能只注重防御 还要有一定的反击能力 我们最好在周围布置强大的火力 徐胖子震惊地看着尤大叔 如果需要强大的火力 那我们的武器弹药怎么解决 坐在一旁的张义说道 武器弹药这些你们不用担心 过几天等我恢复体力 我们一块去西山基地淘一些宝贝 那里现在虽然是废墟 可是你别忘了 它可是整个天海市首居一指的大型防御基地 届时我们也可以从那里获取一些建筑材料 这样可以一件双雕 尤大叔摸了摸下巴说道 武器和材料这些西山基地应该不会缺少 可是他们的工艺可是一体胶住的 哪有那么容易拆下来 此时张义脑袋灵光一闪 他看了看一旁的徐胖子 咱们不一定非得用建筑材料来建造防御工事 或许可以用冰块来建造防线 这些对三胖来说简直轻而易举 当初徐家镇不就是靠着三胖子的异能打造的吗 在这样的温度下 用冰块建造出来的工事 简直就是一道天然的防线 到时候我们再往冰块内部加入一些钢筋 那可就是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墙了 经过天才少女的对自己老师的寻寻善用 梁月终于放下自己的防线 向张义妥协了 沙发上张义和游大叔几人还在讨论构建防线的事情 家里的女人则是凑了一桌麻将 此时周可儿给家里男人端水的时候 听到他们的讨论笑了笑 现在西山基地都没了 你们为何却变得更加谨慎了呢 张义却冷冷的一笑 小心使得万年传 有备无患 许三胖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你们说以后还有奶度不是到深浅的人来这里吗 整个天海市没有比西山基地更强大的吧 张义摇了摇头 胖子你肤浅了 西山基地的确是被我们消灭了 但这件事未必整个天海市的人都知道 在其他人的眼容 咱们只不过是一群普通人吧 更别谈什么事例了 此话一出 许胖子才恍然大悟 老大您说的有道理 那我们加班加点的去构建防线 心里真是有点怕怕 张义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三胖的说法 毕竟多耽误一天就离危险多一天 防线的事必须尽快实施 张义活动了一下自己的手臂 询问了一下由大叔和三胖体力恢复的如何 如果没什么问题 三天之后一起去西山基地搜刮一下有用的材料 由大叔和许胖子感觉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 也就一口同声地应了下来 就在此时门铃声突然响起 许胖子看到监控里面是梁老师 于是好奇地问张义他是来做什么的 许胖子邪眉地笑着看向张义 难不成老大已经把这个梁老师也给收编了 张义嘴角微微一扬 可不要瞎说 我和梁老师可是纯洁的男女关系 他只是我的私人家庭教师 此时由大叔憋不住了 都已经男女关系了 还纯洁 年轻人真会玩啊 此时的许胖子已经开始一想 家庭教师是那种启蒙老师吗 嘿嘿 老大你好会玩哦 许胖子一脸虫带地看着张义 张义却起身给梁老师开门 不再理睬这两个男人 张义把梁老师请了进来 梁老师发现大家伙都在这里非常的热闹 他感觉这种气氛真是太好了 自己好想深入其中 想想自己在徐家镇又当爹又当妈的生活真是受够 陆可燃与杨欣同时向梁老师热情地打招呼 梁月看着自己的学生如此的幸福开心 自己心里多了些许安慰 杨欣欣开心地和梁老师拉家长 说自己在这里一切都很好也很幸福 随即杨欣欣拉着梁老师的手 梁老师您在外面一定很辛苦吧 要是您不介意的话 就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吧 梁老师虽然内心有些动摇 但是他有想起徐家镇自己的那些学生的 要是自己离开他们 估计他的学生很难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生存下去 杨欣欣赞同地点了点头 梁老师还是如此的善良 但是梁老师您住进来这里 一样可以照顾他们 他们不可能无时无刻离不开你了 那些学生终究要学会在末日生存了 梁老师眸光开始晃动 很明显他被杨欣欣说得动摇了 杨欣欣看准时机 寻寻善用 梁老师您觉得欣欣的建议如何 梁老师开始妥协 那个张一不会同意让我住进来吧 我和他的关系不是很熟啊 这个剧情好熟悉 梁老师教学之前张一先让他去洗澡 紧接着训练了两个半小时的张一 直接泪摊在地上 梁老师却一脸为难 我要住进去了我的那些学生知道了 恐怕不太好吧 何况他们没有了我肯定会饿死 杨欣欣悄悄地告诉梁月 梁老师你可以考虑一下我的提议 至于那些同学 他们反正有吃的就可以了 跟梁老师住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要是嫉妒你生活得太好 那他们岂不是太自私了 梁老师听着杨欣欣的话 心里开始动摇起来 杨欣欣自然知道 在这种条件下 梁老师选择更好的生活条件 也无可厚非 梁老师只是被自己的责任心占据了上风 但是他又不是傻 能住在这样舒适的环境中 他自然不可能再愿意回到冰天雪地的日子 只要能动员梁老师 剩下的那些学生失去梁老师的保护 不用张一哥哥动手 他们自己就会慢慢消亡 而一旁的梁老师 被杨欣欣开出的条件左右为难 他心里当然有些动摇 杨欣欣也不再施压 他知道这个时候 最好给予对方一定的空间 一旦梁老师考虑清楚 那肯定是谁都拦不住的 此时张一见时机差不多 走了过来对梁月说道 梁老师咱们开始吧 说着带梁老师进入地下三层的体育场 张一看着梁老师的衣服脏兮兮的 他知道以梁老师的生活环境 肯定没有多余的衣服更别说洗澡了 说着张一从一空间取出一套衣服 丢给梁老师说道 我这里有浴室 你先去洗个澡吧 梁老师看着干净的衣服 又听到张一说洗澡 顿时脸就红了 张一摆了白手说道 你是不是想多了 你脑袋里又在播放不可见人的情节了吗 梁老师顿时无地自容 转身跑向了浴室 洗完澡后 梁老师清爽地出现在张一面前 两人正式开始上课 没过一会功夫 张一累地瘫在地上 大口地喘着粗气 梁老师无奈地看着他说道 练武是很辛苦的 你能不能坚持下来呢 张一擦了一把汗 我也没指望能成为武林高手 只是想多一门手段保命而已 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危险 关键时刻说不准哪一招会就自己一面 说着张一一个翻身站了起来 他从一空间取出一袋食品给梁老师 这是你今天的报酬 梁老师看着那袋食物 不禁陷入了深思 今天杨欣欣的那番话确实挺诱人 如果这话从张一嘴里说出来 他肯定会直接拒绝 现在看来是自己多虑了 通过一上午的接触 他发现张一好像也没有自己想得那么不堪 梁老师看着张一的背影 他心里隐隐地有一丝不安 自己真的可以住进庇护所吗 而另一边的张一找到三胖子和游大叔 他们打算明天去西山基地搜索一些有用的材料 三胖子担忧得看着张一说道 老大西山基地虽然说被你诈评了 但是咱们贸然下去 万一还有没死透的人该怎么办 要不咱们叫上梁老师吧 毕竟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游大叔拍了拍三胖子的肩膀 小徐啊你的胆子怎么跟老鼠一样 此时张一严肃地说道 三胖你说的没错 小心使得万年船 不过我跟梁老师只是合作关系 上一次让他帮忙就已经欠了人情 这一次我不打算叫上他 而另一边的梁老师 已经带着张一给的食物回到了徐家镇 大门一开所有学生一窝蜂地涌上来 他们眼里冒光地盯着这些食物 这是他们一天中唯一能做的事情 梁老师叹了一口气说道 小天你们今天有没有带领大家一起学习捕育 班长小天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一边说道 老师你快饶了我们吧 这些体力活根本就不适合我们 况且我们在西山基地那么辛苦 现在好不容易逃出来了 你让我先喘口气再说吧 外边天气那么寒冷 你让大家冒着严寒去补育 大家会感冒的 梁老师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们得赶快适应现在的情况 再这样下去 老师也会很吃力的 就在这时一个同学吃完食物说道 老师怎么才这么点食物 我们根本吃不饱啊 这么冷的天吃不饱肚子会生病的 此时吴成宇站起来说道 大家尽量克服一下吧 梁老师也不容易 随后他转身对梁月说道 梁老师既然你每天都教张一武术 那现在你就是他的老师 那你你能不能跟张一说一下 让我们也住进他的庇护所吧 大不了我们到时候少吃一点食物 而且我们也不会白住他的庇护所 我们会帮助他打扫为什么 这时所有同学立马附和道 对对对我们不会白住的 况且杨欣欣那个瘸子都能住进去 我们肯定也能住进去 梁老师无语得看着自己的学生 杨欣欣跟陆可燃的身份不一样 况且他们两个都有专业的技术能力 你们能比吗 这些学生就彷佛没有听懂梁老师的话一样 他们围着梁月苦苦哀求道 梁老师你是我们的老师啊 你去找张一商量一下 你不去试一试又怎么知道不行呢 梁老师我们相信你一定可以了 梁月此时经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现在这种情况下 丢下所有人自己去庇护所 他肯定是说不出口了 三天后张一和游大叔三胖子整装待发 他在去西山基地前交代陆可燃 要把庇护所的外墙好好修复一下 需要的材料这些列个清单给他 陆可燃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天才黑客少女告知张一剩下的三大基地概况 张一做好充足准备 来迎接三大基地 张一徐胖子和游大叔三人一路开车前往西山基地 三胖子看着张一怀中的大喵花花 有些说不出来的感觉 大哥我感觉经过上次一战 花花跟之前变得有些不一样 具体哪里不一样 三胖也说不上来 他就那样一直看着花花 张一也点了点头说道 是有些不一样 上一次花花吞噬了好几个艺人的脑 肯定比之前变得更加强大 但是强大到什么程度 只有经过战斗才能知道 张一一边说着一边开着车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杨欣欣打来的电话 杨欣欣查到了一些关于天海市其他的武装事 根据目前的情况 天海市周围有四个大型庇护所 其中的西山基地已经被他们荡停了 剩下三个分别在天海的东南西北三个方向 而且据杨欣欣掌握的情报来看 这三个庇护所拥有的武器以及物资储备 比西山基地有过之而不及 张一听着杨欣欣的汇报 他并没有太多的惊讶 这些情况早在他之前的预料之中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这三个庇护所距离张一的庇护所比较远 所以他现在没有太大的担心 不过话又说回来 谁也不能保证 这三家势力又没有往外扩张的打算 另外杨欣欣还查到 在天海市的其他区还有着庞大的人口聚集地 根据信号显示 这些力量都不容小觑 张一听着杨欣欣的汇报说道 欣欣你提供的情报非常有用 杨欣欣兴的说道 哥哥我会继续努力的 等我的好消息 而这时车里的三胖子 在听到杨欣欣的情报后 顿十年了 本来以为灭了西山基地 可以好好过日子 现在看来他有些异想天开了 张一安慰他说道 胖子这些都在我意料之中 没什么好担心的 只要咱们不去招惹他们 相信也不会有什么冲突的 一旁的游大叔说道 张一你还是太年轻 事情恐怕没有你想得那么顺利 我总感觉过不了多久 这些人很快会找上我们 张一笑了笑说道 游大叔你说得对 后续发展成什么样 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有一点 只要我们自己变得足够强大 就没有人敢来招惹我们 西山基地这块肥肉 不单单是张一看上了 其他组织也是信誓旦旦 派遣了人员过来抢占 张一接到杨欣欣的电话后 就跟三胖子和游大叔 一路开车飞奔到了西山基地 就在三人朝着西山基地冲刺的时间 谁都没想到西山基地这边 就在张一到来前的几分钟 两个组织因为分赃不均差点打起来 其中一个来自朝宇基地的人 看着眼前的废墟感叹 这个入口地方都被彻底毒死 看情况一事半会也进不去 此时来自败雪教的红毛少年冷冷一笑 谁能想到一个这么大的西山基地 竟然被打当轰了 也不知道陈希年那个老小子 做了什么缺德事 既然得罪了上面的大区 真是活该 朝宇基地的人一摊手 陈希年一向狂妄自大 有今天的结果也是自找的 此时红毛少年叹了口气 本想来这里搜刮一些物资 你看看如此情况 看来是白来一场了 朝宇基地的人也是得到情报 派出先锋小队来查看情况 由于距离自己的基地太远 清理这里的障碍 还得需要调集人手过来 西山基地表面上看上去 已经成为废墟 但是受死的骆驼迪马大 只要能清理出来通道 还是可以收获大量物资的 此时败雪教的红毛少年 看出来朝宇基地的想法 就算你们可以动用一人的能力 把这里的入口清理干净 那里面众多的物资 你们该如何搬运回 你们的朝宇的海港基地 别忘了 你们基地可是横跨整个天海市 距离这里二百多公里 朝宇基地的人嘲讽着 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你们拜雪教就能做到吗 拜雪教红毛转过身 我们就没打算想要搜刮这里的物资 只是确认一下 西山基地是不是真的被摧毁了 他看着眼前一片废墟的西山残骸 现在我们知道这里完蛋了 呵呵 那就是我们最好的消息 还有你看看其他两个基地 他们真是聪明得很 压根不会来这里 随即拜雪教的人冷笑了一声 也许他们早就来过这里勘察过了 朝宇基地的人感慨 语气中带有一丝细血 可惜了可惜了 西山基地被消灭 这个地盘和我们朝宇基地没缘 此时拜雪教的人 似乎听出了话中的意思 哎呀呀 那可是便宜了杨胜和青浦两大基地了 他们要是瓜分了西山基地的地盘 实力岂不是一飞冲天 此话一出 朝宇基地的人脸色马上阴了下来 你们拜雪教说着话的意思 是在挑拨离间吗 拜雪教的人眸光微动 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 到时候谁能拿下西山基地这块肥肉 就看自己的本事了 与此同时 张义等人刚刚靠近西山废墟这里 就看到有两伙人在那里对峙 张义猜测他们应该是其他基地的人 目前咱们身上还穿着西山基地的作战服 应该不会立刻树敌 由大叔分析道 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杨欣欣说的其他事 徐三胖立刻插话 不好说 这些人也有可能是附近幸存的居民 张义挥了挥手 我们先过去探探情况 先不着急动手 说完张义一行三人就走了过去 此时朝宇基地看到迎面走来的三人 作战服上的标志竟然是西山基地 于是他好奇地询问 西山基地的人不是已经都死光了吗 你们怎么还活着 je country的医院 再尾ş桥 defined 他的医院